第一集 我 方凡 当代大学毕业生 社会主义接班人之一 但不曾想 为了女友的三十万彩礼 不惜同时兼职五份工作 送过外卖 工地搬过砖等等等等 但等到三十万凑齐了 他却扭头坐进了 那个老男人的豪车 从此我颓废了 工作上还被那SB领导欺负 实习期没给转正 是真他妈生气 我只能是待在家 刷一刷美剧 打抵游戏 准备散散心再去找工作 那天 我又在提名 明明是优势开局 这打野偏偏又秀操作 是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战机零杠我 我顿时就被气得砸了手机 却没想到 把插座旁边的水杯给砸到了 我准备剪辑手机去看一下 却没想到 手刚碰到手机 我就眼前一黑 没想到 自己竟然意外触电穿越了 来到了末世 真他妈倒霉 明明是打野太浪了好吗 反而倒霉接受惩罚的人 还是我 末世 末世降临了 全民进入数据化时代 检测到宿主各项指标符合标准 末世最强卡牌系统开始加载 加载成功 方凡刚穿越过来的兴奋心情 还未出现 就赶上末世了 末世最强卡牌系统 我他妈的 怎么就来到末世了 这什么卡牌系统 有什么用啊 方凡是满脸的稀奇 本系统可以为宿主提供各种神奇卡牌 培养宿主成为最牛掰的卡牌大亨 宿主可以通过将卡牌贩卖给其他人 抽取10%的提成 每贩卖10张卡牌 奖励一次专属卡牌抽取机会 目前本系统已经开启黑铁级卡牌和青铜级卡牌 黑铁级卡牌售卖一枚夏匹魔精 青铜级卡牌售卖一枚中匹魔精 折合100夏匹魔精 卡牌等级越高 排出的高级物品概率越高 初级任务开启 任务 三天内卖出10张卡牌 成功奖励 解锁更高级新卡牌 失败惩罚 抹杀宿主 备注 作为未来最牛掰的卡牌大亨 丧年 继续努力吧 新手大礼包以下发 打开新手大礼包 获得军团卡乘一 食物卡乘一 清水卡乘一 军团卡 开启之后 可获得一支军队 食物卡 开启之后 可获得食物 清水卡 开启之后 可获得清水 方凡拿起三张卡片 脸上流露出了惊骇之色 他很确信 脑海中的声音都是真切的 他没有做梦 真的来到末世了 而此时 门外窗户同时响起了撞击声 看过不少美剧的方凡自然清楚 这是周围的丧尸发现了自己 对于丧尸的恐惧 一时间笼罩在他的心头 这是对于未知的恐惧 但是 他想活下去 重击声越来越大 门窗逐渐的松动了起来 他只能替希望 刚获得的卡片上 开启军团卡 军团卡开启 恭喜宿主 获得一对黄金兵 数量成十 黄金兵军团可进化 人数十人 统领管害 技能太平要术 黄金惨咒 黄金远步 忠诚度八十 一片黄光闪烁 眼前展现十个高大人影 身穿黄金甲咒 威武非凡 拜见主上 十人同时下跪 这方凡下的一愣 军团卡居然有如此奇效 你是 方凡看着跪拜 在最前面的高大黑汉 莫将管害参见主上 管害的头磕在了地上 面色如故 管害 好好啊 系统成不及我 起来之则安置 这墓室 倒也不是不能闯一闯吗 之前方凡只能躲在房间里 但是现在呢 他看了一眼面前的黄金兵 脚杀丧尸 突围出去 黄金兵军团朝着外面冲杀过去 之前 他们宽背战刀疯狂的在舞动 临近的丧尸都被切成了两段 杀 一声震撼声响起 他们从屋内突围 对着眼前的丧尸便发起了攻击 方凡也拿起一把西瓜刀 随着黄金兵军团冲杀了出去 他是比较谨慎的人 不管黄金兵军团有多厉害 他相信 只有自己才是最后的发现 十个黄金兵两两对上一个丧尸 一会儿就能联合干掉一个 方凡感受着黄金兵强大的杀伤日 心中渐渐安定了起来 一个浑身冒着浓窗的丧尸 冲破了黄金兵军团的防线 从侧面朝着方凡攻击 方凡眯起了双眼 深呼一口气 说一点都不紧张那是假的 毕竟 这方凡还是第一次遭遇这种可怕的怪物 但是方凡清楚 身处于默世 他若无法战胜这种恐惧心理 他注定会被毁灭的 默世之中命如草剑 一切手段皆是为了生存 丧尸攻击他是为了生存 他要生存下去 就必须要解决掉丧尸 上 方凡紧握住西格刀 朝着眼前的丧尸 狠狠地砍了过去 丧尸的脑袋半挂在井上 仍然做着向前进攻的动作 方凡往后躲避 再捕了一刀 才算是将其宰杀 而此刻 十几个丧尸 已经被黄金兵军团全部屠杀了 主上 一共宰杀丧尸十七个 另外 还发现两枚这样的晶体 还有一张卡片 管害将手中的斩火上交 方凡带着思索 打亮着眼前的一切 物品 下品魔金 介绍 蕴含着奇妙的魔力 从丧尸体内掉落 可以用来吸纳提升自己 备注 或许 你可以用来换取一张 最低级的黑铁卡牌 物品 空白卡牌 介绍 一张不曾写刻任何魔力的卡片 看起来平平无奇 备注 这笔不错 或许 你可以用来涂鸦 方凡瞬间就知晓了 这两件物品的作用 下品魔金 可以用来提升自己的力量 也可以用来 在系统当中抽取卡牌 至于那张空白的卡牌 好像 真的一点也不稀奇 既然干掉丧尸 能够开出空白卡 是否也能开出其他珍贵卡呢 比如 如同黄金兵军团一样的军团卡 方凡 颇为异动 虽然方凡得到了末世最强卡牌系统 但这里 一眼看过去 全部都是丧尸 他就算是有金手指也用不了 往那边的宿舍楼推进 为了验证猜想 方凡需要宰杀更多的丧尸 方凡朝着远处的宿舍楼撇过去 他所在的是学校 末世来临之后 大部分学生都变成了丧尸 这里并不缺少丧尸资源 出击 方凡兴奋地往前走 带领了黄金兵军团推进 爆出卡片了 宰杀了几十个丧尸之后 方凡兴奋地捡起了丧尸掉落的卡片 物品 武器卡 墨刀 精心锻造过的武器 看起来还很锋利 备注 这或许是一把屠龙宝刀 方凡满意地打量着新武器 至少比之前那西瓜刀要像样多了 他手持墨刀 带领着黄金兵军团继续在宿舍清雲 他发现 整个宿舍区内几乎很少有兴 至少在他清理了两层楼之后 也没有发现 第二集 方凡虽然为他们感到可悲 却也清楚 这才是默示的残酷性 主上 有一群丧尸朝着我们冲过来了 最起码有两百只 管害是颇为担忧 黄金兵军团虽然强暗 但也不可能一对十啊 方凡姑娘 每个黄金兵可以和三个丧尸作战 再多就可能会出现伤亡 管害可能会更强一些 但是黄金兵军团十人规模 顶多也就能对战五十只丧尸啊 那边是石堂 应该是我们东京太大 将石堂里面的丧尸都引来了 我们退到楼顶去 不要和丧尸练战 到顶层设置防御 他们刚刚清理了两层丧尸 正在第三层集站 而整个宿舍楼则有六层 他们需要突破三层丧尸的集群 然后冲到顶楼 若是被卡在三楼的话 等到外面那两百多只丧尸冲进来 宿舍楼内的丧尸又冲下来 那两箱夹攻之下 方凡是想跑都跑不了 冲啊 方凡率先冲了 管害率领的黄金兵军团 护卫在方凡的身边 与迎面而来的丧尸展开了机枕 两个黄金兵被丧尸咬住胳膊 一块血肉掉落在地上 被追击而来的丧尸凶残的吞噬 快走 不要耽搁 方凡的脸色变了 他看到 那些丧尸感受到了人类血液之后 变得更加疯狂 赶到了顶楼 方凡劈开大门 让黄金兵在这里布防 这个门不大 只能两只丧尸几进了 所有黄金兵 拿出弓箭 站在二十米之外 开始疯狂居上 滚汉 你随时准备侧影 若是冲进来的丧尸太多 你立刻宰伤 方凡手持末刀 满脸郑重之色 这次可是有些失算了 本来以为有黄金兵军团在 可以悠然地宰杀丧尸 收集魔精和卡牌 但是现在看来 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末世已经在用鲜血 展示其残酷性 刚才被丧尸咬伤的两个黄金兵 面色轻绿 伤口急俗地腐烂 石石毒 你们失去意识之前 自行了断 管害面色冷酷地下达了军令 丧尸攻上来了 全面防御 方凡将精神力全面集中起来 楼底的丧尸 顺着那道门冲上来 两个被咬伤的黄金兵 在队伍的最前方 在他们彻底尸变之前 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剩下的黄金兵和管害 都将黄金弓拿了出来 群里射击 一袋袋箭矢被竭力地射了出去 因为射击距离比较近 再加上只需要将箭矢 集火在那道门槛上就行了 所以基本上都能射中 不过 这种丧尸除非是射中的心脏和头颅 断绝了其能量云泉 否则他们仍旧会向前发起进攻 门口的丧尸一点点地被干掉 有几个漏网之鱼冲过了门槛 也被管害给干掉了 主上 我们的箭矢没有了 管害的脸色非常难看 他们每人的身上只有五十只箭 这些箭的每天会自动恢复 但是最快也要到明天 现在确实是淡尽凉绝了 方凡的脸色瞬间陷入了沉着 一旦失去了远程之远 等到这些丧尸攻上来 好也能将他们给耗死 截杀丧尸到现在 差不多也有两三百只了 可是那种卡牌只开出了两张 一张空卡 一张武器卡 这卡牌的调率实在是太低了 倒是这魔晶 我积攒了箭三十枚了 方凡想到了最强卡牌系统 按照系统的规定 最低级的黑铁级卡牌 只需要一枚下品墨镜 而方凡现在 也只能支付得起最下等的卡牌抽取 对换二十五张 黑铁级卡牌 方凡在心中念叨 二十五张黑铁卡牌 出现在他的面前 空白卡牌 还是空白的 实物卡 这也没用啊 这张是清水卡 接连打开二十四张 方凡得到了三张实物卡 一张清水卡 还有一张疗伤卡 方凡这面色一黑 这系统是不是太黑了点啊 为了攒这点魔晶 他可是杀了好几百个丧尸的呀 最后一张了 妈的 开了 物品 军团卡 方凡的嘴唇都在哆嗦 他妈的来之不易啊 要是再来一张黄金兵团卡 就多了一倍的战力 他就有把握冲出去了 打开 哥德火枪兵军团可进换 人数十二人 统领 汉斯 技能 枪林带雨 速射三连机 登铁意志 终成八十 绝境逢生啊 他现在需要的正是这种远程兵种 汉斯 率领哥德火枪兵 将入战斗 足以射击 方凡看着眼前的宗法青年 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遵命 主上 速射三连机 只听见接连三声枪响 子弹倾斜了出去 将那个天台门打成了筛子 黄金兵 上前进站 哥德火枪兵 足以点上 方凡手持末刀冲上了筛 和黄金兵充当起了钱牌的重任 战斗异常惨烈 十二名哥德火枪兵 不断的发射着他们咆哮的怒骨 黄金兵在管害的率领下 也在英勇的作战 海平要术 管害一声令下 只见 他和那些黄金兵身上 各自加上了一层黄色的光辉 战力瞬间大增 防御力也是提升了一大截 黄金援动 管害继续施展的统领技能 原本步履沉重的黄金兵 屡屡躲过丧尸的致命袭击 战斗在持续地进行 丧尸一点点被残杀 十分钟后 最后一批丧尸被彻底干掉 诸上 我们诸上了七八百的丧尸 我们赢了 接连施展数个统领技能 管害也陷入到了疲惫 气 诸位 辛苦了 方凡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 十个黄金兵 有四个重伤 有两个之前被丧尸咬过 已经进入发狂的边缘了 黄金兵发出了野兽般的嘶吼声 管害在野旁擦拭刀剑 是想要在他们完全失变之前 解决掉它 这也算是让他们安息了 而方凡 则是将汉斯递过来的卡片拿起 物品 血清卡 介绍 可以用于治疗 因丧尸肯视留下的伤口 预防失变 备注 这是上天对弱者的怜悯 方凡原本浑浊的双眼 突然散射金光 管害 住手 方凡走上了前 握住了管害的战刀 他的手顿时是鲜血飙射 住手 我该死 管害连忙丢下战刀 跪伏在地 没事 只是一点小伤 他们 可以不用死了 风凡的脸上露出了激动之色 主上 我知道您仁慈 可是他们被污染了 现在杀了他们 也是一种解脱啊 管害低着头 身为统领 要亲手杀掉自己的士兵 自然也是心痛万分的 第三集 我们有血清卡 这里刚好 有两张血清卡 方凡将两张血清卡打开 两瓶血清液体 展现在众人的眼前 方凡亲自给两个黄金兵 灌输了血清 他们的伤口 逐渐重现血红色 他们竭力压制的狂暴之性 也开始消除了 有血清卡 我们也不用害怕 被丧尸污染了 方凡看着两个黄金兵 逐渐恢复 脸上露出了笑容 多谢主上 再生之恩 两个黄金兵跪下 脸上露出了激动神色 管害看了方凡数眼 清雷在眼眶中打着转 最后还是咽了下去 获得黄金兵统领管害 和一众黄金兵的感恩 忠诚度加二十 达成死忠成就 黄金兵军团可进化 人数十人 统领管害技能 太平药术黄金残咒 黄金圆布 忠诚度一百死忠 方凡轻叹 这些都是他的兵啊 都是和他出生入死的存在 若非有这些勇敢的黄金兵 和歌德火枪兵 他恐怕早就成为 那些丧尸当中的一员了 他们称呼方凡为主上 以他为主 方凡又何尝不是 和他们共患难同进去 卧槽 哪来的枪声啊 针队来救我们了 我们有救了 不对啊 你们快看 那些都是什么人 穿着怎么那么奇怪啊 德语系的几个幸存学生 躲到教室 看着外边穿着奇异的人 灾难发生的时候 他们大部分人 都变成了丧尸 好在啊 当时正下课 只有他们几个留在班级 幸存了下来 他们堵住了门窗 在班长尘步的组织之下 勉强活到了现在 他们手中握着桌子腿 和伸缩刀 就在刚刚 一个丧尸冲了进来 他们合力干掉了那个丧尸 可也死了两个人 鲜血引来了更多的丧尸 为了生存 他们将死去的同伴 扔到了窗外 而那些丧尸 仍旧徘徊在那里 不愿意离去 在尘步的强力弹压之下 他将那名被丧尸 咬过的同伴 也硬生生的扔了出去 一开始啊 有很多的争议 但是后来的结局表明 他做对了 这些丧尸 在吃完两具尸体之后 满足的离去了 而现在 似乎又有新的丧尸 闻到了他们教室里的血腥味 企图闯荡进来 尘步握着一张卡片 和一枚散发着幽明光芒的晶体 陷入了沉思 卡片是实物卡 而那枚晶体 被握在手中的感觉 非常舒服 能够感受到力量的增加 漠视 一切都变了 奇艺的卡片和晶体 就是最好的证明 门外那些凶猛 宰杀着丧尸的特殊人群 也必定不少人 那里有个人 一个眼尖的女学生叫上 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所谓的人 其实就是装束正常的人吧 至于这些身穿着黄色甲胄 和黑色作战服的枪手 在他们的眼里 只能算是一眼 他好强大啊 居然敢和那些丧尸对战 那些奇装异服的猛士 居然都是以他为核心作战的 他是谁啊 关汉 汉思 将前面的丧尸群 清理干净 马上撤离 方凡朝着周边扫尸了一圈 顺带着将战场打扫干的 救命啊 救救我们 耳边传来了求救声 方凡哑然地转过了头 在门窗紧闭的教室内 他看到了几个人影 他踹开教室的门 这里边有七八个学生 正在彷徨不安地盯着他 教教我们 带着我们一起走吧 我们都是外国语学院的学生 你好厉害啊 你肯定能救走我们的 一道软蒙的女音传入了耳中 方凡顺着声援看了过去 只见一个长得很是卡哇伊的小女孩 正在祈求地看着方凡 方凡的面色没有任何的变化 这些都是学生 很显然还不曾和丧尸搏斗过 带着他们 那就是累赘 很抱歉 我没有能力救助你们 末世来了 你们只能自救 方凡是一场冷淡 不是他冷血 而是他必须要这样子 我想知道 你为何这么强大 你身边这些又是什么人 陈步踏出了一步 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祈求 他清楚如今的处境 他刚才宰杀了一个丧尸 撂露出一张实物卡 还有一枚散发着幽明光芒的晶石 或许这其中是有联系的 你杀过丧尸 丰反打量数眼这个年轻人 你怎么知道 陈步有些好奇 你手中拿着的 是宰杀丧尸得了的卡牌和魔金 卡牌分为很多种 有食物卡 兴水卡 军团卡等 这些猛事 就是从军团卡中开出来的 如果你的运气足够好 就能开出军团卡 虽然不能带着它们 但是提醒两句 倒也无可厚非 可惜 我这是一张实物卡 陈步有些遗憾 在我这里 可以抽取这样的卡牌 黑铁级卡牌 一枚下品魔金一张 青铜级卡牌 一枚中品魔金一张 你手中拿的是下品魔金 如果你运气足够好的话 或许能够在黑铁级卡牌中 开出一些宝物来 方凡注意到 系统的面板上 挂出了那个初始人 任务 不管吗 陈步瞪大了双眼 他需要重新审视眼前这个男人 这家伙 太可怕了 这不是你需要关注的 你是选择换取 还是放弃啊 方凡函 这一张脸 尽可能的将逼格提高 这磨磨唧唧的 他还要去扫荡丧尸群呢 我要换取 几乎是一瞬间 陈步就决定 眼前这个神秘强大的男人 让他有一种不可匹敌的感觉 我要提醒你 这种卡牌 可能开出各种卡牌 也可能只是一张空卡 亦或者 是你手中的食物卡 也有可能 是强大的军团卡 你确定要继续吗 方凡自认不是个奸商 有什么问题啊 要提前说好 我确定 陈步毅然点头 这是你的黑铁级卡牌 自行打开吧 方凡将卡牌递了过去 陈步的一念一动 黑铁级卡牌被打开 露出了真容 青州兵 不可净化 人数 十人 统领 曹红 技能 青州之怒 泻起方刚 方凡的嘴角一抽 这妈的 这什么实际运气啊 最低级的黑铁级卡牌 一张就开出军团卡了 这要不要这么牛歪啊 她的眼中露出了 阴晴不定的神色 警告宿主 不要有不切实际想法 为维护系统名声 宿主 不得对出售出去的卡牌 进行抢夺 等过出举动 关键 关键的时候 系统站了出来 方凡呼了口气 他是这种人吗 他的节操 可是很值钱的 只是 一张军团卡 也都卖得很珍贵啊 他杀了这么多的丧尸 也不曾开出一张军团卡了呀 第四集 黄金兵军团和哥德火枪兵军团 还是他从系统那开出来的 由此也可预见 这种军团卡的价值 不过 方凡注意到 这种军团卡的介绍后边 特意加上了不可进化四个大字 再看看黄金兵军团 和哥德火枪兵军团的介绍 都是有可进化的标志 可进化军团 可以使用特殊卡牌进行升级 升级之后的军团 会更加强大 系统解答了方凡的疑问 哎呦 你运气不错呀 开出了军团卡 自求多福吧 有缘再见 方凡将青州兵军团 军团卡递给了陈布 转身便离去了 他需要寻找更多的丧尸 来扩充自己的力量 现在的力量 还不够 出使任务 出使任务 需要在三天内 卖出十张卡牌 现在还差九招啊 出使任务 完成度百分之十 出售卡牌数量一张 专属卡牌抽取数零点一 方凡尿摇撩头 可任中而道远啊 按照系统的规定 卖出一张黑铁级卡牌 一枚下品墨镜 它能够抽成百分之十 也就是十分之一 下品墨镜 然后呢 还能积攒十分之一次 专属卡牌抽取的机会 看市清理那边的街道 我需要更多的卡牌 还需要更多的客户 方凡带领着黄金兵军团 和歌德河枪兵军团 发起了冲击 这个怎么是 有点不对劲 都小心点啊 方凡盯着眼前 一字排开的七八条盟群 卧室降临 变成丧尸的不仅是人 还有各种动物 一只猛犬率先出手 看模样 应该是一只中华田园犬 其张开凶猛的犬牙 急速地冲到了黄金兵军团的身前 对着一个黄金兵 便适摇了下去 啊 好快的速度啊 明冲 变异的犬丧尸 特点 异常敏捷 等级 一星 风凡的面色变了变 居然碰到变异丧尸了 末世降临才一天的时间 就有变异丧尸出来了 而一星战力 显然是他们都不曾具备的 哥德火枪兵 射击 黄金兵 守卫 方凡一声令下 十二个哥德火枪兵对准了那只敏锐的变异丧尸群 可惜啊 一发没中 以往这些哥德火枪兵射击基本上是十发九重 中尚 我集中了 汉斯高兴的叫了一声 可瞬间他就灭色大变 刚才他击中了变异丧尸犬的前腿 但是子弹却根本没有穿透变异丧尸犬的骨骼 只是在其前腿上留下了一个创伤 这变异敏捷性犬丧尸 应该是以敏捷助成的 可是他的防御力居然也这么强 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啊 激活攻击他的腰部 方凡看到一个哥德火枪兵射中其腰部 这只变异犬丧尸就嗷嗷地叫了一声 狼的弱点出在腰部 铁头豆腐腰是狼的特性 这狼狮狗的祖宗特性都差不多 方凡手持末刀发起了攻击 黄金兵军团在管害的率领下 阻拦在前以战刀阻击 哥德火枪兵团是疯狂的射击 好在对面就只有一只变异犬丧尸 在疯狂的绞杀之下 其他的犬丧尸全部都被击毙了 唯独那只变异犬丧尸是上蹿下跳 虽然受到了诸多创伤 但还是非常的凶悍 又是一个黄金兵被砍尸 又一轮弹药击击在他的身上 管害趁机挥动战刀便劈砍在变异犬丧尸的腰部 将其拦腰斩断 主上 一共宰杀了八只犬丧尸 其中一只变异丧尸 还得到了两枚魔精 两张卡牌 卡牌是从那只变异的丧尸身上掉落下来的 另外 我们重伤了三个兄弟 顽害将战场稍微处理了一下 将战果报了上来 好好养伤 方凡叹了口气 这场战斗太惨烈了 幸亏只是碰到了一只变异丧尸啊 若是刚才那八只全部都是变异丧尸 现在的他恐怕已经被撕毁了 你需要尽快加强实力 方凡握紧了双拳 这种感觉越发的迫切 方凡盯着手中的卡牌 这就是强大的源泉啊 物品 医疗卡 介绍 可以用来治疗伤势 这是末世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 备注 如果你要死了 他或许能救你一命 物品 晋升卡 剑上 可以用来晋升军团品级 备注 如果你拥有足够多的晋升卡 或许可以拥有一只神兵 方凡将疗伤卡给了管害 让他给伤众的兵员先用 至于晋升卡 能够给军团晋升 方凡是颇为异动 给黄金兵团晋升 方凡的心念一动 手中的晋升卡化为了飞烟 黄金兵军团晋升为黄金历史军团 黄金历史军团可进化 等级 一星 人数 十人 统领 管害 技能 太平药术 黄金惨症 黄金原部 中程度 一百 死中 风凡的眼神顿时亮 黄金历史军团 在属性面板介绍上 也多出了一个等级介绍 一星军团 每个黄金历史 都拥有一星的实力吗 那岂不是说 和那个变异犬丧尸是一个级别的了 随着军团级别的晋升 那些受伤的黄金历史突然就痊跃 身上的甲咒 也是变得更加华丽 明显能够感受到 管害的凶肌变大了不少 本来身上背着的是一个简易的猎弓 现在变成了一个硬石狗 多谢主上赐予 管害和一众黄金历史跪下 满脸的激动 对于他们而言 还有什么比实力晋升更令人欣喜的呢 一旁的汉斯和歌德火枪兵露出了羡慕的神色 倒是没有什么嫉妒的意思 他们很清楚 黄金历史军团是第一个追随主上的军团 立下的功劳也是最多的 现在受到奖赏也是无可厚非的 而当继续努力 这样的机会还有很多呢 方凡对于歌德火枪兵团羡慕而不妒忌的态度是非常的满意 大哥 王麻子他们这一次太过分了 我们的物资全部都被抢了 大哥 要我说就和王麻子他们干一仗 都被人欺辱到这个份上了 不能就这么窝囊的 就是 情愿战死 也不能这么窝囊啊 丛林中 十来个壮汉聚集在一起 是满脸的愁苦 他们刚从外边扫荡了一圈丧尸 获得了一些物资 正准备搬了回去 却得知根据地被人给炸了 王麻子 这是在向我宣战呢 你们都冷静点 就咱们这点人 能干得过他们吗 你们别忘了 他手里有一支军团呢 那些士兵一个打你们三五个 就你们上去 那就是送菜的 他们不就是仗着这点优势 才敢这么干的吗 这件事情啊 要长领远计较 第五级 这片场地上 都是有不少丧尸 不过杀了这么久 一张晋升卡都没有爆出来 看来 这晋升卡还真是金贵啊 黄金历史军团 在晋升到一星军团之后 显得强势无比 眼前再度出现几百只丧尸 这要是放在之前啊 方凡可能都要想着办法 怎么逃跑了 但是现在 一声令下 黄金历史军团直接扑杀过 哥德河枪兵团 远攻近郊 数以百计的丧尸 接连倒在血泊之中 黄霸天带着人 躲在黑暗处 他们因为躲避丧尸群 而钻进了一家小超市 透过窗子的缝隙 他们看到了这一幕 他是无比的羡慕 王麻子为什么敢夺了他的根据地啊 不就是因为他手里有十来个像这样的士兵吗 而眼下这个年轻人 他手底下的士兵 似乎更加的强悍无敌 谁在那里 方凡捡起地面上掉落的魔精 朝着左前方瞥了一眼 他是刚刚结束了这里的战斗 若是有人想要来一出麻雀赛后的话 方凡倒不介意 让他明白什么才叫真正的残忍 阁下不要误会 我们都是幸存者 因为丧尸攻击 所以才躲了进来 多谢阁下帮我们签灭了丧尸 黄霸天带着人 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 我不是特意救你们的 只是揍脚罢了 无需感谢 没什么事情的话 再会吧 方凡的脸色显得有些冷漠 随即就要转过身 这位兄弟 还有事吗 如果是要我带上你们 还是免谈吧 我不想要累赘 方凡把狠话说在了前头 一路走来 他已经遇见过不少 有这种想法的幸存者了 不是 不是的 是这样 我看兄弟你兵强马壮的 不知道能否帮我们去收拾一帮强盗 这个王八蛋 仗着有几个如同你身边这样的古代士兵 趁着我们出去宰杀丧尸 将我们的老巢给巴掌了 我们的资源 还有老弱妇孺 可全都在那里面啊 也不知道被这个畜生给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兄弟我也不让你白忙啊 我们也杀了不少丧尸 得了不少这种精神 还有各种的卡片 我们 我们都可以送给你当做酬劳的 黄霸天也是在赌 赌方凡还有一丝人性 凭借着方凡现有的战斗力 完全可以直接杀掉他们 夺取魔精和卡牌 在末世 像这种违背道德伦理的事情 早已经屡见不鲜了 我不会帮你的 况且 你也出不了足够的价钱 让我出什么 黄霸天宛如身处冰角 失望感是接连永来 不过 我倒是可以给予你复仇的机会 你可以在我这里 购买卡牌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或许 能开出你想要的军团卡 然后 你也能拥有这些军团 方凡指了指 站在一旁的黄金历史军团 和戈德火枪兵军团 初始任务的三天时间 眼瞅就要到了 他才卖出去一张卡牌 要是真玩不成任务 那狗系统可是不会流行的 卡牌 军团卡 真的吗 我要购买 黄霸天机统的难以自意 如果他能够拥有一只霸气的军团 又怎么会害怕你王麻子 我必须要提醒你 运气足够好 自然可以开除你所想要的一切 但是也极有可能 什么都得不到 我知道 我愿意购买 黄霸天很清楚 现在既然给予自己机会了 那自然要牢牢地把握住 黑铁机卡牌 一枚下品魔精一张 青铜机卡牌 一百枚下品魔精一张 喂 你想要什么卡牌啊 十七 十七张黑铁机卡牌 我们只有十七枚下品魔精了 按照现在的暴力 按照现在的暴力 十七枚魔精 差不多要宰杀一百多个丧尸 看来这几个人体质还算不错 方凡对他高看了一眼 空白卡牌 空白卡牌 食物卡 血精卡 一连开出十五张废卡 黄霸天的脸色是越来越难看 总共就只有十七张卡牌 在前面十五张都未曾看到过希望 这最后两张会有奇迹发生 武器卡 破小刀 锋利无比 消铁如泥 等级 一星 备注 用它砍丧尸 会有一种切西瓜的畅快感 技能卡 力大无穷 使用后 两分钟内力量增加百分之五十 备注 让我带领你 感受力量的奥秘吧 最后两张卡牌当中 并没有出现军团卡 但仍是让黄霸天 是异常的激动和满意 一星武器 外加一个加力量的技能 血赚啊 连方凡都有些眼红了 只能说明这家伙运气实在是不错 宿主售卖卡牌超过十张 完成初始任务 任务奖励 解锁日常系列卡牌 血清卡 加入日常系列卡牌系列 啊 什么是日常的系列卡牌啊 方凡是一脸的蒙逼啊 出现什么新物品的呀 日常系列卡牌中 已有卡牌可以直接进行购买 无需通过卡牌抽取获得 日常系列卡牌 目前已有血清卡 售价五枚下皮膜金 按照这狗系统的说法 其实啊 这日常系列卡牌还真是不错 血清卡是用来去除失毒的 不会缺少销量 而通过抽取卡牌的方式 进行抽取的话 又太坑爹了 因为那血清卡 要的数量太大了 多谢阁下 再造之恩 我黄霸天 必定凝迹心中 拿到武器卡和技能卡之后 黄霸天恭敬的 对着方凡败了呗 没事 平等交易 只是你运气够好罢了 以后有需要的话 还可以来找我 方凡带着军团 朝着阳城市市中心奔去 现在灵星的一些丧尸 已经无法满足方凡的要求 他需要更多 更大的丧尸群 他需要开出更多的卡牌和墨精 随着末日进行的时间越来越长 越来越多的人 也逐渐放弃了希望 直到现在 也不曾有什么救援到来 而丧尸却是越来越多 想要活着 就得杀丧尸用卡牌和魔精 来壮大自己 这一片商业区 我们武家已经爆了 其他人想要杀丧尸 都给我滚到其他街道上去 我们武家的子弹可不长眼啊 一阵阵冲锋枪的扫射声音传来 方凡的脸色变了变 中心区的丧尸比较多 而且各个街道走向复杂 宰杀丧尸的机会也就更多 生命安全还有所保障 相对的 跑到这里来宰杀丧尸的人群 也就越来越多 方凡自顾自的继续带领 宫武宰杀着丧尸 我想 这里已经被我们武家包场了 想要杀丧尸 去别的地方吧 武庸是大踏步走了过来 他也是看方凡麾下有不少士兵 要是换做单人行动 他早就一枪秃秃了 大陆朝天各走各边 这里丧尸这么多 我为什么不能杀呀 方凡瞥了这些人一眼 霸道到他头上来 算是找错主了 我说过了 这里是武家专属的丧尸区 朋友 我已经给足你面子了 武庸将手中的冲锋枪举了下来 第六集 他们武家 在末世之前 就是这一片的大家族 末世之后 更是最先崛起 聚集了一帮幸存者 现在已然做大 再加上搞到了一批枪支 就显得更加嚣张 可是我并不想给你面子 方凡命令管瀚 带领着黄金历史军团 守护在前面 那你是在找死 杀 眼前这十来个武家人的太子 有伪秀的 就在他们选择攻击之前 方凡已经让管瀚和汉斯 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因为准备充足 再加上 他们是一星军团 防御力极大的加强 只有零星的几个黄金历史被击中 而且 这些子弹 只是嵌入他们的皮毛当中 甚至连血都没流出多少 他们现在的战力 和一星丧尸都不相上下 怎么可能的 这些家伙怎么皮这么厚啊 黄金历史军团在管瀚的率领下 已经将那数十个持枪者给击倒了 哥德火枪兵团开始急速点杀 这些人可没有黄金历史的防御能力 一枪一个直接爆头了 只是几个呼吸之间 刚才还微风凛凛的十几个人是死伤殆尽 你们不能杀我 我是武家人 你们杀了我 武家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实际上的 现在就放了我 和武家作对 你们玩不起的 武庸手中的冲锋枪被夺了过去 被一个黄金历史压在身下是动弹不得 他额头上是遍布冷汗 不过转瞬间就自信满满了 他觉得方凡应该是不知道武家的强大 只要稍微点拨一下 这方凡会做出合理的选择 方凡默默的将地面上的冲锋枪剪了起来 再上了一个弹夹 不过好几次都没成功 这东西他也是第一次玩 在汉斯的帮助之下 他才勉强学会着使用这种枪支 方凡展现着拙劣的玩枪手势 让武庸的心就更得安定了 这家伙末世之前 肯定就是个普通人 运气好开出两张军团卡 这种土包子是最好混了 武庸心中这样想着 冷冷地瞪着方凡 放个等 十项就好 你保住了自己的一条命啊 有没有兴趣加入 一连串的枪声向来 武庸只感觉背后一凉 他不敢置信地瞪着方凡 似乎是在索要一个说法 这枪真不错呀 做使子弹少了点 方凡吹了吹冒烟的枪口 有些兴奋 很抱歉 武家我不认识 而你刚才伤到了我的兄弟 所以你必死无疑 将枪支都带上 打扫战场 此战是收获活风了 周上 缴获冲锋枪三支 班自动步枪五支 还有五支手枪 各是胆咬一千发 汉斯显得颇为兴奋 作为玩枪的祖宗 他对于枪支 有着独特的爱好 主上 这里还有一张晋升卡 管害地上的一张 闪烁着白光的卡片 方凡的面色一喜 晋升卡 意外之喜啊 这帮人居然还狩猎到了晋升卡 升级黄金历史军团 方凡需要一支 更加强大的军团来保护自己 黄金历史军团 是一星军团 升级到二星 需要十张晋升卡 系统音传了过来 方凡的面色变了变 十张啊 这他妈的他哪弄的呀 按照这个规律 将来晋升三星军团 岂不是需要一百张晋升卡呀 暂时放弃了 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方凡的目光 又转向到了 歌德火枪兵军团身上 既然晋升黄金历史军团不成 那就先尽可能地 提升一下自己的战力吧 晋升歌德火枪兵军团 相抗一张晋升卡 歌德火枪兵军团 晋升为歌德冲锋枪手军团 歌德冲锋枪手军团 可进化 方凡看着歌德冲锋枪手军团 换上了清一色的M3冲锋枪 脸上的笑容也不由得变得多了些 冲锋枪扫荡起来 那宰杀丧尸的速度 可就更快了 武家 武家简直是欺人太深 仗着手中的枪支 比我们多 居然抢抢了我们一张军团卡 还将我们家族的精英小队 全部宰杀了 可恶 可恶之急啊 照这个架势 他武家 是想要统一整个阳城市啊 陈家大院当中 陈家家主 陈从事暴调入罪 末世之前 武家和他们陈家 都是这阳城市中的显赫家族 只不过 武家只长的是暴力骨 而他们陈家 则是更倾向于民生 那个时候 武家算个毛 就是跪舔他们陈家的一条狗 可末世到来 这武家倒是发达了起来 现在还工人抢夺军团卡 枪杀他们陈家的人 这个仇不报 就咽不下这口气 陈家人被杀了 若是还无动于衷的话 那以后他们陈家 就真的无法在这片土地上生存 家主 陈部这小子说 找你有要事要谈 陈家的管家 等家主的心情稍微好了一些 联盟上前禀告 小布 他找我干什么 肯定还是报仇的事情 这次被杀的 还有他的一个哥哥 让他回去吧 就说我累了 家主 陈部说 他有办法撞到我们陈家 然后 然后击败武家 陈从的眼中流露出了希望的光芒 但是转瞬间又暗淡了下去 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呢 武家的人枪支多 在末世当中占据主导地位 抢夺的资源 获取到的各种卡牌和魔精也就更多 照这个趋势进行下去 武家指挥越来越强大 而他们陈家注定是要被逐渐淘汰的 家主 家主 我有话要说 房门被推开 陈部急匆匆地冲了进来 陈从虽然有些埋怨这家伙的冒失 但是想到他刚刚失去了亲哥哥 情绪激动也在所难免 也就不想再多说什么 末部 你的心情我理解 但是 但是还是要以大局为重啊 家主 你知道我的青州兵军团是怎么来的吗 陈部要将压抑在心底的秘密给说出来 他要壮大整个陈家 他要复仇 他最亲密的哥哥被武家人枪杀了 他要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 你的军团不是宰杀丧尸护得的军团卡吗 陈从来了兴致 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隐秘不成 这是我宰杀丧尸得来的一枚魔精换取来的军团卡 当初我被堵在学校里 碰到了一个强者 我的军团卡就是从他那换取的 他身上好像还有很多这样的卡牌 只不过需要魔精换取 若是我们能够换取到几张军团卡 对付武家就有办法了 陈部的双群紧握满面的杀机 陈家家主陈从也是一顿 按照这个逻辑 能换取到更多的军团卡 那自然就是强大的标志 第七集 这些军团士兵 哪怕是对付那些手持枪支的人 都不曾畏惧 甚至还能逆袭反杀 战力非常的强 唉 只是我们也不知道 那个强者叫什么名字 在什么地方 我们如何能够找得到他 这诺大的扬城市啊 陈从很快就从幻想当中 惊醒了过来 家主 我来就是因为 我找到了这位强者的线索 就在刚刚 武家的一队人 在中心区域被人给杀了 武器也全部被剿 武家的武庸都死了 根据目击者形容 我很确信 那个击杀武家小队的人 就是我在学校见到的那个强者 只要找到他 我们就有机会 抽动所有人 是要找到这位强者 务必不能得罪他 而方凡这一边 陈家人 找我干什么 方凡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盯着眼前这些面露期待的人 有些亚人 我家家主 想要和您做一笔买卖 据说您这里 能够买到那种军团卡 方凡是沉默不语 随机任务开启 任务 前往陈家 发卖出一千张卡牌 成功奖励 增加一种绿城系列卡牌 失败惩罚 欠附 上吊 备注 乘风破浪 干了这一票 方凡刚才还在考虑 但被这狗系统下达了这么个人 他要不去的话 这都不行了 恩公 欢迎来到陈家 这是我陈家家主 陈从 刚走进陈家 方凡就看到了陈部 对于这个一张卡牌 就开出军团卡的天命之子 方凡还是有些印象 这么看来的话 是他给自己推销的买卖了 信用会 方凡事意管害和汉斯 不用太过紧张 我叫方凡 注意找我有事吗 方凡先生 我听我侄儿说 你那里 有那种军团卡犯板 是真的吗 陈从非常可判 能够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 我这里 现在有黑铁级卡牌 和青铜级卡牌 卡牌理论上 可以开出军团卡 但是机率不一 除此之外 我这里还有一种日常系卡牌 血清卡 五枚下片魔精一张 可以治愈尸毒 方凡将自己的业务给报了出来 血清卡 你们那里能够批两厨哨吗 陈从是颇为异动 他们陈家弟子有很多 就是不小心感染了尸毒 变成丧尸的 当然 只要魔精足够的话 我们还是想先购买一些 能够抽取到军团卡的卡牌 给我们 先来一百张黑铁级卡牌 再来两张青铜级卡牌 陈从破为激动 决定他们陈家命运的时刻来临了 三百枚下片魔精已到账 卡牌已下发 一百张黑铁级卡牌 接连被打开 金水卡 食物卡 空卡 食物卡 医疗卡 空卡 血清卡 空卡 空卡 这一百张黑铁级卡牌开完 空卡居多 剩下的呢 也基本上都是一些日常卡 虽然也有很多是很有价值的 但是 陈从的脸上不免露出一些失望之色 他最想要的是军团卡 方凡也很无奈 这东西本来就是要讲究运气和人品的 接下来 就只剩下两张青铜级卡牌了 陈从深吸了口气 继续开启 打开青铜级卡牌 获得技能卡乘一 打开青铜级卡牌 获得军团卡乘一 技能卡 烈焰滔滔 使用后 会释放一只火鸟攻击敌人 冷却时间 24小时 备注 强大的火系魔法 是恶魔的恶梦 军团卡 北地刀客军团 可进化 人数 九人 统领 赛义德 技能 刀魔狂武 神刀在世 终该一胆 陈从的运气 着实不错 两张青铜级卡牌 居然开出了一张技能卡 和一张军团卡 而且啊 这张军团卡 还是可以进化的 哎呀 真的开出军团卡了 还有这张技能卡 多谢方凡先生 多谢呀 这北地刀客军团 后面还标准了可进化呢 那我的这张晋升卡 是不是就有用了 陈从掏出了晋升卡 面色有些激动 使用晋升卡 北地刀客军团 晋升为北地神刀军团 北地神刀军团 可进化 等级 一行 方凡的眼中 流露出一抹哑人 没想到 这陈家 居然也收获了一张晋升卡 方凡看到顾客满意 他也舒爽 随着买卖出去的卡牌越多 他所赚取的魔金也就越多 所能够进行 专属卡牌抽取的机会 也就越多 出售卡牌数量 120张 专属卡牌抽取数 12 这个数据表明 方凡已经出售过120张卡牌 而根据系统规定 每出售10张卡牌 他就有一次专属卡牌抽取的机会 现在已经积攒了12次了 方凡先生 我们还想继续购买卡牌 尝到了甜头的陈从 显然不想就此放过壮大自己的机会 若是能够再抽取到几个超级军团 那他们陈家 绝对能够称霸整个阳城市 属时别说是一个武将 就算再来几个也不怕 小布啊 将家族库存的魔精 全部拿出来 我要购买900张 黑铁级卡牌 三张青铜级卡牌 陈从将陈家的魔精数量清点了一下 还剩下一千多枚 只不过 这一次的运气 好似全部耗光了 开出来的基本上都是日常卡片 还有几张武器卡 就连那三张被寄予希望的青铜级卡牌中 也有一张空白卡片 剩下的都是武器卡 哎 看来还是不能贪婪啊 能得到一张军团卡 已经是运气使然了 陈从也没有过于纠结 有了那个一星军团 北地神刀军团 他们陈家 也就不再惧怕武家了 随机任务 在陈家贩卖一千张卡牌任务完成 获得奖励 疗伤卡 加入这张系列卡牌 售卖五枚下皮魔精一张 方凡的眼中金光一闪 疗伤卡加入日常系列卡牌 意义很重大 疗伤卡和血清卡一样 都隶属于那种消耗量比较大的卡牌 售卖的速度根本就不用担心 出售卡牌数量 一千一百二十三张 专属卡牌抽取数 一百一十二 陈家在他这里购买了超过一千张 各个等级的卡牌 耗费魔精一千多枚 按照百分之十的抽成比例 方凡获取到一百多魔精 专属卡牌的抽取数目 也正式破败 我也该抽取一下了 现在 我都尽快提升自身战力 一百多次的专属卡牌抽取机会 也不知道 能得到一些什么好东西 方凡是面露喜色 相报一次专属卡牌抽取机会 恭喜宿主 获得一张空白卡牌 恭喜宿主 获得空白卡牌 方凡手中 已经堆积了一百多张空白卡牌了 这狗系统是在坑的呀 眼瞅着只剩下最后一次 专属卡牌抽取的机会 方凡摆了白手 恭喜宿主 抽取到近身卡牌大礼包 打开大礼包 获得近身卡成十 突如提来的惊喜 让方凡的眉毛一致上扬 第八集 近身黄金历史军团 需要十张近身卡 近身哥德冲锋枪守军团 需要十二张近身卡 什么 这两个军团近身所需要的近身卡 出人还不统一啊 不过转念一想 方凡也就释坏了 黄金历史军团拥有十人 而哥德冲锋枪守军团 则拥有十二个人 近身黄金历史军团 看着改装完毕的黄金头目军团 方凡十分满意 二型军团 足可以扫荡一方了 检测到宿主 已经出去示例 主线任务 最强卡牌店铺开启 最强卡牌店铺 十天内 选择一处人口密集的区域 开一家卡牌商店 成功奖励 未知 失败惩罚 变性 突如其来的任务 让方凡有些措手不及 不过 想到就是开一个小店铺 倒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只是 看到失败惩罚 让方凡有些头皮发麻 此处人群稀疏 不符合要求 此处不符合要求 此处不符合要求 方凡沿着中心街跑了一个遍 这狗系统都不曾满意 到最后 干脆就来了个 这个城池都都不行 这是嫌弃我们阳城市 末世之前 这好歹也算是一个中等城池了 好吧 这么看来 只能寻找一个更大一些的城池了 这阳城市的丧尸 虽然还没有清理完 但残余的也不多了 我再清扫一次 就差不多了 管瀚 你率领黄金头目军团 在前面分散截杀丧尸 汉斯 将你的 戈德冲锋枪守军团 分散开来 配合黄金兵 绞杀其余丧尸 我们来看看 谁杀的丧尸更多 方凡手持一把 百式冲锋枪 冲在前面 肆意地绞杀 中心街中 成千上万的丧尸被惊动 汹涌地朝着他们冲击而来 一个小时之后 满地的丧尸尸体 方凡和两个军团 躺在丧尸堆里开始休息 就这一场 骑马干掉了数千丧尸 是太他妈的累了 哪怕已经晋升成为 二星军团的黄金头目军团 也有一种招架不住的感觉 他们也都是有鞋有肉的人 方凡的勇猛 自然也是让周边那些幸存者 是满脸的惊骇 这也还是人吗 这些军团好TM的猛啊 看到掉落满地的卡牌和魔精 那些幸存者 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口唾沫 满地的卡牌和魔精 躺在丧尸堆里 进行喘息歇息的方凡 和一众军团 那些幸存者的目光逐渐变了 虽然仍旧有畏惧 但是却更有贪了 他们各自对视了一眼 这位强者 我看你们也累了 这些卡牌和魔精 就由我们帮你们烧起了吧 我 我们知道 你和你的军团很强大 当时你们一高兴 杀了这么多的丧尸 肯定也很疲励 对不对啊 不要逼我们啊 我们人多 我们只想要这些卡片和魔精 不要逼我们 周围的幸存者们 各自围了上来 方凡莫名的为这些人感到悲哀 末世生存都不容易啊 但是 像这种贪婪的人 也是方凡最厌恶的 要是条汉子 你完全可以去和丧尸战斗 而眼前这种行为 那是抢劫啊 而且还抢到了他方凡头上 这些都是我的战利品 你们不应该呢 方凡也在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可若是没有我们在一旁 围堵住这些丧尸 这些丧尸早就跑了 我们拿一些战利品 有什么不应该的 再说了 简直有份 凭什么不让我们拿呀 你们都已经精疲力尽了 也该让一些战利品给我们了 我们不想杀你 可是 你也别太嚣张了 战利品 我们拿了 你的命 我们就不收了 这些幸存者 突然将自己塑造成了正义者 将截略 变成了一种杀父济贫的义举 这些丧尸需要他们来围堵 若是没有方凡带领两大军团 你们杀了这些丧尸 今天这些幸存者 大多都要葬身于此 他们这道理啊 说的倒是一套一套的 可惜啊 不中听啊 我再说一次 放下战利品 然后滚 不可能 都是一举转脚下了 别折腾了 方凡 站起了身 管害也站了起来 汉斯 也跟着站了起来 战场上的血腥味是越发的浓厚 一个个劫掠者 在惊恐的目光中 倒在了血泊之中 我已经说了两次了 可是你们 太贪婪了 方凡捡起了地上的卡牌和魔精 在血泊中游行 卡牌倒是不少 只可惜 没有军团卡呀 运气不错 拍拨出来一张健身卡 技能卡 这是方凡拥有的第一张技能卡 他走在阳城市的闹市区 听到一道道枪声有微激励 难道又有什么大的丧尸群出现了 那我倒是可以过去分野被更了 方凡这样想着 却发现 诸多的幸存者 正在疯狂地朝着这边逃跑着 陈将和武家已经赶起来了 我听说陈将 突然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刀客军团 本来都已经压制着武家了 没想到后来 武家也出现了一支前大军团 诶 武家那边放出话来了 这次要歼灭整个陈家 陈家危险了 武家试炼实在是太强大了 陈家打不过 也是理所应当的 只是 以后这阳城市 要成为武家的一言堂了 我们的日子 恐怕更加不好过了 那些幸存者一边逃窜 一边还在谈论着这些事 方凡是面色如故 看起来 这陈家确实是碰到硬茬子了 虽然方凡和陈家有些来往 还做过一笔大生意 但是 他并没有打算淌这趟浑水 漠视生存法则 弱肉强食 陈家所在的老宅之中 相声不断 不准走 给我好好的喝茶 不准放走陈家的任何一个崽子 诶 对了 还要注意一个人 这家伙手里有两支金团 他杀了武庸 灭了我们武家一个精英小队 在阳城市这片土地上 真要是敢和我们武家作断 那就是找死 各个路口 都有武家的人在把守 想要将整个陈家一网打尽 方凡看着眼前的路障 这搞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 让开 管害直接将路障挑开 干什么 敢在我们武家地盘上嚣张 你他妈活腻歪了吧 武家的一个小头目瞪着管害 只不过 他哪是管害的对手 一巴掌抽 直接翻了好几个跟头 老大 这群人好像就是家主要通缉的 那个杀人犯 就是他们杀了武庸少爷 还灭了咱们武家的精英小队呢 第九集 路障的地方还贴着几张告示 上面的头像是栩栩如生 和方凡丝毫不相笑 但是这两支军队太有招式感了 在阳城市 拥有一支军团 都算是牛掰的幸存者 更何况是带着两个军团 瞬间 方凡的身份就暴露 方凡会了挥手 黄金头目军团已经冲了过去 三两下 便将几个拦路的武家喽喽给干掉 最后 武家的小喽喽 在临死之前 疯狂地吹动了几下哨子 像是在报警一般 这方凡本来是想 直接从阳城市离开 前往一个人口数量 更多的大城市 好完成他的最强卡牌任务 可是 这些人好像不愿意让他走 家主令 抓住这个家伙 有重伤 抓住这个傻无用少爷的凶手 不用让他给跑了 四面八方都冲过来 手持枪支的轻壮年 复仇 那就让仇月 得到个猛烈气吧 方凡瞥了一眼 自己手中的冲锋枪 王汉 汉司 给我杀 方凡是一声令下 二星黄金头目军团直接出动 朝着四面八方冲杀 黄金头目军团已经晋升到二星 里面的黄金军头目也都拥有二星的战力 一般的枪支弹药很难对他们形成致命的伤害 而戈德冲锋枪手军团的战力又是异常的凶猛 战事一瞬间便升腾到了巅峰 周围的五家人直接被一扫而控 主上 有大部队围过来了 起码有三百人 方凡的脸色一瞬间变得阴冷 既然五家想要亡 那他完全可以帮忙啊 黄金头目军团合并一处 正面攻击 戈德冲锋枪手军团分成两段 从两边攻击 这是医疗卡和补给卡 你们不要怕浪费卡片 我这里有的是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 将这些人屠戮殆尽 方凡瞥了一眼几个戈德冲锋枪手身上遍布的弹孔 也暴露到了极点 五家人在这座城池坐上 他不想管也管不着 但是他们想要欺压到他的头上来 那就要付出应有的代价 将他们都给我杀了 我要为我的儿子报仇 五家家主五重楼 带着数百人包围了方凡一行人 除此之外还有数个强大的军团坠随 一行兮兮女妖军团 原来是拥有这样一个强大军团 怪不得陈家会失利 方凡的心中差不多有了伎俩 战斗瞬间出发 五家的人虽然很多 但是方凡的黄金头目军团 和哥德冲锋枪手军团是更加的精锐 战斗场面格外红壮 你们给我冲 将那个小子干掉 五重楼本来啊 以为一波就能推过去 但是方凡麾下的军团强势的抵抗 让他感到心惊胆战 这些身穿黄金色的甲胄的士兵速度敏捷 战斗力极其强悍 若是继续让这些身穿着金甲的军团 在战场上肆无忌惮地尸杀 那五家就算再强大 也要白亡 吸血女妖军团 放弃缠斗 集合发起进攻 五重楼拿出了自己的底牌 刚刚晋升的一型军团 吸血女妖军团 只见七个吸血女妖从黄金头目军团的防线中突刺出来 哥德冲锋枪手射击出的子弹是很难击中他们 这是一群战场上的幽灵 他们的面目极为恐怖 搅好的身顿左右扭动 性感的身材暴露无遗 技能 陨石天降 风坟面前十米方圆的空间地带 突然闪烁出一块块庞大的巨石 无差别的开始蜂蜂地降 那些吸血女妖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不过 这并不能阻隔他们前行的脚步 他们变得更加疯狂 更加的迫切 这是你们自己作死啊 风凡挥了挥手 管骇已经带着几个黄金头目逃脱战场折返回来支援 二星黄金头目对战一星的吸血女妖 这就是质的碾压 管骇一刀将领头那个女妖砍成两半 残存的吸血女妖也都慌乱 只可惜 他们已经失去了逃寸的机会 数位二星黄金头目已经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一个个如数宰杀 武家的最强战力 吸血女妖军团眨眼间全部覆灭 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我的吸血女妖军团是最强大的 这 这可是一星军团啊 我的吸血女妖军团 五重楼恐惧了 他最大的仪仗没有 眼前的这些人格外的强大 阁下既有如此能力 不如 加入我们五家 我愿意和阁下 共同分享这扬城市 共享荣华富贵啊 五重楼站了出来 脸上扯出一丝尴尬的笑容 阁下虽强 但终究手底下的人数不多 而且打了这么久 想必也疲惫了 继续打下去 我们也可以靠着人海战术将你们歼命 希望阁下不要自无才师啊 五重楼深谙谈判之道 先是给一大红枣 又开始给个大棒 等你放下了戒心 我就彻底的囚禁你 夺了你的军团 我要让你变成人质 我要让你省不如死 五重楼的脸上 一闪而过一抹阴寒之色 很抱歉 我并不觉得 你们五家拥有和我谈判的资格 而且你的话 真的是太多了 方凡挥了挥手 管害已经一刀砍了五重楼的脑袋 负于王抗者 杀 不想死的 就滚 方凡远没有想象中那般仁慈 却也有着自己的人格底线 阳城市今天注定是一次全新的势力戏牌 扎根阳城市数百年的大家族缠家先是被灭 继而五家家主被杀 五家溃败成了一盘散沙 远处突然窜出两个黑影 管害下意识地想要省钱阻击 恩公 是我 黑暗中显现出陈部的身影 其身旁还站立着一位身穿着青色铠下的男子 管害 退下 方凡示意管害不要异动 恩公 我们陈家被吐露一空 只有我靠着曹洪杀出一条血路逃了出来 多谢恩公为我陈家报了此等血仇 陈部双膝跪地 异常地承担 你无需谢我 我并非是刻意为你陈家复仇 只是这五家惹到了我的身上 我随手将他们灭了 不管如何 都是恩公灭了五家 报了我陈家血仇 此生 我眼追随恩公身边 甘为奴仆 陈部将头死死地磕在了地上 方凡下意识地想要拒绝 他并不想要什么土油瓶啊 随机任务 招聘员工开启 招聘员工 招募陈部成为最强卡牌店铺的员工 成功奖励 开启代理商权限 失败惩罚 系统罢工一个月 备注 身为最牛掰的卡牌供应商 没几个小弟怎么行 方凡硬生生的 就将话音给扭转了回来 居然杨炎要把工 他瞄得他还有脾气了 第十集 我即将要开一个最强卡牌店铺 你愿不愿意 成为这家店铺的员工啊 方凡黑着脸询问 我愿意 恩公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风凡叹了口气 不知道成为偶像的压力是很大的吗 阳城市算是废了 丧尸都被清理得差不多了 继续待在这里 也没什么意义了 想要谋求发展的话 就只能去江城啊 在末世之前 江城可是华国数一数二的经济大都市 只有那种级别都市 才能满足狗系统 开卡牌商铺的要求啊 方凡下定了决心 完成随机任务 账务员工 任务奖励 开启代理商权限 介绍 宿主可以授予下级代理商 代理商拥有资格代替宿主 出售日程系列卡牌 和第一等级卡牌 按照宿主现在的规模 宿主的代理商 拥有资格出售日程系列卡牌 血清卡 和疗伤卡 以及 正常卡牌 黑铁级卡牌 代理商 将会抽成1%的利润 宿主作为供应商 可以获取9%的利润 方凡本来还想着 若是真的开了一间卡牌 整天看守在柜台上买卖卡牌 那岂不是太无聊了吗 代理商的出现 解决了这个麻烦 以后方凡只需要负责 那些高端的VIP客户就行了 而且啊 这抽水的制度 他也是非常的满意 这狗系统啊 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从阳城到江城 若是徒步走的话 恐怕没几个月的时间 是别想到的 方凡在武家的根据地理 找来一辆越野车和一辆大货车 方凡和陈部各开一辆 两辆车上主要放置了一些清水和食物 还有大量的子弹和枪支 目前来说呢 大部分的丧尸还不曾变异 普通的枪支对抗丧尸的杀伤力还是很大的 尤其是那些冲键枪和机枪 就这么扔掉也太过可惜了 更别说 更别说那儿还有几箱手榴弹呢 前面的高速公路被一群奇异的丧尸给堵截住了 这些丧尸呢 是各种的动物被病毒侵袭之后形成的 有云猴丧尸 也有豺狼丧尸 更有体型庞大的虎豹丧尸 方凡要是没有猜错的话 这周边呢 应该是有一个动物园 这些丧尸 或许就是从那里跑出来的 梁叔 我 我跑不了的 我就不敢不听父亲的话 非要跑出来 这些丧尸好恐怖啊 梁叔 你跑吧 你是决心者 你一定能跑出去的 你不要管我了 丧尸群众 赵雅心事满脸的绝望 周边聚集的丧尸越来越多 他的护卫队 也都被丧尸啃尸完了 很快 就要轮到他了 手中的枪支也没有子弹 现在 就只能靠着梁叔苦苦的坚持 赵雅心突然很后悔 为什么没有给自己留一颗子弹呢 他甚至都能感受到 那些恶心的丧尸 恶臭般的口气了 一道道 枪声突兀的传来 绝望中的赵雅心 突然激动地抓住了身边老者的胳膊 梁叔 你听到了吗 有枪声 有人来了 我父亲来救我了 我们有救了 方凡的眼中流露出一抹哑人 这些大部分都是变异丧尸 都是一星丧尸 这些丧尸进阶的也太快了吧 不过很显然 在黄金头目军团这样的二星军团碾压下 这些丧尸也注定只能成为刀下的亡魂 一星丧尸 暴力就是不一样 风凡看着满地的卡片和魔精 十分的满意 经验卡 新卡片呢 介绍 使用后可获得大量的经验 能够促进升级 备注 如果你拥有足够数量的经验卡 理论上 你可以成为至高无上的神灵 不过 也会存在一些限制 使用经验卡 获得一笔经验 速度的经验值 达到临界点 开始升级 方凡感觉到一阵温暖的热流通过 随即眼前一亮 姓名 方凡 等级 一星觉醒者 军团 黄金头目军团 二星 戈德冲锋枪守军团 一星 技能 陨石天降 一星 其实啊 方凡 之前积攒的经验 已经差不多要到达临界点了 再加上一张经验卡的冲击 再度突破 也到寻常 多谢这位先生救了我们 还不知道 先生尊心大名 赵亚新带着梁叔 朝着方凡的方向走了过来 隔着一段路程就开始道谢了 方凡 方凡瞥了一眼这两个幸存者 有些惊艳 这女人的浑身上下都透着一种成熟女人的艳丽感 搅好的五官搭配着漫妙的身段 总会给人一种浮想连篇的感觉 哪怕此刻身上沾染了不少的血迹 依然是难以掩饰其光彩 方凡也下意识地多看了两眼 嗨 男人喜欢美女 这很正常 不过 他很快就转过了头 准备继续上路 赵亚新 亚然地站在了原地 这个男人怎么这么冷啊 像他这个级别的美女 那些男人 不是很愿意上来 多说两句搭个善呢 他对方凡的评价 便提高了不少 这位先生 我请求你 将我们送回江城 一旁的赵梁走上前说道 这里是荒芜人烟 他们的车子 也早就被丧尸给摧毁了 现在也只能依靠方凡了 方凡启动了发动机 根本就没搭理他 赵梁是满脸的尴尬 这位先生 我会挤女很多的报酬 一百魔精行吗 三百 一千 成交 方凡瞥了这两人一眼 这两个家伙 看起来身份可不一般的 动辄就能承诺一千魔精 我们现在身上 没有那么多魔精 等回到江城 我们一定会支付的 方凡倒是不担心 这些人会赖账 他的账可没那么好赖 你们不是江城的人吧 赵雅兴看着方凡行驶的方向 时不时的还要看一眼地图 不是 我是阳城人 阳城 你们阳城的情况怎么样了 是不是已经被丧尸攻占了 所以你们都逃了 赵雅兴的情绪稍微有些激动 没有 阳城的丧尸都被杀光了 所以我想要找一个更大些的城市 然后继续杀丧尸 赵雅兴是满脸的惊场 这家伙是脑子卡壳了吗 末世生存 幸存者们恨不得能够找到一块 没有丧尸存在的乐度 可这家伙倒好 反其道而行之 还希望碰到更多的丧尸 可是方凡脸上 那郑重其事的表情 又不像是假的 对了 你说你是江城人 现在江城的情况怎么样了 江城现在的情况还行 因为各大家族 在末世降临之后 都较为及时地组织了人手 驱赶了丧尸 末世降临之后 各大势力互相合作 已经将内城区的丧尸赶出去了 现在内城区算是净土 只是 外城区 人就是丧尸满地 有条件的人 进入了内城区安家 没条件的 就只能待在外城 继续苟延残船了 那些大家族的人 着实可恨 眼睁睁看着 这么多无辜的幸存者 被丧尸杀死 方凡没有想到 这个傻姑娘 还有这种情怀 这末世中倒是非常难得 不过 方凡也从他的口中 初步得到了一些讯息 譬如 现在江城的势力分布 内城和外城 将权贵和平民分割开来 外城仍旧是混乱不堪 丧尸成群 但是内城 显然已经初步 成为净土 像这样的城市 是更有利方凡的发展 小姐 那些大家族的人 也是没有办法呀 内城的地方 就那么大 要是让所有的幸存者 都冲进来 我们都得死啊 总归是需要一些幸存者 来吸引丧尸的注意力的 一旁的老者捂着伤口 忍不住多说了一句 人们就这么贱吗 为了他们自己的私欲 就能够如此遭监生命 他们太可恨了 方凡看他的样子 应该是还没有经受过 末世的熏陶 亦或者 他本身就是江城某位 权贵的子女 出身于一个大家族 末世自有其生存法则 我们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的 让自己更强大 若是让所有人 都进入了内城 他们都安全了 失去了继续强大的欲望 而丧尸却会越来越强大 你觉得到最后 会演变成一个 什么样的局面啊 或许整个城市的人 都要死去吧 赵亚新陷入了沉默 他不是傻子 只是怀揣着 更多的怜悯之心 站在这个角度上 他不得不承认 方凡说的很有道理 前面的车 停下来 快停下来 眼见着距离 江城的距离越来越近 突然 面前出现了路障 几个手持枪支 身穿着制服的人 守卫在两边 沿着以待 车里面装的都是什么东西 都给我下来检查 几个身穿制服的家伙 走了过来 非常的嚣张 陈步握着冲锋枪 准备动手 而方凡则示意 他不要轻举妄动 我是赵家的人 请放心 赵亚新的面色一喜 有人设置路障 就说明 马上就要进入江城 赵家人 大哥 这后面装的 都是枪支弹药 一整车都是啊 一个年轻一些的制服青年 突然出声 领头的那个小头目 顿时有些激动 人可以走 货留下 这是我赵家的货 你们也敢截留 你们不想活了 本来是想放你们一摩的 可是你们自己找死啊 赵家的人很牛掰嘛 我他妈的在这里干掉你们 又有谁制度呢 给我搅了他们的枪 小头目在听到赵家的时候 眼神明显跳动了一下 但是 这里距离江城内城 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就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根本就无人知晓 看着赵亚新满脸愤怒的样子 方凡拍了拍他的肩膀 以示安慰 不要在什么地方 都暴露自己的身份 很多时候 会给你带来生命危险 管汉 汉斯 解决一下吧 风凡挥了挥手 躲藏在后面大货车中的 黄金头目军团 和歌德冲锋枪手军团 同时出手 那场面是异常的状况 主上 缴获了三把手枪 和七把半自动步枪 管汉上前报告战果 多搬到车上 继续前进 方凡点着了吉普车 继续前行 刚才多谢你了 赵亚新的面色有些运红 本来是想着给方凡帮忙的 没想到最后还帮了道吗 我该感谢你才是 你也是好意吗 方凡继续开着车前行 赵亚新盯着方凡的背影 很难想象 这个看起来冷冰冰的小男人 居然这般的沙发果断 越接近江城的那一场 这里的丧尸也就越发多了起来 同时也出现了一个个三五成群的小幸存者营地 当看到方凡的车经过的时候 他们的脸上都露出了不怀好意的表情 但是在看到后面货车当中 运送的二十多个全副武装的士兵 各自又将疗牙给收了起来 前面就是江城内城了 下车接受检查 在内城的城门口 临时搭建了一个公室 两边呢有不少全副武装的士兵网上 领头的是一个染着红毛的小青年 红毛是小姐回来了 今天是你们指手城门的 赵梁和红毛看起来是相识的 是梁说啊 让开让开让开 都让开 这车先进去 红毛赶忙开始清场 等等 我说你们赵霞的人是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要检查的吗 上面都下令了 不允许任何一个暴徒随意减弱 他能不能学了 不行滚蛋 远处走过来一对全副武装的人马 围首的身穿着黑色皮甲 面部还留着好几个牙口印记 看起来应该是被丧尸咬过的 江上 这是我们家大小姐 呦 是赵霞大小姐啊 怎么着 这是又回来了 赵霞的老爷子这几天可没少动干货呀 大小姐自然不用查了 可是这些人 我怎么都没见过呢 万一是暴徒 可不得了啊 江羽一脸皮相地走了过来 异常地嚣张 张羽 这些都是我的朋友 你给我放尊重点 赵亚新直接推门下车 哟 大小姐好大的脾气啊 可是我也是在执行上面的规定啊 给我搜 好好搜 江羽挥了挥手 身后的马仔大踏步走了过来 开始核查 江少 一共二十四人 其中两个是幸存者 其他剩下的都是军团士兵 另外 还有满满一车的武器 足够装备一百人的 有喝 人可以进去 武器要留下 我们要喝茶 等喝茶好了再说 江羽是满脸的喜色 装备一百人的武器 这可是一笔大收获呀 江羽 你敢拦截我们赵家的武器 赵大小姐还真是会说笑啊 这些人哪里是赵家的人啊 分明就是从外面来的幸存者 看在赵大小姐的面子上 让他们进城已经很不错了好吧 至于这些枪支 我说了 要喝茶的嘛 我说了 他们都是我赵家的人 这些武器 也都是我们赵家的 江羽 你是想让赵家和江家开战 开战 恐怕也不是你说了算的吧 滚下来 车和武器留下 江羽瞥向了方凡 眼中的杀意临寻 我的东西 还没人能动得了 方凡从车上走了下来 哎哟呵 你他妈找死啊 在我的地盘上嚣张 你他妈是找死啊你 江羽是一巴掌抽打过来 方凡直接抓住他的手 随即反手一拧 只听咔嚓一声鼓碎声传来 我不想惹事 别过分 滚骇带着黄金头目军走了过来 直接就将江羽带来的影麻仔给挑 子弹击打在黄金头目的身上 勉强留下了一个白印 被方凡用枪指着脑袋 这江羽的面色是一阵的巨变 小子 你有种 拿落 哼 小王 随时奉陪 方凡拍打了两下江羽的脸蛋 没有半点剧色 出来乍到的他不想见血 也不想太嚣张 毕竟是来这里开卡牌店铺的 这要是刚来就弄得血雨腥风的 还能呆着吗 方凡 刚才你不该出来的 那个人是江家的 速来横行把刀惯了 以后他要是找你 你就替我们赵家 没事 我会注意的 第十二集 方凡的目光在城内扫尸了一圈 这里面倒还是有些秩序的 不过也是充满了末日的气息 丧尸的尸体遍地都是 沿途还有很多颇具姿色的女子 站在街头是迎风招展 时不时的呢 也会有人拿着几块面包走过去 牵走一个 这是一千墨金 多谢你送我们回来 谢谢 那我先走了 对了 以后怎么联系你啊 我应该会在某个街道 开一家卡牌店铺 到时候你来捧场就好了 短时间内应该都会在这里 风凡接过魔精 带着人尽可能地在内城边缘搜寻 企图找到一个稍微开阔一些的店铺 沿途的这些店铺基本上都关闭了 时不时的还能碰到几家 买卖兵器以及食物的店铺 就这里了 也没有多少人 比较僻静 以后这里 就是我们的卡牌店铺了 风凡满意地 看着眼前两上两下的楼房配置 这里啊 本来应该是一条商业街 只是后来呢 被荒废了 卡牌店铺选址成功 最强卡牌店铺正式创建 奖励流金招牌一块 专业高级货柜一个 流金招牌 坚毅无比 天外雨时打造 备注 要是过产了 可以考虑打造成一柄神兵 专业高级货柜 水火不清 具有不可轻视属性 触感冰凉 备注 不是神器 四是神器 方凡看着到手的流金招牌 和专业的高级货柜 奖励就这么点破东西 这他妈真够抠的呀 流金招牌上 最强卡牌店铺六个大字 倒是栩栩如生 流金品质是逼格十足 专专业的高档货柜上 自动携带着各种卡牌的说明和卡槽 倒是省略了方凡一句一句的再去解释了 为了庆祝最强卡牌店铺开业 发布随机任务 开门大吉 任务 三天内 营业额需突破一万下品魔金 成功奖励 未知 失败惩罚 卡牌店铺 开启自爆程序 备注 尽可能多的赚些魔金吧 会有额外奖励哦 方凡是一阵的付肥吐槽 既来之则暗之 暂时先歇一歇吧 至于客户这东西 随缘吧 反正招牌在那 愿者上钩呗 方凡笼统的将自己的身家核算了一下 加上赵亚新支付的一千魔金的佣金 他现在差不多积攒了五千多的魔金 他琢磨着 要不要将这些魔金都清空了 全部用来抽取卡牌呢 宿主若是想使用魔金进行卡牌抽取的话 将会在原价上翻倍十倍收取费用 住 自行抽取卡牌 将没有佣金抽取 也没有专属卡牌抽取机会的积累 我需要一个警示 方凡是格外的不说 同时也在盘算 妈的 以后将魔金给其他人 让他们代为购买不就好了 宿主气运冲天 开出珍惜卡牌的几率非常大 这个价格很合理 友情提示一句 若是宿主想要将魔金赠与他人进行代仇的话 是极为不划算的 十倍价格只是宜需要抽取的卡牌 日常系列卡牌对宿主原价 这方凡总觉得啊 这狗系统就跟他肚子里那蛔虫一样 他想什么这家伙好像都知道的呀 按照狗系统的意思啊 方凡是比较牛掰的 气运无敌 开出的卡牌很有可能啊 都是限量版的 所以啊 收费贵一点是理所应当 方凡仔细的回忆了一下 之前进行专属卡牌抽取的时候 好像还真是这样 虽然大多都是空白卡 但是最后却抽中了晋升大礼包 让方凡直接得到了十张晋升卡 如此看来的话 倒也不是不能接受 疼死老子了 这一次差点就死了 那些大家族的人 真那么的不是东西 老子辛辛苦苦杀丧尸 得了的军团卡 他们的又被抢了 哎 关键是这只胳膊 很废掉了 就快点止血啊 再不止血 恐怕就得死了 最强卡牌电波 什么玩意儿 王禄是一脸懵逼的闯了进来 这条街道 在周边算是比较荒僻的 平时也就是一些夜鹰 会带着人过来留宿 他也是被追杀的没办法 所以跑过来躲避一下 你们这卖卡牌的 王禄看到专业高级专柜当中 摆放的一张张卡牌 那眼珠子都绿了 自己看 价格都有 要什么自己说 方凡躺在太师椅上 悠哉悠哉的晃了晃 王禄撇了一下周边 有些渗透 本来看到那些摆在砖柜里的卡牌 他是想要过去抢夺的 但是 在看到守卫这不少标准的大汉 他顿时打消了这个主意 抽取卡牌 黑铁级 一枚魔精 星铜级 一百魔精 日常卡牌 血清卡 五枚魔精 刘伤卡 五枚魔精 有刘伤卡 这么珍惜的卡牌 能救命的卡牌啊 就贩卖五枚魔精 老板 这是真的吗 王禄看着还在流血的手臂 似乎看到了前路和方向 刘伤卡 五枚魔精 一手交魔精 一手拿货 方凡瞥了一眼这家伙 这算是第一个客户 不过 这看起来好像有些凄惨 那身上是伤痕无数 右臂更是有一个硕大的窝口 显然是被人用刀狠狠地劈开了一下 我有魔精 给你 给你 王禄警惕地拿出了魔精 疗伤卡只贩卖五枚魔精 总感觉 有点不对头啊 给你疗伤卡 宿主贩卖疗伤卡一张 上卖五枚魔精 成成零点五枚魔精 必成系列卡牌 不计入专属卡牌抽取数 方凡成交了一笔 系统面板上就会有记录显示 爽啊 果然是疗伤卡呀 我这头胳膊在这儿保住了 看着伤势逐渐地恢复 王禄的警惕心逐渐松懈了下来 能够救命的疗伤卡只卖五枚魔精 这价格算是低到爆炸 再给我来五张疗伤卡 再来两张血清卡 这是三十五枚魔精 方凡连头都没抬一下 直接将卡牌扔了出来 站在一旁的电源沉步将魔精收好 再给我来五十张这种黑铁机卡牌 王禄摸了摸自己的兜 数了一下 差不多就只剩下五十几块魔精 宿主贩卖黑铁机卡牌五十张 售卖五十几魔精 抽成五枚魔精 类型为抽取卡牌 进入专属卡牌抽取数五次 成会五十枚魔精 方凡将五十枚魔精收入账中 然后就将五十张黑铁机卡牌推销出去 我开 十五卡 清水卡 空卡 流伤卡 我去写转啊 五极卡我了个字 真是爽 军团卡 是军团卡 我开出军团卡了 不死僵尸军团 太好了 太好了 好爽啊 王禄的嘴都要合不拢 方凡也是意外地看了王禄一眼 他这运气可是够好的呀 作为最强卡牌店铺开议的第一个顾客 享受无上气运加成 多谢店主 多谢店主 等我去转魔精啊 我还会再来的 王禄是满脸春风得意地走了出去 今天绝对是他的幸运日 本来身处逆境都准备等死了 但是 近来逛了一圈之后 全副武装是啥玩都有了 像他这样的独身主义 没有家族作为依靠 只能自己在末世闯荡 平日里饱受气压也就算了 但凡杀丧尸得到点好东西 基本上也要孝敬那些大家族 这里将是他逆袭的地方 第十三集 王禄格外郑重地 对着最强卡牌店铺败了三代 外城丧尸群 哎 你不是王禄吗 我刚刚看到他被江家人打得吐血 不成人形了呀 这好不容易得来一张军团卡 都被抢了 怎么又出现了 哎 完好无损 这身后还有一支军团 那些什么玩意儿 好像是僵尸啊 这是僵尸军团 哎呦 这小子得了什么奇遇啊 那些僵尸好猛啊 这是收割丧尸的力气啊 王禄从未感觉过如此威风的时候 当旁人问起他有什么奇遇的时候 他都是监口不严 他现在的目标就只有一个 赚取更多的目净 然后购买更多的卡牌 让自己变得更牛爱 陈部瞥了一眼 门可罗雀的店铺门口 老板 这里的位置不太好吧 要不然我出去打打广告呗 不用 该来的总会来的 我们刚来 低调点好 方凡将管害和汉斯都放出去宰查丧尸 收集魔精和卡牌了 这里啊 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并不需要他们的防卫 再者说了 若是有需要 方凡的心灵感应之下 他们就会归来 周凯天郁闷的开车狂奔 今天打了一台书 三千魔精 还有那美人是全他妈输了 孙家那个鬼儿子 是不声不响的 居然成了觉醒者 我怎么到现在也不突破呀 我要是成为了觉醒者 绝对能找回面子 输给别人就算了 输给孙君那个王八蛋 哎 末世之前 给老大提鞋都不配 现在都是人五人六起来了 周凯天踹了一脚油门 想要在这荒僻的地方 尝试一下飙车的快感 怎么坏了 这破车都这么欺负老子 周凯天对着自己的豪车 是破口大骂 哎 还是找人修车吧 这荒僻的地段有人吗 啊 最强卡牌店铺 什么玩意儿 名字还挺响 周凯天也没看到有什么路人 跑车又坏了 只有这家店铺 好像是开着的 他大大步走了进去 准备找两个人 帮他修个车 这家硕果仅存的店铺 也显得有些冷清 偌大的屋子里边就只有三个人 入眼处便是装饰颇为华丽的高级专业柜台 里面是琳琅满目的卡牌 让周凯天眼前一亮 哎呦 还真是放卖卡牌的商铺啊 嗯 看着还像模像样的 最强卡牌店铺 购买一张卡牌 打开它 可能获得一支物极军团 也可能获得一把绝世神兵 更有可能得到一枚无赏仙丹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开不了的 周凯天看着这格外装逼的广告词 目光已经被吸引了过去 哎 店主呢 店主是谁啊 给我来十张青铜级卡牌 方凡原本悠哉地躺在太师椅上晃荡着 听说要购买十张青铜级卡牌 他才呼得起身 十张青铜级卡牌 售价一千魔镜 这可是一笔庞大的声音 宿主贩卖青铜级卡牌十张 售卖一千枚魔镜 装成一百枚魔镜 内心为抽取系列卡牌 进入专属卡牌抽取数一次 重回一千魔镜 方凡将卡牌放在手中 微笑着看着周凯天 先给我看看真假 本店规矩 先交魔镜 再给卡牌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不知道 是继续交易呢 还是闹事 请直说 方凡脸上的笑容脸去 陈部和曹红双手还凶 悠哉悠哉地走了过来 周凯天朝着身后 荒僻的街道看了一眼 这心里头开始打鼓了 开个玩笑 当真了 那这是一千魔镜 我倒是要看看 什么卡牌值得这个价格 周凯天将魔镜扔了过去 眼中露出了丝丝阴狠之色 要是敢糊弄老子 我的喵的 带人抄了这个黑眼 空白卡 食物卡 清水卡 又是一张空白卡 还是空白卡 一连九张 基本上都是常见的废卡 周凯天的脸色 也有些不太对了 他基本上已经认定 这所谓的卡牌店铺 就他妈的是个幌子 也不知道是怎么给这些卡牌 施展了上联法 其实都是一些废卡 最后一张了 觉醒卡 什么东西 介绍 可以帮助资质偏差的人类 进行强制觉醒 有三成几率成为觉醒者 备注 这速来都是废柴的罪啊 看到觉醒卡的那一刹呢 方凡不惑为惊讶 这可是全新出现的卡牌 这么一说 我有机会成为觉醒者了 使用觉醒卡 开出了觉醒卡的瞬间 周凯天就迅速地 用在了自己的身上 好疼 疼死老子了 周凯天躺在地上 开始翻滚哀号 这个过程 足足持续了三分钟 这终于结束了 这都没有的什么玩意儿啊 不对 我感觉自己力量 变大了好多呀 我也觉醒了 姓名 周凯天 等级 医生觉醒者 利系 很显然 三成成功的概率 被他碰上 他那运气还算不错 电章 感谢 非常感谢你 刚才是我态度不对 没事 顾客就是上帝嘛 风凡是不以为然 只要你给摩镜 什么都好说 给我再来一组 十张青铜级卡牌 周凯天 再度展现出了 土豪风范 空白卡 食物卡 土豪金跑车卡 十张青铜级卡牌 打开之后 一张闪闪发亮的卡牌 差点亮下了 方凡的太和金狗眼 太炫了 哎哟 打开土豪金跑车卡 一片金光闪烁 方凡下意识地 去用手遮挡住了眼睛 当他再度睁开双眼的时候 那嘴型都不由自主地变成了欧形 至于周凯天 早就一脸兴奋地冲了过去 物品 土豪金跑车 介绍 全身由高进度土豪金打造 附带两个小型机关炮 备注 绝对的炮妞神器 此乃车神 风凡确实在前端的底盘 发现了两个机关炮的炮口 口径不大 但是显得很是拉风 周凯天是满脸兴奋地坐在驾驶位 将油门一踩到底 一阵飞沙走时 这车已经不下了 几分钟之后 又是一阵的飞沙走时 我开过的豪车炮车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了吧 在一块都没这个牛歪啊 店主谢了 真挺喵的爽 等我回去攒点磨精 我再来消费 周凯天对着方凡拱的弓手 赛翁施马 言之非福 今天他才算是明白这句话真正的含义 这是您应得的 你的运气还可以 看着周凯天远去 方凡回到了店铺 正好管害和汉斯 带着两大军团回归了 主上 血战一天一夜 宰杀丧尸一万有余 获得魔精一千三百枚 还有一百多张各种卡片 其中晋升卡两张 武器卡两张 还有一种特殊的卡牌 管害将比较特殊的卡牌 递给了方凡 木兵卡 介绍 可以为拥有统领的残缺军团 补充兵源 达到满篇状态 备注 理论上所有军团 都是不死小强 方凡看懂了 比如 黄金头目军团中 伤亡了几位 就可以使用这张木兵卡 将空缺的位置给补充回来 但前提是 统领管害不曾伤亡 第十四级 陈部 你的青州兵军团 之前没打残了 现在正好试用 方凡将木兵卡交给了陈部 瞥了一旁颇为激动的曹洪野 这正好是一个实验的机构 老板 这 这太珍贵了 陈部双手为陈 他很清楚这木兵卡的真正价值 你的青州兵军团复原了 也是提升我的战力啊 我们不是一体的吗 不要默契了 凡凡 你果然在这里 我派人找遍了内城 你怎么将店铺开到这里来了 这里也太偏僻了吧 一道倩影飘了进来 正是途中遇到的赵亚新 今天的赵亚新 身着一身粉红色的纱裙 和之前在野外的时候 一身黑色的浸装比起来 更添了一种女性的魅力和妩媚感 这让方凡一时间有些失神了 我比较喜欢这里的安静 方凡站起了身 安静 确实 只是也太过安静了吧 你既是做生意的 自然是要朝着闹市区行进啊 我在核心商业区还有几个铺子 要不先租给你 赵亚新打量着身前的高级货柜 方才在外面看到的店铺名字是最强卡牌店铺 他还不以为然呢 毕竟在整个江城内城区 好像还没有哪家有资格做通这卡牌声音 一方面是卡牌的暴力太低 另一方面各种卡牌的兑换比例更是个问题 现在市面上硕果仅存的 就是一些清水卡和食物卡等寻常卡牌的交换而已 像方凡这样 居然直接将疗伤卡和血清卡都明码标价 五枚下品墨金 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吧 不用了 我不喜欢热闹 这里挺好的 方凡不怕没有顾客 就怕顾客太多了 啊 你这些疗伤卡和血清卡有多少 我全买了 不过这个价格不行 很抱歉 标价降不了 这价格还真不是方凡定 那是狗系统一手操纵 谁让你降标准了 我是说二十枚摩金一张血清卡 或者疗伤卡 我全要了 五枚摩金 实在太便宜了 你会吃亏的 多谢 不过不用了 就这个价格 另外 你需要多少 你这里有多少 有多少我要多少 要多少有多少 你随便刷个数吧 血清卡和疗伤卡各十张 好的 没问题 各一百张 没问题 各一千张呢 摩金到账都可以 这下轮到赵亚新惊讶 在他的眼中 方凡可不是那种爱说大话的人 既然说出来了 那肯定是拥有这么多的血清卡和疗伤卡 这么大一笔数 这也太恐怖了吧 我 我这里只有一千多摩金 先给我 搁来一百张吧 赵亚新的面色有些红韵 刚才说了大话 现在打两了 一百张血清卡 一百张疗伤卡 成会一千摩金 请拿好 看着这些卡牌 真真切切地摆放在眼前 赵亚新是彻底信服的 抽取系列卡牌 黑铁级卡牌 青铜级卡牌 给我来一百张黑铁级卡牌 和一张青铜级卡牌 成会二百魔星 这是你需要的卡牌 方凡将卡牌推了过去 赵亚新是迫不及待地 开始打开 血清卡 空白卡 一百张黑铁级卡牌当中 青一色的 全部都是正常的普通卡 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 只是 那张青铜级卡牌 似乎是开出了一张 比较特殊的卡牌 神圣天使血脉卡 介绍 使用此卡 融入神圣天使血脉 成为神圣天使血衣传承人 战斗力 得到极大加成 备注 这是一种比较牛掰的 高级血脉 使用血脉卡 赵亚新直接将血脉卡打开 只见 一片白光闪过 一点点白色的星光 逐渐地凝聚到他的身体内 逐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他的背部 居然长出了白色的鱼翼 站在方凡的角度 感觉赵亚新身上 有一种莫名的神圣高级的气质 下意识地 就想要败福 我的翅膀 升 赵亚新背后的双翅 缓缓地收起 重新恢复了那份甜静和美丽 方凡 谢谢你啊 我感觉自己的实力提升了好多 我也成为了一名决心者了 这都是你的机缘 况且 你花费了魔精 在我的卡牌店铺 只要你有魔精 就可以成就一切不可能的梦想 还需要什么吗 暂时不要了 我身上的魔精都花完了 等我再攒一些 一定还来 赵亚新的脸上 露出一抹犹豫的神色 他这次过来 其实还是带着一个小任务 风凡麾下的两支军团的战斗力 他是见识过的 非常强大 他今天就是想要拉拢方凡到赵家去 本来是很有自信的 至于现在嘛 其实啊 那两千魔精 也是用来收买方凡的 是让方凡加入到赵家的见面礼 你来江城也有几天了 应该听说过我们赵家吧 江城四大家族之一 势力很大 和江 周 孙 并列 若是我邀请你加入我们赵家呢 以高级克卿之位代之 一切待遇从优 如何 很抱歉 我暂时没有这个想法 方凡拒绝的 加入一个大家族 成为一个克卿 被包养 这种事 他从未考虑过 不再考虑一下 这么致敬啊 我们赵家就这么不受待见啊 看着美人抛出了魅眼 方凡往后退了退 你也看见了 我这里有自己的店铺 太忙了 其他的暂时不考虑 若是下次有生意 记得关照我就好了 那当然了 你这里啊 可是宝库 不过 你自己要注意啊 内城 也不是绝对安全的 要是有人来闹事 你可以打出我们赵家的招牌 在城内 三教九流 还是不敢和我们赵家作对的 多谢 那一场 繁华街道 哎呦 那什么车呀 好亮眼啊 这车上还安装了大炮 大家小心点啊 这车走好快啊 躲开躲开 谁的喵的公然飙车呀 没跟进这是孙家的厂子吗 这小子疯了呀 嘘 别瞎说 那是周家的顽固大少 你他妈不想活了 周家少爷 周凯天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这个大顽固 之前被孙家孙心当众打脸 这是找场子来了 找什么场子呀 孙家那位 已经是觉醒者了 他们之间 战力相差太多了 这是要干起来呀 周家少爷 还是要被打脸的 等着看好戏吧 哎呀 不过这车 是真那么帅啊 一群吃瓜群众围绕过来 等到土豪金跑车停下以后 纷纷凑过去打脸 这哈喇子都快流出来 周凯天将土豪金跑车的两门机关炮打开 接连轰击了好几炮 将眼前的大门轰出了一个大大的破洞 何凯天 你怎么着死啊 这么想死 我他喵的弄死你呀的 赶在我孙家地盘上嚣张 是不是又欠造了 是不是又想被我甩上几个耳光啊 一阵黑色的烟雾中 孙心钻了出来 他自然是看到了土豪金跑车 心中虽然是妒忌 但是瞬间又流露出了暴虐之色 周凯天这样的废物 也敢在自己的面前嚣张了 他算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第十五集 孙心 末世之前 你就是我一个小马仔 整天跟在我后面叫老大呢 现在还飘了是不是啊 信不信老子 现在就弄死你啊 当真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了 周凯天是满脸的嚣张之色 直接冲着孙心走了过去 孙心也是一脸懵逼啊 这家伙今天是吃火药了吗 敢敢对自己这么说话 周凯天是一个大耳光的山鬼 孙心顿时都懵了 他还没反应过来呢 这周凯天第二个巴掌又扇了过来 夹杂着一种独特的飓风摩擦感 孙心的另一边脸庞再度染上了一个红色的印记 周凯天 我弄死你 孙心将怒气质飙升到了巅峰 随即手中一团火焰漂浮 他是火系的觉醒者 拥有操纵火焰的奇异能力 也可以说是元素系觉醒者 至于周凯天 则是属于那种最普遍的利系觉醒者 若是两人之间拉开一段距离 孙心有自信将周凯天烧成烤乳炉 但是现在两者之间的距离仅有一米之内 利系觉醒者对阵元素系觉醒者 孙心的火球术还不曾准备好 就被周凯天这蟒夫给束缚住 等待他的则是接二连三的肉体变踏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 孙心接受了人间地狱的洗礼 叫爸爸 嘿 爽啊 真爽 三个小时之后 孙家宅院之中 孙心裹着一床大棉被 差点疼得都哭了起来 周凯天 我要弄死你 我要请你折磨到死 你们这毛废物 想你们查的有结果了吗 这个王八蛋 怎么突然就觉醒了 还有 他那辆车 这怎么回事啊 说快点 少爷 周凯天之前 被您羞辱了之后 就开着跑车四处狂奔 回来的时候 就有了这辆土豪金跑车 也突然变成了觉醒者 他是朝着西北方向奔去的 或许在那里有了什么奇遇 手底下的人是心惊胆战 生怕暴怒中的孙心 将他们当作发泄的对象 许北方 那边不是荒芜了吗 那边到底有什么呀 让这个顽固废物都能逆袭 少爷 我们在那边搜寻了一圈 发现那边开了一个诡异的商店 看其招牌上介绍的 好像是可以用魔精购买各种卡牌 我们也不敢打草惊蛇 还请您来顶托 卡牌 商店 无限内城中虽然也有一些 这种类型的店铺 但大多就是换取一些食物卡和清水卡 规模也都不是很大 你确定它们不是这种类型的 少爷 我们都调查过了 据说之前有一个重伤捶死的人 进去了一趟 出来的时候 伤势就痊愈了 还多出了一只强大的军团追随 这里边肯定是有谋逆 给我闭车 掉下去看看 少爷 您的伤势还不曾痊愈呢 给我准备车 听清楚了没有啊 方凡今天的店铺生意还不错 下午呢 来了不少的散客 贩卖的速度最快的是 日常系统卡牌当中的血清卡和疗伤卡 一方面 五枚下品魔精一张比较实惠 再一个呢 这些常年和丧失厮杀的幸存者们都很需要 再者就是抽取系列卡牌中的黑铁级卡牌 至于青铜级卡牌 目前来说 还是属于那些尚未折门的奢侈品 啊 这两天 我差不多也完成了一万魔精的营业额任务 只需要等到三天的任务期限完成 就能完成这个任务了 等这个任务完成了 我也该出去活动活动了 卡牌店铺要继续开着 这会给我带来更多的经济来源 更多的专属卡牌收取机会 目前我能调动的军团就三个 黄金头目军团 歌德冲锋枪手军团 还有青州兵军团 其中青州兵军团是沉步的 还需要提升实力啊 总的看来还是弱了点 方凡的野心并不是很大 而是眼前的局势可不容乐观 要说身为一个独行侠 他所拥有的战斗力绝对是够了 但要是和那些庞大的家族势力比起来 那就相差甚远 在阳城市的时候 可以吊打灭掉武家 那是因为武家的势力不是很大 和江城内的这些家伙比起来 那连根毛都算不上 晋升卡 军团卡 这些都是我极为需要的呀 只可惜暴率实在是太低了 风凡看着积攒的六千多魔精 正正出身 正常的黑铁级卡牌 一枚魔精一张 青铜级卡牌 一百魔精一张 我要是购买的话 则是十倍价格 分别就是 十枚魔精和一千枚魔精 不过狗系统承诺过了 我看说保护的几率更大 这样的话 就赌一把 嗯 购买六张 青铜级卡牌 方凡没有选择黑铁级卡牌 虽然买黑铁级卡牌 可以买很多张 但是 他就是做这个生意 他很清楚 越是高级的卡牌 开出宝物的等级也就越高 黑铁级卡牌 就算是开出一张军团卡 也极可能是不可进化 兵器卡 兵器卡 空白卡 英雄卡 晋升卡 两张兵器卡 开出两件一星武器 一张晋升卡 这也算是意外之息了 哎呀 狗系统成不起我呀 虽然价格贵了十倍 但是好东西也多呀 爽啊 这张英雄卡 倒是第一次见 开机 使用英雄卡 盖伦拜剑主上 一个手持大宝剑的粗眼汉子 突然跳跃到方凡的眼前 姓名 盖伦 德马西亚之力 等级 四星 封印中 不得高出宿主三级 品质 青铜级 技能 坚韧 致命打击 勇气 审判 德马西亚正义 终成 八十 方凡盯着眼前的狂野大汉 这是英雄联盟中的人物 也是最受他喜爱的一个英雄 尤其是其四星战力 那更是令方凡欣喜若狂 现在 他麾下最强大的军团 黄金头目军团 也才不过二星而已 盖伦已经走到他的前列 这封印状态是什么意思 方凡很仔细地看到这两个字眼 盖伦的实力很强 不过局限于宿主实力太垃圾 目前他只能发挥出四星觉醒者的战斗力 我现在是一星觉醒者 盖伦拥有四星觉醒者的战斗力 那岂不是说 我晋升成为二星觉醒者 盖伦就能拥有五星觉醒者的战斗力了吗 在英雄达到实力顶峰之前 宿主可以这么认为 另外 英雄卡隶属于宿主专属卡牌 其他人没有资格抽取到 友情提示 宿主珍惜每一位英雄的到来 他们的潜力足以让你震撼 这个设定 方凡喜欢 孙少 这就是那间卡牌店铺了 怎么到了 您看看 这招牌多亮的 就是这地方难找了点 什么叫难找啊 什么穷江僻壤 这老板是傻缺的 将店铺开到这里来 不是自己作死了 走 先去看看 孙欣一行人 大踏步的走了进来 方凡刚好将盖伦召唤了出来 孙欣先是瞥了一眼 店铺内的布置 看着是有些寒酸 他的目光 在盖伦身上 那饱满的线条上看了一眼 哎哟 这个勇士不错 看起来很有颤抖力 哎 老板是谁啊 周凯天是不是 在你们这里成为觉醒者的 第十六集 我不认识什么周凯天 想要买卡牌的留下 不想买卡牌的 门在你身后 方凡暗道自己啊 那脾气好了许多 这要放在几天前 恐怕就忍不住 直接秃秃了 哎哟 还挺转 我看看 都要什么卡牌 写清卡 流伤卡 黑铁级卡牌 青铜级卡牌 呵 卡牌不少啊 为了提升广告的效益 彰显自家店铺的实力 方凡 在各种卡牌后面 都堆放了 大量同类卡牌 就是要做到一种 我的店铺不缺货的 这种视觉效果 请问需要哪种 方凡躺回到椅子上 陈部走过来交涉 摆在明面上的卡牌 就这么多 看来藏起来的卡牌 会更多 这一次 写传了 看来周凯天 那个蠢货 应该就是在 这里得到了其余的 只是这个家伙太愚蠢了 居然还离留着 这么多卡牌在这里 这该是一笔 多大的财富啊 孙心在看到 这些卡牌的那一刻 就想要据为己有 都给我装起来 都给我装起来 我都要了 本店规矩 先支付魔精 再缴拿卡牌 哪来的破规矩 还怕本少 躲了你们点魔精不成 全部都给我装起来 你们两个 到后面去看看 是不是还有 孙心这副样子 显然是想要抄了 这家店铺 那两个手下 刚要越过柜台的时候 两道骨骼断裂的声音传来 只见 这盖伦将他们的头骨 直接就给震碎了 孙心的脸色顿时沙白 这傻的个儿 好强啊 单纯的使用 双手就干掉了 他麾下两个 全副武装的马仔 越过雷池者 死 方凡看了一眼战况 露出了一抹笑容 拥有四星觉醒者 战力的盖伦 在当下 可以说是 核导弹级别的存在了 你们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就这样对我 你们这破店 还想不想开了 你们想找我死啊你 孙心很不自然的 往后退了 暴躁矮人军团 给我上 跟着他们 孙心的身后 涌过来一群 身高一米二左右的小矮人 手持巨斧朝着盖伦 便发起了进攻 暴躁矮人军团 可惊化 等级一星 原来是一个一星军团 怪不得胆敢如此嚣张啊 可是 今天在这里 所谓的面子可不好用 一星军团的拳头 但是更不好使 盖伦上前堵在了前方 身后留守的 戈德冲锋枪手军团 直接就开始了扫术 戈德冲锋枪手军团 现在是一星军团 所射出来的子弹威力 是很大的 对付同围一星军团的 暴躁矮人军团 也是有着很强的杀伤力 再加上有盖伦这个 四星战力的助力 那想不赢都很难 战斗打响得很快 结束的也很迅速 三十秒过后 便留下了一地的 暴躁矮人的尸体 还有满面恐惧的孙心 不不不不 我是来做生意的 我来买卡牌 这孙心是真慌 谁能想到 在这荒山野岭的地方 也能碰到这么一群强者 眼前这个线条 饱满的肌肉男 这从头至尾 他的剑都没出过气 硬生生的靠着一双铁拳 就锤死了 他好几个一星小矮人 邪亏啊这是 你刚才 不是想要洗劫我这里吗 我还觉得你是盗匪呢 风凡站起了身 一脸的疑惑 不不不不 刚刚才 刚才只是开个玩笑 是玩笑 对对对 就是开玩笑 哦 开玩笑 那他们 是怎么死的 风凡似笑非笑地 看着孙心 他们 他们都是自杀的 对自杀的 游戏嘛 自残好玩 哦 这样 我不想杀人 在这里杀人 太晦气了 这是你自找的 留下点什么东西吗 然后 可以滚了 耳朵 鼻子 手 自己选吧 自己动手 你只有三秒钟考虑时间 三 二 一 疼 疼 好疼 孙心的右手握着右腕 左手持刀狠狠地切了下去 多谢店主 孙心朝着店门口的方向移动 现在赶紧回去 还能接得上 我输了呀 留下点东西 你带走了 我拿什么做纪念啊 孙心是颤颤巍巍地 将血肉模糊的耳朵放下 脸色是一阵的黑暗 凯伦 很不错 方凡走过去 拍打了一下盖伦结实的胸口 四星绝星者的战斗力 果然非常强大呀 陈伯 我将正式授予你 最强卡牌商铺 代理商的身份 这几天 你跟在我后面 也学习得差不多了 今后我不在的时候 这家店铺 你来负责 身为代理商 你有资格 代替我出售所有的 日常系列卡牌 血清卡和流伤卡 另外 还能代替我售卖 第一个等级的抽取系列卡牌 也即使 目前你有资格带我出售 黑铁级卡牌 青铜级卡牌全线 你目前还不能解锁 你的青州兵军团 留守在这里守卫店铺 另外 我会将各的冲锋枪手军团 也留在这里 万一出现什么麻烦 第一时间通知我 我要出城 宰杀掃尸 方凡带上了手持冲锋枪 和若干子弹 准备出去活的活的 老板 代理商 我能行吗 这意外的惊喜感 将陈部砸得有些晕血 陈部很慌啊 他害怕再出现了什么问题 当然 我说你可以 你就可以 身为代理商 没贩卖出一张卡牌 你将能够拿到 百分之一的售价抽成 好好干 不要让我失望了 若是干得好了 业绩提高上去了 还有额外奖励呢 风凡拍了拍 陈部的肩膀 老板 我的贱命都是你救的 我不要什么抽成 能够为您做些什么 我心甘情愿的 我知道你的忠诚 但是这一点抽成 也必须拿着 这是规定 方凡带着黄金头目军团 和盖龙坐着车 来到了城外 这城外的现状 远比想象中的要糟糕啊 城内的丧尸被杀得差不多了 想要宰杀丧尸 就只能前往城外 而想要进入内城的话 又需要缴纳一批 昂贵的入城费用 而且只能是在 规定的时间内逗留 除非你已经拿到了 内城的永久居住资格 昂贵的入城费用 并非是每个人 都能支付得起的 内城的幸存者是不少 外城的幸存者 那更是多如牛毛了 将这一片动物丧尸 清理干净 没想到 只是几天 很多丧尸 都已经完成了进化了 方凡刚来到江城的时候 这周边的一星变异丧尸 还属于少数 而现在 比比皆是 差不多几杀十只丧尸 就有一只完成了进化 不过丧尸进化 也有好处 至少所获取到的卡牌质量 越来越高了 又是一张晋升卡 大家小心 里面有东西 小心那只犀牛丧尸 方凡盯着眼前这只丧尸 居然无法窥探出他的等级 犀牛丧尸吼叫了几声 周边所有的动物丧尸 开始聚集到他的身旁 朝着方凡一动 看样子 是想要将他们给包围起来 这犀牛怪成精了 很显然 这些低级丧尸 都是在听从那只犀牛丧尸的命令在行动 第十七集 临近他周围的那些犀牛丧尸守卫 也都拥有二性战力 盖伦手持大宝剑走了过来 必须要将这头犀牛丧尸头领干掉 否则 他将会召集更多的丧尸 我们迟早 我们迟早又被耗死的 广汉 你摔领六个黄金头目 在前面开刀 剩下三个黄金头目断后 阻拦丧尸 盖伦 我们一起上去 干掉这只犀牛丧尸头领 一瞬间 方凡就下定了决心 此战或许是很危险 但是却必须要冒险 遵命 主上 黄金原部 太平要术 出击 管害的周边 一斗金黄色的气焰形成 顺着道路将眼前的敌人追飞 前方的丧尸 接二连三的被干掉 这似乎是刺激到了 那头犀牛丧尸头领 他晃动着 庞大的身体冲了过来 盖伦手持大宝剑 直接就冲了过去 大宝剑和犀牛丧尸头领的 犀牛脚发生了碰撞 传出了金属的碰撞声 致命打击 盖伦手中的大宝剑 狠狠对着犀牛丧尸头领 劈砍了过去 一道心血标射而出 盖伦也被犀牛丧尸头领 给甩出老远 数个犀牛丧尸守卫 直接冲了过来 对着盖伦进行围攻 至于那头丧尸头领 则是退居到了后面 一道道 因此忽然从他的头部发射出来 盖伦虽然强悍 但是被那些 犀牛丧尸护尾包围住 再加上犀牛丧尸头领的 隔空打击 一时间居然还有些招架不住 局势是瞬间万变 照着这个趋势进行下去 盖伦迟迟早都会被消耗死 对于这些二型级别的犀牛丧尸护尾 枪支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陨石天将 方凡直接将自己唯一的技能施展出来 很可惜啊 这效果也不是很大 顶多就是对那些犀牛丧尸护尾 造成一定程度的动作失火 随着巨石落完 战局变得更加混乱 方凡握着手中的炸弹卡 面色一喜 这确实是他现在所需要的 炸弹卡 介绍 里面蕴含着威力巨大的N4炸弹 备注 炸死那帮王八糕子吧 打开 获得N4炸弹一公斤 得到炸药的瞬间 方凡朝着那些犀牛丧尸护尾的方向 扔了过去 盖伦 早先躲避 炸弹爆炸 一道道熔烟血 处于炸弹核心位置的几个犀牛丧尸护尾被重创 不过 二星丧尸的防御力的确是惊人的 所谓的烈性炸药 也只能勉强打开一条通道 将这些二星的犀牛丧尸护尾给击伤 想要将他们全部都灭掉 那威力还是小了一点 不过 能够打开一条通道 已然是足够了 盖伦从丧尸群中冲了出来 对着犀牛丧尸头领便发起了进攻 审判 盖伦手中的大宝剑忽然疯狂地转动起来 对着那犀牛丧尸头领的身体进行切割伤害 犀牛丧尸头领再度朝着盖伦发射兵刺 周围的那些犀牛丧尸 周围的那些犀牛丧尸护尾也开始转醒了过来 陆续朝着方凡发起了进攻 黄金头目军团 方凡摸了一把脸上的血汗 手中的冲锋枪自始日中就没有停止过 黄金头目军团在管害的率领之下 力战百倍于己的敌人 而盖伦和犀牛丧尸头领之间的战斗 也接近了尾声 德马西亚正义 之间 盖伦是局地腾空 手持大宝剑 从犀牛丧尸头领的头部狠狠地插了下去 犀牛丧尸头目的身上 突然闪现出一层层的血污 晃有两下便倒在了地面上 掉落了满地的丧尸卡牌 还有魔精 我去大爆啊 起码一百多枚魔精 还有几枚中品魔精 金生卡 金生卡 古迹卡 军团卡 技能卡 经验卡 方凡的嘴角都要乐抽了 虽然和这只四星级别的 犀牛丧尸头目对战很危险 但是 这回报率也是极高的呀 光是晋升卡就有两张 更别说 居然还开出了军团卡 犀牛丧尸头领死了 这些丧尸群龙无首 不可能再对我们 今天有智慧的进攻 不过 这里的变异丧尸太多了 为了保存战力 先撤离吧 方凡将战力品先收了起来 持久的对战 黄金头目军团 已经伤了不少的士兵了 再加上盖伦刚才和犀牛丧尸 头领的对战 消耗也太大了 等到达了安全的地点 方凡就迫迫及待的 开始核查自己的收获 军团卡 恶魔军团卡可进化 等级三星 人数七人 统领撒旦 技能恶魔法则 黑暗牢笼 死神宣告 忠诚度六十 自由的感觉可真好啊 你就是召唤我等的存在吗 一群长着黑色赤裔 面色猙獰的恶魔 突兀地出现在眼前 为首的撒旦 用鄙夷的审视目光盯着方凡 太弱了 撒旦伸出了锋利的爪牙 在空中挥了挥 您的孱弱让恶魔军团轻视 忠诚度降低二十 恶魔军团忠诚度降低到四十 该死的束缚干 我要是杀了你 我就自由了 撒旦突然朝着风凡发起了进攻 他刚刚出手 一旁的盖伦就已经出手 一巴掌直接就将他干趴下 这一巴掌扇过来 撒旦被控制了死死的 怎么可能呢 我的力量 我的力量呢 你们这些弱者 怎么能击败强大的撒旦 撒旦是剧烈的挣扎了起来 面色变得越发的猙獰 撒旦 恶魔 你要是主 想要杀我 方凡的眼中一阵金光闪烁 这个撒旦 这个撒旦确实是懂得杀机的 并且还付诸于行动 若不是盖伦在一旁 或许他已经得逞了 这家伙 这怎么看都觉得是个祸啊 是主 该死 强大的恶魔之主 撒旦不会欺负于任何人 你 弱者 没有资格 撒旦开始扑冷起来 他身后的其他六个小恶魔 也开始躁动起来 反叛 一触即发 我不管曾经的你有多强大 我只知道一点 你现在 是我麾下的军团 你们都要效忠于我 否则 我会将你们全部杀掉 若是你们不相信 尽可以来尝试一下 来挑战一下 我的底线如何 强大的恶魔之主 你的这对羽翼 是真的很飘逸啊 我若是将它们折断了 是不是太可惜了 哦 还有这双锋利的爪牙 我会尝试着一根根 将其拔掉的 风凡抚下了身 抚摸着撒旦身上的恶魔羽翼 眼中的杀机闪现 第十八集 三星恶魔军团 很强大 可以算得上是 他麾下的第一强力军团了 但是前提是 这支军团能够为其所用 若是他们依旧桀骜不驯 继而反叛侍主 那方凡道也不介意 现在就将他们解决了 面对方凡的威胁 撒旦陷入了沉默 对于恶魔来说 屈从于强者 从来都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但是方凡 也太弱了 若是换作将他擒拿的 这位勇士成为他的主人 他都能够好受一些 主圣 杀了他吧 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不 不要杀我 撒旦还是比较快颜恩仇的 在死亡面前屈服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更何况眼前这个强者 不都选择臣服了吗 我 我愿意效忠 恶魔军团统领撒旦 选择屈服 忠诚度增加二十 现在恶魔军团忠诚度 达到六十 方凡是非常的高兴 万事开头难 只要这家伙选择了臣服 哪怕心不成 也是可以慢慢调教的呀 这次我 我会让你一点点强大起来 不要感到羞耻 未来 你会为你今天的选择 而感到庆幸 方凡让盖伦放开了撒旦 亲自将他拉了起来 这一支三星恶魔军团 足可以让方凡 麾下的战斗力 提升数个档次 那只犀牛丧尸头领被杀之后爆出来的 除了一张军团卡之外 还有一张技能卡 一张武器卡 另外还有一张经验卡 武器卡 冰锡刀 等级 三星 介绍 以犀牛的独角之作 威力无穷 附带冰锡伤害 备注 一刀在手 天下我有 技能卡 冰河时代 等级三星 介绍 聚集身体内的力量 对范围内的敌人 造成冰冻持管效果 备注 若是你足够强大 将能够冰冻一整个城池 四星丧尸头领 爆出来的卡牌就是不一样 方凡将技能学习了 把冰锡刀也装备了 因为 他现在只是一星觉醒者 还无法将这三星装备 和技能的威力完全发挥出来 还有一张经验卡 不知道 能不能让我再度谨慎了 方凡使用了经验卡 感觉到一股暖流 在身体内窜断 实力是提升了不少 但是 还不曾达到成为二星觉醒者的程度 可惜啊 不过想想也对 要是那么容易就紧张 那这觉醒者也太不值钱了吧 方凡在心中自我安慰 随后 带领着恶魔军团和黄金头目军团回去 将那群动物丧尸屠杀殆尽 除了爆出来的两张晋升卡 有些看头之外 其他的卡牌呢 都是比较常见的 而方凡也见识到了恶魔军团强大的战力 七个恶魔全部腾空而起 巨大的黑色赤翼疯狂的煽动起来 朝着对手疯狂的扑过去 他们攻击丧尸的时候 就像是老鹰捕捉地下的猎物 轻松至极 尤其是撒旦 当他施展出了恶魔法则技能的时候 周边那些丧尸 仿佛都被石化了一般 一点点的就化为了飞灰 有了恶魔军团的加入 宰杀丧尸的过程 变得更为简单随意了 再加上恶魔能够腾飞 能够作为侦察兵使用 极大的提升了方凡的战力 末世降临第十天 恭喜各位还活着的幸存者 下面开启个人战力榜和军团战力榜 个人战力榜和军团战力榜 每周会测评一次 登上榜单者将会获得末世之神的无上奖励 继续奋战的 可悲的楼椅 蓝天之中 突然传来一道道幽冥之音 这种声音 方凡也只是在末世降临之初听到过 现在再度听到 面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末世之神 这突兀 这突兀响起的声音 究竟源自于哪里 所谓的末世 是否都是这个末世之神的手笔 他的存在 又达到了一个怎样的高度呢 一开始末世降临的时候 方凡想到的是活着 但是现在 拥有了活着的资本之后 他不得不看得更远一些 不论如何 我也要继续变得强盗下去 哪怕是神灵 也无法阻止我的脚步 这场游戏 是该好好玩玩的 方凡心中莫名地冲出一种豪气 军团战力宝 第一名 恶魔军团 等级三星 统帅方凡 第二名 黄金头目军团 等级二星 统帅方凡 第三名 吸血鬼军团 统帅凯林 第四名 石像鬼军团 统帅本拉夫尊 第五名 魁蛇军团 统帅穆存拉夫 第六名 撒哈神枪手军团 统帅格里芬 第七名 索伦亚斯武夫军团 等级一星 统帅 统帅 居村藏赐 第八名 戈德冲锋枪手军团 统帅方凡 第九名 虎豹齐军团 统帅李志 第十名 第十名 王陵军团 统帅亚当斯 个人战令 第一名 凯林 二星觉醒者 第二名 李志 第三名 这方凡到底是何许人员 军团 军团战令榜上 居然 他有三个军团上榜 这太强了吧 看这样子 都像是我华国之人 真是厉害呀 军团战令榜 和个人战令榜 整个世界的幸存者 都能知晓 华国 谋出豪华别墅 方凡 此人或有所奇遇 故事开启在这么几天 居然 就已经拥有了 如此强大的军团了 别墅之内 身穿着华丽长袍的 青年男子 眼中金光闪烁 芝儿 无需在意 你的虎豹齐军团 虽然只是排名第九 但是 这个叫方凡的 我从未听过 他的名字 大家族中 也不曾有什么 方家的存在 大中之士 终究还是要 靠着势力的 独行侠 终究还是要 屈从的 樱花国 八个 真死 耻辱 莫大的耻辱 我们樱花国 要学耻 军团战令榜第一 和个人战令榜第一 都必须是我们 硬花国的 任何人都不能抢 强 邦国 不错 这方凡 应该就是我邦国之人 非常好 我打邦国 无敌四味道 M国 我虽然得了个人战令榜第一 但是军团战令榜的奖励 我也想得到 三星恶魔军团 二星黄金头目军团 一星各得冲锋枪手军团 这个人 怎么开出了如此多的军团卡 看来 我还得更加努力一些了 方凡看了看榜单上的数据 军团战令榜上面 它是独占凹头的 但是个人战令榜上 它差点就落榜 没想到 来到末日才第十天 就有这么多人 晋升为二星决星者了 军团战令榜上 也有很多强势的 二星军团的存在 第十九集 还是不能被揽啊 以后还是要 多出来杀杀丧尸 尤其是宰杀那些高级丧尸 暴力很高很划算的 还有卡牌店铺那边 也可以多进行一些交易 搜刮一些魔金 和专属卡牌 抽取机会 方凡感受到了压力 眼下 这些丧尸群众 连四星的丧尸头领 都出现了 局势是非常的不乐观 站到了这么久了 我们先回去休整一下吧 方凡走出来的时候 走的是正门 不过回去的时候 想从内城的西北部 飞进去 这样的 既节省时间 也省得去正门 和那帮兵僻扯皮了 之前没这条件 但是现在有了恶魔军团 这一切可就都不一样了 绝对不行 你让我背着这些弱者飞进去 我撒旦乃是尊贵的恶魔之主 你不能这样削弱我 撒旦是干脆坐在了地面上 再也不起身了 他们都是和你一起战斗的战友 只是带着他们飞进去而已 你们拥有这样的能力 为何不做呀 方凡黑着脸 六十点中程度的恶魔军团 还真是不好搞定 你是主上还是我是主上啊 我是伟大的恶魔之主 他们都是我的后裔 我绝对不愿意 你们这些低贱的生物 触碰我们的身体 这是一种侮辱 撒旦俊傲地昂着头 满脸的神采医 还瞥了方凡一眼 特地强调了低贱生物这几个字 凯伦 给老子打 打死了算我的 老子招你出来 是为了增加战斗力的 不是让你添堵的 管汉 你们一起揍他 没听见这家伙刚才还骂你们的吗 方凡算是铁了心了 我今天还收拾不了这小恶魔了 甭管是大恶魔还是小天使 就这种防顾仔不干几顿 根本就不知道何为威严 别打了 我靠你们不能这样 我是神源最尊贵的恶魔之主 你们这些低贱的是啥 我和你们骗了 别打脸 我背 我背还不行吗 恶魔军团统领撒旦 畏惧于您的威势 忠诚度增加十 现在忠诚度 七十 还真的妙的是贱皮子 不揍几顿 压根不开窍啊 像这种的 干脆 垂上几次就好了 风凡的笑容是越来越诡异 撒旦的身体一颤 满脸的悲哀之色 我这堂堂的恶魔之主 如今居然成了廉价的搬运工 还要被人齐撑在身上 我 我这节操啊 就是这里 跟我上 我孙心这辈子 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这里面有不少卡牌 待会儿冲进去 全是你们的 居然敢毁了 我的暴躁矮人军团 我弄死你压的 孙心看着眼前的店铺 大手一挥 周边就聚集了一批幸存者 这些幸存者 个个是全副武装 都是依附于他们孙家的存在 你们再强又能怎么样 我人多 给我撑进去 孙心挥了挥手 几十个幸存者 率先持着兵器就往里边突进 一阵枪响过后 起先冲在最前面的几十个幸存者 全部都被干掉了 孙少 这里边有神将手 人数我还不少 孙心的面色是一阵的难看 你们手中的枪 都是烧火棍啊 给我射击射击 安提斯给我上 打人命给我堆 你要给我堆进去 去呀磨叽什么 谁不上我崩了他 孙心捂着还在渗血的诱饵 满脸的猙獰之色 这医生说 他这只耳朵算是废了 永远都救不回来 耻辱感让孙心病得发疯了 他要将这仇恨彻底的洗刷 枪声不断 内外交战 卡牌店部里边 后火很是凶猛 但是外边的情质却更多 尘部的额头上 开始渗出冷汗了 他已经派人出去 将消息传给老板了 就是不知道老板 什么时候能归来 现在他所能调用 就只有青州兵军团和歌德冲锋枪手兵团 青州兵军团只是普通的军团 而且还不可进化 战力是一般的 歌德冲锋枪手军团倒是一个异性军团 战力强悍 但可惜只有十二个人 而外边却足足有三百多人 陈红 让所有青州兵到后院取冲锋枪和子弹来 就地防御 每人下发三张疗伤卡 以防万一 一定要坚持到老板回来 这局面恶化的速度太快 尘部有些控制不住了 但不论如何 他都要战斗到底 老板交代给他的任务 他是一定要完成的 尘部蹲在地面上 将冲锋枪抬高 开始疯狂地射击 孙少 射梦太大了 他们的武器很强大 而且就这么一个小店铺 根本排不开场面呢 是啊孙少 不是我们不愿意冲 这实在是不好上啊 要不然 咱们都去一辆挡克过来 跟他轰炸了 手榴弹来了 孙少 一枪手榴弹运送过来了 正当孙心暴怒的时候 总算是来了一个好消息 好 给我炸 炸死他们 孙心大手一挥 手榴弹被分发下去 手底下的赶死队再度向前冲锋 随着一道道爆炸声传来 这里边的枪声 好像是萧条了许多 只是 让孙心感到奇怪的是 无论怎么用枪射击 用手榴弹轰炸 这间店铺 居然是毫发无损 上方的牌匾 是异常的鲜艳 冲进去 冲进去了 朝着店铺 我又重伤 孙心朝着店铺内奔去 而店铺之中 尘步是满脸绝望 老板 我尽力了 我对不起你 建筑呢 在哪呢 给我搜 孙心大踏步地走了进来 神色变得异常兴奋起来 怕了吧 现在变成缩头雾龟了 早干嘛去了 我告诉你 晚了 一道道砍杀声传来 孙心哑然地转过头去 你是在找我吗 方凡从撒旦的背上下来 走到孙心的身旁 你 是你 孙心已经按捺不住 自己激动的心情 面色逐渐地冲血 你终于出现了 你死定了 我今天就是来杀你的 不要为我的耳朵报仇 孙心跳跃着 和方凡阁离开 他不想要和方凡尽身接触 或许是因为之前 接触过的恐惧感吧 我又数百人 何必亲自动手啊 吸尘一口唾沫 也能将他淹死 孙心暗暗地想着 莫名地变得兴奋了起来 方凡并没有阻止孙心逃离 他甚至还带着一丝 欣赏的目光 欣赏着猎物死前的挣扎 恶魔军团 黄金头目军团 盖伦 全面出击 增入侵者 全部杀死 撒旦当即开始情 对于这些恶魔而言 狐杀是他们的最爱 他们盯着这些雷弱的羔羊 伸出了锋利的爪子 一缕缕的鲜血崩撕 一条条生命逐渐地消失 你们开枪了 快开枪了 恶魔军团和黄金头目军团 行动得太快 孙心的脸色猛地变了变 他觉得 麾下这些人开枪射击之后 这些可恶的家伙 都会被射成筛子的 和子弹打在撒旦的身上 却发出了清脆的金属音 无法寸入他们的肌肤 子弹打在管骸 和那些黄金头目的身上 也只能留下一些轻微的白印 他们企图再度开枪 只是 他们已经失去了 开第二枪的机会 恶魔军团 黄金头目军团 就如同死神一般 开始疯狂地收割 第二十集 孙心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 一分钟过后 他瞥了一眼身旁无数的血尸 身体已经在开始颤抖了 撤离到后院的尘部 原本已经做好了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打算 他的手枪里边还有一颗子弹 那是留给自己的 没有死在丧尸嘴里 倒是死在这些幸存者手中了 不过 我早就该死了 是老板救了我 赐予了我这一切 现在也该结束了 是主上 主上回来了 军团的主人和军团自有一种独特的感应 汉斯的声音将处于迷幻状态中的尘部 拉回了现实 他懵懂地朝着窗外看了过去 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老板你终于回来了 尘部踹开了后院的大门 只冲锋在前 当一个人已经完全做好死亡的准备 而这个时候又看到了全新的升级 这种绝境逢生的感觉太令人兴奋了 杀出去 敬老板 理应外合 一切已成定局了 老板 我 我没有收好店铺 尘部是满脸的愧疚 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是你为我拖延了宝贵的时间 你是功臣 方凡拍了拍尘部的肩膀 起先一开始招纳尘部的时候 只是单纯地想要完成系统交给他的任务 并没有太多的想法 甚至一度还觉得呀 这陈部只是一个累人 只是直到现在 陈部的表现都令方凡是格外的满意 辅佐他经营好这家卡牌店铺 留守店铺 甚至为了卡牌店铺而奋战到底 直到最后也不曾离开这里 老板 陈部永不负你 陈部担心甲贵 热泪盈眶 这种感情啊 很多人都是难以理解 但只要经历过 才能更加明确 方凡点了点头 将目光转移到了孙心的身上 一切罪恶的源头 都是他 你 你不能杀我 我是孙家的少爷 孙家家主 是我金叔叔 放了我 今天的事情 我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甚至 还会给你介绍很多买卖给你 让你赚得盆满钵满 风凡莫鸣地感到一阵好笑 他这一路走来 在意过这些所谓的大家族的脸色吗 方凡 你不要冲动 还是来晚了一步吗 赵亚新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人奔了过来 我得到消息 说是孙心要来找你麻烦 我赶忙带了一支武装过来 没想到还是没有阻拦住 这些人都是你杀的 赵亚新看着满地的尸海 他是来帮助方凡渡过危机的 可是现在看来 这危机并非是方凡的 而是孙心的 多谢赵小姐的好意 这点小毛贼 我还是能对付的 方凡虽然不需要援助 但是在末世中能有这样的情谊 着实不容易了 啊 你没事就好 你 你要怎么处置他 稍微 方凡 杀了他如意 他就是个人渣 可是 他背后站着的是孙家 你若是杀了他 孙家不会放过你的 要不然 教训他一顿 不要伤他性命 赵亚新的言语当中 透着情真一切 方凡能够感受到 他确实是在为了自己考虑 赵小姐说得对 放我一马 我叔叔是孙家家主 你只要放过我 我保证 不会再来找你麻烦了 以后孙家照着你 你杀了我 对你也没有好处是不是 只能引来 孙家的仇恨和报复 孙心连忙在一旁处立 当我回到孙家 我着急整个孙家的势力 就不想弄我死你 孙心暗自下定了决心 是吗 孙家 很强大呀 当然 谁得罪了我孙家 修上的江城 继续混下去 孙心满脸的焦纵神色 哦 那你觉得 我会杀你吗 方凡瞥向了孙心 被割掉的诱饵 面带笑容 一步一驱地 朝着孙心走了过去 抓住他的另外一只耳朵 手持匕首 轻轻地一割 你疯了 疯子 我们孙家不会放过你的 你死定了 双耳皆失 这孙心是满脸的痛苦神色 而赵亚心倒是梳了一口气 方凡 你姐姐就好了 只要你不杀他都好办 孙家那边 我去为你说 在赵亚心看来 方凡既然承接了孙心 想必就不会取他的性命 赵小姐的好意 我心灵了 只是我不能让我的兄弟 白白受伤 我的店铺 被弄成了这个样子 麾下的士兵伤亡惨重 他是罪魁祸首 所以 不 不要 你不想活了 孙家不会放过你的 我叔叔 是孙家家主 你冷静一点 你个疯子 人头落地 满场的寂静 方凡 你 你太冲动了 赵亚心觉得 方凡这是在自取灭亡 我说了 伤我可以 伤我的兄弟 我的士兵 不行 孙家若是想要复仇 大可以来 我永远在这里 方凡这一句话 稀松平常 却能令人心中产生 无限的暖流 老板 我臣步何其荣幸 能够追随您哪 主上 我汉死 愿永远地效忠您 各个重逢 枪手军团 永远效忠主上 黄金投武军团 永远效忠主上 汉斯和哥德冲锋江水 被宿主的忠义行为感动 忠诚度加20 现在忠诚度100 达成死忠状态 盖伦被您的忠义行为感动 忠诚度增加10 现在忠诚度90 您的行为 让恶魔军团统领撒旦 不屑一顾 忠诚度增加0 装模作样 搞得跟真的一样 愚蠢的人类啊 殊不知利益 才是最重要的 撒旦扑的一项翅膀 撇了撇嘴 能够得到诸位的效忠 何其荣幸 方凡杀了一个孙心 获得了这么多的支持 这还不值得吗 方凡 黄军头目军团 哥德冲锋枪守军团 这不是军团战力榜上 赵亚心是满脸的骇人 那这些长着黑色翅膀的奇异生物 岂不就是恶魔军团了 原来他就是军团战力榜第一的人物啊 三大军团 进阶上榜 如此强者 当有此骨气 赵亚心没有将话点名 而是暗暗地藏在了心底 方凡 来赵家吧 我赵家愿意誓死护卫你 赵亚心忍不住再度拉拢 多谢赵小姐的名义了 若说之前 我还会有所犹豫 但是现在嘛 是断然不可能加入赵家了 我自己的事情 自己解决 但无可能牵扯出赵家 赵小姐这份情谊 我记下了 将来有什么帮助 我必定会帮忙的 方凡是拱手之谢 弃人篱下 并非方凡所愿 至于孙家嘛 不来则已 若真的是惹恼了他 还指不定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唉 真是哪里没办法 上一次在你这里采购的疗伤卡和血清卡都很好 我还想采购一批 可以吗 自然 要多少 人家有多少 第二十一级 我要一千张疗伤卡 一千张血清卡 嗯 另外 再来十张青铜级卡牌 成会一万一千抹金 这是卡牌 钱货一手 又做成了一笔生意 只是 赵亚新的好运 好像都被上次给用完了一样 十张青铜级卡牌当中 只开出一张普通的武器卡 和几张实物卡 赵亚新呢 倒也不感到难过 风凡从一开始就说过 这玩意儿 全靠人品 嗯 保重 我之前的承诺 永远有效 赵亚新回眸一笑 便离开了 三天时间到 随机任务完成 随机任务 三天内 营业额突破一万下平魔金 速度三天内营业额 达到五万魔金 超额完成任务 任务完成度评价 完美 下发奖励 宠物卡 打开宠物卡 恭喜宿主 获得宠物地狱三头犬一只 风凡看着眼前这个蛋 哎呀 有点蛋疼 说好的宠物呢 一个蛋 我难不成还要给它孵化了不成了 郭希腾 你坑我 地狱三头犬 拥有神兽血脉 正在孵化 能量不足 需要补充能量 请投入魔金 风凡随手扔了十几枚下平魔金 到蛋壳 所有的魔金 在瞬间就化为了虚无 哦 这就去烧了 还是没反应 看来还需要更多的能量 风凡再扔了一百枚魔金进去 还是没反应 一千枚 两千枚 这就是一大魏王啊 这谁能耗得起 这 这不玩我吗 我赚点魔金 我容易吗我 我能将魔金都要回来吗 我不想孵化它了 不能 见识 方凡有意要放弃 可是 突然又想到一个至理名言 或许 你已经走出了九十九步 人们一脚放弃了 不是很可惜吗 请去 三千魔金 四千 一万 那我真没有了 方凡这几天卡牌店铺的抽成 再加上宰杀丧尸所获取的魔金啊 是全部投入进去了 要再不孵化 那它也真是没啥办法了 忽然 弹壳破裂的声音传来 物种 地狱三头犬 主人 方凡 等级 幼年体 等同于三星妖兽 技能 天狗十月 三昧真火 三星妖兽级别 这倒是不错呀 没败亏了我 一万魔金吗 方凡看到地狱三头犬的等级 这心情啊 还勉强舒适了不少 三星战力 好歹也能助他一臂之力了 而且 还是幼年体状态 今后肯定还能变得更厉害 那是前途无量啊 孙家 什么 孙心死了 这个诊货 他不是带了几百人手去了吗 到底怎么回事啊 孙婷听到自己的侄儿死 岂先不是哀伤 反倒是愤怒 西北方向 有一个卡牌店铺 孙心少爷 被店老板割掉了一只耳朵 孙心少爷不服气 就带人过去找场子 可是没想到 全被人给弄死了 寥寥无几逃了出来 对了 听说赵家的赵亚新 最后也去了 孙家的管家孙氏 不敢有丝毫的隐瞒 和赵家还牵扯了关系 赵家最近发展市道很猛啊 据说他们最近的对原事变率 和伤亡率都大大降低了 知道 是怎么回事吗 孙婷将香烟掐灭 眼中流露出了防备的心态 孙心的死 确实让他很恼怒 可他更恼怒的 是让孙家损失了几百人手 这让孙家的势力遭到了重创 而现在又将赵家给牵扯进去 他就不得不认真了 江城的几大家族 看起来是东气连织的 其实啊 其中的龌龊谁都明 只是为了方方面面 他们不得不选择联手 若是继续内耗的话 江城早就被丧尸大军给占领 家主 我听说赵家突然多了一批血清卡 和疗伤卡 他们开始大肆下发这两种卡片 还有 孙氏是一脸的犹豫 说 难不成还在隐瞒我吗 我听说 赵家的那批血清卡和疗伤卡 就是从那个卡牌店铺购买的 这里面或许真的有什么联系 孙婷的眼前一亮 卡牌店铺 看来确实有些诡异之数 你派个人进去 伪装一下 也采购一批血清卡和疗伤卡 验证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家主 那 孙心少爷 那个蠢货自己找死 怪不了任何人 不过那个店铺 若真能源源不断地提供血清卡和疗伤卡 一定要牢牢地将其掌握在手中啊 一辆拽到极致的跑车 从中心城开往了西北部 最终停在了一家店铺的面前 店主 店主在吗 店主 你是真牛啊 我听说 你将孙心都给干掉了 我周凯天这辈子 没伏击过几个人 你算一个 这几天孙江培来继续找麻烦吧 有麻烦 你替我周凯天的名头 我垂死他们 哦 事情都解决了 来我这 是有事吗 方凡挥动了一下手脚 他最近发现 不一定要去宰杀藏尸 才能让自己的实力晋升 修炼 也能够缓慢地提升修为 这空气当中啊 仿佛存在着一种 特殊的元气 能够源源不断地 进入到他身体之中 提升身体的强度 让他变得更加强大 而之前所使用的经验卡 也是在使用之后 会有一种 悬而又悬的东西 进入到身体中 起到改善体质 提升站立的作用 还是店主机制啊 是这样 我将这店铺的事情呢 跟我家老头子说了 我家老头子还不相信 总觉得我是在骗他呢 这次我是来采购一批写信卡 和疗伤卡的 先各来两千张吧 方凡笑颜已对 他呀就喜欢这种好客 成会两万下品魔精 他接过了魔精 有些亚人 都是中品魔精 末世开启的时间不久 按道理来说 现在涌入市场的 应该都是一些下品魔精啊 想要获取中品魔精 那就要干掉高等级的便衣丧事了 我们家族发现了一个 周凯天话说的一半 脸上露出了为难之色 方凡了然 这大概是涉及到 他们家族的利益了 算了 为难的话 我就不问了 不不不 不是 其实也算不得是什么秘密了 我们家族在城外的一个洞府里 发现了一批魔精 只是我们只能在外围晃耀 见到了不少魔精 想要深入 可是却发现了一个强大的丧尸王 我们周家配上了很多人 最后都不攻而返了 说到这里 周凯天有些分分不平 那丧尸王是真的强 非但对子弹免疫 连炮弹都伤害不了他 我敢肯定 这里面 必定有更多的高片级魔精 你说的那个地方 在哪里啊 方凡看中了这批魔精了 宰杀了那个强大的丧尸王 非但能够爆出一大批珍贵的卡片 还能够趁机搜刮到里面的高品级魔精 方凡的全部身家 都被地狱三头犬洗劫一空了 更让他头皮发麻的是 这地狱三头犬 既然是以魔精为食 每天要不给他吃魔精 那就开始叫了 方凡是很想说一句 我养不起啊 但是一想到以后地狱三头犬 给自己征战的画面 他就觉得自己还是可以忍一手的 第二十二集 就在城外西南三十里的地方 那片是群山 电竹 你不会想着要去蹚这堂浑水吧 我可告诉你啊 那里老可怕了 不能要钱不要命啊 周凯天企图让方凡放弃 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放心吧 我有分寸 是这样 店主要不你带着一起去呗 我知道你牛掰 说不定呢 将那丧尸王给干掉了 周凯天是满脸兴奋的神色 你不是害怕 不愿意去吗 那里可是有丧尸王的 很可怕的 方凡瞥了周凯天一眼 这个二世祖到底在想些什么呀 嘿嘿 我要是一个人去肯定害怕 这不是有店主你陪着吗 你这么牛掰 肯定能带我飞呀 到时候发财了 也带我一个呗 我想攒点磨精 好多买一些卡牌嘛 周凯天看着方凡的目光中 满是崇拜 不行 我保证不了你的安全 方凡其实啊 是嫌弃这家伙 是个脱油瓶 哎呀店主 我说的那个地方可难找了 要是没我带路的话 你恐怕 要耗费很多时间找路 带上我领个路 也是好的嘛 周凯天一脸苦涩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方凡呢 绝对是个大人物 孙心带着几百人过来撒场子 说灭就给灭了 这么牛哄哄的存在 那就得抱住大腿呀 这样啊 那你明天过来吧 一起去 方凡觉得 这家伙说的有道理 反正这消息呢 也是他提供的 给点好住费 也是应该的 得嘞 我就说嘛 明早保准过来 有人吧 我是来购买卡片的 门外来了新客人 面色有些沉郁 周凯天默默地移到了一旁 不想打扰方凡做生 只是 在看到来者的面容 周凯天的脸色变了变 我想要采购一批 血清卡和疗伤卡 你这里有多少存货呀 来者低着头 看不清面容 你想要多少 一万张 有吗 有 十万张呢 也有 哦 那 各给我来一百张吧 说话的是个中年男子 留着八字胡 面色有些阴沉 这方凡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 本来还以为是比大胜利 没想到又是个装叉的 一百张血清卡 一百张柳伤卡 一共一千下品魔精 好 呃 再给我各来一千张 这是一万下品魔精 八角胡中年男子 再度给出一万魔精 成会一万魔精 这是卡牌 很好 八角胡中年男子 看到手中的卡片 眼中是金光闪烁 这种黑铁级卡牌 来一千张 青冬级卡牌 来十张 成会两千下品魔精 这是你需要的卡牌 虽然这顾客 有些奇异 不过 这到手的钱 方凡自然不能不赚 以往前来采购卡牌的人 都会第一时间将其开启 不过这个人 倒是将其收了起来 大踏步地离开了 店主 这人 是孙家的管家孙氏 他来购买卡牌 肯定是想要壮大自己 你这样 不是让他们得逞了吗 等到中年男子离开 周凯天连忙走了出来 哎 店主 你现在派人去追 还能追得到 要不然 我将跑车借给你用 孙家的管家 他给摩金 我卖出卡牌 公平交易 哪有多去人家卡牌的道理啊 没事 我倒是希望他 能够多来购买一些呢 方凡的心中是颇为叔叔 管他是孙家李家 你只要给摩金 那都是好家 刚才那一波操作 一千多摩金可就来了 这买卖 要是能多来几次 该多好啊 孙家 家主 买来了 是真的 我亲自去的店铺 虽然不知道 他是哪来的这些存货 但是 我抽查过 这些卡 都是真的 要是抄了那个店铺的话 咱们就发了 孙氏的嘴唇都开始哆嗦 抄了卡牌店铺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诱惑力的想法 但是 在孙婷的眼里 却是格外的粗糙 他突然想起 自己那个生死的侄子 那个家伙 拥有那么多卡牌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的 我怀疑他背后 有一支专门为他击杀丧尸 获取卡牌的军队 疑惑者 他和赵家达成了合作 暂时不要动他 将这批卡 下发给行动队 提升他们的战斗力 至于这些青铜级卡牌 和黑铁级卡牌嘛 就一兵开了吧 武器卡 食物卡 技能卡 空白卡 这是 血脉卡 太奇特了 不死僵尸血脉 第二天一早 将店铺的事情交给陈部打理 方凡就带着盖伦 恶魔军团 还有哥德冲锋枪手军团 前往了摩金山洞 让黄金头目军团留守 也是为了提升卡牌 店铺的防御强度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方凡都是历历在目 江城远没有那么安定 再加上现在还得罪了 所谓的四大家族之一 虽然方凡并不惧怕他们 但是该做的准备还是要做的 一大清早 周凯天就开着他那辆炫酷的跑车 来到了店铺门口 还带上两个户 都是一性的觉醒者 这两个人是保护我的 店主 你可以将他们无视点 随便 只要别自己作死就行了 方凡还是比较随意 只要不妨碍他接下来的计划 随便怎么折腾都行 出了内城 想要前往周凯天所说的 那个特殊的魔精洞 还有三十里的路程 一路直上 丧尸遍地 一星的变异丧尸不少 时不时呢 还能冒出来几只二星丧尸 哥德冲锋枪手军团 负责清理道路 在路上扫荡普通的一星丧尸 要是碰到一些二星变异丧尸 撒旦就会带着恶魔军团扑过去 至于周凯天的 则是一直在野旁只喊666 丧尸太多 将偏僻的山路给堵截 根本就无法开车 只能是一路步行 快要到了 就是前面那个山洞 我们周家呀 就是在那个山洞口 发现了一大批 裸露在外的魔精的 不过 我们周家的赶死队 根本冲不进去 你们的怪物太强了 周凯天满脸的遗憾 在周围扫视着 像是在探寻着什么 路上 那边冲过来一批 蜈蚣怪物 每个都有半米多长 汉斯手持冲锋枪 走过来禀报 我们的枪支 无法破甲 这些蜈蚣 都拥有一星怪物的实力 另外 领头的那几个 都是二星怪物 盖伦将他们的敌 给报了出来 方凡不敢大意 这些蜈蚣怪物 每一个 都有一米多长 半米多高 显得是恐怖至极 领头的那几个 还要更大一些 撒旦 带着恶魔军团 上去灭了他们 这些恶心的生物 要是沾染上 他们的骚气怎么办 撒旦是满脸的不乐意 倒是一直跟在 方凡身旁的 地狱三头犬 是满脸的兴奋 方凡瞥了一眼 跟在自己脚边 长着三个狗头的小家伙 谁能想到 这个小家伙 还拥有三星战力 小黑 你也一起跟这上吧 地狱三头犬 是满脸兴奋的奔了过去 小黑 是方凡给地狱三头犬 取的通俗名字 反正啊 全身上下都是一般黑啊 电卓 你让他去送死干什么 这些蜈蚣 可比这只狗大了不少啊 你家这只狗 虽然有三个头 但是架一块 还没人家一根脚大呢 周凯天 似乎已经遇见到 这小家伙 要被那些蜈蚣 嚼碎吞下 小黑是一马当仙 相比较于恶魔军团的 消极代工 他倒是显得格外兴奋 当仙就扑向一个 二星的蜈蚣怪物 然后两只狗爪子 开始乱跑 三个狗头 一同朝着 蜈蚣怪物的头部咬去 那蜈蚣怪物 连子弹都穿不进去的外壳 居然一点点的被破开 没过多久 那蜈蚣就被干掉 掉落了几张卡牌 和两枚中品魔精 三只狗头 分食了两枚中品魔精 咬的是嘎帮碎 风凡是满头的黑线 这是两百下品魔精啊 这好败家呀 恶魔军团慢吞吞的赶到 一顿的飞幅操作 几十只怪物蜈蚣 全部都被宰杀了 我去 我没看错吧 这狗好凶啊 这可是二星怪物啊 说干掉就干掉了 周凯天盯着小黑 谁能想到 就这么大点一小狗 居然如此霸道 还好我刚才没露他盘的 周凯天看着自己那小胳膊小腿 是一脸的庆幸 主上 这是刚才那些武功怪物掉落的卡片 汉斯上前打扫战场 收获颇风 除了上千魔精之外 还有不少的卡牌 空间卡 使用可获得一立方米的虚拟空间 虚拟空间可用于放置物品 理论上 你可以装下整个星球 这倒是一件奇异的新卡牌 确实有一些东西放在身上是不方便 使用空间卡 恭喜宿主 获得一立方的虚拟空间 方凡将各种卡牌和魔精 从身上取了下来 心念一动 转眼 便从手中消失 再度心念一动 又出现在眼前 神操作呀 剑主牛掰呀 周凯天满脸流露出对方凡的钦佩之情 继续往里面走吧 不过要注意安全 刚到洞口就遇到了二星武功怪物 离命肯定会更加危险 嘿嘿 有剑主在 咱们怕什么呀 还有咱们小黑 话说剑主 你家这宠物狗 到底是什么品种的呀 能不能卖给我呀 周凯天的话音刚落 这小黑就要坐视扑上来咬两口 哎呦我成精了 哎呀 变住 你救我 你救我呀 周凯天是满脸的恐惧 怎么这也能听懂啊 小黑 别闹了 安静点 都小心一点 我感觉这里面 不对劲 哎呦 疼 疼 疼死我了 一个周家的护卫突然双手抱头 满脸痛苦 很快 面部便开始枯萎 身体颤抖 直接就死亡了 甚至连使用医疗卡的机会都没有 不要触碰墙壁上的液体 大家小心点 方凡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嘿嘿嘿嘿嘿嘿 这点毒液 也能将你们下成这个样子 嗯 真是小儿客 比我们恶魔族的毒液差远了 撒旦是一脸鄙夷的走了过来 抹了一把墙壁上的液体 一口便吞了下去 方凡知道 这家伙又开始欠仇了 撒旦 你带着恶魔圈团 走在前面 有什么情况 随时汇报 你不是牛掰吗 能者多劳啊 撒旦想要半嘴 但是回过头来 就看到盖伦那怒视的目光 也只能满脸不情愿地走在了前面 这地面都是用魔精谱的 全都是中品魔精啊 店主 咱们发财了呀 周凯天踩了踩地面 一片的晶莹剔透 咱们只要带回去点 就发了呀 周凯天拿出了一个麻袋 招呼着另外一个还幸存的护卫 开始挖掘地上的魔精 疼啊 我的手啊 给他食用疗伤口 不行啊 没效果 毒素还在满眼 砍掉手臂 周凯天还处于发懵的状态 方凡是亲自一刀砍下 在食用疗伤口 别乱动了 这里面全都是毒素 我们现在的身体 还无法抵挡这种毒素呢 方凡他们和恶魔不一样 都是肉体凡胎 哪怕是成为了一星觉醒者 但依然不具备有抗毒性 里面有一个大洞 有一个大蜈蚣 还有两三百只稍小一点的蜈蚣 大蜈蚣 我看不出来实力 小蜈蚣 起码都是一星级别起步的 还有好几个 是三星级别的 撒旦从前面走了过来 面色有些难看 一只不知实力的大蜈蚣 三两百只稍小一点的小蜈蚣 这配置太豪华了吧 天主啊 咱们别去招惹那些蜈蚣了 就在这里挖上一批魔精就跑吧 周凯天是满脸的惊骇 她的两个觉醒者护卫 一死一残 真的是被搞怕了 我们在这里挖掘魔精 动静太大了 迟早是要向这些蜈蚣给惊醒的 要么退出魔精洞 保住性命 要么就冲进去 将那些蜈蚣 都杀了 风凡的眼中闪烁出一抹精猫 先做好战斗准备 我现在手中 已经凑多了十几张健身卡 足够哥德冲锋枪手军团 晋升到二星了 使用十二张健身卡 哥德冲锋枪手军团 晋升为哥德机枪手军团 哥德机关枪手军团 可计划 等级二星 人数十二人 统领 汉斯 技能 枪林大雨 速射三连击 钢铁体质 忠诚度 一百 死忠 哥德机枪手军团 全体换装美 一般的枪支弹药 很难对一星变异丧尸破防 你更别说干掉它们 但是 哥德机枪手军团 是二星军团 它们手中的机关枪 完全可以虐杀一星变异丧尸 对二星的变异丧尸 若是射击到了关键部位 也能够毙命 我还有一张经验卡 是刚才宰杀那些 武功怪物获得的 也一定使用了吧 一星决心者的实力 还是太低了 使用经验卡 这一次使用经验卡 和上一次的感觉不一样 上一次 只是单纯的觉得 实力提升了一些 并没有进阶的感觉 而这一次 方凡感觉浑身上下 都有一股热浪袭来 爽啊 二星觉醒者 终于突破了 盖伦的眼前突然一亮 我的实力也解锁了一部分 现在我拥有 五星觉醒者的战斗力了 之前方凡是一星觉醒者 盖伦就拥有四星战力 现在方凡突破到了 二星觉醒者 盖伦随之突破倒也是正常 五星觉醒者 周凯天是满脸的震撼 我去 这都是一帮什么妖孽啊 一条狗 调到二星蜈蚣怪物就算了 随便跑过来一个护卫 都是五星觉醒者战力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方凡从手中 取出了一把一星战刀 万事俱备 知欠东风 待会儿各的机枪手 排列在两侧 进行射击 恶魔军团冲锋在前 给我扛住 撒旦 你要是给我使绊子 我临死之前 先干掉你 盖伦 你负责对付 那个最大的武功怪物 那 那我呢 周凯天虽然恐惧 但还是觉得很刺激 你 你负责观察后路 不要让其他武功 包插了我们的后路 顺便照顾他 冲 方凡是一声令下 撒旦率领着恶魔军团 便奔了进去 哥德机枪手 呈阵型分散开 开始疯狂的射击 机关枪比冲锋枪 是更有冲刺力 子弹射击出去 破开无功怪物的防御 一片黑褐色的血液 遍布都是 第二十四集 洞内的蜈蚣怪物 被惊醒 怒视着这些入侵者 那只长约七八米的 庞大蜈蚣王 派遣蜈蚣怪物 便发起了进攻 洞内约莫有 大小丧尸两三百只 其中的一星蜈蚣较多 二星蜈蚣 约莫有三四只只 而三星的蜈蚣 也有七八只 至于那只最庞大的蜈蚣 居然拥有五星战力 盖伦手持大宝剑 便冲了上去 被反弹了回来 有更多的蜈蚣 对着盖伦 便发起了围攻 很好老子准备的作用 方凡若是没有提升境界 大咧咧的就冲进去 那这只五星级别的蜈蚣王 是足以将他撕碎的 说起来啊 还真的是侥幸 五星级别的盖伦 和五星级别的蜈蚣王碰撞 显然是盖伦略战上风 这里边的蜈蚣怪物 着实太多了 时不时的 就会对盖伦进行骚扰 虽然是无法伤到他 却也会阻碍他的进攻路线 所以啊 杖框一直在僵持 撒旦你飞过去 在背后对蜈蚣王发起进攻 方凡随手干掉一个一星小巫 对撒旦下达了命令 他们人少 现在还能僵持 等待会儿精疲力尽之后 就只能任人宰割了 必须要先干掉这只蜈蚣王 才能彻底的毁灭这批蜈蚣怪物 老大 那个蜈蚣太强了 我上去 不够人家一脚踩的呀 撒旦是满脸的巨色 恶魔的心性啊 还是倾向于欺软怕硬的 下次有军团晋升机会 老子首先考虑你 别他喵得磨磨唧唧的 不然老子现在就宰了你 好好好 马上去 撒旦听到军团晋升的机会 脸上露出了喜色 刚才哥德机箱手军团晋升的全过程 他可都是看在眼里的 撒旦统帅的恶魔军团 如今是三星军团 再晋升一级 距离他成为真正的恶魔之主 就更进一步 他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是疯狂的冲了过去 地狱三头犬 在蜈蚣怪物群中 蹦得的非常欢快 他的体型小 速度又快 时不时的就能偷袭 干掉一个蜈蚣怪物 就连三星级别的蜈蚣怪物 都被他干掉了好几个 这狗东西 干掉蜈蚣怪物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爆出来的魔精给吃掉 吃饱喝足 拍了拍肚子 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其他人打的是头皮发麻 就只有这家伙是逍遥自在 风凡瞥了一眼这狗东西 这血脉强大就是牛白啊 幼年体就拥有三星战力了 黑暗牢笼 撒旦飞到了上空 发动了终极技能 只见一个庞大的虚拟牢笼 突然降落 罩在了蜈蚣王的上方 蜈蚣王奋力地撞击了一下 那黑暗牢笼摇摇欲坠 好几根柱子都崩塌了 但是却并不曾崩溃 倒是撒旦一口黑色的血液 吐了出来 满脸的痛苦 德马西亚正义 盖伦趁着这个时候发起大招 一招披下是地震山摇 一到明媚的圣光上 蜈蚣王硕大的身体 是倒塌在了地上 顺带着还压死了 好几只小蜈蚣怪物 终于搞死了 所有人 绞杀残存的蜈蚣怪物 撒旦虽然有的时候不靠谱 但是战斗力还是不错的 凭借着三星境界 居然能够困住五星蜈蚣王几秒钟 这已经是奇迹了 参与的蜈蚣怪物 大多都是一星二星级别的 被戈德机枪手一阵的扫射 再加上恶魔军团从一旁追击 很快就全部都被干掉 大爆 这蜈蚣王爆出来的卡牌还真不少 方凡的眼中流露出一抹激动之色 汉斯扫荡了一圈战场 将战礼品如数拿了过来 晋升卡十七张 都错 富贵险中求啊 越高阶的怪物 爆出来的好卡牌就越多 三张空间卡 还有五张经验卡 下品魔精卡 介绍 打开可以获得一千枚下品魔精 备注 这是有钱人的身份标志物 嗯 这种下品魔精卡也不错呀 足足有十几张 差不多 加之一万多魔精了 嗯 军团卡 隐瞒人军团卡 不可进化 兽人军团卡 不可进化 半人马军团 不可进化 风凡的脸色一阵难看 这三张全都属于废卡 嗯 军团合成卡 介绍 可以将两张军团卡 合并成一张军团卡 新合成的军团卡随机变化 可能在合成的过程中升级 也有可能在合成的过程中自动焚毁 备注 这是一张考验人品的卡牌 这是一张全新的卡牌 风凡看齐介绍 大概什么可能都能出现 这都是未知的 倒是可以将一些用不上的军团卡片合成 就算是焚毁了 也不心疼啊 将野蛮人军团卡和兽人军团卡合并 相抗一张军团合成卡 获得半兽人军团卡 不可进化 仍旧是不可进化的 方凡是一脸的失望 反正都是意外得到的 不如再试一次 方凡看着手中剩余的最后一张军团合成卡 将半兽人军团卡和半人马军团卡进行合成 相抗一张军团合成卡 获得独角兽军团卡可进化 方凡的面色一喜 他赌赢了 召唤独角兽军团 方凡手中的军团卡逐渐消散无形 一群通体雪白的独角兽 展现在了眼前 其通体如雪 头部有一根巨大的螺旋兽脚 四只脚宽大有力 比寻常的马匹还要大上一圈 高贵无比 独角兽军团可进化 人数八人 等级三星 统领 独角兽王 技能 光速移动 神圣巨量 野蛮冲撞 忠诚度八十 周凯天走过来看到独角兽 这眼珠子就转不开了 我去 好漂亮的马儿啊 怎么还长着脚啊 天壮 能不能卖给我一只 多少魔精都成 周凯天的话音刚入 独角兽王就冲了过来 面露不善之色 虽然这独角兽王无法说人语 但是方凡身为主人 却大概能够听懂他的意思 这大概是在说卑劣的存在 也敢亵渎伟大的独角兽 你别招惹他了 要不然被独角兽王撕了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方凡是非常的欣喜 这独角兽非但适合其成 而且还拥有着治疗光环 可以帮助治疗伤势 驱逐负面的诅咒 而且其战斗力也丝毫不逊色 螺旋独角充锋的时候 拥有着无穷的战斗力 从各个角度看起来 都是堪称完美的 武装经验卡 刚才进攻那些武功怪物的时候 我就觉得境界也提升了一点 这些经验卡 刚好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方凡将所有的经验卡都用掉 方凡的身体突然变得格外红润 面部充血 双眼的血丝弥漫 距离我上一次 铺铺的时间太短了 这一次激进了 经验卡中能量太充足了 我的身体 与时间也吃不消 主上 你怎么了 主上 汉斯和盖伦连忙跑了过来 面露交集之色 别担心 我需要化解一下体内躁动的能量 你们 去弄高手撞 第25集 方凡凡的额头之上 冷汉渐渐冒了出来 他开始竭力地运行体内的能量 方凡一口溺血吐出 就感觉浑身上下传来一种爆胀的感觉 老子 不会蛇在这里的吗 我这算是撑死他 盖伦和汉斯在一旁是干着急啊 也帮不上忙 独角兽王四名一声 周边的几只独角兽 纷纷是聚集过来 身上散发出了白色的光芒 正处于血液沸腾状态下的方凡 就感到一股冰凉感传了过来 是异常的轻松 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方凡才将体内暴动的能量 全部都吸收转化 三星觉醒者 是这些独角兽帮了我 否则 我刚才就被那些暴躁的能量 冲击至死了 这些独角兽身上 散发出来那些白色光芒 居然有安抚心神 和治疗伤体的作用 谢了 独角兽王 方凡摸了摸独角兽王的 银色螺旋兽角 这独角兽王 围绕着方凡转动了几圈 十分的雀跃 方凡欣然的笑了笑 能够得到这些独角兽的追随 还真是一种幸运 主上 我的实力解封到六星觉醒者了 盖伦报告了这个消息 方凡的心中雀跃 六星觉醒者 在当下足可以肆虐一方了 M国 凯琳满脸疲惫的 看着眼前的一百多张晋升卡 终于凑起了 这样就能将我的吸血鬼军团 晋升到三星了 也不知道双榜第一 能够获得些什么奖励 凯琳看着吸血鬼军团完成晋升 激动地打开了战力榜单 笑容突然就变成了满脸的阴语 军团战力榜 第一名 独角兽军团 等级三星 统帅方凡 第二名 恶魔军团 等级三星 统帅方凡 第三名 吸血鬼军团 等级三星 统帅凯琳 这个叫方凡的家伙 又获得了一个三星军团 而且按照排名看来 这个三星军团 显然是更加强大 更令人感到恐惧的是 军团排名榜上的十大军团 居然有四个统帅 都是一个人 恐怖的方凡的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凯琳所有的骄傲自豪 统统化为了虚无 我本来还想着 成为双榜第一的 能得到上帝的大批奖励 现在看来 只能拿到一个 榜单魁首的奖励了 凯琳打开了个人战力宝 脸色变得更加灰暗 个人战力宝 第一名方凡三星 第二名凯琳三星 第三名 居村葬刺三星 这个方凡到底是谁啊 该死的 我日夜不眠 但今竭律地宰杀丧尸 为什么超越不了他啊 这凯琳觉得呀 自己都快要疯了 樱花果 一个幸存者刚刚死里逃生 他的军团是死伤殆尽 但是 他的脸上 却是露出了笑容 他拿到了那条 该死的大蛇的内胆 吃了下去 成功晋升成为三星觉醒者 这一次 我总该登上 个人战力宝的帮手了吧 我的帮手 方凡到底是谁 还有凯琳 该死的家伙 不要让我碰见你们 华果 某处奢华别墅 方凡 到底是谁啊 要是见到了这个人 我一定要好好的会会他 高果 非常好 我们高果的防范 真的是强大斯密达 杨华 光卫斯密达 我们都要向高果英雄防范 谢谢斯密达 江城 赵家 真的是你啊 你成长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怪不得不愿意 屈居在赵家呢 一个身穿着 华丽天蓝色 纱裙的女孩 眼中流露出了 惊喜之色 此番出展 收获多多 方凡将得到的 三张空间卡 都给使用 他的须弥空间 正是扩充到了 四立方米 因为恶魔不怕 武功毒素 所以啊 挖掘地面魔精的任务 自然也就落在了 恶魔军团的头上 我 我是伟大的恶魔之主 不是被你派来 做矿工的 撒旦一脸悲愤的 看着扑在地面上的 那些魔精 是这样吗 我一直觉得 你很有发展权力 所以正在紧急地 凑晋升卡 给恶魔军团晋升 可是购买晋升卡 也要大笔魔精啊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就算了吧 我也就不勉强你了 方凡是满脸的无奈 愿意 愿意啊 不就是挖个魔精吧 多大点事啊 兄弟们 吵家伙 哇 这撒旦是满面激动之色 晋升啊 多么令人兴奋的时刻 这种心情啊 难以用言语来表述 他伸出了爪子 开始了疯狂跑地 恶魔的爪子 本来就非常锋利 在地上刨一下 那就是一大坑 最后 挖到了约莫 一千多枚中品魔精 一万多枚下品魔精 总价值 差不多 得有十多万下品魔精 这一万魔精 是给你带路的费用 方凡给了周凯天 一万下品魔精 虽说这家伙 在战斗的时候 没派上多大用场 但是能够领路到这里 也省了他不少时间 那就多谢天主了 周凯天先将魔精 拿到手 又递送了回去 天主 你给我兑换成 一百张青铜级卡牌吧 方凡随手将 一百张青铜级卡牌 递了过去 检测到宿主 身家过十万下品魔精 发布任务 灰金如土 任务 一个小时之内 消耗超过十万下品魔精 成功奖励 开启更高等级新卡牌 失败重罚 宿主财富清空 备注 能转轮花 出新未载 方凡凡的脸色难看了起来 哎呀 强卖强卖啊 我这刚攒点魔精 你就要过来收脚 方凡盯向了 黑铁级卡牌 和青铜级卡牌 他现在啊 最需要的是晋升卡 至于其他类型的普通卡牌 对它的作用都不是很大 检测到宿主难处 开启定向抽取特权 专向抽取特权 宿主专有 付出十倍售价的价格 使得抽取出来的卡牌 限定于某一种卡牌 备注 譬如宿主需要晋升卡 就可以定向抽取晋升卡 黑铁级卡牌 售价一枚魔精 宿主购买 需要是十枚魔精 定向抽取 则是一百下品魔精一张 无耻啊 好那么无耻啊 旁人购买黑铁级卡牌 需要一枚魔精 它本来就已经提升了 十倍的价格 需要十枚魔精 这现在又加上什么 定向抽取权限 再翻十倍 这一张黑铁级卡牌 要一百魔精一张啊 这都卖出了 青铜级卡牌的价格了 不过呢 也有好处 定向抽取到的卡牌 除却空白卡之外 剩下的将都会是晋升卡 这么看起来的话 未必不能操盘一次啊 晋升卡的价值 方凡可是非常的清楚 先购买十张 定向晋升卡 黑铁级卡牌 空白卡 空白卡 晋升卡 十张卡牌当中 开出了一张晋升卡 一千下品魔精 换取一张晋升卡 要是按照这个比例的话 好像也是很不错的样子 方凡是继续购买 只是脸色却是越发的难看 最终 十五万魔精花完之后 抽取到了三十张晋升卡 差不多五千魔精一张晋升卡 高不起啊 方凡算了一下 他现在啊 也才积攒了五十张晋升卡 无法对任何一个军团进行升级 黄金头目军团 从二星晋升到三星 需要一百张晋升卡 哥德金箱手军团 从二星晋升到三星 需要一百二十张晋升卡 恶魔军团 从三星晋升到四星 需要一千一百张晋升卡 独角兽军团 从三星晋升到四星 需要足足一千三百张晋升卡 玩不起啊 本来以为我是个土豪 现在看来 我就是个土老貌啊 我的卡牌店铺 要扩大经营了呀 老子没魔精用了呀 方凡是欲哭无泪 身边这四个军团 都能将他给拖死呀 以后不能瞎召唤军团了 召唤得起也养不起啊 随机任务 灰金如土 成功完成 任务奖励 开启白银卡牌 贩卖权限 白银级卡牌售价 一万下品魔精 或者一百中品魔精 那他购买按照十倍售价计算 岂不是需要十万魔精 方凡觉得这日子算是没法过 以后不能拦了 要加油杀丧尸啊 加油给卡牌店铺充业绩啊 处处都要磨精 我想去抢劫了 走吧 先回去休整一下 顺便看一下店铺情况 方凡准备回城了 这一次的收获不错 只是啊 这狗系统太坑财了而已 老大 那什么 你答应的 撒旦突然扭扭捏捏捏的走了过来 好像还挺害羞的 我答应什么了 方凡后退了一步 这恶魔不会是被刺激的疯了吧 你说了 让我的恶魔军团晋升的呀 我们将魔精都给你挖出来了 你 你哄我 撒旦是满脸的不乐意 我也想跟你晋升啊 可是一千多晋升卡 我从哪儿抢啊 你挖来的那点魔精 只够兑换几十张晋升卡的 此路慢慢 继续加油吧 方凡瞥了撒旦一眼 你因为老子不想给你们晋升啊 不想让你们变得更厉害啊 不想提升 这个团体的战斗力吗 老子诸实实做不到啊 撒旦被一通灵魂拷问 脸上露出了颓外之色 那到底需要多少魔精 才能让恶魔军团晋升啊 我算了一下啊 一张晋升卡五千魔精 一千张 那就是五百万下品魔精 折合中品魔精的五万美 啊 这个灵头呢 我就不算了 凑个整就行了 行 我怎么精 撒旦似乎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主上 不对啊 这些丧尸 怎么都朝着京城的方向移动 快看 天上还有好多飞禽丧尸 也飞了过去 这是要干什么 这些丧尸怎么看到我们都不攻击了 这一层层的丧尸浪潮 诡异得很啊 汉斯从前方探查回来 露出了严肃之色 祝贺你们 末世已经降临两个礼拜 你们已经在死神的口中挣扎了整整十四天 现在 末世之神想要赠送你们一点小礼物 所有的城池 按照级别大小 将会出现伟大的丧尸王者 丧尸王者拥有号召和统帅丧尸的能力 杀死丧尸王者 你们将能获得极其丰厚的奖励 若是被丧尸王者攻破城池 那丧尸王者将会摧毁这座城池 转而继续攻击下一个城池 颤抖吧 娄仪们 无尽的天空中 怪异的声音此起彼伏 这么说来 这些从四处聚集而来的丧尸 就是为了听从丧尸王者的号召 去攻城掠地的 按照江城的城池级别 所诞生的丧尸王者 又该有多强大呢 赶紧回去 方凡的神色有些凝重 他虽然自认为自己麾下的军团战力强大 但是还没有狂妄到 以一人对抗千万亿万丧尸的地步 先回到江城 好歹还有城墙护卫呢 电竹 快看 江城内城已经被丧尸大军团团围住了 有些聚集在内城周边的幸存者 也全都跑了 这一层底下一层的 这也太古墓了吧 周凯天是腿脚哆嗦 眼前的丧尸何止百万之中 一眼都看不到头 什么品种的丧尸都有 飞禽走兽的 人形的是应有尽有 而且啊 也看不到什么丧尸王者的踪迹 先回去 其他的再说 方凡没有想到 情况已经如此严重 方凡趴在撒坦的肩膀上 飞入了城内 空中那些飞禽纷纷扑了过来 只是 他们的速度自然远比不上恶魔军团 这城内已经乱了套了 各个街道都有血腥屠杀 哎 就是这家店铺啊 这里面有很多刘伤卡 还有好多血清卡 咱们冲进去 自己夺了 好能在末世中活下来啊 贼老三 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除了四大家族 哪家能有大量的刘伤卡和血清卡啊 这要是四大家族的地盘 你 你就是在找死你 我早就打听清楚了 这里 就是一个幸存者开的 和四大家族 毛关系都没有 之前还得罪过孙家 谁跟着我们冲进去 待会儿 我们吃肉 你们这些人 可别眼馋啊 冲啊 冲啊 最强卡牌店铺 虽然地处偏僻 但是名声在外 也被人给惦记上了 陈部坐镇店铺 命令青州兵军团 和黄金头目军团阻击敌人 自己则是手持一把冲锋枪 对于挡杆越过雷池的人 全部截杀 别开枪 别开枪 我 我们都是来购买卡牌的 为首的几个幸存者 比较机灵 看到陈部严阵一带 连忙换了一种说字 退后 购买卡牌 需要这么多人一起来吗 需要手持武器吗 岳县哲 死 陈部将叶梭子子弹打光 以此示威 只是 他想的太简单了 这些暴徒 永远不可能满足的 黑脸不要脸 兄弟们 上了 堆积如山的卡片就在眼前 一起冲啊 一群人奔来 杀 尘部下达严令 这些暴徒人数最多 但是大多都是普通人 手中的武器更是粗糙不堪 他们看起来是人多是众 但其实啊 战斗力是很微妙的 黄金头目军团身为二型军团 可以很随意的就将眼前的敌人劈砍成两半 一顿砍杀过后 残骸遍地 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踏入店铺一步 眼瞅着店铺门口 那堆积的尸体越来越多 这些暴徒也都慌了 跑吧 这些士兵太强了 招惹不起啊 我操 丧尸堆里都活过来了 老子不能死在这里 一群暴徒开溜了 等到方凡回来的时候 陈部他们还在清理挡在店铺门口的尸体呢 出什么事了 方凡看到四周 有几个躁动不安的家伙 在四处归室 啊 老板 就是一些暴徒 想要趁着城内混乱 发一笔横财 不过 他们找错地方了 看到方凡归来 陈部才能安心的 嗯 陈部 你辛苦了 方凡拍了拍陈部的肩膀 看起来 这情况是越来越糟糕了 刚才回来的时候 方凡就发现了 已经有不少的丧尸在攻城了 城内不少家族的队伍 都已经派上去镇压丧尸了 不过 看情形 还是不怎么乐观 我是赵家的人 我来采购三千张疗伤卡 我是江家的人 我要购买五千张疗伤卡 城北有一家卡牌店铺 有大量廉价的血清卡 和疗伤卡的消息是不禁而走 在丧尸工程时期 这些卡片是最为关键的战略物资 经历过几次暴徒袭击之后 最强卡牌店铺门口的尸体 已经是堆积如山了 这些暴徒呢 也不敢发起进攻了 反过来 成了店铺的顾客了 尤其是各个大小家族的人 更是不吝魔精 开始疯狂的采购疗伤卡和血清卡 他们在城头上和丧尸搏战 也能够获得大量的魔精 算得上是等价交换了 真是 丧尸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强大 他们有些吃不消了 更别说这些丧尸群当中 还有大量的变异丧尸 普通的子弹击打在他们身上 甚至都无法击破皮毛 炮弹倒是能炸死一大片 可是城内仅存的那些炮弹 也都用的差不多了 局势眼看是越来越糟糕 江城的那些当权者也慌了 江城会议厅 数十个大小家族的代表 正在商量着抵挡丧尸的事宜 丧尸太多了 靠着我们的力量 很难将他们全部消灭 这些丧尸就像是有组织的一样 玩命的对江城进攻 我觉得他们迟早又攻破内城 到时候就麻烦了 我建议 集结精英力量 从丧尸群中烧出去 江家家主江城威的眼中流露出了激动之色 逃出去 你没听见所有的城池都有丧尸王者的存在吗 首先不说我们能不能有命逃出去 就算是逃出去了 到处都是丧尸 最终我们的命运还不是一样吗 要我说 我们在江城至少还有根基和人亡 与其克死他乡 还不如在这里搏战一次 赵家的家主赵镇更有大局观 是一语点破 搏战 赵家家主 你觉得凭借咱们家族的队伍 能撑得了几天呢 我们家族的精英越死越少 但是丧尸就是源源不断呢 你们到现在 还不曾看清这个事实吗 守在这里必死无疑啊 江城威是明显的逃跑派 心思也更加深沉 我觉得啊 江家家主说的有些道理 我们四家分色而逃 再加上其他的小家族随从 还是有很大机会逃出去的 大不了找一个小一些的城池 先行驻扎下来嘛 周家家主周霸 显然不愿意将家族葬送在这座城池里 这些丧尸之所以能够如此有秩序的进攻将场 也是因为有丧尸王者在指挥 若是我们能够杀掉丧尸王者 这些丧尸不公自愧啊 大家族尚且还有余力冲出城去 可他们这些小家族基本上可就凉凉了 冲出去没有这个能力 守城更是没有这个胆气 站在这些小家族的角度 他们自然是不愿意大家族将大部队撤出去的 偏踏下来还有高个子顶着呢 这四大家族要是都跑了 那他们可就要顶天了呀 孙家家主你觉得呢 你们孙家的势力强健 您老又德高望重 还是我们这个临时成立的自救会会长 还请你给我们指一条出路啊 不能走 我们家族根基都在这里 走了就回不来了 外面的丧尸一群跟着一群 还有那么多的飞禽丧尸 就算是有飞机那也飞不出去呀 放手一战 追寻丧尸王者的踪迹 然后集结各大家族精英 斩杀丧尸王者 我们上期还有一些生计呀 孙庭还算是比较理智的 末世已然来临 无论在什么地方 其实都差不多 这丧尸王者非常强大 我估计至少也是五星丧尸 我们必须要聚集一批精锐 前往猎杀丧尸王者 只是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军团大多 都是一星的 而且数量也不够多 绝星者就更不用说了 二星绝星者都没有几个呀 五星丧尸 五星丧尸算个啥呀 五大哥随随便便 就灭了呀 一道颇为豪迈的声音传来 众人的目光纷纷聚集过去 凯天 别胡闹 这什么场合 有你说话的份吗 周家家主周爸 看到自家的宝贝儿子出言不逊 连忙制止 爸 我可没有胡闹 本来就是嘛 昨天 我还跟着我大哥 干掉了一个五星的蜈蚣王呢 闭嘴 你什么时候冒出来一大哥呀 别急 周爸家主 你让周少爷 先讲话说完 什么五星蜈蚣王啊 真有此等强者 能够干掉五星级别的存在吗 孙婷突然严肃了起来 是啊 我亲眼看见的 这还能有假 我这大哥可牛掰了 我外面停的那辆跑车你们都看见了 大哥送我的 还有 我能够成为觉醒者 也是我大哥帮忙的 对了吧 之前我给家族拿了几千张 疗伤卡和写情卡 也是找我大哥买的 周凯天洋洋得意的说道 虽然方凡从未收过什么小弟 但是 他这不要脸这劲头啊 还是很足的 你是说 开在西北边 那个卡牌店铺的老板呢 他 叫什么来着 孙婷是一脸的惊骇 方凡呢 我大哥就是方凡 赵亚新本来是想要阻止的 但是看见周凯天已经将话说开了 也就没说什么 方凡 哎呀 我想起来了 军团战力榜 个人战力榜第一的 就叫方凡啊 军团战力榜上 方凡有四大军团上榜啊 还有两个三星军团 恶魔军团 还有独角兽军团 而且呢 他本身也是三星绝星者 如果能够让方凡出手的话 杀掉丧尸王者的可能性很大呀 是啊 几回近在咫尺 污蔑有救了 众人纷纷觉得呀 有生路了 方凡现在可是相当的红 双榜第一 无人可比 让他出手 必定能够大败丧尸王者 孙婷是沉默不语 脸色一度变得格外难看 他的侄子孙心 被这个卡牌店铺的店主给杀了 他的心中 突然就涌起了复杂的感情 这家卡牌店铺很诡异啊 无穷无尽的特殊卡牌 那些血清卡和疗伤卡 似乎永远都卖不完一样 他从哪儿得来的这些卡牌呢 还有他麾下的军团 为何能够晋升得如此之快 他们聚拢了整个家族的力量 尚且无法做到的事情 这方凡一个人全都做到了 孙婷的眼中逐渐流露出了杀意 也不是因为死去的侄子孙心的仇恨 他感受到了方凡给他 乃至整个孙家带来的风险 第二十八集 如此 你们觉得如何呀 孙婷很清楚 请方凡出山的事情 基本上就算是定下来 能够请出方凡 自然是好事 要想他一起杀丧尸王者 我们的把握就更大了呀 几乎是一致痛苦 等到吵闹声稍稍停歇下来的时候 赵亚欣才找到机会开口说道 据我对这个方法的了解 他属于那种不喜欢自找麻烦的人 但是他比较爱财 若是想要请他的话 最好还是拿出一些魔精来 是啊 傅大哥最爱魔精了 想要让我大哥出马 必须拿魔精 我周家终于出一万魔精 周凯天当即响应 今天拿着方凡的名头 是装逼满满的 其实能不能请动方凡 他这心里边也是比较打鼓的 刚好赵亚欣提议出魔精 他连忙就代表周家出口 哎呀 白家子啊 周霸是眼前一黑 一万魔精就这么一口答应出去了 我赵家也愿意拿出一万魔精 赵亚欣随后响应 本来众人对于出魔精请方凡这件事啊 还是比较抵触的 可是现在 赵家和周家都开口了 他们倒是不好意思拒绝了 孙家也可以出一万魔精 孙廷对于方凡 存在着忌惮之心 但是明面上不会表现出来 花费一点魔精不算啥 但要是真的能够办成事 那利益可就大了 四大家族当中 赵家周家孙家 都已经明确的表明出钱了 这江成威哪怕心里头不乐意 也不可能搏了这么多人的面子 我江家也愿意出一万魔精 四大家族一致通过 那些小家族也开始发生了 我郑家愿意拿出一千魔精 我前家出八百 最强卡牌店铺 大哥你真厉害 我这辈子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了 四大家族 一直邀请你帮助我们宰杀丧尸王者 还江成一片安宁 周凯天迫不及待地跑了过来 称呼也从店主变成了大哥 宰杀丧尸王者 不去 还有 我没你这个弟弟 方凡就算是要宰杀丧尸王者 他也会单独行动 和江成那些家族搅合在一起 那还能有好事 哎呀大哥 我在议会上都拍了胸脯了 无论如何 你也得给兄弟我这个面子呀 不然回去我没法交代呀 哦对了对了对了 各大家族还特意凑了八万魔精 用于请你出马的费用 周凯天挥了挥手 一大队的魔精就被抬了进来 啊八万魔精 这四大家族 倒是挺舍得花钱的嘛 哦这个 我再想想 风凡站起身来 哼 我从来不会被金钱所收买 嗯 我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 嗯 魔精真好看 别看他开这么大一店铺 日进斗金的 其实啊赚的那点 还真就不算啥 八万魔精啊 以前看起来很多 现在在方凡看起来 也就等于是变成了十六张晋升卡了 方凡 宰杀丧尸亡者 是为了整个江城的安慰 我知道你是双帽榜首 你都无法杀掉丧尸亡者的话 那整个江城 就真的只能灭亡了 赵亚新突然从外面走了进来 刚才啊 他一直站在门外偷听来着 呃 赵小姐 不是我不愿意帮忙 是这丧尸亡者的行踪 根本就找不到啊 我总不能冲到丧尸群中 一个一个的寻找吧 唉 这只丧尸亡者太狡猾了 我估摸着 现在早就躲起来了 我们江城各的家族 愿意派出赶死队 寻找丧尸亡者踪迹 这一点请你放心 等找到丧尸亡者之后 还请你务必出手相助 好啊 让我宰杀丧尸亡者不是不行 但是一切行动 必须听我的 我需要一批手榴弹 另外 抽掉十个二型军团 二十个一型军团给我 我需要在丧尸群中 开辟通道 方凡很理智 这丧尸亡者 必定是身处于 众多丧尸之中的 想要打开一条通道 接近丧尸亡者 没有一批精锐去配合 显然是不行的 其实啊 方凡麾下军团的战斗力 倒是可以勉强做到这一点 但是损失那是不可避免 若是可以借助 江城各大家族的力量 方凡自然也是很乐意 手榴弹没问题 我们可以提供十项 但是十个二型军团 二十个一型军团 根本凑不起啊 你以为我们都和你一样啊 连三型军团都好几个了 二型军团 只有四大家族才有 而且每家只有一个 至于一型军团 能凑个十个 就算是不错了 我们倒是可以给你凑一批决心者 赵亚新 将江城各大家族的情况 给点名了 啊 二型军团这么少的吗 一型军团也这么稀少啊 其实啊 确实是方凡先入为主了 他一直以来奇遇不断 可是到现在也才凑齐了四支可进化军团 而其他人呢 包括四大家族在内 获取到的军团都极其稀少 更别说那更稀有的可进化军团了 而且我也不确定 四大家族是否愿意将自己的精锐军团抽掉出来 我需要回去禀明一下 等我消息 赵亚新很快就回来 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这帮家伙 实在是太过分了 二型军团 他们都不愿意拿出来 他们只愿意拿出十个一型军团 另外就是二十个一型决心者 要不然 这件事情就算了吧 我看他们也没什么成绩 赵亚新都觉得太过分了 按照四大家族家主那意思 对丧尸王者实施斩首行动 并没有抱太大的信心 各自都在藏中 不愿意将精英力量拿出来 不用了 这些足够了 先找到丧尸王者吧 方凡对于各大家族的尿性 那是再轻入不过了 就算是各大家族不愿意支持一个军团 他也会去宰杀丧尸王者 这座城池毁掉了 他那卡牌店铺 那可就开不成了呀 方凡 方凡你是个英雄 但是 但是你不用考虑我的因素 我没关系的 赵亚新低着头 面色稍带粉色 他觉得方凡啊 是因为他开口了 所以不好意思拒绝 这方凡是一脸的懵啊 这什么脑回路啊 正当他想要解释什么的时候 这赵亚新已经小脸飞红的跑远了 丧尸功成仍旧在继续 他们是不知疲倦的 哪怕是夜晚 仍旧有着无穷无尽的丧尸 登上城头 伤亡变得越来越多 局面也是越发糟糕起来 各大家族也是人心惶惶 有不少的家族 都在预备着逃跑事宜了 好在 临近傍晚的时候 赵亚新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有丧尸王者的气息 我们赶死队 突击了数个方向 其中西南角的抵抗最为强烈 而且丧尸的等级 明显比其他地方更为精锐 空中传来一道冷酷之音 让众人的心里咯噔一下子 华国境内 第一座城池圆城 已经陷落 圆城现在已经成为丧尸乐园了 这丧尸王者出现才不到一天 就有城池陷落了 江城会迎来什么样的结局呢 陈部 你带领黄旗军头目军团 和青州兵军团守家 此番宰杀丧尸王者 我带恶魔军团 独角兽军团 还有哥德基将守军团前去 盖伦也随我一起去吧 丧尸王者显然等级不低 方凡估计啊 至少也得在五星无功王那个级别 所以宰杀丧尸王者 他的主力依旧是盖伦 随着方凡成为三星觉醒者 盖伦的实力也跟着解封到了六星级别 在西城门门口 方凡见到了四大家族的支援 十个一星军团 二十个一星觉醒者 四大家族的家主也跟了过来 寒暄了一阵之后 方凡便出城了 他刚一出城 周凯天和赵亚新也跟了过来 大哥 我给你打前锋 周凯天身穿铁甲 手持冲锋枪 倒是像模像样 方凡呢也没当真 这家伙说是一星觉醒者 但根本就没有正儿八经的杀过几个丧尸 这战力还是有待商榷的 倒是赵亚新 他宰杀丧尸的速度倒是挺快的 那些丧尸在靠近他的时候 也都下意识地想要躲避 似乎是他身上有什么令丧尸恐惧的东西 神圣天使血脉 对这些丧尸有压制作用吗 方凡记得 赵亚新开出过一张神圣天使血脉卡 看来还是挺强悍的 十个一星军团 赵凯天你来带 朝左侧方向发起脱机 打开通道 二十个一星觉醒者 赵小姐 麻烦你负责统帅 负责我们后面的安全 剩下的所有人 跟我一起朝正面进攻 割得机枪守军团进行全面丧尸 独角兽军团负责冲击 恶魔军团则负责左右护卫 汹涌如潮的丧尸 也是逐渐的开始退败 虽然也出现了很多一星二星 乃至于三星的丧尸 但是 面对方凡强大的军团 也只能节节败退 地狱三头犬小黑 再度进入了他的乐园 四处跳动着杀掉丧尸 将爆出来的魔精 给一口吞掉 他本来啊 还可以更舒服一些 因为一开始 这些丧尸爆出来的魔精 基本上都被他一个人吃掉了 可是现在 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一枚下品魔精 又一枚下品魔精 这是一枚中品魔精 距离五百万枚魔精 又进了一步啊 撒旦带着恶魔军团 冲在最前面 也在疯狂地搜刮着魔精 他心心念念地想着 凑齐足够的魔精 然后 他就能够让恶魔军团晋升了 随着推进 遭遇到的丧尸倒极 是越来越高 抵抗也是越来越强 方凡的神色逐渐地变了 丧尸王者应该就在这个方向 随着继续推进 二十名一星觉醒者 是损伤过半 十个一星军团 也被打了个七领八落 主上 前面有个很强大的丧尸 要注意 快要推进到距离江城约莫 两千米的地方 盖伦突然发出警示 方凡连忙朝着周边搜寻 那个丧尸 明显比其他丧尸 又够大一圈 而且他身边的丧尸 居然都是三星的 不对 还有几个四星的丧尸 方凡感觉到 有几只丧尸 远比他的气息要强大许多 至于被他们团团包围在中间的那个丧尸 那就更加强大 那是六星丧尸 不过 他是丧尸王者 我没有把握能够击杀他 盖伦是满脸的无奈 他是个勇者 从不会主动感情 既然这样说了 显然 这个丧尸王者是异常的强大 方凡 这里丧尸太多了 他们仿佛有意识一样 已经逐渐向我们靠拢 想要将我们全部歼灭在这里 现在退回去 还有机会 我们这一次做的准备 太不充足了 赵亚新面色难看地奔了过来 按照他的意思 还是先撤退一波最好 他手底下的那些一星觉醒者 也都损耗得差不多了 他也有好几次允命的危险 还是方凡救了他 老大 我撑不住了 是个一星军团 差不多都凉了 这里绝对 是丧尸老沃了 全都是便宜丧尸 根本就没有普通丧尸啊 咱们 咱们还是跑吧 周凯天带着满身鲜血冲了过来 这腿肚子都在哆嗦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宏大的场面 除了恐惧之外 还有一种另类的刺激感 像他这样的纹固公子哥 可是很少见识到这种场面 方凡有些不甘心 好不容易突刺到这里来 要是就这么回去了 那损失也太大了 想要再冲出来 那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眼下其实就是最好的机会 丧尸王者近在眼前 方凡他们已经深入丧尸群了 想要完好无损的退回去 显然也不太可能 他现在是陷入了两难的境界 所有人朝着丧尸王进攻 丧尸已经包围了我们的退路 退 必死 剑 火生 方凡毅然下达了战令 盖伦 找机会杀过去 我就不信了 还杀不了他了 方凡是身先士卒地冲了出去 戈德机枪手全面出击 一顿横走 将一些低阶丧尸干动 撒旦带着恶魔军团 从空中进行突袭 独角兽王军团 从四面突刺 虽然是艰难了一点 但是队伍也是在缓缓地逼近了丧尸王者 这方凡是真的抱着必死的决心 眼前的丧尸等级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撒旦 背着盖伦 从空中发起东西 眼瞅着己方的伤亡越来越多 方凡也只能实行斩首计划 若是能够将眼前这个丧尸王者给干掉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恶魔法则 撒旦用恶魔语念叨了一声 周边的飞行丧尸开始远离 盖伦扑到撒旦的肩膀上是腾空而起 出人意料的是 那强大的丧尸王者 居然朝着后面退了退 他召集了更多的高级丧尸守护在左右 高级丧尸被召唤走 方凡一行人的压力瞬间便降低了 独角兽王 带领独角兽军团 冲开一条通道 处进 方凡趁机跨上一只独角兽的背部 骑乘着向前出击 撒旦在空中飞了一圈 在一个适宜的位置将盖伦空投出去 审判 空中降落的盖伦周围是一片的金光闪烁 手中的大宝剑开始疯狂的角度 他快要落地的时候 周边那些丧尸一个个的被搅碎成了肉末 按照方凡的预测 这盖伦都到了这丧尸王者跟前了 这家伙应该会选择出击了 可是令方凡难以置信的是 这丧尸王者逃跑的速度变得更快了 甚至一度想要舍弃他的高级丧尸护卫 风凡觉得这里边绝对是存在着什么猫腻 盖伦齐承在独角兽王的背上 开始全力地追击 光速一动 野蛮成状 独角兽王施展出两个家族奔跑的技能 那个丧尸王者和独角兽王的速度比起来 还是差了不少 就在盖伦快要接近的时候 这方凡分明在丧尸王者的脸上 看到了惊恐之色 这丧尸成精怪了 这还有感情变化了 方凡一度觉得 或许是自己眼花了 德马西亚正义 盖伦施展了全力一击 直冲丧尸王者而去 这盖伦虽然已经拥有了六星战力 但是他觉得丧尸王者比他更强 所以这也是搏命一击 丧尸王者那硕大的头颅落地 方凡就觉得自己感官都出问题了 这盖伦不是说这丧尸王者比他都厉害吗 这怎么一招就干掉了 甚至还有余力 将周边的几个三星丧尸侍卫都给弄死了 主上 这丧尸王者是伪装的 他只拥有五星丧尸的实力 他遮掩气息的能力太强了 将我们都给骗了 第三十集 盖伦拎着丧尸头颅走了过来 是一脸的尴尬 刚才是他说这丧尸王者很牛逼很厉害 可到头来比他那修为还垃圾 这个就有点尴尬 枉费的刚才他还一阵的紧张来 原来是个纸老虎啊 也是啊 若是这丧尸王者的实力也太强的话 人类绝无可能干掉他 甚至这个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江城算是一座大城了 拥有五星级别的丧尸王者 那其他一些小城的丧尸王者 可能要更弱一些了 不管怎么说呀 干掉了丧尸王者都是一件大喜事 现在全世界通告 世界范围内第一个丧尸王者 已经被斩杀 华国江城的丧尸王者 被方凡斩杀 伟大的末世之神 赐予这位勇士江城城主身份 奖励大城城主印寿一枚 大城城主水晶一座 持大城城主印寿 可在辖区范围内自行穿梭 持大城城主印寿 可调派城内一万只丧尸 作为第一个成为城主的勇士 华世之神奖励上品魔晶一百枚 晋升卡五百张 丧尸的天敌称号 可怜的蝼蚁们 再接再厉吧 哈哈哈哈 这稀里糊涂的 就成了城主了 这这么有点诡异啊 宿主击杀丧尸王者 处罚随机任务 掌权 介绍 为了更好的开发和经营最强卡牌店铺 请宿主 牢牢地将这座城池掌握在手中吧 成功奖励 未知 失败惩罚 随机灭绝两个宿主归下军团 这狗系统啊 又跑来做什么描啊 这是 方凡是一脸的懵 让老子去当城主 你征询过我的意见吗 全世界公告啊 吴大哥是江城城主 好牛掰啊 周凯天是满脸兴奋激动的样子 随着空灵之音的消失 方凡的手中 出现了两样东西 江城城主印寿 象征江城城主身份 可所以在辖区内穿梭 可调派江城丧尸军团 江城城主水晶 凭借此水晶 可在江城城城区内任意一个地方 建造出一座城主府 水晶碎裂 象征城主府萧王 丧尸王者被干掉之后 原先聚集在江城周边的丧尸大军 开始分散 朝着四周散去 还有一部分继续朝着方凡发起的进攻 但是 这些丧尸已经失去了组织性 哥德基枪手军团扫射几圈之后 差不多也就干掉了 丧尸军团 拜金城主大人 远处走过来一支整齐强大的军团 居然开始对抗周边散乱的丧尸 朝着方凡走了过来 不要攻击 看到汉斯他们有攻击的迹象 方凡连忙阻拦 到达方凡面前的时候 所有的丧尸 奔西跪拜 格外的前程 这方凡啊 也被雷得不轻 你能说话 成主大人 我是死性丧尸 已经脱离了敌极丧尸的范畴 自主诞生了一世 前列那个明显高大一些的丧尸回答道 封坟虽然感官上有些震撼 但是在心里边 已经接受了 这支丧尸军团 应该就是他变成江城城主之后的专属配置 你叫什么名字 高大丧尸的那张丧尸的那张丧尸脸上有些惊鹤 哦 不看你这么高大 以后 就叫阿大吧 多谢成主 大人自明 阿大跪下来拜谢 这支丧尸军团 实力如何呀 方凡也感觉 有些心潮澎湃 头一次拥有丧尸军团 他还是很好奇的 丧尸军团 一共一万只丧尸 一只四姓丧尸就是我 配备十只三姓丧尸 一百只二姓丧尸 和一千只一姓丧尸 剩下的就全部都是普通丧尸了 阿大 今后你就是这支丧尸军团的万夫长了 负责统领这一万只丧尸 十只三姓丧尸 任命千夫长 各自统帅一千只丧尸 一百只二姓丧尸为百夫长 各自统帅一百只丧尸 一千只一姓丧尸为十夫长 各自统帅十只丧尸 我需要的是一只能争善战的军团 十只三姓丧尸当即跪下 虽然不能言语 但似乎是非常激动 一百只二姓丧尸 有些迟缓 但也是各自跪了下来 一千只一姓丧尸在阿大的赫尺下 才缓缓地跪下 看来啊 他们这小脑发育 还是有待提高的 汉思 清造一些战场 然后回城 方凡也来不及清理丧尸王者 爆出来的卡牌 连忙带着丧尸军团开拔了 孙宁家主 这怎么办呢 那个方凡要回来了 这个狗屁末世之神 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杀个丧尸王者 怎么就将他变成江城城主了 这不行啊 是啊 还有 你们快看 他身后那只丧尸军团 足足一万只 我的天哪 这要是都进了城了 还有我们的好日子过吗 还有周霸家主 周震家主 江城卫家主 你们四大家族 可都是我们江城的顶梁柱啊 现在你们说 该怎么办呢 这小子 我们根本就不认识 现在成了江城城主 还有一支强大的丧尸军团 我 我们危险了呀 孙霸家主 您是自救会会长 您发句话啊 江城内城的城楼上 数十个小家族组长和四大家族组长围在一起 格外的紧张和迫切 方凡 方凡将丧尸王者给宰了 江城是安全了 这确实不假 要是没有刚才那一同世界通告 他们也不会慌 可是现在不行了 方凡成了江城城主 这是要入主江城 成为江城之主的趋势啊 不只是这些小家族惶恐 四大家族的家主也是各自心惊胆战 现在 摆在他们眼前的路 也是非常的清晰 要么让权 让方凡顺利成为江城城主 然后 让方凡的一万只丧尸军团进入城主 可是 要让方凡进来 这权力到底是让 还是不让 他们各大家族 还能维系当下的利益 这些 都是要考虑清楚的问题啊 四大家族家主的脸上 都蒙上了一层阴霾之色 江城是他们 谁愿意将权力分享出去啊 反正 我是不愿意 我第一 干脆咱们 派出精锐守在城墙上 用炮轰 都让他进城 不然能有我们的好日子呀 江城威觉得呀 权力还是掌控在自己手里比较安全 我不同意 方凡是出于拯救整个江城 才选择出城宰杀丧尸王者的 你们这么做 不觉得太过分了吧 谢莫杀驴的事情 我可做不出来 赵家家主赵震 还是有一点底线的 我也不赞成 那个方凡 也没说什么呀 说不定 咱们四大家族 不会受到影响 让他成为江城第五大势力呗 而且啊 我儿子还在下边了 这一炮轰下去 那我儿子还能活着呀 周家家主周霸 提出来 可以让方凡成为第五大势力 江城威看到赵震和周霸都合声反对 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周霸家主 你未免想得太简单了吧 他既然成为了江城城主 麾下还有两个三星军团 现在更是拥有一支万人丧尸军团 你觉得 他会安分的成立一个第五大势力吗 我敢谈保 若是让他进城 我们四大家族 必定惨遭血洗 大局为重啊 至于你儿子 他不会跑啊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江城威的眼中杀意流准 他反正是没有安全感的 他要将一切风险都扼杀在摇篮之中 孙家主 您倒是说句话呀 江城威瞥了一眼孙婷 这个老狐狸 他妈得罪人的事全都让他做 孙婷是眉头紧锁 杀方法案 不太可行 你们别忘了 他麾下军团本来就厉害 再加上现在 又多了一支万人的丧尸军团 我们就算是占据着地理的优势 恐怕就算是杀了他们 我们也所生窝解了 解释我们家族的力量都被打完了 还拿什么在漠视立足啊 不能莽撞 那 那怎么办呢 让他进来收拾我们 孙家主甘愿放权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孙家主好像和这个方凡 还有仇怨吗 您的那位侄子 可不就是他杀的 您觉得他能杀那孙家吗 我那侄子 本来就是自己找死 算得了什么仇怨呢 我建议 让方凡 将他的丧尸军团留在城外 若是他愿意的话 那就表明他没有什么称霸之心 放他进来也无妨 进来之后 我们想怎么做 不是都可以吗 孙婷的脸上 写满了阴险的计划 若是他不愿意 将丧尸军团驻扎在城外呢 若是不愿意 我们也没办法了 为了各自家族的利益 只能拼命一战了 孙婷刻意压低了嗓音 嗯 如此善好 我同意 孙家主不会是 老成持重之人 我等贪福啊 江承威是联盟支持 这 我周家也同意了 周爸觉得呀 只要他儿子能平安回来就行了 赵阵虽然觉得有些不太地道 但是为了家族利益 也只能这样做 我赵家也支持 四大家族都同意了 那些小家族的反应啊 根本就不用在乎 方凡刚刚带领着丧尸军团靠近江城附近 就有江城使者跑来传达了消息 让我将丧尸军团 驻扎在城外 方凡先生 你也知道 这内城是江城幸存者的唯一保障 若是将丧尸军团引领进去 会造成极大的不稳定 为了江城诸多幸存者的安全 您还是将丧尸军团驻扎在城外吧 这也是四大家族一致的意见 使者言语中的威胁之意 不言而喻 干什么 警告 我大哥的丧尸军团稳定着呢 你看看他们 他们刚才还帮助我们 载上其他丧尸来着 你让他们进城 只会增加江城的防御力量 你需要在这里为阎损厅 赶紧让开道路 让我们进去 方凡还不曾说话 这周凯天就不爽 周少爷 这话您和我可说不着 您父亲周爸家主 也是同意的 你什么意思 我父亲不是这种人 你敢拦着我们 我弄死你 周凯天刚刚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那身上的血性展示出来 显得慷慨激映 哼 你就算是杀了我也没用 丧尸军团不住扎在城外 这内城城门 开不了 城内的各大家族感觉不安全 若是丧尸军团想要强行进城的话 城内各家主也会奋力制止的 江高江话已经挑明了 方凡的眼中闪烁出影杀机 谢莫杀驴过河拆桥 这套路也太低俗点了吧 方凡瞥了一眼 城墙上是人影耸动 显然这个使者江高是没有说假话的 若是强行带领丧尸军团进城的话 那一场血战是免不了的 那些家族不就是怕他这个刚被授予了 印寿的江城城主 剥夺了他们的特权吗 这怎么说 他也是帮着江城灭掉了丧尸王者 是功臣和英雄 现在势力大了 就想要玩一出狡兔死走狗烹的把戏 这也得看看 他有没有这个资格和能力啊 没问题啊 我让丧尸军团驻扎在城外 顺便清理一下江城周边的丧尸 方凡的脸上 甚至还展露出一抹和善的笑容 老大 你 他们这么做明显是没将你放在眼里啊 照我说 跟他们干起来算了 周凯天是满脸的迫弃 方凡 我觉得你还需要再考虑一下 这不是一件小事情 他们很有可能 在城内已经准备好了 赵亚新走了过来 没事 我是江城英雄嘛 想必城内已经准备好了庆功宴 等我回去呢 方凡很清楚 若是率领丧尸军团攻打江城 倒是有一定几率破开城门 然后杀进去 但是损失必定很大 这些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进城之后 这些大家族以为就能对自己做些什么了吗 他们或许想的也太简单了 还是方先生想的周到啊 咱们就快进城吧 各位家主或许都等着急了 使者江高呢也是提心吊胆的 要是方凡真的不顾一切斩了他 那他也只能是做冤死鬼了 方凡走在前面 独角兽军团和恶魔军团在左右开道 戈德机枪手军团紧贴着方凡护尾 手中的机关枪随时准备着 盖伦也是时刻警惕 扫视着四周 阿大 你带领丧尸军团在周边驻扎 顺便扫荡一下 散乱在周边的丧尸 然后将爆出来的卡牌和魔剑回收 随时等候我的命令 方凡走了过去 拍了拍阿大的肩膀 最后一句话是暗藏身意 阿大遵命 方凡一行继续向着江城移动 城墙上的各大家主 看到他没有率领丧尸军团过来 各自都松了一口气 他们也怕呀 方凡本人那就是双榜第一 麾下还有两大三星军团 这牛逼哄哄的 现在再加上这一支诡异的丧尸军团 足以令他们感到恐惧了 四大家族的家主神色不一 孙家家主孙廷面色和善 一双浑浊的眼里 也不知道藏了些什么 江家家主江成威 脸上露出了阴狠之色 而赵家家主赵震 感叹了几句 周家的家主周霸 巴的巴的嘴 一心望着自己那宝贝儿子 当方凡走进来的时候 各大家族的家主迅速将城门关闭 哎呀呀呀呀呀 方凡先生乃是我江城大功臣 大英雄 英雄周少年呢 此言不虚呀 孙廷是满心欢喜的跑了过来 神色颇为激动 方凡朝着周边瞥了一眼 哈家伙 四个二星军团赫然陈列在两旁 还有数十个一星军团也在后边跟着 除此之外 这里里外外一圈人 全部都鹤枪实弹 这阵势倒真是不小 是啊 我早就看出方凡先生不是一般人 别说别的 光是那家店铺 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开得起来的呀 那里面的诸多疗伤卡和血清卡 可是救出了不少人呢 哎呀 刚才方凡先生的事情 还被全世界通告了 好大的气派呀 对了 还有什么城主印寿 城主水晶 都长什么样子呀 让我们这帮图老帽开开眼呢 江家家主两只手互相搓着 眼中的杀机是一闪而逝 这位家主真是客气了 为江城斩杀丧尸王者 本来就是我的职责 算不得什么 至于什么江城城主 城主印寿 不提也罢 这几只老狐狸在装 方凡呢 也跟着装 哎呀 还是拿出来看看吧 看看也无妨啊 只有这城主印寿 就是城主了 方凡先生 恐怕也不太能看得上这个职位吧 哎呀 方先生那是得道高人 他开的那个卡牌店铺 那生意可是好得不得了 哪能看得上什么破城主的位置啊 是不是啊 一个江家派系的小家族家主 也跟着附和 哎呀 咱们江城啊 之前自救会会长 就是孙廷家主 既然方凡先生 看不上这城主之位 倒不如将城主印寿 和城主水晶 一并交出来啊 还望孙廷家主 能够不辞辛苦 担辞重任呢 一个孙家派系的小家族家主 连忙上前走了一步 哎 对了 得了这城主印寿 是不是就能调集外面那只丧尸军团了 哎 这可算是大好事啊 利用丧尸军团打丧尸 我们江城必定能够稳如泰山了 呃 我提议呢 还是四大家族家主轮流 执掌城主印寿吧 如何呀 哎 理应如此 哎 到时候 我们江城必定能够发展壮大 方凡先生的卡牌店铺那生意才能蒸蒸日上啊 众人是你一言我一语 搞的呀 还真挺像这么回事 方凡是一句话都没说 就这么听着他们还能折腾出什么火花来 我费尽心机 冲锋陷阵得了的好处啊 按照这么一说 全变成四大家族的了 气不忍 可不仅仅是想要承主这个位置 还想要兵群 这是要彻底架空的方法呢 哎呀 方凡先生 您怎么也不说一句话呀 别光我们说呀 这承主印寿和承主水晶呢 既然您不想要 就拿出来吧 江成威迫不及待地走了过来 诸位 都想看 方凡的眼中金光闪烁 是啊是啊 快拿出来吧 别磨叽了 哎呀 这是大家共同的意思 方凡先生 不会反悔了吧 方凡的目光已然变了 我凭什么要给你们啊 承主印寿 承主水晶都是我的 丧尸军团 也宣誓效忠于我 你有这个资格吗 方凡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承主印寿和承主水晶 必须要交上来 丧尸军团也是一样 否则 江成威的眼中是沙光碧露 第三十二级 你们几位 也都是这个意思 阁下还是叫出来吧 你的卡牌店铺 还可以继续开下去 但是江成的权 你必须要叫出来 孙廷往前走了一步 周间的家主周爸 还想要再说些什么 却被周凯天 给拉到了后 让开路吧 我要回店铺了 现在想要离开 恐怕 来不及了吧 给我围起来 但凡有异道 傻无事 江成威挥了挥手 一众军团和觉醒者便冲了过来 孙廷也是暗自示意 隶属于孙家派系的那些人 也跟着冲了出来 这赵家的人马 倒是不曾有什么异动 至于周家 也有部分的军团 还有觉醒者扑了过来 杀无事 就凭他们 我才刚进来 就要跟我玩这一套 你们也配啊 所有军团 得我冲出一条血路 难我路者 格杀勿论 方凡是一声令下 独角兽王率领着独角兽军团 在前面开刀 恶魔军团和哥德机枪手军团 开始全面攻击 战斗和清洗 开始 张家所有人听令 替我杀了这个叛徒 方凡已经变成丧尸了 他被丧尸王者夺取了灵魂 孙家所有人听令 杀勿射 血雨腥风的战斗开始 数十个一星军团 呈何为之势 朝着方凡发起的进攻 数个二星军团试图挑衅 数不清的幸存者 手持着枪支和刀剑便冲杀过来 江城威是笑得很开心 孙晴也舒了一口气 周霸跃跃欲试 却被周凯天死死的拦着 赵镇是走到了一旁 干脆是谁也不相帮 城内的数十个小家族 大多都参与了战斗 他们将最精锐的人马派了出来 也想在这场政变当中分一杯羹 盖伦冲锋在人群中 是如鱼得水 他一把抓住江城威 轻而易举的便摘掉他的脑袋 又按照方凡的指令扑向了孙庭 看到盟友被干掉 这孙庭也慌了 他疯狂的召集更多的守卫过来 甚至将麾下最精锐的二星军团 狼卫军团也给调派了过来 但是 他眼中最强大的二星狼卫 在眼前这个大块头的剑下 就变成了一句句的蚕尸 只抵挡了不到半分钟 就全部都被干掉了 孙庭是拼了命的跑着 他觉得自己不能死 他马上就能成为江城城主了 这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是他的 孙家将会在他的带领下 走向一个全新的辉煌 厚重的城门居然被撞开 一只只丧尸井然有序地冲了进来 领队的赫然就是那四星丧尸阿大 按照约定 此刻冲进来是正好 不好了 丧尸军团入城了 也不知道是谁叫嚷了一声 是满场惊骇 孙庭看到如潮水般涌进来的 丧尸军团 面色一阵的惨淡 他身边那些忠诚的护卫 已经被杀得差不多了 那个穿戴金色甲皱的黑汉 朝着他 别杀了过来 宽被长剑从空中降落 将他劈成了两半 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了 随着一万丧尸军团入住城内 这些人 俨然已经失去了反抗的动力 孙家 江家的死硬分子被屠杀殆尽 周家家主 赵家家主 你们也要来吗 方凡冷冷地看了这两位一眼 如有必要 他倒不介意趁机扫清一切的障碍 方凡成主 我们从未想过要得罪您的 只怕您能够让我们在江城保留一席之地啊 赵震的脊椎不由自主地弯了下来 周家家主周爸有遗憾 更有庆幸 其实啊 刚才他是想出手 最后却被儿子周凯天给拉着了 他瞥了一眼孙婷和江城威的尸体 若是刚才他抵抗了 那现在的下场 应该也是如此吧 周家 愿听方凡成主的一切安排 我等都愿意 恭迎方凡成主上位 刚才只是被孙婷和江城威胁迫 不得已开罪了成主大人 请成主大人见谅啊 诸多小家族的家主和小帮派的头领 是联盟谢罪 老大 你个真牛啊 我老大是成主 以后都给我小心点啊 周凯天的要武扬威的样子 搞得呀 好像他才是成主一样 方凡也没有去计较 江城只要安定下来 一切都好 成主大人 盘贼已如数斩杀 杀敌三千鱼 交货各种卡牌一万张 魔镜二十万 阿大将一大堆的魔镜 和卡牌递送上来 方凡将战利品收入蓄密空间中 韩斯 你带人 将江家抄了 阿大 你带领丧尸军团 将孙家抄了 如今我为城主 江城的安全 由我来负责 诸位 还是可以正常地出城 宰杀丧尸 一切和之前没有任何区别 今天的事情 只是孙家和江家搞出来的 其余人 我不会追究 在江城这片土地上 只要不触碰我的规则和底线 你们仍旧都是自由的 方凡遣散了众人 宿主已经彻底掌控江城 随机任务 掌权 引评完成 任务奖励 立成系列卡牌中 增加新卡牌决心卡 决心卡 介绍 可以帮助资质偏差的人类 进行强制觉醒 有三成几率 成为觉醒者 备注 这素来都是废柴的最爱 售价 一千下品魔精 居然将觉醒者 调配到日常系列卡牌行列了 这倒是不错呀 一千下品魔精 虽然贵了点 但绝对能接受 这种觉醒卡 可以有三成几率 帮助觉醒 按照概率 三张觉醒卡 就能保障 成为觉醒者了 方凡对于这个奖励 还是相当满意的 世界通告 M国凯林击杀 第二只丧尸王者 成为士顿城城中 末世之神 奖励中城城主 印寿一枚 中城城主 水晶一枚 上品魔精 五十枚 晋升卡两百张 世界通告 樱花国 木村拉夫 击杀第三只丧尸王者 成为版图城城 末世之神 奖励大城城主 印寿一枚 大城城主 水晶一枚 上品魔精三十枚 晋升卡一百张 接二连三的世界通告传来 这个末世之神 他是想要让整个世界分裂 继而相互攻伐吗 方凡似乎能够预见得到未来的画面 就算那些可怕的丧尸被清理干净 恐怕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也永远不会有和平 各大城市的城主会因为利益而互相攻伐 世界通告 华国理智成功占有三座中兴以上城池 封此侯爵爵位 建立侯国 末世之神 奖励侯国玉玺一枚 侯国水晶一枚 五万丧尸军团 作为第一个建立侯国的存在 奖励上品魔精一千枚 晋升卡一千张 啊 都建立侯国了 风凡低着头沉思 这个世界是真的要乱了呀 我只是单纯的想要活着 想要变得更加强大嘛 不要脸招着我 一切都好说 使用城主水晶 方凡将城主水晶拿了出来 在靠近卡牌店铺的地方使用 一座硕大的城主府是平地崛起 随着方凡麦下的军团是越来越多 一个卡牌店铺已然住不下 也确实是需要这么个地方来安置 城主府有一股复古风 类似于那种城堡类型的 可以在上面派遣军队 驻扎守护 走进了城主府 一种古朴感侵袭而来 夹杂着淡淡的清香 第一层有一个大的仪式厅 还有一个硕大的练兵场 二楼三楼都是可以住人的地方 三楼中央的那间屋子 一枚一人多高的金蓝色水晶 是赫然处理 按照所谓的末世之神定性的规则 若是这块水晶碎裂 这座城市也差不多就算是一主了 阿党 以后你就带领丧尸军团 在这周边驻扎吧 这丧尸王者爆的卡片 还没来得及查看呢 晋升卡足足三十张 不错 价值十万魔星了 武器卡也有不少 可以用于装备丧尸军团 军团合成卡 这也是需要的 丧尸囚禁卡 介绍 可以囚禁机星一下丧尸三秒钟 备注 因人的必备到决 方凡将各种卡牌收好 这奖励是很不错的 江家和孙家被抄家 所收获的魔精是将近五十万 再加上之前他成为城主的时候 末世之神还奖励了一百枚上品魔精 换算成下品魔精 那就是一百万枚 再加上额外的一些收获 方凡手中的魔精数量 已经接近两百万了 而他积攒的晋升卡 也有七百多张了 七百多张晋升卡 想要给恶魔军团晋升 还是差了点啊 使用定向抽取晋升卡的话 差不多五千魔精一张 两百万魔精 差不多就是四百张了 加上我现在拥有的七百多张 一共一千一百多张 恶魔军团晋升需要一千一百张 哎 刚刚好啊 一开始啊 方凡还觉得他非常的豪富 可现在看来光升级一个恶魔军团就把他那家底给掏空了呀 撒旦虽然一直以来不怎么安凡 最近倒是办成了不少事情了 之前去杰杀丧尸王者的时候 若是没有撒旦 必定是成功不了 况且我也承诺过 让他的恶魔军团优先晋升 哎呀 算了算了算了 倾家荡产就倾家荡产吧 这也算不了个啥 嗯 开始定向抽取晋升卡 等到近两百万魔精耗用殆尽的时候 方凡的手中多出了足足五百张晋升卡 第三十三级 哎呀 今天运气不错呀 差不多四千魔精就抽取到了一张晋升卡 方凡现在有一千二百多张晋升卡了 造极恶魔军团 方凡走出了门外 现在这撒旦是满身心全部都投入到寻找魔精中 之前对孙家和江家进行抄家的时候 也是他进行的最为积极 哎 老大 咋了 我又抢了一万多魔精 算上之前的 我已经砸了三十多万魔精了 撒旦现在对方凡的敌意啊 已经彻底消失了 虽然还是不太爽 头上有个主人照 但是 已经开始接受了 再者说了 你不接受也不行了 但凡他想反抗 盖伦那大块头就将他揍个鼻青脸中了 撒旦也是感受到了危机 他刚被召唤出来的时候 方凡的身边只有一个二星的黄金头目军团 他的恶魔军团呢 绝对是最扭掰的 他自认为方凡必须要仰仗的 可是 现在不一样 先是来了一个比他还要狂傲的独角兽军团 哪怕撒旦身为恶魔之主 也不敢和这种光明圣物开战 还有 就是丧尸军团 那阿大可是四星丧尸 比他可强多了 所以这撒旦 才会整天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去搜寻魔精 只是 奔波了这么多天 距离五百万的宏伟目标 还差得很远 将恶魔军团召集起来 成的最近 没什么不安分因素吧 方凡的脸上露出了思索之色 他在想着 这晋升卡该怎么分配呢 要是就一千一百张 自然不用忧虑 可现在多出了一百张 那可就要重新考虑一下了 撒旦的脸色变了变 老大这脸色 不对啊 对他不满了 这是准备拿他开刀了呀 是因为之前自己的桀骜不逊 所以想要秋后算账了 如今的江城已经稳定了 貌似也不太需要他的存在了 而且 他也确实算得上是不安分因素 老大 别 别赶我走啊 这撒旦有些懊悔 他们恶魔呀 就是这样 很愿意屈服于强者 但是对于弱者 他们更愿意去欺凌 本性如此 所以 一开始他对方凡的确是不耐烦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也知道了周边的危险 顿时就觉得 跟在方凡的身后 其实也挺好的 他要是现在离开 都不知道前往什么地方 习惯了这种生活 习惯了听从方凡的调遣 他也不愿意离开 更不愿意 现在就下地狱 你到底在想什么东西啊 我让你召集恶魔军团 是想要晋升恶魔军团 你不是一直都想着晋升吗 现在晋升卡咋够了 老子第一个想到的你 你还在这里给我施安情啊你 方凡一脚踹了过去 撒旦是翻了好几个跟头摔漏在地 但是他非但没有任何愤恨的神色 反而是格外的兴奋 是 是是 小崽子们 都出来 撒旦咬着牙 两只恶魔之一扑的 内心当中涌现出了无穷的复杂神色 他万万没有想到 方凡真的贱诺 他被召唤出来这么多天 他很清楚 一千多张晋升卡意味着什么 超了江城四大家族齐二 所获取到的魔精 也才不过是五十万呢 想要靠他自己凑齐这五百万 那得需要等到何年何月 他们恶魔都是自私无耻的 突然被方凡这么对待 这撒旦的心里面啊 还真是有些不好受 主 主上 谢谢 谢谢你 一生主上 已经代表了他的心了 恶魔军团全体改装 甚至连撒旦背上的翅膀 都变得更加有黑坚硬 丰繁撇向了哥德机枪手军团 和黄金头目军团 二星黄金头目军团 晋升到三星 需要一百张晋升卡 二星哥德机枪手军团 晋升到三星 需要一百二十张晋升卡 方凡有些犯难了 这两个军团 先晋升哪个呢 黄金头目军团追随他最久 但主要是近战命中 所以在大多数的时候 都会被留守在卡牌店铺 而哥德机枪手军团 拥有远程持续扫射作战能力 在与大规模丧尸作战的时候 表现出来的战果 是尤为辉煌的 先晋升哥德机枪手军团 曾在可持续战斗里背 风凡将哥德机枪手召集过来 进行了全面提升 消耗一百二十张晋升卡 二星哥德机枪手军团 晋升为三星哥德机枪手军团 汉斯跪谢主上 哥德机枪手统领汉斯跪下 格外的感动 对于他们这样的军团来说 有提升的机会太难了 越到后面 晋升的难度也就越大 黄金头目军团 刘烧卡牌店铺 哥德机枪手军团 恶魔军团 独角兽军团 全面开赴江城周围 扫荡丧尸 获得魔精和卡牌等战略资源 另外 阿大 你撤掉八千丧尸军团 前往周边各个小城镇 进行扫荡 一方面 击杀丧尸 获取战略资源 另一方面 多寻找一下粮仓 末世之前 江城是经济发达 但基本上没有什么农耕田地 全部都倚仗从外地买卖 现在 粮食短缺的问题 可就出现了 当然了 方凡爷刻意使用魔精 定向抽取一批食物卡 但仍旧是杯水车心 若是他手底下 就只有恶魔军团等几个小军团的话 这些问题还不会很严重 但是 如今他是江城的城主 他需要对整个江城负责 江城之乱 一部分是因为丧尸 另一部分 还是因为粮食短缺 各个街道上 无处不在发生着强梁事件 而且 丧尸军团 也是需要食物攻击的 成主大人 我们这些丧尸军团的丧尸 都是经过洗涤过的 和那些意识混乱的丧尸不一样 他们可以通过 使用人类 以或是丧尸的尸体为食 但是 我们一旦选择继续 使用这些人类 或者丧尸的尸体为食 我们将会重新被污染 成为最普通的混乱丧尸之一 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将脱离丧尸军团 您可以使用粮食 或者是魔精来喂养我们 按照我们的能量需求 我们差不多每天 需要食用一万斤的粮食 或是一千枚魔精 才能勉强保持战斗力 阿大如实报告 方凡是一阵的苦笑 原来还有这些门道在里面 看来养军团也不是那么容易 现在 这片土地全部都被丧尸污染 无法种植粮食 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那粮食就是极其稀缺的资源 其他的暂且不说 先聚集一大批粮食在江城 这才是重中之重 因为这个问题 方凡召集江城众多的家族组长 准备解决这个问题 随着方凡入主江城 江城内的秩序 确实也好了不少 而且方凡对于他们各大家族 也是秋毫不凡 逐渐的 赵振也开始接受了江城一主的事实 城主大人 我们江城周边还有一个大城 魏城 这个魏城在末世之前 那可是赫赫有名的大粮仓啊 若是能够前往魏城找到粮仓 肯定能够解决我们江城的粮食问题 魏城 方凡在思索这件事情的可行性 两座城池之间的距离 可不近呢 想要运送粮食的话 还需要清理出一条道路来 如今整个华国境内 可谓是风阴四起 时不时的就会被世界通告一次 某某拥有三座中型以上城池 成立猴果 拥有能力成立猴果的 其实啊 基本上在末世之前 那也是牛皮哄哄的大家族 像江城内的四大家族 跟人家比起来 那就是小屋见大屋 江城之前呢 是四个家族掌控一座城池 而人家 那是一个家族就能收复三座以上的中型城池 成竹大人 在末世之前 我们江城就是通过魏城来输送粮食的 我觉得赵家主的意见还是可行的 另外我在魏城那边还有些关系 要不然我派人去一趟 周霸是自告奋勇 行 那这件事就麻烦周霸家主多费心了 另外 发布城主令 如若在江城周边的城镇 发现了大批粮食 可以向城主府禀告 城主府 会按照粮食的多少 进行嘉奖 双稳齐下 起码要度过眼前的危机 自从方凡成为了江城城主之后 最强卡牌店铺的生意 自然是越发的红火 随着各种卡牌的功效展现出来 江城的幸存者 差不多都要将卡牌店铺的门槛都给塌烂了 陈部时不时的就跑过来叫唬 这顾客实在是太多了 他一个人压根就招架不住 为此 方凡还特意新增了几个卡牌代理商 以减轻陈部的压力 而方凡自己呢 处理一些比较大的单子 他需要亲自出面之外 剩下的时间 他基本上都是在城外 率领各大军团在厮杀 有外地来的大客户要求见我 刚才管害亲自过来给方凡送信 说是卡牌店铺接到了一笔大声音 而且对方还不是江城人 方凡警惕了起来 末世到来之后 其实各个城市之间 基本上是断了联系的 这家伙 是带着什么目的来的呢 方凡想要见一见 这个所谓的大客户 而在他看到来者之后 下意识地便张了张嘴 这一路走来啊 他见识过的美女可不少 赵亚新也算是一个 这两人在资责上那是不相上下 但是赵亚新的属于那种温文尔雅的知性美人 而眼前这一位就更加妩媚 第三十四集 我是方凡 阁下找我有何事啊 方凡只是开场惊艳了几秒钟 便挪开了目光 女人虽好 但是在方凡的眼里 还是生存最为关键 蛇蝎美人那可是不少的呀 红颜祸水呀 叶妹尔有些意外 她看了看自己的母胸装 不用人吗 方凡城主 我是叶妹尔 来自沐阳城 听说您这里 有大批疗伤卡和血金卡出售 所以特地起来购买 叶妹尔一贫笑之间 魅意天成 哦 叶小姐有什么要求 尽管说 只要是我这里拥有的 您大可以购买 方凡总感觉 眼前这个女人 她的目的绝对不单纯 方凡城主果然快言快语 少年英雄 我听说 方凡城主 不是大家族出身 末世之后 靠着自己的能力 闯出了这么大一片基业 魅尔当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呢 还有这么神奇的卡牌商店啊 魅尔也是第一次听说 总感觉 方凡城主 就是那种 无所不能的大英雄 叶妹尔好似已经被方凡所迷倒立板 哎 方凡自个什么德行 她很清楚 虽然是有点小帅 嗯 但是吧 还不至于被这种级别的大美女一见钟情啊 甜言蜜语说的越多 就说明图谋的也就越多 叶小姐想购买什么 不妨直说 方凡往前走动一步 刻意地拉近了和叶妹尔之间的距离 脸上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哎呀 刚才看方凡城主有些痴迷了 他得忘记了证实 是这样的 我代表沐阳城叶家 向您求购两万张疗伤卡 五千张血清卡 另外 黑铁级卡牌一万张 青铜吉卡牌一千张 叶妹尔的话音一路定 方凡的目光 便亮 大声一样 他就喜欢这种大声 这一笔可是不少出来 叶妹尔一直都在观察着方凡的表情变化 看到他听完之后 居然是欣喜 而不是苦闷 心中便多了一次惊骇 来这里之前 他已经听过一个幸存者说 这里的卡牌店铺 拥有着无穷无尽的疗伤卡和血清卡 还有能够开出各种类型卡牌的 黑铁级卡牌和青铜级卡牌 他只当作是夸大其词 可是今天亲自来到这里之后 瞬间的观感就不一样 卡牌店铺的火爆程度让他一度惊恶 没问题 魔精到位 卡牌马上送到 风凡挥了挥手 显得轻松随意 这可是个大土豪啊 爵士大美女什么的那都扯淡 唯独魔精那才是真的 叶小姐 您可能来到我们江城的时间不长 作业对卡牌店铺的情况 还不是很了解 除了上述的那些类型卡牌之外 我们卡牌店铺 又隆重推出了日常系列的卡牌觉醒卡 另外 抽取系卡牌 也增加了白银级卡牌 觉醒卡的功效 是可以提升普通人三成觉醒的几率 售价一千下笔魔精 白银级卡牌能够开出更高档次的卡牌 售价一万下笔魔精 方凡把江城内的大客户基本上都给拉拢完了 现在生意虽然依旧很火爆 但是也没什么大胆 这外来的豪客自然是要给招待好的 绝醒卡 真的有这么神奇的卡片吗 叶妹尔惊呆了 方凡城主 你有多少这种卡片呢 叶妹尔的双手不自然的便拽在了方凡身上 你要多少 我就能给你准备多少 叶妹尔也变得不淡定 看到自己的手还搭在方凡的身上 脸一红给拿了下来 除了上面那些卡片之外 再来二十张这种决心卡 还有那种白银级卡片 这一次就算了吧 叶妹尔感觉带来的魔精已经不少了 可是这么算起来 还是少了一些 成为二十五万五千下笔魔精 方凡一口劲将数额爆了出来 这笔单子稳赚数万魔精 再加上积攒的专属卡牌抽取机会 可是获利不少 妹尔在你这里买了这么多 给人家打打折吗 叶妹尔是满脸的魅惑 抱歉 优惠不了 我这里基本上都是最低价了 摸着你的良心问问 疗伤卡和血清卡 这种卡牌五枚魔精贵吗 绝心卡一千魔精贵吗 这都是实惠价 方凡耸了耸肩 别以为你是个美女就能砍价 老子是执任魔精 叶妹尔也没有继续再砍价 只是按道了一声 这方凡不解风情 一笔二十多万的魔精生意做成了 方凡就感觉自己那身子骨都轻了几分 上次将恶魔军团晋升 就算是将她的家底炸干了 这玩太苦了 方凡撑住 除了购买卡牌的事情 我今天来见你还有一个目的 叶妹尔严肃了许多 哦 但说无妨 方凡的心情还算不错 这种大客户多聊几句也未有不可 希望方凡城主能够出兵帮助我树阳城 家父叶增正是树阳城城主 如今我们树阳城遭到了魏国的全面打击 魏国争掉六万丧尸大军 扬言要屠灭了我树阳城 我树阳城也是出于无奈 才选择四处求援的 我知道方凡城主乃是大英雄 靠着一人之力就一统了整个江城 如今我们也只能向您求援了 这魏氏家族建立了魏国之后四处征战 已经攻占了数座城池 我听说但凡有抵抗的 都被图成图足了 如此行为比那丧尸还要可恶几分 叶梅尔是满脸的积分 丰凡对于所谓的魏国也是有所耳闻 这是华境境内第二个拥有三座以上中大型城池的存在 被所谓的末世之神赐予了侯爵爵位 建立了侯国 也就是这个魏国 其发迹于魏城 魏城是粮食充足 末世之后笼络了一大批的幸存者 魏家是一家独大 请方凡城主 出兵相助 叶梅尔满脸的诚恳 而方凡则是不动如山 我在江城杀丧时杀得好好的 卡白店铺的生意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我出去找这个麻烦干什么呀 这个我无能为力 叶梅尔虽然长得很漂亮 但是为美人一笑而亡命天涯的事他可做不出来 若是方凡城主 能够住树阳城于危难之间 梅尔 梅尔愿意自见诊席 请方凡城主放心 我 我还是处子之身 叶梅尔咬着嘴唇 满脸的尖顶 小脸因为激动而变得红头不温 方凡咳嗽了几声 以掩饰自己的尴尬 这大家伙头一回见面 你不要搞得这么劲爆好不好 这个 要说采购卡牌 要多少我给多少 至于其他事情 暂且就不要说了 我和树阳城和叶蒋 从来没有过什么交情 方凡刻意的往后面退了退 以划清彼此之间的关系 这美女啊 每个人都喜欢 但前提是 别带来灾难 叶梅尔冷静下来 倒是没有多少怨恨之策 刚才是梅尔唐吐了 希望将来还能继续交易 梅尔告辞 叶梅尔转身离去 异常的坚定 空气中仿佛还遗留着一丝清醒 方凡倒是没什么太大的感触 叶梅尔于他而言 就是一大主顾 仅此而已 世界通告 军团战力榜 和个人战力榜 发榜时间到一周 开始发放一周一次的榜单奖励 这是伟大的末世之神 对你们的赐予 按照排名先后 奖励各有不同 军团战力榜 第一名 奖励一千张晋升 第二名 奖励五百张晋升 第三名 奖励两百张晋升 第四至十名 各自奖励五十张晋升 个人战力榜 第一名 奖励上品魔精一千枚 第二名 奖励上品魔精五百枚 第三名 奖励上品魔精两百枚 第四至十名 奖励上品魔精五十枚 风凡的脸上 流露出了兴奋之色 先不管这末世之神 是什么狗东西 可是 人家这奖励是真 他们实惠啊 按照末世之神 这意思 每周都会发放一次奖励啊 方凡打开了榜单 脸上的笑容 越发的明媚起来 军团战力榜 第一名 恶魔军团 等级四星 统帅方凡 第二名 独角兽军团 等级三星 统帅方凡 第三名 鬼蛇军团 等级三星 统帅穆村拉夫 第四名 吸血鬼军团 等级三星 统帅凯林 第五名 戈德冲锋枪手军团 等级三星 统帅方凡 军团战力榜上 方凡有三个军团上榜 分别是第一名 第二名 和第五名 按照规则 他将一共获得 一千五百五十张 晋升卡 他的心中是一阵的感慨 还是开挂来的快 忙前忙后 又是抄家 又是灭门的 最后倾家荡产 才勉强凑了 一千多张晋升卡 可是 一次军团战力榜 上榜奖励就得来了 本来方凡对这个 所谓的榜单的 还真就没在乎 但是现在 全然改观了 这可是逆袭神器啊 再次打开个人战力榜 个人战力榜 第一名 方凡 三星觉醒者 第二名 凯林 第三名 死庸卓马 方凡位居第一 获得一千枚上品魔精 也就是百万下品魔精 那也是一笔横财啊 第三十五级 M国 凯林的脸上流露出了绝望之色 他处心积虑的 想要登临 双榜榜单 但总是事与愿违 那个方凡 足以让他彻底绝望 军团战力榜 第四名 个人战力榜 第二名 要是换作旁人 已然非常满意了 可是 这凯林 他注定是个女强人 方凡 这个神奇的东方男人 樱花果 牧村拉夫看着 到手的两百张健身卡 脸色一阵的扭曲 第一 只能是我的 高果 这个方法 虽深出花果 但必定是我高果血脉 营营至极死的 华镜 魏城 魏命眯起双眼 看着刚刚到手的奖励 脸上流露出一抹 试杀之意 在整个华镜之中 他只能是最强的 其他人的情绪 方凡照顾不到 他在乎的 只是自己的壮大 一千枚上品魔晶 再加上 一千五百五十张健身卡 足以让他的实力 再度壮大 他直接将 黄金头目军团 晋升了 消耗一百张健身卡 黄金头目军团 晋升为黄金 徐帅军团 管害 护血诸上 再次感受到 自己实力的提升 管害是腕脸的 激动和兴奋 之前黄金头目军团 一直都是方凡身边的 主力军团 能够为主上分忧解难 他感觉到格外的荣幸 可是随着恶魔军团 和独角兽军团的到来 他们都太强大 管害感受到了一种 莫名的挫败感 他原以为主上 已经将他放弃了 没想到 今天再度晋升 这种心理上的 雀跃感 是非常的强烈的 黄金徐帅军团 是第一个追随我的军团 他的地位 无人可以取代 方凡看穿了 管害的心思 只是如今 我们身处险境之中 有的时候 我必须要做出一些取舍 你明白吗 方凡实在不愿意 让自己这员大将心底产生隔阂感 主上 黄金徐帅军团 永远效忠于你 管害之心 从未有过丝毫的改变 管害是单膝跪地 脸色正重 我信你 你相信我自己 还多几分 方凡将管害扶了起来 晋升黄金徐帅军团 耗费了一百张晋升卡 还剩下一千多张晋升卡 晋升卡这么放着 也是浪费 关键是要能够 提升系统化的战斗力 风凡是下定了决心的 晋升独角兽军团 消耗一千三百张晋升卡 三星独角兽军团 晋升为四星独角兽军团 只有麾下军团的集体精神 他才能够感觉到安全感 这个世界 不仅仅有来自丧尸的威胁 更有人祸的胁迫 如今华国境内 可是出现了不少大小后果 并且还在互相的吞并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得爆发一场 全体化的末世战争 所以眼下提升自己是很重要的 方凡走出了城主府 准备前往城外再去厮杀一番 周凯天突然急急忙忙冲了过来 老大 出事了 什么事情 淡定点 又有丧失工程了 不是 不是 老大 是 是卫城那边 您之前 不是让我爸派遣使者 前往卫城收购粮食吗 没想到 他们居然将我们的使者 砍了双手送回来了 定其扬言 让我们江城 十天内必须归附卫国 否则 他们就发兵 剿灭了我们江城 卫国是新建立的侯国 据说他们的势力十分强大 现在已经拥有了 近十万丧尸大军了 再加上卫家的势力 咱们京城日子可不好过呀 周凯天的眼中流露出一些恐惧 按照眼下的局势 这情况的确是不容乐观 卫国 我从未与他们接仇 他们为何如此 方凡也不是那种喜欢争强斗盛的人 但是也并非那种 可以任人践踏的存在 卫国现在是卫家执政 卫家和咱们江城的孙家 是殷亲关系 所以 我本来以为都漠视了 他们不会在意这切的 没想到 他们居然拿捏着这一点 想要借此灭了我们江城 现在他们的丧尸大军 正在攻打树阳城 等到他们挥转过头来 咱们就遭殃了 他要站 那边站 我好言好语 求够粮食 他既然要武力对质 那倒不如奉陪啊 方凡这回是真的动了杀戏了 听到树阳城这几个字眼 方凡突然想起之前的叶妹儿 当初他好像就说了 想要邀请方凡出兵 驰援树阳城 只是 被方凡给断然拒绝了 因为 他不想去蹚那趟浑水 但是这一回 不是他想蹚浑水 而是有人诚心不让他安宁啊 老大 你确实厉害 但是卫家不可小觑啊 咱们还是从长计议吧 周凯天缩了缩脖子 对了 你刚才说卫家出动主力 去攻打树阳城了 是啊 怎么了 卫城有个大粮仓 有很多粮食 对啊 这没问题啊 老大 你咋啊 周凯天有些唏嘘 自家的老大 不会是吓傻了吧 召集江城大小家族参加会议 算了 将你爸和赵家家主交来就行了 方凡觉得 就目前来说 还是低调为王 江城 城主府大厅 我要率军去攻打卫城 方凡坐在大厅的中央宣布 底下坐着赵家家主赵震 周家家主周霸 以及周凯天和赵亚新 那些小家族呢 方凡是一律没有知会 攻打卫城 请城主大人三思呢 赵震和周霸 各自震撼地站起了身 满脸的不敢置信 城主大人 咱们江城 处理您的一万丧尸军团之外 能够召集起来的幸存者 大概也就十来万 而这些幸存者 大多也不受我们的节制和约束 咱们兵力有限啊 但是魏家 此刻已经攻占了三四座中型以上的城池 如今的魏家建立了猴果 所拥有的丧尸大军近十万 战时能够召集起来的幸存者 又何止三五十万呢 咱们 咱们还是别去招惹他了吧 咱们 就安安稳稳地 呆在江城发展 挺好的 这赵震的 不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 能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他为什么要去玩命 周霸家主呢 你什么看法 方凡将目光转向了周霸 周霸的身体微微颤了颤 显然 他知道的内情 要更多一些 昌州大人 我倒是支持您和魏城决裂 但是 现在发兵 是不是有些太紧促了 毕竟 毕竟我们都没有做好作战的准备啊 派往魏城的使者 是他们周家的人 使者 被截断了双臂 周霸也是恼怒不已 但是 实时务者为俊杰 现在 人家明显要强大一点 他也是慌了 我倒是觉得 此刻发兵正是时候 我们现在的粮食 只能坚持27天了 你们想过没有 27天之后呢 末世之城 没有粮食 终究会走向灭亡的途径 魏家为何能做大 不就是因为 他们手握这个大粮仓吗 现如今 他们全面攻打水扬城 逐利不在魏城 正好 是我们的机会 从背后捅他一刀 抢夺粮食 这是我的极定战略计划 方凡这个计划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就算他不攻打魏城 按照魏家如今对他的态度 迟早有一天 也是要杀过来的 先下手为强 是后下手遭殃 这个道理 方凡还是很明白 赵震和周霸 各自对视了一页 方凡所说的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最近这段日子 魏家接连攻占周边的数座城市 并且还建立了侯国魏国 现在又在攻打江城西北方向的树阳城 等到树阳城凉了 那他们的日子还能好过到哪儿去 城主大人 纵然是这么个道理 可是我们能抽调出来的兵力 实在是很有限 魏城纵使主力不在 相比也不是那么容易攻克的吧 赵震还是对自己的实力不太自信 周霸虽然没有名书 但是大概也有这个意思 你们两家不用出一兵一俗 我今天照你们来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你们守好江城 我出城之后 维护好江城的秩序 我只会带领本部军团前去的 我出城是什么样子 回来还要是什么样子 能做到吗 方凡的眼中流露出一抹肃杀之色 赵震和周霸的身体颤了颤 方凡最近表现的都比较柔和 让他们逐渐忘记了 方凡之前屠灭孙家和江家的狠辣 坐在城主之位上的这位 可不能将他当作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对待 他的狠辣之色足以让所有人惊锁 赵震 尊城主令 往城主大人 凯旋而归 周霸 尊城主令 往城主大人 凯旋而归 赵震和周霸 那头变败 丰凡都将话说到这个份上 若是他们还敢出演阻拦的话 那岂不是不是抬决 今天叫他们来 也不是为了让他们出兵支持 只是要求他们别在后边捣乱就行 这两大家族那点底蕴的 方凡还真就没放在眼里 攻打空虚的魏城 他带领麾下的军团已然足够 征讨魏城 也不仅仅是为了找回颜面 更在于解决粮荒的问题 高筑强 广积梁 缓称王 这就是方凡目前的既定方针 暗戳戳的壮大 半猪吃老虎 那才是正义 第三十六级 第二天 方凡带队出发 一万丧尸军团出城 规模那还是很宏大 而方凡对外打出的招牌是 出城扫荡一个六星丧尸 老大 我带领一百军行者 十个一星军团 请来助你 凡凡 我带领赵家二百军行者 请来助你 正当方凡凡准备率军开拔的时候 周凯天和赵亚新突然赶到 这两人的身后 各自有两百队伍 方凡对着一旁的周霸 和赵振公的攻守 这是赵家和周家的嗜好 这点兵力也算不得胜 但是他们将儿女送来 就相当于这两家的质子 这俩老家伙倒还挺自觉的 此番出刑 丧尸军团除了留守一千人 驻守江城之外 剩下的九千丧尸军团全部出动 另外呢 方凡带上了自己的四星独角兽军团 四星恶魔军团 三星机枪守军团 和三星黄金取帅军团 至于卡牌店铺那边 如今呢 已经基本上算是稳定了 留守一百个丧尸 也就足够保证安全了 若是赵家和周家 真的有什么谋逆的心思 那就算是留下了黄金取帅军团 也仍旧没用 赵家和周家 只要不敢有所异动 则江城安全 卡牌店铺也是安全 方凡朝着西北看过去 这是他占据了江城之后 第一次发兵征战 树阳城 战争已经进行了三天了 城内是一片的哀号 主政树阳城的叶家 也是一片的惨淡之色 整个城主府内都夹杂着一种血性味 叶家家主叶增是毫无办法 他随意地坐在城主府的高位上 没有了往日的桀骜和风范 更像是一只哲义的屠鹰 父亲大人 咱们的丧尸大军损失惨重 一万丧尸大军损伤过半 咱们叶家招募的数万精英 也是逃的逃 死的死 整整消亡了三四成啊 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不出三五天 树阳城就要亡了 叶增的大儿子叶昭面露愁苦之色 他身上的战家也不知道开裂了多少口子 这战争太惨烈了 他们叶家是幸运 也是不幸 宰杀了丧尸王者 使得他们叶家瞬间崛起 成为了树阳城的王 只是现在被强大的魏氏家族给盯上 魏家出动了六万丧尸大军 再加上十数万的幸存者大军 航大的树阳城 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大哥 父亲 其实 其实魏家那边 给咱们留了一条活路的 叶增的二儿子叶也 激动的叫上 闭嘴 那是活路吧 你是要拿你妹妹的命去赌吗 父亲 如今都到了什么时候了 魏家那边都说了 只要将魏儿嫁给魏家的魏命 我们叶家就能活 还能保留自主和独立 甚至还能和强大的魏家结盟 这种好事情 你们为什么不答应啊 难不成为了魏儿 还要让整个叶家 整个树阳城陪葬吗 叶也的眼中杀意凝聚 这明明就是看不到希望的战争 也不知道父亲 为什么还要坚持打下去 让叶家仅存的这点兵力打完 要让叶家成为众矢之帝吗 再无谈判的本钱 这才是他想要看到的 叶也可不愿意 就此消亡在这座城之中 末世之中强者为王 他觉得自己应该拥有更广阔的前途 二弟 你少说两句吧 让魏儿嫁给那个畜生 我情愿战死 再说了 你当真以为魏命是真心娶魏儿吗 他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叶昭摆了摆头 魏家的那点小猫腻谁看不清楚 若是叶家真的臣服 那还能有好果子吃吗 那怎么办啊 总不能被困死在这里吧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啊 万一魏家讲信用 叶家老二叶也 依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设想 魏儿不是一直在联络周边城池求援吗 我们再坚持坚持啊 叶昭闭起了双眼 不到最后时刻 不能放弃 哼 求援 到现在里有援兵吗 可笑 真是可笑 现在 谁敢得罪魏家呀 你们这样 一家迟早要亡啊 树阳城外 魏家军军营中 魏命激动的看着眼前的战事地图 开疆阔土 封侯拜相 成就帝王霸业 这是每一个男人与生举来的梦想 当然 他也不例外 等到父亲开拓霸业 成为真正的地主 那他 就是当之无愧的太子 此刻的他是浑身的干劲 只是眼前的树阳城阻拦了他足足三天 可恶的树阳城 可恶的业家 等我破城之志 必定屠灭整个异石家族 我魏国大军来到 你不应该马上开城布公 马上选择投降依附吗 在那反抗什么呢 浪费我的时间 让我损兵折将 简直可恶 魏命不满的皱了皱眉头 这树阳城是异常的难以攻打 他们似乎有着无数的疗伤卡 刚刚打伤打残了一批 又有一批冲上来 这战略后背的储蓄太强了吧 查清楚了吗 叶家那边怎么会有如此多的疗伤卡 使得我们攻城大剧 吃火了这么多 魏命瞥了一眼急匆匆冲进来的侦察人员 少国主 根据我得到的情报 说是叶家小姐叶妹儿 亲自前往江城采购了一批疗伤卡 足有数万 另外 还有大批量的血清卡 侦察人员低着头 不敢有丝毫的隐瞒 江城 江城哪来这么多疗伤卡 就算是我们魏国 也不曾拥有这么多的疗伤卡储备 据说江城有一家神奇的卡牌店铺 那里面拥有无尽的血清卡和疗伤卡 只要拥有魔精 就可以大批量采购 笑话 怎么可能存在这种地方 还无尽的血清卡和疗伤卡 这不可能 估摸着 也是叶家家那边捣鼓出来的 红片军心的 魏命是丝毫不以为然 魏家家主魏勋突然走了过来 只见他身穿着一身红色甲皱 老成持重 哦 有什么不可能的 连末世不也是说来就来了吗 还有各种奇异的卡牌 这在末世之前 有谁曾想象过呢 明儿 不可笑趣啊 这江城 或许真有一些诡异 这江城城主 叫做方凡 军团战力榜和个人战力榜 他都是第一 这样看来的话 有一些诡异之处 也并非不可能啊 爸 你也别将那个方凡太神话了 我估摸着 就是一个运气好一点的幸存者罢了 他的军团再强大 又能如何呀 终究只是一个军团罢了 等我们的大军推过去 他照样只能鬼附投降 魏命的脸上露出了不屑的神色 对于比自己强大的存在 他都会下意识地表示鄙夷 总归还是要留个心眼的好 多派些使者先往树阳城 让叶家尽快投降 许诺可以更多给一些 等到我们进城之后 什么得不到啊 魏勋对于这个儿子也是无奈 转头下令的 爸 魏依媚儿 这 哼 占据了魏城 你想要什么样的女人们有啊 这就是魏城啊 看起来还挺雄伟的嘛 方凡这一路宰杀丧尸而来 近万队伍 差不多消耗了一天的时间 才赶到了魏城 和所异想中的差不多 这魏城的防御啊 很是空虚 根据撒旦的情报 城内差不多还有五千丧尸大军 另外就是那几万幸存者的队伍 不过 他再怎么空虚 看起来啊 还是比方凡麾下的军队阵容要强大 攻取的难度还是有一些的 魏城 城主府 有一支丧尸大军朝着魏城攻系而来 你查探清楚了 那不会是国主的军队吧 魏陶盯着眼前的侦察兵展现出紧张的神色 国主和少国主带着大军前往攻取树阳城 这魏城的防御全然都交给了他 他身为魏氏家族的一份子 更是魏家家族魏勋的亲弟弟 留守的重任交给他呢 倒也是理所应当的 另外 他还被授予了魏城城主的职位 在整个魏氏家族当中 那也算是位高权重的 禀告城主大人 不是国主的队伍 看行军的方向 倒像是江城那边攻过来的 总兵力不足一万 侦察兵老老实实地回答 魏陶原先紧张的心突然出现 不足万人的规模 那算个啥呀 江城那些人 看来是作死啊 难不成 想着我魏国大军 前往征讨树阳城 就觉得有利可图 可笑啊 当真是可笑至极 如今我魏城中 秉静良足 没有五万丧尸大军 是根本不可能攻打得下来的 命令城内的五千丧尸大军 时刻备战 魏陶继续躺在城主的高位上 享受着周边美女的侍奉 城主大人 要不要召集幸存者加入临时军队 整军备战啊 叶旁的智囊建议 你们哪 到底怕什么 我们城高兵强 等他们来攻打魏城 我们的丧尸大军 足以将他们挡在城外 到时候 就算是战事陷入了僵持 临时征兆 也不是不行啊 嘿 我要在魏城城下 歼灭了这支江城大军 那也算是大功一件 国主和少国主 可是一直也在谋划着攻去江城啊 魏陶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来到了魏城城下 方凡感到颇为好奇 这城内的防御也太松懈了 甚至就连城门 也是刚刚不紧不慢的关上 好像根本就没拿他们当回事 大大 他们防御这么松懈 我带兵上去 直接给他们偷偷了 咱们这次 还真是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周凯天这样的顽固 也觉得 这魏城的防御啊 着实有些疲软松懈 方凡思索了一番 他甚至在觉得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 不会是里边已经设置好了口袋 就等着他钻进去了吧 第三十七级 一开始 方凡还想着派遣军队上去 假装溃败几轮 然后呢 引诱魏城的军队出城作战 但是现在 这些想法通通都不用了 阿大 帅令丧尸大军 从正面攻城 独教兽军团 配合丧尸军团 发起进攻 撒旦 汉斯 你们各自配合 由恶魔背负着 各得机枪手 登上城墙 扫射战就有力地行 风凡趴在了撒旦的背上 他将亲自登城作战 他压根啊 就没用上什么战术 因为他就觉得 按照目前这局面 完全可以直接推过去 战鼓声悠扬的响起 阿大带领着丧尸军团 扛着工程梯 推着工程车 就开始迅速出击 这些个工程设备 都是极其简易的 但是攻打未成已然足够 战斗在此刻打响 方凡 盖伦 恶魔军团 戈德 机枪手军团 组成的突击小队 开始群联出击 方凡抓住撒旦的两只赤翼 迅速的腾空 盖伦也是拽着一个恶魔的脚步 迅速的飞上了城墙 城墙虽然很高 但是对于恶魔们的腾空能力而言 是丝毫没有压力 紧接着 几个戈德机枪手 也被运送上了城墙 城墙上自然也是有 远程攻击的兵种 去攻击方凡的 但是那攻击力啊 着实有限 根本就无法对方凡 他们造成致命的威胁 第一个登上城墙 还不是突击小队的成员 反倒是地狱三头拳 小黑 这小黑虽然是飞不起来 但是他那爪子太过锐利 再加上的身体比较轻盈 直接就抓住了墙壁 蹭蹭蹭的就冲上了城墙 对城墙上的丧尸军团和幸存者 就开始了扑杀 这小黑虽然是吃喝无度 但是战斗起来那还是很凶猛 吃了这么多魔精 身为地狱三头犬的小黑 再度晋升一击 已经达到了四星级别 城墙上的丧尸军团是不少 灵星还夹杂着一些未成的幸存者身影 不过当突击队成员登上了城墙之后 他们的命运就已经被预定 盖伦和小黑是一马当先 一个是六星战力 一个是四星战力 在这些丧尸军团当中 那完全就是碾压的存在 戈德机枪手开始迅速组织草射 一般的三星丧尸和三星觉醒者被射中了 也会中伤 近战无敌远程压制 这场战斗已经没有继续持续下去的必要了 一个三星丧尸突然冲了过来 方凡左右捅了几刀就干掉了 方凡现在可是拥有丧尸天敌头衔的存在 丧尸天敌对于丧尸有着震慑作用 同等级或更低等级的丧尸战斗力降低30% 这还是方凡杀掉第一个丧尸王者的奖励 魏城的城墙上是一片的血雨腥风 高级别战力直接碾压横推过去 城主府 魏陶不耐烦的从一位末世前的 大哥星的床上起身 想到刚才那番美妙 心情是越发的不爽 什么事啊 不是让你们别打扰我吗 城主大人出事了 江城军队缩现披靡 东城门东城门快要失守了 他们太强大了 就像是一帮恶魔呀 不不不不 他们他们就是一帮恶魔 我们的五千丧尸大军差不多损失殆尽了 侦察兵是慌张地禀告着 什么 废物 都是废物 召集幸存者 给我守住为常 魏陶是连滚带爬的 从床铺间爬了起来 眼下这情况可不是他能够控制得了的了 丢了魏城 他这脑袋基本上算是等于搬家了 全署支援 他们的军队少 只有一万 只要抓住机会 我们就能彻底将他们消灭在魏城 这是大功一剑 召集所有魏家精锐 给我顶个将军 魏陶是手蒙脚乱的套上几件衣服 额头上是遍布冷汗 对了 还有粮仓 派人守住粮仓 魏陶是一边跑着一边叫嚷 魏城 东城门 托击队抢占了城头 很快就把城门给打开 阿大率领着丧尸军团是一拥而入 东城门已定 主圣 敌军集结了数万幸存者军队 已经朝着我们这边攻过来了 想要将我们围堵在这里 撒旦从高空降落 因为能够腾空的便利 所以恶魔军团还是一个很好的侦察员 数万幸存者 乌合之众 也恶魔军团 独角兽军团 黄金头目军团 还有格德机枪手军团为前锋 丧尸军团 紧跟起后 咱们就在这东城门将他们给一锅端了 占据东城门有利地形 守住东城门 风凡露出了不屑的神色 原本的魏城若是紧紧地关闭着城门 他作为攻城一方倒是各种的不便捷 但是现在守城 那可就简单了 完全可以就地伏击 占据着高空牛市 对战那些大部分没有完成觉醒过程的普通幸存者 那完全就是碾压 丧尸大军在阿大的率领下 各自开始到位 这些丧尸可不仅仅只是会进展 有一些变异丧尸 甚至还觉醒了火系天赋和兵器天赋 远程杀人那是轻而易举 譬如 方凡身边的这个三星丧尸 就能凝聚出一支之兵剑 从口中吐出那是战力非凡 戈德机枪守军团非但杀伤力强大 而且机枪扫射的速度也极快 一夫当官是万夫莫开 可不仅仅是说着玩的 血雨般的战争是彻底的打响 魏陶带领着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四万多幸存者 开始朝着东门奔赴 看着周边这些手持兵器和枪械的幸存者队伍 他的心里稍稍安定了 其实按照魏城的规模 这里边的幸存者也得有十数万 但是战争一起这帮人就溜了 他也是发动了重赏 才勉强聚集了四万多 不过在魏陶看来 四万军队已然是足够 毕竟前来攻打的敌军 数额也不过才不足一万吧 他们只是占据着侥幸的先机 待会儿这场战争将会彻底的敲定 所有人都将会被埋葬在死亡的炮火之下 魏陶眼中的自信逐渐展露了出来 进攻 魏陶是一声令下 四万多临时召集起来的幸存者队伍 发起了全面的进攻 进攻的势头是尤其的强烈 其中以魏家嫡系精锐为核心 裹挟着数万大军全面冲锋 还不曾突击到东城门的位置 前锋的两千多魏家嫡系精锐 就死得的差不多了 从天而降的恶魔挥舞着锋利的爪牙 将他们的心脏抛开 英勇雄壮的独角兽 他发起了一次次的死亡冲撞 他们组织起来的尖锐阵型 根本就无法阻挡 身穿着金色甲胄的黄金曲帅军团 在管骇的统帅下 埋头冲锋 还有那个挥舞着大剑的银铠战士 他太强大了 一剑劈下数十个觉醒者全部身亡 脚底下长着三个狗头的奇异生物 正在疯狂的袭击 汹涌了扑轨 咬断你的脖梗 然后再度隐秘无形 兵败如山倒 前排的魏家嫡系精锐 被撕开了数个口子 两侧的幸存者军队 也开始四散奔逃 末世 讲究的是生存 魏家开出的价码很高 但是你也得有命享用才是 这都是天兵天将啊 跑吧 也不知道是谁带头逃窜 溃败已经成了浪潮了 冲啊 给我冲啊 逃跑者斩 你们不想活了吗 冲上去 我有重伤杀过去啊 此刻 只有几百个魏家精锐嫡系 守护在魏陶身边了 他手持冲锋枪 突突掉了几个逃跑的逃兵 开始 这根本无法遏制眼下溃陶的格局 这如风般的大逃亡 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 城主 撤吧 几个魏家嫡系 拽着魏陶是疯狂的奔逃 派人 派人将粮仓烧了 全烧了 城主大人 那粮仓可是我们魏家的根基呀 烧了粮仓 我们吃什么呀 随从觉得魏陶应该受刺激 这种话是怎么说出来 烧了 烧了 你留在这里难道有刺敌吗 魏陶的眼中流露出了狠毒之色 反正魏陶都守不住 与其留给敌人 倒不如全部焚毁 主上 都清理干净了 城主府也被咱们占领了 还有粮仓那边 也幸亏您紧急派了恶魔军团和独角兽军团冲过去 有人想要一把火 将粮仓给点了 最终被救了下来 这魏陶的粮仓内粮食无数 够咱们整个江城人吃个几十年的了 盖伦将城内的情况禀告了一下 这一切都在方凡的预料之中 方凡来到魏陶城主府的三楼 看着眼前城主水晶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攻占魏陶 可选择占领 摧毁 细节 占领 彻底占领这座城池 你将成为魏陶的城主 摧毁 摧毁城主府 魏陶将会成为无主之定 喜节 将魏陶喜节一空 随即直接离去 老大 这魏陶真不错呀 被他们魏家经营得像模像样的 我看咱们干脆将它占领了得了 到时候得占领一个忠诚 咱们也能成为侯国 受风侯爵了 周凯天是满脸的兴奋激动 命令全军 喜节魏陈 将粮菜中的粮食运送到江城 然后我们撤离 老大 您说啥呢 魏陈这么好的城池 咱们不要了 人家都忙着 各地攻占城池 您倒好 到处的城池都给放弃了 您要是不要 您给我呀 让我也过过 当城主的也 周凯天是满脸的肉腾神色 他觉得这方凡也太白假了 这魏城可是和江城一个级别的大城啊 你想要 魏城都送你了 等过两天魏国的几十万大军攻过来 你们周将就守着这座紫城吧 对了 要不要知会一下周家家主啊 让您父亲 派遣周家精锐来帮您守城啊 呃 这个 这个还是算了吧 咱们还是赶紧远离这块是非之地吧 城主神马的 我压根都不想要 周凯天只是纹固了一点 可是 这脑子不笨 第38集 摧毁 方凡做下决定之后 城主水晶是轰然倒塌了 整座城主府也随之化为乌有 地面上突然就出现了一片上品魔精 方凡数了一下 差不多都有一千枚 还有这种印象福利吗 最后一个大城的城主府 还能获得一千上品魔精啊 哪天老子缺魔精用了 将自家的城主水晶 一个桥梁 方凡的 也就是想想 不可能真这样做 按照那个末世之神的规则 摧毁大城水晶 可以获得一千上品魔精奖励 摧毁中城水晶 可以获得五百枚上品魔精奖励 小城水晶 可以获得一百上品魔精奖励 城主水晶被摧毁 这座城池所对应的丧尸军团 也将会全部自毁 相对的 想要重塑城主水晶 则需要耗费十倍的代价 也就是说 要复原一个大城水晶 足足需要一万上品魔精 而且 就算是复原了 丧尸军团也回不来了 需要自行招募才行 这又要耗费一大批的魔精 方凡尘主 未成粮仓的粮食太多了 咱们人手也太少了 未成到咱们江城之间 哪怕打通了通道 货车也是要开数个小时的 这么下去 我们根本运不完啊 赵雅心走了过来 脸色无奈 这未成大粮仓是名副骑士 粮食实在是太多 放心 我已经派人前往江城 让周家和赵家 走进所有货车和汽车 他们应该很快就到了 你们只需要将粮食运送到江城边境就行了 调动整个江城十数万人运送粮食 我估摸这两天就能运送完毕 而魏家的主力军队 想要从树阳城抽身 然后返回魏城 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我们可以和他们打一次时间差 此时此刻 远在百里之外的树阳城 树阳城楼上的守军 是一脸懵的 看着这些自爆的敌军丧尸 关键是这种自爆吧 还对他们没有丝毫的杀伤力 几乎就是一瞬间 这排攻上城楼的丧尸军团 是纷纷战亡 本来树阳城的守军 压力非常大 差点就要被魏国的丧尸大军 给冲破最后防线了 可是他突然来了这么一遭 这谁也遭不住 这 这啥情况 这帮丧尸 疯了 管他的呢 反正都是好事 咱们总算是守住了树阳城了 丧尸大军集体自爆 树阳城的人看得到 魏勋和魏命 自然也看到了 魏命被吓了一跳 作为魏国国主的魏勋一开始 也是惊悚了一番 但是转瞬间是面色大变 魏国都城 魏城水晶已被摧毁了 脑海当中 凭空出现了这样的声音 只有身为魏国国主的魏勋能够听见 他一口老血就吐了出来 父亲 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不会是末世之神 想搞死我们吧 魏命平日里啊 装的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可此时此刻是真的慌 像这种无法预测的事情 才是最可怕的 魏城水晶 被人摧毁了 魏勋捂着胸口 他需要疏解一下沉重的心情 魏城 二叔不是在守卫城中府吗 二叔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情来 恐怕是有人偷袭了魏城 非讨这个蠢货 丢了魏城啊 很快就有军情来到 魏城一主的消息就传遍了群军 魏勋虽然已经猜到这个结果 但是亲耳听到 依旧有一种愤怒难填的感觉 江城 混账 江城城主方反 居然有这个狗胆 单敢和我魏国较量 他是疯了吗 他几天几两 他都不知道 该死的家伙 父亲 我们现在 率军平定了江城 给他知名以计 上来这个方反 方反看着车队 缓缓地朝着江城蹲去 脸上逐渐露出了喜色 这些货车当中 满载着从魏城抢来的粮食 已经是最后一趟 魏城粮仓的粮食确实是多 但是也经不住整个江城的人来搬运 江城 魏城所有的汽车货车都被整用 哪怕是周凯天那辆土豪金跑车也不例外 剩下的十数万江城幸存者 干脆就推这个小木车前来运送粮食 两天的时间 整个魏城的粮仓是彻底被帮空 魏城之内倒是还有一些幸存者 他们自然不敢对方反做出任何制止的动作 魏城城主和那些城卫军都逃窜一空 他们就是普通人 保住狗命那是最重要 甚至还有一大批魏城人 觉得魏城已然凉了 所以干脆就加入了运送粮食大军 然后想要前往江城定居 方凡 想投奔江城的魏城人还挺多的 这可是一次壮大势力的好机会啊 赵雅新匆匆忙忙地走了过来 非常的兴奋 江城此战既得到了一大批粮食 又能增长一批人口 魏城幸存者前来投效确实是好事 但是要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盘查 不能让魏城的奸续混入其中 明白 在江城中单独划分出来一部分土地 让这些魏城幸存者驱逐 就安置在城州府旁边吧 若是有什么暴乱 我能及时出手 方凡很是冷静 这种事情需要从两个方面去看 增加人口 就等同于增加了城池的综合实力 相对来说呢 卡牌店铺的客源也能够更多一些 检测到宿主势力壮大 发布随机任务 开一家分店 任务介绍 10天内 在任何一座中型以上城池 开一家分店 成功奖励 宿主升级为二级供应商 分成比例 提升至百分之二十 失败成法 降级为零级供应商 分成比例 降低至百分之一 备注 身为伟大的供应商 应该继续跟你努力 突如其来的系统任务 让方凡一阵的目 开分店 还限制要求 必须要在中型以上城池 方凡想了想 要不然 在江城再开一家 一座城池 额定只能开一家 卡牌商店 还有这种要求的吗 不过 任务成功的奖励 还是很丰厚的 升级到二级供应商 提升分成比例 其实啊 这就很好 方凡一直在吐槽 分成比例太过于无耻了 江城周边的中型以上城池 就那么几座 魏城我刚刚 摧毁了一遍了 魏家恨不得 将我火包了 还能让我开店吗 其他城池 好像也没有什么交情啊 方凡获得全面胜利 回到了江城 自然是受到了 极高规格的欢迎 大批的粮食进驻 使得江城内部的混乱 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方凡下达政令 只要是江城的人 每人每天保障一斤的口粮 当然了 前提也是需要耗费 魔精去购买的 亦或者呢 是使用等价的卡牌来换取 对于那些暂时没有余力 支付这些费用的老弱 可以帮助成诸府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来补偿 其实啊 在末世的浪潮之下 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什么绝对的老弱了 能活下来的 大多数都是轻壮 或者是 漂亮的女人 城州大人 经过统计 冤枉有三万未成人 来到了我们江城 95%以上都是轻壮 他们的安置地点 就在距离成诸府不远处 事情都已经办妥了 赵振走过来 禀告了 未成流民的安置问题 像这种事情 方凡是没有什么经验的 倒是赵振 很有一番手腕 另外还有 树阳城的使者来了 赵振的脸上 露出了古怪神色 当方凡攻占了魏城之后 树阳城下的魏国军队 也就选择了撤离 树阳城覆灭的危险已除 使者要比方凡早一步 来到了江城 树阳城使者 那让他进来吧 方凡一直考虑着 开分店的事情 或许 这树阳城是个契机 方凡城主 我们又见面了 叶妹尔狂狂走来 柔软的身段 炸颅鱼 你好啊 摄像头的卡牌 好用吗 这一次 还想要采购什么 方凡礼节性地点了点头 不得不说呀 和美女说话还是很舒服的 至少还养眼呢 城主大人还真是为临时徒呢 妹尔来你这儿 难道就是为了买卡牌的吗 就不能是思念心切 过来看望一下城主大人 叶妹尔的自然妩媚的姿态 没有几个人能守得住 哦 是吗 妹尔很乖啊 方凡突然往前走了几步 将她和叶妹尔之间的距离 拉到了极致 她甚至能够感受到 那清新的呼气 嗯 很香 叶妹尔往后退了几步 暗自催了一声 这男人的 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好了 有什么事情 说吧 风凡回到了座椅上 倾作了一杯清新的绿茶 这一次 我是代替我父亲叶增 和整个树阳城上下 感谢城主大人的 若非方城主 即是在背后袭击卫城 恐怕我树阳城 早已被卫国大军功克了 现在他们父辈受敌 已然退回了卫城 只是接下来 他们可能要将怒火 倾泻在江城身上了 方城主 但凡有什么需要 我们树阳城 必定支援 叶妹儿脸上的魅意 是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一股 巾帼风凡 那就多些妹儿和叶长主了 不过我这里 暂时不需要什么支援 你当真不怕卫国的报复 他们军队可是很强大的 毕竟是一个猴果 若是真的发怒了 轻而易举的 能聚集十万丧尸大军 和数十万幸存者大军呢 既来之则安之 你要采购卡牌吗 哼 就知道做生意 这一次我们需要采购 三万张疗伤卡 一万张血清卡 一千张青铜级卡牌 十张白银级卡牌 另外 就是再要三千张 觉醒卡 第三十九节 前面的 方凡道尔觉得都挺正常的 只是听到三千张觉醒卡 一张觉醒卡 那就是一千下品魔精 三千张 那可就是三百万下品魔精 这有些奢侈啊 按照方凡的估算 对于占据树阳城的业家来说 三百万的魔精 也差不多占据了近半价材了吧 三千张觉醒卡 需要三百万魔精的 方凡还特地强调了一下 我知道 不过觉醒卡的效果实在是太好了 上次带回去的二十张 足足为我们叶家 诞生了十个觉醒者呢 末世来临 谁不想要成为觉醒者 想要靠着自己觉醒 速度和比率都太低了 我们叶家 我们叶家也需要一支精锐的觉醒者军队 叶梅儿的眼中透着激动的身色 似乎显得很迫切 三万张疗伤卡 十五万魔精 一万张觉醒卡 五万魔精 一千张青铜级卡牌 十万魔精 十张白银级卡牌 十万魔精 三千张觉醒卡 三百万魔精 成会 三百四十万魔精 这可又是一笔大买卖 按照方法百分之十抽成 能够拿到三十四万魔精 你看 我们都这么熟了 摸个零头吧 本店盖部打折 盖部抹零 抹零 抹掉了四十万 老子才挣多少钱呢 你不要掐饭呢 哼 男人 叶梅儿还是乖乖的 将魔精给支付了 唉 树阳城和江城太远了 每来一次 都要摆脱一大群 挡到的丧尸 简直太不方便了 叶梅儿撅着小嘴抱怨他 风凡的目光 顿时凝聚了起来 他正愁着 不知道怎么说 开分店的事呢 这瞌睡来了 就有人把枕头 给递送过来了 其实我可以在你们树阳城 开了分店的 这都是小事情嘛 开分店 真的吗 你能来我们树阳城开分店 你不早说 叶梅儿眼前一亮 要是树阳城也能有 这么个卡牌店铺的话 那可就方便太多了 这本来呢 就是互利互惠的事 方凡和叶梅儿的意见 不谋而合 接下来 方凡就要准备 开分店的事了 首先呢 分店店主人选 按照狗系统的规则 代理商只能抽成1% 而分店店主 其实是可以抽成2%的 方凡现在是一级供应商 若是卡牌经过他的手贩卖出去 他抽成10% 若是通过代理商贩卖出去 代理商抽成1% 方凡抽成9% 若是通过分店店长贩卖出去 分店店长抽成2% 方凡抽成8% 看起来好像利益被剥削了 但最终获利最多的还是方凡 而且升级到二级供应商之后 方凡能抽成到20% 而代理商和分店店长的福利待遇 则是不变了 方凡能够通过提升供应商的等级 提升抽成的份额 其实啊 代理商和分店店长也是可以升级的 只是需要的营业额有些恐怖吧 这分店店长可是个肥柴 主宰一整个城市的卡牌交易 哪怕只是2%的抽成 那也是很多的 如此看来的话 自然是需要调派自己的心服过去 方凡想到了陈步 他一直啊 帮着方凡打理着江城卡牌店铺的买卖 相关的业务很是熟悉 而这个人嘛 方凡也是很满意 中城这方面那是没话说的 而且啊 陈步比较细心 且有城府 比较适合外派出去 让我去树阳城开分店 那这个卡牌店铺怎么办啊 陈步接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还是比较懵的 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呀 其实也是懒得挪窝 你推荐一个 比较值得信任的代理商 最近你手底下那些代理商 干得都怎么样啊 挑选一个出来 先主事吧 到了树阳城那边 你就会晋升为 一级分店店长 抽成比例 也会翻倍到2% 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了 为了卡牌店铺的生意 辛苦你了 安全问题 你无需多虑 你最近 不是开出了一个 可以进化的 无当非军军团吗 我到时候 会将它晋升到三星级别 届时 你带着青州兵军团 和三星 无当非军军团一起去 若是真发生了什么意外 可以立马撤回来 方凡拍了拍陈部的肩膀 说实在 在一块共事这么久了 也是有感情的 现在要外放出去 他还真是有些舍不得 不过 为了他的大业 也只能这么去做了 老板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将树阳城的分店 经营好的 陈部能够感受到 方凡言语当中 对他的重视 将树阳城分店的权利 全部都交给他 还帮他晋升 无当非军军团 这份恩情 他记住 第一次建立分店 我会和你 一起前往树阳城的 你收拾一下吧 明早出发 魏城那边这两天 倒是安定 本来方凡还以为 他们回到魏城之后 就会立即起兵 攻打疆城 没想到 直接就沉寂了下去 不过 方凡也不曾掉以轻心 魏国终究是个心腹大患 可能随时都会爆发出一场战争 所以分店的事情 趁早解决比较好 第二天一早 方凡便带队出发了 这一路上 时不时的就有丧尸怪物 前来袭击 所以必要的准备 还是要做的 方凡带上了恶魔军团 独角兽军团 还有哥德机枪手军团 当然了 盖伦身为一流大护卫 自然也是要随行的 地狱三头拳小黑 也是蹦蹦哒哒的上了车 像这样的阵容 就算是遇到什么样的强劲对手 也能够保命跑掉 行车到半道 叶魅尔看着密密麻麻的丧尸群 麻烦了 前面出现了一大批丧尸 唉 丧尸太多了 怎么还是绕道走吧 方凡一眼瞥过去 差不多呢 有个三五千的丧尸 而且啊 现在丧尸晋升的速度很快 其中有一部分都已经变异了 成为了异性丧尸 这样成规模的丧尸集群 一般没有个几千幸存者的队伍 是不太敢直接硬碰硬的 叶魅尔瞥了一眼自己的车队 再看看方凡的车队 总归架起来都不足百人 这样贸然冲上去 那是肯定要出现重大问题 你待在车内 我去解决异象 很快的 和叶魅尔的担忧不同 方凡看到这么一大群丧尸集群 反而感到很开心 这一路走来啊 也没啥油水 三五千个丧尸 唉 勉强能够饱餐一顿吧 汉斯 带领各的机枪手军团 从两次射击 撒旦 独角兽王 你们各自带领恶魔军团 和独角兽军团 从正面出击 小黑 盖伦 随时准备指引 方凡挥了挥手 战斗是一触即发 三星机枪手军团的战斗力 那是毋庸置疑的 面对这些一星 甚至没有品级的丧尸 那基本上都是秒杀的 四星恶魔军团 在撒旦的带领下 那是所向披靡 独角兽军团 那更是横冲直撞 没有丝毫压力 盖伦负责方凡的护卫 顺便清理一下高清丧尸 小黑则是摇晃着三只狗头 张牙舞爪的四处看尸 武当飞军军团 去助理老板 陈步从车上走了下来 指挥着自己挥下的 武当飞军军团 武当飞军军团 刚刚被晋升到三星级别 那战斗力也是极为强悍 场面一度十分的舒适 几个军团互相配合 开始疯狂的宰杀丧尸 几分钟过后 这数千丧尸集群 差不多就伤亡过半 叶妹尔的眼中满是惊骇 这就是强者的世界吗 方凡 他太强了吧 不愧是双膀第一 就他挥下这几个军团 足以抵挡 上十万丧尸军团了 用望远镜四处乱瞄的叶妹尔 突然是面色巨变 五星丧尸 那是五星丧尸啊 方凡成主 你小心啊 丧尸的等级 其实还是比较好辨认 越高级的丧尸 他们的眼珠子就会越发的忧虑 而他刚才看见的那只丧尸 眼珠子 已经快要接近纯粹的忧虑 方凡回头对叶妹尔挥了挥手 脸上没有丝毫的担忧 都什么时候了 还这么装 待会儿五星丧尸冲过来 看你怎么办 这叶妹尔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这么紧张 这叶妹尔的心呢 都快要跳到嗓子眼了 之前攻打他们树阳城的丧尸王者 也不过才五星级别 接着 他眼中的忧虑 就被震撼所取代 他看见了什么呀 一个身穿银铠的壮汉 居然一剑斩下了那个五星丧尸的头颅 这个一直守卫在方凡身边 其貌不扬的银铠护卫 居然这么强啊 一剑砍下五星丧尸的头颅 那他自己 岂不是要更强吗 如此强者 居然也被方凡收服了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要念啊 亏我刚才还那么担心 他会有什么意外 原来人家 根本不在意一个五星丧尸 搞得我好像全无见识了 叶妹尔的脸色一阵的红韵 对于方凡越发感到好奇了 总觉得这个男人身上 还有着挖掘不完的秘密 丧尸集群 随着那个五星丧尸头领的死亡 而逐渐的消散 战斗持续了约往二十分钟 之后便开始清理战场 主上 斩杀四千余丧尸 获得魔精一万余 各种卡牌一千多张 其中这几张都是比较稀有的 汉斯按照方凡之前惯例 将卡牌分类好 一般的空白卡牌 还有食物卡等等 就不用方凡过目 二十张晋升卡 一张空间卡 一张军团卡 可惜是不能进化的 还有就是这张木兵卡 比较珍贵了 六星装备卡 这个倒是不错呀 打开六星装备卡 获得六星装备 激光手枪 屠龙之翼 介绍 高科技产物 可发射激光束 能够对六星生物造成伤害 对六星以下生物 拥有毁灭功效 备注 一枪在手 可屠成 第四十集 方凡将屠龙之翼握在手中 随意地射击一枪 远处那一块巨石 直接被击穿了 六星装备 恐怖如斯啊 方凡将激光手枪收好 这应该是刚才那个 五星变异丧尸灭杀过后 爆出来了 这波战斗收获还是很不错的 每人一张补击卡 补击一下能量 受伤的 赶紧使用疗伤卡 疗伤卡可以医疗伤势 补击卡可以补击损耗 譬如 哥德机枪手的子弹 就可以通过补击卡来补充 走吧 继续前行 几十分钟的战斗 对于方凡来说 也只是刚刚热热身罢了 方承主 原来你这么厉害啊 你手底下的那些军团 都好强啊 聂魅尔眼中 开始犯出了经过 强者总是会让人多看一眼的 你也可以的 只要你在我这里 多买点卡牌 多开出几张军团卡 再多开出点晋升卡 心要强大 分分钟的事 之前才给你送了三百多万星石 我们树阳城可比不上你的江城 就这点家底了 车队继续向着树阳城前进 这一路上虽然也会碰到灵星的丧尸袭扰 但是也都无关大雅 第二天上午的时候 就已经进入树阳城地界了 叶魅尔是特地派人先行前往树阳城 进行迎接工作 不论这么说呀 方凡县在那也是一城之主 而且还刚刚摧毁了魏城 解了他们的树阳城危机 真要算起来 他还算是整个树阳城的恩人 树阳城的东城门 已经有一行人在等待了 叶魅尔是逐个的介绍了一遍 这是我大哥叶少 这是我二哥叶也 我父亲腿脚不方便就没来 还请你见谅 对了 这是我们树阳城成卫军统领之子 傅勇 叶魅尔的大哥叶昭啊 倒是挺和善 至于这个二哥叶也 总觉得透着那么一股子很立志色 还有眼前这个所谓的成卫军统领之子 眼睛一直都留恋在叶魅尔的身上 就恨不得将他生吞活泼了 这一次方凡县主来到我树阳城 是要开一家卡牌店铺分店的 以后我们需要购买卡牌的话 就不需要跑那么远的路了 方承主可真是个好人呢 叶魅尔拉着方凡 就朝着树阳城前进 方凡城主果然是人中龙凤 一看就非同一般的 此番能够从背后偷袭卫城 劫我树阳城之围 多谢了 叶昭拱了拱手 真诚地道谢 我听说这一次 方承主在魅尔所获泼风啊 若非有我们树阳城的军队 在这里纠缠着魅国的主力军队 恐怕方承主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吧 魅尔是华境有名的大粮仓 此番方承主更是将魅尔的粮仓 给搬空了 不知道方承主 能否援助我树阳城一些呀 叶昭他不觉得方凡偷袭卫城 他们需要对其感恩什么 反倒觉得呀 树阳城是帮助江城促成了偷袭卫城之举 既然有帮助的成分 那么你获得那么多的战利品 分一点给我们也不过分吧 叶昭的心思是昭然若揭 叶昭看到方凡的脸色沉了下去 顿时着急了 二哥 你说什么呢 方凡城主是客人 快请客人进去吧 叶昭尔护送着方凡朝着城内走去 方凡瞥了叶叶一眼 这家伙 这家伙从面向上看那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刚来到树阳城就对自己层层逼迫 显然是对他有意见 看来这树阳城也并非是一潭清水啊 方凡是继续前行 这次的任务呢 只是建立一个分店 至于树阳城内部的一些事 他管不了 更不想管 只要是别对他动什么歪心思 他呀 倒是乐得看热闹 众人往树阳城城内走去 方凡也是沿街扫市着适合开店的场所 现如今我们树阳城实事久空 各大商铺基本上也都是空空荡荡的 方凡城主看上了哪家 直接说就行了 对于叶妹来说 方凡开卡牌分店 是有利于树阳城的大好事 就这条街道吧 挺安静的 很不错 方凡找到了一条比较僻静一些的街道 靠近城墙外围 算是名副其实的荒僻区了 和他在江城开设的卡牌店铺 位置也颇为相似 在这里 这也太偏了吧 在中心街还有更好的商铺呢 不用 这个位置挺好的 多少魔精 我买下了 方凡觉得这里环境不错 周边也没什么其他的商铺 将来想要扩张也方便 不用不用 这是我们叶家的一点心意 若是这还收取魔精 那岂不是说明我叶家无理了吗 叶昭联盟拒绝 一是一二十二 该多少是多少 这一整条街我都要了 一万魔精如何呀 方凡已经在为未来做规划 一万魔精 现如今的购买力还是很强呢 这么一个偏僻的街道 别说是一万魔精了 一百魔精都没人要 这 叶昭有些为难 你让他向恩人收钱 还真做不到 收下吧 方凡成主不差这点魔精的 叶昭尔清楚方凡的性格 所以也没再纠缠 开最强卡败分店 第一家分店 任务完成 获得奖励 宿主晋升为二级供应商 分成比例 提升至20% 宿主超格完成任务 分店规模很大 本系统非常满意 奖励一万经验值 方凡感觉身体一阵的哆嗦 身体内的血液 也接着沸腾了好一阵 随即他便晋升了 四星觉醒者 够系统 这次挺实在啊 居然还奖励了经验值 一万经验值所带来的提升 差不多能赶上十张经验卡了 而且没有任何限制 我喜欢这种无脑健身的感觉啊 宿主方凡 等级二级供应商 分成比例 20% 拥有店铺 两家 拥有店长 一级店长乘一 拥有代理商 一级代理商乘五 备注 你的事业 刚刚迈出第一步 勉强算得上是菜鸟供应商 这是供应商的官方面板 方凡再度将目光转向了个人战力面板 宿主方凡 等级四星决心者 麾下英雄 戴伦七星 青铜品质 军团 独角兽军团四星 恶魔军团四星 戈德机枪手军团三星 黄金取帅军团三星 宠物 地狱三头犬四星 备注 你自以为很强大 但其实 人就是个弱鸡 自动忽略最后的备注 其实啊 这画面感还是很不错 第一家分点成功的开程 这是意义非凡的 首先就是供应商等级的提升 分成比例 从10%提升到了20% 这显然是质的提升 也就是说 以前赚取一万摩金 现在就能赚取两万摩金了 因为有叶妹尔这个城主 千金作为担保 所以啊 新店虽然地点偏僻 但是一开始的人流量还是不错的 包括那叶家的两位少爷 还有那个成卫军统领之子 也都跟了进来 分店的招牌货柜人们呢 其实和主店也没多大区别 货柜都是一样的 招牌也只是多了一个分店的注释 金光闪闪的大招牌之下 最强卡牌店铺 第一分店 这几个字是异议盛会 货柜上的展览是比较随意的 是觉醒卡 之前妹尔小姐 败回来20张 足足成就了10个觉醒者 当初我表弟那头蠢猪 也都能够因此而晋升啊 树阳城成卫军统领之子 傅勇获为感慨 还有那黑铁级卡牌 和青铜级卡牌 上次三位带回来一批 可是开出了不少好东西啊 各种高级武器甲咒 甚至还有一个可进化的军团呢 居然还有更高等级的白眼级卡牌 能开出的宝贝 肯定是更多 就是这个价格 有点贵了 一万下品魔精啊 叶家的老大叶昭 嘖嘖赞叹 给我来10张白眼级卡牌 叶昭掏出了10万魔精 这差不多是他全部的身价 成卫10万魔精 这是卡牌 10万魔精 按照现在的比例分成的话 方凡能够得到2万魔精 很实惠 叶家老大迫不及待的 拿出了白银级卡牌打开 下品魔精 下品魔精 空白卡 不及卡 10张白银级卡牌接连打开 空白卡就占了足足5张 剩下的5张呢 有4张也都是极其一般的下品魔精卡和不及卡之类的 唯独一张武器卡稍微有那么点看到 叶昭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十万魔精 最终换来的就是一张武器卡吧 他有些不甘心了 嘿嘿 看来和传说中的卡牌店铺也一般般嘛 哪有三倍吹嘘的那么神无其神的 大哥 你看看 你抽取的这些东西 夹在一块 只是一万魔精吗 你亏大了 倒是方程主 做了一笔好满的呀 叶昭的心情不爽力 可一旁的叶也倒是异常的开心 开始竭力的贬低分店 他反正是打定了主意 不在这消费一分钱 这摆明了就是个圈套 一个大圈套啊 大哥 叶妹儿走了过来 想要劝慰 老二 无需多言 这只是我运气不好罢了 和人的卡牌店铺没有关系 很方凡成主 更是没有半点瓜口 叶昭虽然心情郁闻 但也是知道轻重缓急的 他将唯一的一张武器卡打开 获得一把七星屠龙刀 介绍 这是一柄由高科技锻造技术打造的神兵 备注 宝刀屠龙 无坚不摧 大少爷运气也太好了吧 七星武器都能开出来呀 十万魔精 换取一柄七星屠龙刀 这实在是太转了呀 七星武器啊 看上那些四五星的丧尸王者 那岂不是和切瓜一样吗 叶昭也是没有想到 最后居然运气爆表了 七星武器 他可是从未想过 之前他使用过的最好的武器 也不过才是三星级别的 就那把武器 已经足够让他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了 而现在换上了七星屠龙刀 那岂不是更为强悍了 多谢方程主 您这家卡牌店铺 真的是货真价实啊 我叶昭服了 叶昭是美滋滋地握着屠龙刀 而叶旁的叶野 顿时觉得脸上活啦啦的 他刚才还在诋毁卡牌店铺 这明里暗里的大骂奸商 可是现在局势逆转 大哥 我帮你试试锋利度 别弄个假冒伪劣产品 叶野直接将自己身上随身佩戴的一把三星级别的糖刀给抽了出 狠狠的便劈砍在了七星屠龙宝刀上 他是使劲了浑身的解数 只要在这把屠龙宝刀上面留下一个窝口 就能够证明这是个假货 老二 你 叶昭还没反应过来呢 叶野的三星糖刀已经到了 两把刀碰撞在一起 一把刀直接断裂 我的三星糖刀啊 叶昭手中的屠龙宝刀 自始至终 连个白印都没留下 有趣 不愧是屠龙宝刀 真厉害啊 老板 给我来十张精通级卡牌 我也来碰碰运钱 围观的群众再也等不了了 纷纷上前购买大批量抽取系列卡牌 方凡看着这叶家老二叶野都爽利了许多 这二傻子 倒是间接给他们那卡牌店铺分店 还打了一波广告 方凡将剩下的事 全部都交给陈部去处理 毕竟他才是分店的店长 作为总销商 方凡只是负责六位数以上的大生意 店长和代理商啊 还是有一点不同的 代理商能够售卖所有的日常系列卡片 但是只能售卖比方凡低一个等级的抽取系列卡牌 也就是说 白银级别的卡牌 他们没有资格售卖 但是分店店长 却可以在方凡的授权之下 拥有所有日常系列卡牌和所有抽取系列卡牌的售卖资物 树阳城分店 在如火如荼中开业 方凡也是颇为激动 按照这个趋势 树阳城分店头几天的营业额将会比总店还要高上多少 本来叶妹儿还想要邀请方凡 前往城主府坐坐 但是他也舟车劳顿 需要休息给拒绝了 叶妹儿啊 长得很漂亮 一般的男人都是很难拒绝和他接触的 但很可惜 这方凡还真就不是一般的男人 树阳城 城主府 父亲 这就是我从新开的卡牌店铺中得到的七星屠龙宝刀 这家卡牌店铺的存在对我们树阳城太重要了 必定能够极大的加强我们树阳城的战力啊 叶昭兴地拿出七星屠龙宝刀在叶增面前展示 是啊 父亲 我觉得我们应该紧紧地和江城联合在一起 魏国实力强大 我们只有和江车联手才能制衡魏国 叶妹儿也是颇为高兴 毕竟这方凡啊 也是通过他的招商引资 拉拢到树阳城 现在大哥都如此称赞卡牌店铺 也是在给他涨面 这次采购的三千张绝心卡 三万张疗伤卡 还有其他的一些卡牌 都在这里了 总共花费了三百多万魔金 叶妹儿将数万张卡牌一起拿出来 堆积在大厅之中 形成了一个小山堆 树阳城城主叶增的脸上 却是没有多少的喜色 反而透着一丝丝的忧虑 父亲 我觉得现在万万不能和江城联盟啊 江城这一次偷袭魏城 将魏城粮仓搬运以空 魏家能干心吗 接下来 他们重点打击的目标 必定是江城 我们现在跑去和江城联盟 只能认死路一条 我看到不如 趁着方凡在城内 将他一网打现 那个卡牌店铺 有那么多卡牌 只要我们能拿到 咱们就发了 到时候啊 拥有了资本 也能和魏家讲和了 叶也阴策策地走了出来 反正刺史之中 他都看方凡不爽 二哥 你在说什么呢 人家方凡城主好心好意 来我们树阳城 开卡牌商店 也是扶责我们整个树阳城 你怎么能生出 这样的心思来呢 况且 若是没有方凡城主 带兵偷袭魏城 我们树阳城早就晚了 叶妹儿觉得 自家这二哥实在是太无耻了 父亲 您说呢 和江城结盟 绝对有利于我们树阳城的 叶妹儿将目光 转向了城主高座上的叶增 父亲 我觉得三妹说的也有道理啊 叶昭刚刚得到屠龙宝刀 还记挂着方凡的恩情 别说了 卡牌店铺可以继续开着 你们别想着打他的主意 我们不能做 节则而鱼的事情 我们需要这家卡牌店铺 长久的为我们树阳城 输送利益啊 至于和江城结盟的事情 就此罢了 老二说的也对 卫国太强大了 就算我们和江城联合起来 也无法击败他们 咱们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行了 叶增身为树阳城的城主 这压力太大 方凡现在确实跳脱的很欢快 但是站在他的角度上 并不适合成为盟友 一旦成为了盟友 就要迎接来自魏国的复仇艳护 很显然 他们树阳城是承担不起的 叶增只是想要在自己 这一亩三分地上 好好的生存着 至于其他的霸业野心 此刻他也顾及不到 叶妹儿呢 有些遗憾 他很清楚方凡是如何的强大 现在和江城结盟 尚且还算是雪中送炭 可是等江城要是真正强大前 可就没有他们尽上天花的机会了 叶昭则是将精神力 聚集在手中的屠龙宝刀上 叶野的眼中 逐渐多了些贪婪 这件事你干不干啊 干掉这个小子 那些高级卡牌 肯定一大堆 到时候 咱哥俩就发了 他现在身边 没有大君随行 正是好机会 到时候 我将他筐片过来 大刀上 将他干掉 阴暗中 夜夜的目光 有些阴质 可是 妹儿小姐那边 要是问起了怎么办 城主大人 也不会答应啊 城卫军统领之子傅勇 有点愁愁 他对于这件事 并没有太多的感想 还妹儿小姐呢 你是装傻还是真傻呀 我三妹现在 看那小子的目光 可是充满了 浓浓的爱意呀 我可告诉你啊 现在我父亲 已经有意向 要将三妹嫁给方凡 以此联姻将成了 事情做不做看你 到时候 要是他们真的成了婚 在喜宴上 你可要多喝几杯啊 什么 不可能的 城主大人 怎么可能这么做 城主大人 从许诺过我父亲 要将妹儿小姐 嫁给我的 不行 该死 跟我争夺妹儿 必须死 我会亲自 调派我父亲的亲卫队 方凡看着眼前的侍者 脸上流露出一抹狐蚁 因为妹儿邀请我父亲 她怎么自己不来呀 还点名让我单独去 方凡成主 妹儿小姐 想要亲自为您 做几道树阳成菜 还请您务必到场 妹儿小姐对您 那可是钦佩至极呀 想要亲自向您道谢呢 妹儿小姐还说 要亲自和您谈鸡笔大生意 这前面都是废话 方凡就只关注到了最后一条 大生意 嗯 很好 行吧 前面带路 盖伦随行 方凡交代陈部一声 便出了卡牌店铺的大门 侍者看到盖伦随行笑了笑 什么也没说 这一路之上 有些诡异 侍者是一言不发 方凡在路边上 也没看见几个人 这不是前往成主府的道路吧 方凡停下了脚步 哎 方凡成主多虑了 这就是前往成主府的道路 咱们快些走吧 妹儿小姐应该都等着急了 侍者脸上流露出一丝急色 方凡朝着四周扫视了一眼 有问题 不过 方凡却并没有拆穿 只是和盖伦互相对视了一眼 继续前行 前行的道路越发的僻静 一道道破空声传来 方凡的眼中闪烁一抹金光 终于还是来了 一个个装备齐全的士兵 从周边走了出来 其中步伐一些丧尸 在树阳城内出现丧尸 很显然那不是散乱的丧尸 而是树阳城的丧尸大军 还有一个三星军团 三个二星军团 好大的阵仗 笼统地夹在一起 也得有两三百人 最低的那也是一星觉醒者起步 二星三星级别的存在 也是层出不穷的 哎呀 你们拦着我的屈辱干什么呀 妹儿小姐 可是邀请我学复宴呢 可不能耽误了时辰啊 方凡装作一副交际神色 就凭你 也想赖蛤蟆 想吃天鹅肉 妹儿也是你能亲近的了的 不过就是仗着末世起来的爆发户罢了 我最讨厌的 就是你这种人 人群中走出一个面色阴质的青年 恶狠狠地盯着方凡 你是那什么 什么统领的儿子来着 叫啥来着 你这种小角色 我记不住啊 方凡思索了好一会儿 但是将他的名字给忘了 我乃树阳城城卫军大统领之子傅勇 方凡 你居然敢羞辱于我 你不好好的当你的城主 跑树阳城来干什么 居然还敢勾得妹儿 今天 这里就是你的葬神之地 傅勇面露兴奋之色 杀了方凡 除去了这个竞争对手 那妹儿就是她的了 风凡撇了撇嘴 这女人呢 还真是祸水 她和眼前这个蠢货 压根就没什么交集 可偏偏这家伙 看着自己的眼神当中 还是充满了仇怨 给我上 载了她我重重有赏 能死在我父亲的亲卫队手中 也算你的荣幸了 我知道 你是三星决心者 不对 现在已经晋升到四星了 居然晋升得这么快 但是今天 你也必死无疑 第四十二集 傅勇兴致昂然地看着自己周边的强悍战力 是越发的嚣张 没有可调解的可能了 必须要杀掉我呀 风凡似乎在思索些什么 现在害怕了 我告诉你 没用了 今天你是必死无疑 我一定会干掉你 你不是号称双绑第一吗 卡牌店铺还开到树阳城来了 你攻打了魏城 所有人都将你当作大英雄 对不对 我的妹儿 就是被你这样勾搭去的 这傅勇一边说着 显得更加激动 杀了他 方凡给盖伦递过去一个眼神 全在了吧 算是帮着树阳城 清理了一个不安分因素 你们只知道 我进行了四星觉醒者 可是你们哪能知道 我身边的护卫 盖伦 已经解锁到了七星战力了 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 方凡左手持着六星装备 屠龙之翼激光手枪 右手持着一柄四星长剑 六星激光手枪破停歇地攻击着远程距离的目标 四星长剑则是清除铺上来的敌人 身为七星觉醒者的盖伦 他手中那大网剑每一次挥动 其剑王都能干掉十个八个敌人 两百余人的精锐护卫队很快便被屠上了大半 此刻的傅勇也慌了 他引以为傲的精锐亲卫队居然撑不了片子 方凡 你疯了 这是我父亲的精锐亲卫队 你是要挑起和我们树阳城的战争吗 你现在已经招惹了魏国 在得罪我们树阳城 你这是在找死 看着身边的护卫越来越少 傅勇开始大声叫嚷 企图让方凡有所顾忌 方凡撇了傅勇一眼 这家伙还真幼稚 你觉得树阳城主 会为了你这么一只小下面 来得罪我 若是他真的这样做了 那只能彰显他的愚蠢 我不介意 来一波屠城的 我问过你 有没有调解的可能 你说不可能的呀 所以都得死 风凡持续进行战斗 一片片血雨降落 让这条僻静的街道 变得热闹了许多 很快 两百多人的精锐卫队 便被屠杀殆尽 而傅勇也是颤抖的 贵符在地面上 眼神中布满了恐惧 你放过我 不是我 这和我没关系 是叶爷 是他送由我来的 真的 真的不是我 你不要杀我 我父亲是大统领 你杀了我 他不会放过你的 你现在还在树阳城 对了 你还要在树阳城开店呢 你放过我 以后我照着你的店铺 还有妹儿 妹儿我也不要了 我不要了 枪声响起 大号的额头上 多出了一个弹孔 方凡看了一眼 手中的六星激光手枪 按道 这威力啊 确实不错 就是有些耗费不及卡 这激光手枪啊 只能连续发射十次 就得需要一张补给卡 来补给能量 既然所谓的赋宴 就是一场刺杀 那么所谓的妹儿的邀请 也是个幌子了呗 方凡随意的打扫了一下战场 搜刮了一下魔精和卡牌 随即便沉思了一会儿 现在 他可以回到卡牌店铺 亦或者继续前行 盖伦 你回去 将这个军团带过来 我先去承主府 这件事情 总该有个了结啊 现在 就看叶家的态度 他们的态度 决定了方凡接下来的动作 承主府前 方凡大踏不进入 刚到门口 便碰到了叶妹儿 方承主 你怎么来了 是有什么事情吗 是特地来找我的吗 叶妹儿惊讶地打领了方凡 在心中还有着一丝小窃喜 狗男人终于忍不住了 不是你派人告诉我 让我来赴宴吗 有几笔大生意 要和我谈的吗 方凡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我没有啊 我什么时候叫你过来赴宴的 叶妹儿是一脸懵地看着方凡 你怎么来了 附勇呢 叶爷本来是焦急地在等待着 看到方凡到来 下意识地追问 按照他的计划 现在应该是附勇 带着方凡被干掉的消息到来 可是 居然方凡平安无事 难道是附勇这家伙 临着退缩了 这个废物 一点事情都做不好 附勇什么的我不知道啊 不过在路上 倒是遭遇了一支强盗 不过没啥事 已经被我给料理掉了 方凡装似深长地看了叶爷一眼 这叶爷顿时面色一遍 方凡 你给我出来 凤凡 你当街杀了我儿子 你屠了我的亲卫队 我附勇与你不攻殆天 突然 一大队的人马赶到 为首的正是 树阳城城卫军大统领附勇 而附勇说出的话 更是让叶爷面色巨变 你一个人 屠入了附勇的亲卫军 那可是 可是 两三百精英啊 还有一个三星五族军团啊 傅兄大统领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方凡城主才刚来树阳城 是特地来树阳城开店的 怎么可能跑去杀了傅勇呢 叶妹儿也是一阵的头大 不过 她还是护在了方凡身前 企图化解彼此的恩怨 这件事 妹儿小姐就不要插手了 若非妹儿小姐 勇儿也绝对不会做出这等傻事 叶妹儿想要开口 却被方凡给拦了下来 之前那强盗头子是你儿子呀 可惜了 被我一枪给崩了 还有你那什么卫队 他们也没标注名身份呢 直接就冲上来要杀我 你说我能不杀他们吗 等着被他们杀呀 你儿子死了 你的卫队被屠戮了 其实怪不得我 只能怪他们实力太垃圾 却偏偏要过来招惹我 你觉得 我说的对吗 方凡坦然若定地站了出来 盯着傅雄 丝毫不曾露出胆怯之色 哪怕被数千军队给包围 也依然是稳如老狗 方凡坦 你一个人 屠戮了二百多人的精锐位队 这不可能 叶也稍稍醒过神了 眼中除了惊骇 更有恐惧 不是一个人呢 还有一个护卫 我们是两个人 方凡的目光盯在叶也的身上 这叶也缩了缩脖子 我不想知道过程 我只知道你杀了我儿子 我要向你复仇 今天所有人都别拦着我 否则别怪我傅雄翻脸无情 这傅雄就像是一只发了疯的狮子 他要竭力地护卫自己的幼崽 是吗 就凭这些人 方凡活动了一下关节 脸上露出一抹饥方 你以为你是天神吗 你不过就是个四星决心者 就算是用人命队 我也要将你给弄死 这傅雄虽然是仓促聚集的军队 但也得有数千人嘛 其中更有不少是一星以上的战略 那就等着看 方凡打了个响指 大统领 不不不好了 后面后面有数十人队伍 冲进来了 废物 数十人而已 你紧张什么 丢我鼠阳城的脸面 这傅雄一脚踹在传令兵时 不不是 大统领他们太猛了 直接冲上来了 在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都伤亡数千 而他们毫发无损呢 继续打下去 我们就要全军覆没了 传令兵慌张的从地上爬了起来 一支精锐突击队 突然从数千人的队伍当中 便冲了进来 他们硬生生的 就从数千人的包围圈中 撕开了一个硕大的窝口 冲锋在前的 正是手持大宝剑的盖伦 还有长着三颗脑袋 疯狂吼叫的小黑 主上 盖伦来源 主上 撒旦率恶魔军团来源 主上 汉斯率戈德机枪手来源 主上 滚害来源 伴随着独角兽和小黑的吼叫声 气势磅礴 富雄看着近在咫尺的敌军往后退了退 这气势也太强了吧 他回头看去 只有一片冰冷的血尸 眼前这支只有几十人的战队 就像是一把尖刀一样 恶狠狠的将他们从中间切断 这世间巨人有如此强力 富雄大同领 还要继续行尸问罪吗 方凡走上前去 雾光灼灼的看着这位大同领 为儿子复仇情有可原 但是也要分清楚场合和分寸 以及这件事发生的缘由 你 你不要得尊尽持 富雄固然知道 此刻最好的选择是什么 但是他那面子上挂不住 哦 盖伦 继续攻击吧 还有这么多军队呢 怎么着 也够你们惹身了吧 树阳城军队当中夹杂的幸存者们 瞬间便没有了战斗的意志 之前和魏国大军作战 好歹还能看到点叛道 可眼下他们面对的这些 这 这都是些什么神仙人物 刀砍不死 枪打不死 这完全就是在自我毁灭 这些幸存者们 开始呈阵列的从队伍当中脱离 很快便只剩下了千余丧尸士兵 还坚守在原地 人心不可测啊 而这些丧尸 在这种时候 反倒是更加牢靠 拿下大统领复雄 居然公然对方凡城主动手 岂有存力 关键时刻 树阳城城主 从城主府中走了出来 力声呵斥着大统领复雄 随即便面露微笑地看着方凡 方凡城主受惊了 使我御下无方 让阁下看笑话了 请允许老朽 在这里赔罪 叶增弯下了脊梁 这老家伙 之前一直都在城主府 这外边这么大洞女 他没理由 啥都不知道啊 很显然 这是在装模作样的 若是刚才 傅雄干掉了方凡 恐怕 他也是乐见其成的 只是现在 看到方凡 麾下军团的战力 太过强大 所以 他顿时也就慌了 赶紧出来 积压了大统领傅雄 让这家伙 直接就成了替罪羔羊 这老家伙 这套路玩得很明白啊 第四十三集 风凡看在眼里 可脸上 却没有丝毫的变化 叶城主也说了 这是大统领 私自动兵 叶城主何罪之忧啊 只是刚才叶野少爷 好想透露出 这次刺杀事件 他也有参与啊 我可是受到了 颇多警吓 我的爱将盖伦 也差点与命当场 可谓是格外凶险了 叶野的面色大扁 要真是追究起来 自己那小面还能保护吗 不 不就那人 叶野瞥向了叶增 似乎是在求援 而叶增的脸色 也是难看了起来 就这个蠢货儿子 天天就知道 给自己惹事 也不知道惹到的 这究竟是些什么人啊 方凡太强 就连他麾下这些军团 都足以颠覆整个树阳城 刚刚遭遇大战之后的树阳城 是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了 而方凡既然没有直接撕开脸面 很显然是留下了回旋的余地 叶增瞥向了叶妹儿 现在也就他能和方凡说上几句话 父亲 方成主此番遇刺 必须要给个交代 否则我们叶家 又有何颜面立足于树阳城呢 这叶妹儿呢 倒不是不想帮忙 只是 打了这么多次交道 他很清楚方凡的为人 叶也恶狠狠地瞪了叶妹儿一眼 到这个时候 居然还说风凉话 方凡成主 您受惊了 不知道您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出来 只要是我们叶家能做到的 必定不会推辞啊 这叶增也很是无奈 为了自己这宝贝儿子 他必须得服软啊 方凡给陈部暗示了一个眼神 哼 我家城主大人受惊颇重 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抚慰的 还是来点实际的吧 陈部是欣然领会 大不胜前 陈部 对象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啊 方凡装作一副不满的样子 可暗地里 确实给陈部竖了个大拇指 这配合太好了 应该的 应该的 这是二十 二百万魔精 还希望方凡成主 肖娜 就当是我们叶家 赔罪了 我叶曾再次保证 今后绝无可能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树阳城的卡牌店铺分店 也必定会得到最好的保护 叶曾咬了咬牙 这次只能出血了 这二百万魔精 差不多算是叶家最后那么一点家底了 刚刚经受过魏国大军摧残的树阳城 可容不得半点闪失了 出钱消灾他也认了 谁让这事亲扯到自己那宝贝儿子呢 这真要只是大统领富雄的事啊 他一刀斩了 倒是简单了 哎 这怎么好意思啊 我将成和树阳城的友谊 摆在这里 只是叶城主的一片心意 我也不好拒绝啊 行吗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收下了 方凡一赴我很无奈的样 这叶曾和叶也恨得牙根之痒呀 倒是叶妹儿笑出了声 就这个狐媚子 有的时候还真的别有一番风情 这本来就是个突发事件 方凡也没想着将树阳城怎么样 他只是想单纯地过来开个分店而已 若不是这些人作死的想要刺杀的 说不定了 他现在都已经回到江城 这方凡也不是没想过干掉叶也 然后控制住整个叶家 随即趁机占据了树阳城 只是现在的时机不对 攻占了树阳城 他还在太平驻守 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反正卡牌店铺的分店已经入住了 既定利益已经到手 其他的暂时可以放下 回到第一分店 和陈部交代了几声 方凡便准备率领麾下的军团返回江城 临别的时候 就只有叶妹儿跑来相送 驻军一路顺风 刺杀的事情 我们叶家实在是对不住你 还请城主大人不要怪罪 就算要怪罪 怪罪到妹儿一人身上就好了 他毕竟是我的哥哥 是吗 女人 方凡突然伸出手 按住了叶妹儿的秀发 对着那红润发亮的嘴唇 狠狠地吻了下去 记住 以后不准在其他男人面前这样 只能在我面前展现你的五妹 方凡上了车 扬长而去 在城门口 叶妹儿伸出了白嫩的手指 轻轻地触碰着自己的嘴唇 王八蛋 口红都弄花了 吉普车上 方凡捂着自己的心口 面色有些发红 他变了 真的是变了 以前他是绝对不会被美色所获的 但是 今天失态了 那个女人那太有人了 肯定是这样 不是老子的问题 老子的意志非常的强 不过 这嘴唇上 还残留着一丝丝甜味 很舒服的感觉 老子吃亏了 这是我来到这里的初吻 方凡暗倒 那个女人 转大了 车队是缓缓地朝着江城市去 此行完美收官 这就是江城了 父亲 我们这一次 一定要将江城彻底拿下 一起刷 卫城之耻 江城之下 卫命的眼中是充满了暴女 原本他马上就能得到了 自己所袭击得到的一切 那个让他魂亲梦赢的女人 也将会贵福在他的面前起饶 但是 这该死的方凡 该死的江城 居然趁机攻打了卫城 甚至还摧毁了卫城的城珠水晶 他们为了保住卫国的基业 不得不撤退 数日来的努力 也是化为乌勇 卫国国主卫勋 对于自家儿子的过度自信 也有些担忧 这江城没有这么简单 一定要谨慎再谨慎的 另外 派遣使者前往江城 若是他们愿意起降 那就更好了 卫勋无奈地摆了摆手 卫城水晶被毁 为了恢复卫国水晶 他可是足足耗费了 一万枚上品国精 换算一下 那可就是一亿的下品魔精啊 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他差不多将整个魏国的家底翻了个底朝天 这才勉强凑齐了 为此 甚至将魏国控制境内的几座城池的幸存者压榨了无数次 而魏国的损失 而魏国的损失却远不止如此 魏城的大粮仓足够他们魏家 在末世腾飞崛起的大粮仓 居然也被一锅端了 这才是最令他恼火的 城中无粮 他的魏城 他的魏国 还能存在多久 攻打江城 势在必行 战鼓声悠然响起 近十万丧尸大军和数十万征集起来的幸存者大军 开始了攻城的步伐 江城之内一片的哗然 魏国的报复来了 来得这般迅速 恰逢此时 方凡还不在城中 周家的家主周霸和赵家家主赵振一碰头 这脸色都很难看 虽然在他们的影响力之下 江城也是迅速聚集了数万幸存者大军 再加上拱卫城门的一万丧尸大军 也勉强形成了抵抗之势 若是面对的只是普通敌军 他们这些军队是完全够了 可是那魏国的军队实在是太多了 近十万的丧尸大军 数十万的幸存者 已经密密麻麻的将江城给包围了起来 这江城难道要在这场战役中被摧毁吗 魏国的使者来了 周霸的言语当中夹杂着一丝彷徨 不行 咱们那位方程主的手段你还不知道吗 若是我们弃城投降 他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相反 若是能够坚守住成功 他也绝对不会忘记我们的功劳 赵震和周霸之间的交流仅限于此 但是那数十位小家族的家主 乃至于一些帮派的头领早就炸了锅了 末世之下 他们也只是单纯的想要活着 而活着 似乎已然成为一个艰难的话题了 周家主 周家主 别说方凡城主现在不在这里了 总是他如今在城的又能如何呀 面对魏国大军 他能抵抗得住吗 到头来还不是死路一条 一个小家族的家主骤然发声 整个义士大厅都炸开了锅了 面对强势的魏国大军 几乎没有人愿意用自己的小命去赌博 这祸事本来就是方凡一手挑起来的 要不是他执意要去攻打魏城 哪来的这么多事情啊 现在魏国大军来了 他倒是躲了个干架 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反正我是不服气 照我的意思 就得好好地商议一番 可是方凡城主 用回来的那些粮食 也分了不少给我们呢 蠢货呀 那点迎头小力就糊弄住你了 愚蠢 投降主义 很显然占据了主要地位 这场面一度陷入了混乱的状态 你们这些无耻小人 当初来拿粮食的时候 哪个不说我大哥千秋万代 一个个的都在那表忠心呢 现在江城有纳了 居然如此诋毁 我周凯天是一个顽固 但顽固也知道情义 我周凯天 今天必定携占到底 谁要做弄种 我不拦着 可是谁要做出 不利于江城的事情 我废了他 周凯天忍了很久了 人性 就是这么善变 连演示都不想做的 这简直无耻到了极点 凯天 不得无礼 周霸也是老脸一红 毕竟这个想法 他也是有的 只是没表现的 那么明显罢了 敌人都打到城门口了 还伤一个什么呀 各家派遣人马 上城前入战 等我大哥回来 周凯天直接出了会议大厅 父亲 周叔叔 我觉得凯天这一次做得对 无论如何 还是要等到方凡城主 回来再说 在此之前 我们务必守住江城 我率领赵家精锐 前往驻战了 赵亚新也跟着去了 剩下的一大群大小家主 是面面相去 第四十四级 主上 魏国大军 将江城团团包围住了 第三层外三层的人数还不少 撒旦从前面飞了回来 报告了当下的情况 江城目前还没有被攻克 这让方凡安心了不少 他现在想要回去很简单 启动城主应售的传送功能 就能够随意的传送回到城内 当然了 这种功能呢 一天只能使用一次 但是 这身边还有诸多军团随行 恶魔军团能够飞 但其他的军团可不行了 主上 咱们怎么回去 撒旦注意到了方凡眼神的变化 怎么回去 打回去 从正门 堂堂正正打回去 魏国大军 不招惹我就算了 招惹到我就要付出代价 不过这件事情 也不能太过莽撞了 魏国这次带来的军队可是不少 十万丧尸大军 估摸着整个魏国的家底都给搬来 还有 就是临时征兆的数十万幸存者大军 这些还都是个问题 你真要干起来 也是需要解决的存在 就算是几十万头猪 那也是能拱死人的呀 我现在手中还有不少磨精了 一千上品磨精 是摧毁未成水晶得来的 换算一下 就是一千万下品磨精 还要从树阳城主叶森那里 敲下来的两百万抚慰金 再加上卡牌店铺的收益 和屠杀丧尸所得 差不多有个一千五百万下品磨精嘛 五千下品磨精 定向抽出一张晋升卡 一千五百万 那就是三千张晋升卡 将三星黄奸曲率军团 晋升到四星需要一千张晋升卡 将三星戈德机枪守军团 晋升为四星 需要一千二百张晋升卡 倒是完全够了 可以试试 方凡直接将一千五百万下品磨精 全部都定向抽取了晋升卡 最终得到了三千三百张 晋升黄金曲率军团 晋升为四星黄金曲率军团 晋升哥德机枪守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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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升为哥德机枪守军团 黄金曲率军团身上的装束 没什么变化 只不过呢 这战斗力却变得更加强悍了 至于三星哥德机枪守军团 晋升为四星军团之后 却发生了质的改变 手中的传统机关枪 居然全部都换成了超科技机枪步枪 方凡还特地拿来试验了一下 这威力比之前强大了何止数倍 基本上那一枪打出去 就能直接动传十个一星二星的丧尸 管害跪谢主上 汉斯跪谢主上 管害和汉斯当即跪下 四星军团了 他们也都成为主上身边的一流军团 军团战力榜上 又掀起了一番血雨腥风 军团战力榜上 有五个四星军团 方凡独占其次 前三名被方凡麾下的军团给包揽了 M国 凯琳看着自己的三星吸血鬼军团 成功地晋升到了四星吸血鬼男爵军团 心中是充满了兴奋 他在想着 这一次能压倒方凡 晋升成为第一了吧 他兴致满满地打开了军团战力榜 面带喜色的面孔 却再度垮了下来 我为什么不能让这种喜悦感持久一点呢 My God 这简直就是个变态啊 我费尽全力 集结了整个城池的力量 再加上各种晋升卡奖励 才勉强凑足一千二百张晋升卡 然后晋升了我的吸血鬼军团 我本以为已经很厉害了 可是和这个变态比起来 我到底算什么呀 他的四个军团 居然都成了四星军团 强大的华靖人 华靖 某地 方凡 就是这个家伙 我要将他招揽到我的麾下 成为我的第一护卫 在强大的家族势力面前 个人的力量太弱小了 我听说魏国正在攻打他的江城 海人军 告诉他 只要他愿意效忠于我 我可以救下江城 方凡双手紧紧地握起 时机到 所有军团 靠近敌军之后 直接从中路发起进攻 从正门 冲进去 江城 西城 阿大率领着丧尸军团 一丝不苟地 在执行着方凡 坚守城池的命令 他麾下的十个千人队 损失过半 这是一场惨烈的战争 但是 所有丧尸军团 不曾后退过半 他们的信念 很唯一 那就是遵守命令 战斗到水晶破灭 周凯天和赵亚新 也是血战在城头 他们带过来的周家精锐 和赵家精锐 也是拼杀的差不多了 也有一些小家族 派来队伍前来支援 但终究是少数的 在诸多小家族当中 分成了三个派系 一小部分主战派 他们是倾尽全力守卫江城 一部分呢 是主降派 竭力地要求停战 选择打开城门 然后沉浮于魏国之下 另外一部分 则是比较隐秘的墙头草 他们呢 谁也不得罪 像模像样的 派出点三流队伍 上来支援战斗 确实将精锐死死的 钻在手心里 魏国集结的 是数个城池的丧尸大军 和幸存者大军 而江城 仅仅是一城的幸存者 尚且还分成了数个派系 要不是有阿大率领 丧尸大军在城头血战 那江城可能早就失手了 一部分主降派 暗戳戳地聚集在了一起 我们的力量聚集在一起 也很强大了 到时候我们出现不意 直接攻占城门 随即打开城门 让魏国大军进入江城 那就是大功一件啊 我女儿姑父的表弟 正是魏家人 到时候有他牵头 我们大家的功劳 必定会被魏国国主记住 我们各自家族的利益 也就保住了 周宅 周霸很是揪怯 主降派那边 给他透露了口风 邀请了家主 让他成为领头羊 说实在 这周霸已然看不到 能够继续守下去的希望 连最精锐的江城丧尸大军 都损失过半 这才过去不到一天 他要为周家的未来考虑啊 要不然 就反了 揭竿而起 有这份功劳在 最起码去了魏国那边 也能有份屏障了 哎呀 可是我那个傻儿子 现在就像是得了失心疯一样 看来 是要誓死战死在江城城楼上啊 周霸的双拳紧握 神色迫切 主上 要不要布置什么战术 魏国大军旁 一个比较隐秘的小丛林里 方凡带着麾下军团准备突击了 战术 什么战术 直接往前推进就行了 盖伦 小黑 打前排 独角兽军团 黄金曲帅军团冲锋 恶魔军团飞天作战 戈德激光步枪兵军团 随意射击就行了 我只有一个要求 别停下脚步就行了 冲击 四大四行军团全面出动 盖伦和小黑更是直接突进到了最前 这个不足百人的突击队骤然打响了战 激光步枪的声音不像是传统机枪那般响动弹 激光与空气碰撞 勉强发出一点点萨萨的声 有敌人攻击 几军数量 余不数十人 已经朝着 中军主帅防卫冲过来了 魏命和魏勋正在指挥着工程大军呢 突然就从背后传来传领兵的声音 魏命一开始也被惊到了 难不成这江城还有什么援兵吗 可是 听到只有数十人规模的时候 这脸色顿时就黑了 蠢货 几十人 你们消灭了就好了 这样的流口 也能算是军队啊 我看你们一个个都傻了吧 什么玩意儿 魏命是不以为然 传令兵刚想要说些什么 就被魏命一脚也踹飞了 一道道喊沙声传来 甚至身处于中军的魏命和魏勋 都听到了些许的动静 报 报告国主 少国主 敌军已冲破 外三层防线 已经朝着内阶法起进攻了 传令兵的声音再度传来 魏命也不傻 多多少少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 确定敌军只有数十人吗 没错呀 确实就是数十人 已经朝着这边攻过来了 报 内层防线已经冲破一道了 还有两道 我却伤亡数千啊 相隔不到三分钟 再度有传令兵士飞奔而来 这到底是什么人对我 数十人 干掉了我们数千军队 还想你们 打得溃不成军 食荣 废物 垃圾 魏命在那大喊大叫 扬言要带着护卫队冲出去 魏命 夺得成冬 杨红 你率领护卫队前去支援 魏勋觉得这情况有些不对劲啊 父亲 您就是太简单了 我们的护卫队足足一千人 精英色的是二星以上战力 三星觉醒者才能勉强当个小队长 肯定一击必杀 魏命当着众军的面 自然也不能搏了自家父亲的面子 值得骂骂咧咧几声表示自己的不满 很快 五分钟过去 传令兵士再度归来 父亲您看 这一次 传令兵肯定是来报告 敌军全军覆灭的消息 我早就说过了 就一支几十人的军队 纵使精卫些 可是面对我们的护卫军 算得了什么呀 您呢 还真是老糊涂了 没有了年轻时候的锐气和果爵 报报报 国主 护卫队全军覆灭 杨红护卫队长 战死了 这个消息 太劲爆了 国主护卫队这么多的军队 这里边掺杂了多少二型军团 乃至于三型军团 甚至连国主护卫队队长杨红本人 那更是刚刚晋升的四星觉醒者 像这样的战力组合 居然群军覆没 敌军规模几十人 这说出去谁信呢 这不可能 你在谎报全情 敌军到底有多少人 现在战损了多少 魏命将传令兵从地面上拎了起来 眼中是杀意凌然 第四十五集 没有 少国主 我报告的都是事情 敌军约莫五十人 现在 已经冲破两道内防线了 已经朝着中军杀过来了 再不走 来不及了 传令兵被卡住了脖子 面色战孔 身体止不住的颤抖了起来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这个世界上 能有这么厉害的军队呀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将少国主拉上车 撤离 魏勋是更加老道一些 知道此刻的局势联盟下令 魏命被架着上了车 中军直接就全体撤离了 江城城头上 正在敖战的魏国军队 感受到了后面的援军 直接就撤退了 顿时是一脸的蒙啊 明镜受兵 咱们也不说一声 这太坑了吧 大家快撤吧 国主的旗帜都跑了 中军撤离 敖战在城头的魏国军队 也没有继续奋战的心思 幸存者军队纷纷开始撤退 只有一些丧尸大军 还傻乎乎的在执行着攻城的指令 城门处 周凯天正带着数百丧尸 与上万的叛军对峙 赵姐你疯了吗 你们赶紧撤退啊 你们不去城楼上 守卫城墙也就算了 还跑来攻打城墙 你们这枉无耻的叛军 信不信老子废了你们 周凯天的脸色很不好看 接连的血战 让他浑身上下都布满了血迹 此刻是吼叫一声 更显得气势旁骛 周凯天 看在周家家主的面子上 我们不杀你 赶紧让开 江城守不住了 现在跟着我们投降 还能保住一条命 不然等魏国大军进城 你们都得死 你们这点人 挡不住我们的 兄弟们 给我冲 打开城门 荣华富贵都是我们的 全面进攻 反叛军的阵容很强大 周凯天很清楚 继续挡在这里 可能会被这帮疯狂的家伙 给乱刀砍死 但是他不能退 退一步 那身后就是魏国的大军了 魏国的大军一旦进了城 这一切就都完了 城门外的厮杀声 似乎变得更加惨烈了 哦对啊 怎么没有人 从外面撞击成墙了 被国大军扯军了 可是外面的战斗之声 从未断绝过呀 难道我老大回来了 周凯天很清楚 若是他老大想回来 没有人能够拦得住 中军一败涂地 原本密不可封的包围圈 硬生生的 从中间被打开了一个窝口 一支几十人的军队 以冲刺的速度 抵达了江城的西城门下 魏国大军的中军阵营 被逼得直接撤离 局面是豁然开朗 前行之路 无一击之敌 西墙之上 身上遍布伤口的阿大 展露出了笑眼 城主大人 回来了 赵亚新手中的长剑 掉落了也不自知 太累了 太苦了 在绝对的兵力劣势之下 他们能够坚守这么久 这已然是个奇迹 内忧外患 差点就让他崩溃了 城主大人 归来了 方凡 撑住回来了 对于所有坚守到此刻的人而言 方凡的回归 无疑给他们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打开什么 方凡抹了一把脸上沾染的血迹 一路杀过来 歼灭敌军上万 可是 他们也是很疲累 他麾下的几个军团固然强悍 但是 一旦陷入了僵持的局面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 好在 魏国的这些军队 根本就没有继续战斗的勇气 城门缓缓被打开 方凡第一眼 就看见了沐浴在鲜血中的周凯天 他正带领着几百丧尸 艰难的守卫着最后的方线 而他们的敌人并不是来自于外面 而是来自于里面 老大 周凯天差点都累不温了 他就是一纹固 你让一个纹固承担这么多 是不是太过分了点啊 现在怎么办 我们已经选择叛逆了 他不会放过我们的 现在 这个魔头回来了 我们岂不是 都得死啊 表姐 都是你 都怪你 就是你蹿跎我们叛逆的 我们 只需要再等半个小时 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够了呀 哎呀 全命所归 这 这谁让方凡回来得这么及时啊 几个叛逆的小家族家主和帮派的头领看到方凡出现 瞬间就慌了 之前方凡屠灭孙家和江家所遗留下来的威名那可都在啊 孙家和江家可都是四大家族 相比起来他们算个鸡毛啊 十一之死 咱们躲不掉了 方凡就算再厉害又能如何 你们快看 他手底下 只有几十人 成不了气候的 我们有上万人马 只要一股作气 将他们歼灭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拿着方凡的人头 勤去邀功了 饶杰的面色一冷 偷到这个时候了 谁想跑 谁就得死 只要人心不乱 他们上万人马 难不成 还没有反击的机会 饶杰家主 说的对呀 咱们不能搜 现在 是解密方凡的最好时机 若是错过了这个机会 等他回城 站完了根脚 我们都得死啊 几个小家族的家主 和帮派头领 互相对视一眼 下定了决心 一开始啊 他们确实是 被方凡的威名给吓住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 他们感觉自己 军事阵容庞大 这上万人 还怕几十人不成 兄弟们 给我够 干掉方凡 奖励魔精一万 魏国国主那里 还有无尽赏色 冲啊 荣华富贵 尽在眼前 绝对不能退缩 众人的眼中 流露出了 无尽的杀意 老大 这帮叛逆 居然趁着城内大乱 想要夺取城门 将魏国那帮狗仔 再给放进来 简直无耻 周凯天 恶狠狠地盯着叛军 凯天 你辛苦了 你和兄弟们休息一下吧 剩下的 交给我就行了 风凡的眼中 隐隐闪现了杀机 这帮人若是什么都不做 他都无所谓 守卫城池 那本来就是自愿之责 有恐惧之心也很正常 只是 这些人是千不该万不该 在这种时候 选择在背后桶上一刀 这已经触犯到了底下了 老大 你这会儿回来 带了多少人骂呀 居然杀穿了 魏国大军的防线 冲进来了 真解气呀 就你眼前看到的这些 大概 五十人吧 啊 五十 老大 你开什么玩笑啊 这这这 这叛军 可是有上万呢 不对 现在应该不止了 周凯天都不敢置信 这这他妈的 还搞个鸡毛啊 老大 咱们一起上 要死 咱兄弟俩死一关 周凯天挺了挺胸口 方凡也拍了拍 周凯天的肩膀 不用了 你们看着就行了 好好休息一下吧 看你的事情 我来 方凡转过身来 招了招手 各的激光步枪兵军团 骑兽 恶魔军团 空中袭击 独角兽军团 陆地冲锋 黄金曲帅军团 随我出战 一声令下 战火开始熊熊的燃烧 上万乃至更多的叛逆军 又能如何 魏国数十万大军的防线 都被冲破 还怕这些个小虾米 四大四星军团 全部出战 盖伦和小黑是单体冲杀 这注定是一场血雨腥风 四大军团分成数队 直接将叛逆军 给切割开来 进行单体绞杀 叛逆军许多 但是杀起来的速度 也是很快的 四星戈德步枪兵 射击出来的激光子弹 打中一个叛逆军 穿透这个叛逆军的身体 继续进行穿刺 直到十数个叛逆军 倒塌在地面上 这一束激光子弹 才冷制了下来 四星恶魔们 煽动着硕大的翅膀 从空中发起进攻 这锐利的爪子 将他们面前的一切 都撕裂成了碎片 四星独角兽军团 那是野蛮冲重 足以让这些 一星二星的幸存者和士兵 成为他们铁蹄下的肉迷 四星黄金 徐帅军团 在管害的率领下 挥舞着战斗 这场战斗 本就没有悬念 哪怕之前 从魏国大军中冲刺出来 已经让他们十分疲倦了 但吊打这些叛逆军 那也是轻而易举的 战局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 叛逆军中的各个小家族的家主 和小帮派的统领都慌了 这都他妈什么神仙操作啊 刀剑砍不伤 子弹穿不透 炸弹炸不死 这 这就等着他们过来宰呗 这些都是什么士兵啊 怎么打不过的 快跑吧 也不知道是谁嚎了这么一嗓子 残存的叛逆军士一哄而散 这场较量 根本就没有比拼下去的必要 继续屠杀 屠杀叛逆 首脑必死 愚者 投降可活 周凯天扶着厚重的城门 过来 过来掐掐我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周少爷 我不敢 周少爷 你掐我干什么呀 好疼啊 还知道疼啊 那就不是嘛 我老大就是牛啊 几十人 就要打千军万怕 好得没有的神迹啊 周大少爷 昂起了头是满脸的得意 周霸带着人姗姗来迟 一路之上 对于到底是坚守到底 和江城共存亡 还是选择降服 他思虑了很久 或许是受到了周凯天的影响 让他对江城迟迟抱着一丝幻想 所以他没赶上和那些叛逆军一起 这紧赶慢赶着 感觉西城门那边没什么动静 周霸的面色变了变 难道 这一切已经成了定局 他连吃屎都没赶上热乎的 真要是这样的话 那周家可就麻烦了 也不知道魏国大军进城之后 会如何对待周家 周霸颇有一番患得患失的感觉 加速跑 周霸带领着周家 最后的精锐冲了过来 快到西城门的时候 一地的残之断海 远远的看过去 好像还有几个相熟的身影 饶姐 饶姐家主 还有朱格 这 这怎么都死了 难道是魏国大军 抽而反而 第四十六集 周霸觉得 或许是魏国大军 进城之后 谢莫杀驴了 爸 这边 你怎么才来啊 战斗都已经结束了 周凯天是满脸兴奋的 跑了过来 周霸的身体颤了颤 儿子还没死 真好啊 战局 是已经定了吗 啊 都已经定了 周霸拍了拍周凯天的肩膀 还是年轻人好啊 这少年不知愁滋味 这魏国大军都已经进城了 还这么乐观呢 我刚才 看见饶姐他们的尸体了 是不是魏 哦 你说饶姐他们呢 这帮蠢货 还妄图攻占城门 然后迎接魏国大军进来呢 被我老大带人给图了 现在还在追杀着呢 周凯天随手指了指 那边还有一个黄金徐帅 正在追杀几个叛逆军呢 你 你老大 方凡 城主回来了 周霸那小心脏是剧烈的开始起伏 是啊 刚回来 我老大可是撕裂了魏国大军 几十道封锁线冲回来的 嘿嘿 魏国那帮狗犊子 给我老大宰了个干净 爸 你是没去看的 正中间直接被干出了一个大口子 周凯天是越说越兴奋 周霸的小心脏扑腾的更厉害了 城主 你大哥这一次 带了多少人马回来 是得了哪家外援呢 居然会如此厉害 没什么外援呢 就带了他手底下那几个军团 恶魔军团 黄金区帅军团什么的 爹 我不跟你说了 我要跟着去宰杀叛逆了 周凯天扛着一米八的大砍刀就冲了过去 周霸捂着他那胸口颤颤巍巍的往后退了几个 哎呦我的妈呀 我若不是犹豫了那么一小会儿 说不定也和饶杰许伯他们一样 惨死在街头了呀 这方凡居然如此强大 乱尸逼出妖孽 哎呀 我是养了个好儿子呀 周霸扶着墙 安抚着自己激动的心情 家主 咱们现在还有出城吗 一旁的周家族人走了过来 询问接下来的安排 啊 出城 你现在还出城干什么呀 城主大人未归的时候 我本想出城和魏国军血战到底 以此守卫疆城 现在城主大人既然归来 那一切当然要听城主大人调令了 周霸是一脸的正气 浑然没有了之前胆战心惊的模样 江城内部迎来了一场大肃杀 而在江城之外 魏国军营当中也是颇不淡定 魏勋带着魏命逃了出来 那队人马查清楚了吗 到底是谁家的军队 胆敢如此嚣张 魏勋的表面上是一副坦然若定的模样 其实啊 这心中早已经沸腾开了 这支军队的战斗力 让他胆寒 国主 是江城城主方凡 麾下的军团啊 根据情报 之前他率领麾下军团 前往了数养城 刚刚才归来 情报人员心惊胆战地说着 国主处于圣怒之中 现在来禀告情报 当真是将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来 方凡 果真是他 我本以为已经足够高看他了 没想到 他比我想象中还要强大 少年英雄啊 魏勋打开了军团战力榜 看到军团战力榜单前五中 有四个军团的统帅 都是方凡 顿时有些泄气了 他麾下的那些军团当中啊 你别说是四星军团了 就连三星军团 都是大猫小猫三两只 而军团每差一级 那战斗力的差距可是巨大 父亲 我们不该退的 是方凡又难如何 我们刚才完全 能够聚冷军队 将他们围攻这死 我们失去了一个大好时机啊 这魏命显然是投铁属性 就恨不能现在就冲上去 和方凡干一场 哼 匹夫之勇 命令所有魏国军队暂缓进攻 为而不攻 魏勋是恶狠狠的 瞪了魏命意 这要不是自己的儿子 他早一巴掌给山飞了 刚才要是不退 咱们都得凉了 一千精锐国主护卫队都凉了 你觉得你是能够打得过 四星绝星者方凡 还是能干得过 他麾下那四大四星军团呢 人家占据的 那就是高端战力 然后打你一个措手不及 猝不及防之下 军心必然涣散 你要继续打下去 说不定整支大军都得崩盘了 父亲 那现在就围在这里 要知道 他们将成现在 可是不缺少粮食 咱们围城 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咱们现在又都上粮草了 要是不及时结束战斗的话 咱们都得饿死呀 魏勋有些忧虑 这魏命虽然说得不中听 但事实确实就是这样 不尽早地结束战斗 恐怕得出大问题 父亲 他们毕竟人少 之前我们是因为没有防备 所以 才被打他措手不及 现在我们完全已经做好了准备 若是继续攻城的话 不出一两日 必定可以拿下江城 届时 不仅可以学耻 还能夺回我们魏城的粮仓的粮食 更关键的是 我听说这个方凡本身 还开了一家卡牌店铺 它就是靠着这个卡牌店铺起价的 若是我们 能够夺取了这个卡牌店铺 我们也能够夺取无数卡牌 届时 我们也能将麾下军团 都培养到至高级别 父亲 既不可施 时不再来 魏勋的眉头 都快要皱成穿子 这显然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魏国能够发展到如今的阵容 和魏勋的谨慎不无关系 要是都和他这个儿子 魏命一样激进的话 那早就不知道量了多少次 可是这一次 保守谨慎真的还合适吗 撤军的话 我魏国的威严尽丧 而且 失去了未成粮仓的粮食 魏国的立国之机已经没有了 可若是继续攻击的话 势必要和方凡麾下的精锐军团碰撞 四个四星军团果然强悍 但终究是人数不多 他们终究也是肉体繁胎 总有疲累的时刻 那现在正是我们崛起的时机啊 宁儿说的也对 江城有着太多的厉害关系了 魏勋输了一口气 握起的双手手心当中 已经冒出了层层冷汗 进攻可以 但是要改变进攻的战略 江城内城只有一道城门 但是也不一定非要从城门攻入 命令军队一拆为四 从四面发起进攻 我就不信 我卫国数十万军队还能折起尘杀 魏勋终究是利欲之心 占据了尘封 经过一系列的惨战 如今的江城有些凄凉 街道上城墙上遍布尸体和血迹 而城外继续响起了敌军的雷鼓之音 很显然 下一场战争又要来了 所有参战幸存者 每人奖励一张血清卡 三张疗伤卡 死者 优先抚恤亲属 城内幸存者 凡参与征战者 既有赏赐 叛逆者 首领全部斩杀 愚者 编入城卫军 守卫城墙 赵家主 这一次 江城守卫战都亏了你啊 方凡走了过去 恭敬地对着赵家家主 赵振吩咐他 有些事情 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此战 赵家的精锐损伤过半 江城守城战 除了阿大率领的丧尸军团之外 也就是赵家的人马 最为博力了 当然了 周报家主 也功不可没啊 周开天使我兄弟 这毋庸置疑 希望周霸家主 能够以此为傲 方凡瞥了周霸一眼 周霸觉得 方凡能够看穿 他一切的心思意 急得是浑身发产 之前那点侥幸 是荡然无损 那方凡是谁啊 如此机灵之人 怎么可能轻易 被人所蒙骗呢 他们周家别的不说 光是战损就比不上赵家的三分之一 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再加上他最后带着周家精锐 在城门口走那么一遭 虽然是悬崖勒马 没有造成大错 但是 这些又岂能瞒过方凡啊 只是有的时候 有些事情 他不想做得太绝 尤其是这周霸 还是周凯天的父亲 不论如何 周凯天在江城守卫战当中 那是功勋卓著的 而周霸虽然是有些小心思 但总归 还是没有付出行动 回了一趟卡牌店铺 方凡将这几天 卡牌店铺的销售提成 抽取了一点 晋升成为二级供应商之后 百分之二十的提成 让他感到非常的酸爽 这收入就相当于之前的两倍啊 而这场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魏国的军队还在猛烈的进攻呢 之前的进攻固然是惨烈 但是 大多只会将攻击集中在西城 毕竟相对于江城的内城来说 只有这一道城 从这里进攻会更加容易一些 但是眼前的局势不太一样了 疯狂的魏国大军 从四面城墙发起了全面进攻 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 这场惨烈的战争 让江城承受了剧烈的打击 原来因为方凡归来使得士气大涨的 江城军队又逐渐的萎靡了起来 四面城墙都急切的需要援兵 伤亡过半的丧尸军团再度被拉了出去 可是 现如今的丧尸军团只有不到五千丧尸了 各个大小家族和帮派的精锐 全部都被集中了起来 勉强凑足了数万幸存者大军 谁都能看得出来 这是在强行支撑的 江城城主府 来了一个客人 我是李家的使者 我代表的是唐国国主的意志 我们国主是稀采之人 只要你愿意臣服李家降服唐国 你将能够获得唐国的支援 届时魏家将无法对你们造成任何的伤害 这个客人 就是源自于更遥远的北边的唐国使者 第47集 你们唐国能干得过魏国吗 方凡端坐在城主府的高位上 露出一抹隐喻的笑容 在我唐国面前 魏国太弱小了 阁下是第一个成为华境城主的存在 而我们唐国也是华境当中第一个建立起来的侯国 我瞒你说 我们唐国马上就会从侯国晋升为公国 建立侯国的基本条件是占领三座以上的中大型城市 而建立公国则需要占领十座中大型城市 现在我们唐国的国力你可清楚了 陈服于唐国 你们江城才能活下去 献出你手中的卡牌店铺 将卡牌店铺的秘密尽数说出来 未来你仍旧可以是江城城主 甚至在唐国之中也能够位高权重 使者韩松是一个没有胡须的中年男子 这说起话了呀 总觉得带着一股子阴柔的胃 哦 这么看起来 我好像没有其他退路了呀 我还想知道 若是我拒绝 你们唐国会怎么做 另外 我很好奇 这江城已被魏国军队包围的水泄不通 你又是怎么进来的 风凡眯起了双眼 我进入江城那是轻而易举 因为我领悟了土盾之术 拒绝唐国 那你们江城注定只能走向毁灭 唐国会和魏国暂时结盟 然后一起进攻江城 瓜分了江城 你们对付一个魏国尚且束手束脚 我并不觉得你们拥有开罪我们的资本 你若是足够聪明的话 就该知道怎么选择 空荡荡的大厅之内 唐国使者韩松的声音尖锐而刺耳 自我感觉都这么好的吗 想要我的城 还想要我的店铺啊 这狗系统之前 对方凡发布过一个掌权的任务 就是让他占领江城 掌控江城的大权 以确保卡牌店铺正常运营 当时他还嗤之以鼻 现在看起来 这世人的末世也确实需要这些 没有足够强大的权柄 连活着都是一种罪过 我拒绝 告诉你们不可一世的唐国国主 他要站那便站 我先跟着魏国再来收拾你们 江城永不会陷落 方凡站起了身 自信满满 赵振和周霸 恶然地看向了方凡 他们对视了一眼 虽然不曾言语 但是内心当中 都同时涌现了这样的想法 这不是个疯子 那就是惊天害世的萧雄啊 这不是疯子 那就是惊天害世的萧雄啊 使者韩松面色一沉 他实在想不明白 这方凡到底有什么可值得桀骜的资本 他挥下那几个能打能扛的军团 那现实嘛 固然他拥有最精锐的军团 可是人数终究有限 数十强者或许能够屠杀一万精兵 可是屠杀一万之后呢 他们也会疲倦的 他们也是需要休息 而城外 却是有着魏国数十万大军 你就算是号 也能耗死将成 你这是在自取灭亡 你永远不知道 唐国的强大 哪怕是魏国 也可随意图灭 我可以确保 若是你拒绝唐国的招呼 你必定死无葬身之地 你所拥有的这一切 也终将化为乌有 末世之前 你只是一个普通人 在末世之中 获取到了这些荣华富贵 你当真愿意随意地抛洒吗 等到那一天 我或许会看到你人头落地 一个响亮的耳光声响起 这方凡不耐凡地揉了揉手臂 趁我还没有改变主意之前 离开这里 杀使者这种事情 其实我是不在意的 只是我需要你回去 给唐国国主报告一下呀 是不是 所以我就不杀你了 韩松难以置信 他被人甩耳光了 他是谁 他是唐国的使者 那身后站的是整个糖果 这家伙是有多疯狂啊 你死定了 你敢打我 我保证 你会被前刀万剐而死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的一切的一切 都将因你而亡 我会让他们受尽折磨而死 韩松伸出手 恶狠狠地在方凡面前挥舞着 瑟利那人 大概就是如此吧 方凡对着激光手枪的枪口吹了吹 刚才那一枪 将韩松挥舞的右臂给射断了 这废话多一些也没什么 可是 拿他的亲人和朋友做威胁 那就是在作死了 给点教训吧 也是应该的 你 你敢 韩松疼得是浑身颤抖 他的右臂直接就脱落 这什么枪啊 好强的威力啊 你再多说一句 我或许 就不需要你这个心事了 方凡硬生生地 将韩松的愤怒之言 给憋在了胸口 你 你等着 韩松撂下一句狠话 土盾溜走 这土盾 有点意思啊 丞主大人 我们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其实 刚才也不是 不能借助一波唐国的事 至少 也能让魏国投鼠忌器啊 赵正感到有些可惜 周霸虽然什么都没说 但是 他的意思 也差不多 解释 唐国的事 是那么容易借的吗 大家都不傻 唐国或许比魏国强 但是他们之间的地盘 还距离得一大段距离呢 魏国会买唐国的账吗 至于外面的魏国大军 我心中 已经有了主意 风凡站起了身 走下了高台 你们周将 出十五个二型军团 或者是一型军团 记住 我只要可精华军团 你们周将 出五个同样的军团吧 方凡思索了一下 周霸或许不太靠谱 但是 看在周凯天的面子上 也不能一杆子打死 程州大人 有这么多 可进化的军团干什么 这 就算是将我们两家 所有的军团 聚集在一起 战力也很有限啊 我会将你们这些军团 晋升为三项军团 然后 我需要将这二十个三项军团 编制成突击队 和我麾下军团一起 朝着敌军的中军 发起进攻 二十个一项二项军团 不够力道 可若是二十个三项军团 和四项军团 一起出手呢 你觉得 那会是怎样的画面啊 二十个三项军团 可是 想要晋升二十个三项军团 至少 也得需要两千张晋升卡呀 程州大人 这 这不可能啊 我们哪来那么多晋升卡 晋升卡的事情 你们不用管 我会提供的 找来我需要的军团就行了 给你们半个小时的时间 一个小时之后 反击开始 上次晋升完黄金徐帅军团 和哥德激光步枪兵军团之后 方凡的手中 还残余了一千多张晋升卡 再将手中的魔精清空 全部用来定想抽取晋升卡 差不多 也能够攒够两千多张晋升卡 将一个可进化的二星军团 晋升到三星 差不多需要消耗一百张晋升卡 如此 晋升二十个三星军团 自然也不是什么笑话 赵震和周霸是满脸的震撼 大手笔 这城主大人 果然是神人也 周霸的心里啊 多少有点苦涩 二十个晋升三星军团的名额 赵家拿了十五个 而周家却只有五个 这是方凡对周家的敲打呀 周霸很清楚 若非是周凯天时的儿子 恐怕连这五个名额都没有 这可是壮大家族势力的好时机 自此以后 周家或许就要逊色于赵家了 周霸是后悔不已 但是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后悔药 好在 方凡还是给周家留了条后路的 一个小时后 方凡看着花费出去的两千多张晋升卡 有些肉疼了 不过 眼前却是崭新的二十个三星军团 总人数差不多有二百个 再加上他麾下的四个四星军团 这支突敌小队 已经有了近三百的规模 魏国 中军军长 形势是一片大好 四面战场都告诫 虽然魏国大军尚且没有攻克江城 但是 按照眼下的形势 倒也差不多了 魏命找来两个高脚杯 美滋滋的给自己和父亲倒了两杯红酒 父亲 按照这个进度 江城明天就能攻破了 孩儿在此 先预祝父亲大劫了 魏命举起高脚杯 一言而尽 这魏勋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还是不要小觑那个方法呢 毕竟之前 他可是冲击过我们中军的 魏勋作了一口红酒 又轻轻地放下 父亲 您就是太谨慎了 您看看今天的战斗 他挥下那些军团 根本就没露脸 显然呢 睡情疲惫了 当然了 就算是他们饱满战力 又能如何呀 不过数十人罢了 之前我们 是吃在不知情的亏了 可是现在 一言知道他的底牌 我特地调集了十万大军 保卫中军呢 那个方凡只要敢来 我们就能设计将其为杀 哼 十万大军 他就算是要杀 也杀不完呢 总有疲累的时候吧 到时候 就是他们的死气 魏命似乎已经预见到 进攻江城之后 是一番怎样舒畅的画面 他要将方凡这个 让他颜面尽失的混蛋 狠狠地踩在脚底下 他要掠夺整个江城的美人 嗯 等攻占了江城之后 就挥尸进攻树阳城 那里还有一个角色 在等着他呢 第四十八集 一边想着 这魏命啊 都感觉有一种 浴火焚身的感觉 嗯 说的也是 或许 是我多虑了吧 魏勋环视里圈四周 十万大军护卫 还会出现什么意外 就算是方凡绝境反杀 想要进攻中军 也只能是自找死路啊 这里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打开城门 进攻 阔别已久的西城门 城门被打开 城门外 一群正在攻打城门的魏国军队是一脸的懵啊 这 这什么情况 打了这么久都没攻克 现在倒是自行打开了 当然了 他们并不觉得江城的军队敢于出城作战 城门被打开的刹那间 近三百人的突击队 在魏国军队当中就撕开了一个口子 那些魏国军队尚且没反应过来 方凡率领着突击队就已经冲了出去 他们马不停蹄的发起了绝命冲锋 血雨一直在降落着 厮杀声也从未断过 正在攻打江城西城门的魏国 军队约满有两万 其中大多都是幸存者军团 他们瞬间就被打蒙了 这他们也太强了吧 这都强得毫无边际了 单体战斗力那都是三星起步 这其中还夹杂着诸多的四星军团 四星战力小黑和七星战力盖伦 依然是打前方 小黑的三只狗头同时咬向三个敌军 而盖伦手中的大宝剑则是不停的在旋转 是处之祭祀 这才过去几分钟 这支两万人的攻城军队就被冲的是七零八三 基本上都失去了战斗力了 方凡找准了敌军中军的防卫 二十个三星军团和四个四星军团 就如同一把尖刀冲了过去 阻拦者皆死 十万大军护卫中军又能在哪 他们的肉体凡胎根本就无法阻拦这把尖刀的冲刺 方凡终于出来了 好 好啊 上一次被他脚先逃脱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十万大军 足足十道防线 布置了天罗帝王 我就不信他还能逃出去 就在此地 就在江城城下 干掉方凡 终结他的神话 我有些迫不及待了 我要亲自领兵杀掉方凡 方凡率领突击队出城作战的消息 传到了中军大仗 为命的第一感觉 就是兴奋 他觉得他有足够的力量干掉方凡 能够更早地结束这场战斗 少国主 其实 你先闭嘴 他现在应该还在进攻第一道防线吧 让其他九条防线的军队 从两侧包围过去 歼灭方凡 卫命是满脸的激动 少国主 方凡的 父亲大人 我要请站 这卫命压根就不给传领兵说话的机会 他的心态是极为自负的 不允许任何人来质疑他 国主 上国主 我来的时候 方凡已经率军突破五道防线了 方凡此次率领了近三百军队 其中每一个至少都是三星战斗力 四星战力也不在少数啊 至少有二十个三星军团和四个四星军团 现在已经查日 报 前面一个传领兵的话还没说完 后头一个传领兵已经到了跟前了 报告 方凡已经冲破 七道防线了 我军 窥逃数万 被斩杀万余啊 前后才过了几分钟 又有两道防线被冲破了 这卫逊是面色大变 这方凡他到底是个人呢还是神呢 他麾下除了四个强大的四星军团 这什么时候又纠集了二十个三星军团 这还让人活吗 倾尽了整个魏国的财力 也培养不出来一个四星军团啊 就连三星军团他都没多少 江城就这么一个城池 为什么能够屡屡创造奇迹啊 该死 这把垃圾 领阵脱逃 行不行 我将他们全斩了 所有军队跟随我 围教方凡 不杀方凡 事不罢休 魏命气得是浑身发长 大步的走出 少年心想 就是这么狂妄 就是这么狂妄 阵主 唇祸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现在你冲上去干什么呀 给人当活靶子吗 中军西撤 命令所有的军队停止攻打江城 全力护卫中军 朝这魏城撤离 魏勋的脸色一阵难喊 这场仗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既然方凡已经掌控了如此多的高级军团 那就意味着随时都有可能冲击中军大战 或许他们无法屠杀魏国数十万大军 但是中军大战时时刻刻都在遭遇危险 这怎么行啊 到时候江城市打下来了 但他们父子俩那姓名早就了结了 父亲不能撤军哪 决于死战 海尔绝对不能撤 海尔不怕死 死战到底怕什么呀 魏命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魏勋是一巴掌抽了过去 愚蠢 撤退 这是命令 走 魏勋瞪了魏命一眼 是仓皇逃离 而方凡已经率军攻破了十道防线中的九道 眼看着最后一道防线就要被彻底攻破 魏勋溜了 眼看着越来越多的军队聚集到自己身边 魏勋这才有所心安 魏勋看着所向无敌的江城突击小队正在急速的朝着他们靠拢 脸色也是煞白 如果刚才他真的头脑一热 带人冲过去和方凡凡交战 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这支三百人的队伍是当下这个战场上最锐利的神兵吗 屠杀已经成了一个趋势 接连冲杀了半个小时 方凡这才稍稍松懈了一下 敌军的中军奔着魏勋的方向边撤离 显然已经不打算再继续围攻江城了 而之前围绕在江城周边的魏国大军 也开始如同潮水一般撤走 迅速和中军会合 这是一场很顺利的斩首战 虽然最终没能干掉魏氏夫子 但至少已经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开头 主尚 还要继续追击吗 盖伦挑死身旁一个魏国二星觉醒者 靠拢到方凡的身边 不用了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撤离 既然江城之围已经解决 穷口莫追 这几十万魏国大军 就算是摆开来让我们杀 也得累死我们了 方凡很是理智 虽然扩充了二十个军团 但是突击队的总人数也不到三百 而且都打了这么久了 除了方凡麾下的四星军团 没有出现死亡 那二十个三星军团 多多少少都是有所损伤的 继续追击下去 或许能够干掉魏国国主 但是他们也很有可能会因为疲累 而被围攻致死 这显然是比不划算的买卖 方凡率军回到了江城 受到江城所有幸存者的一致赞叹 方凡城主 天下无敌啊 有方凡城主在 江城稳如泰山 我誓死追随方凡城主 一万丧尸军团 损伤了六成左右 也有两三万幸存者 倒在了江城的城墙之上 所有服务 一切总用 并问 我会调派专款 用于恢复丧尸军团 阿大 这件事情 你来负责 现在丧尸大军损失惨重 也不是自己就能恢复的 首先呢 要抓一些散乱的丧尸 然后用魔精 洗涤掉他们身体上的浑浊之气 然后才能征兆进入丧尸军团 而且啊 一座大城只能拥有一万丧尸军团 超出这个数额 多余的丧尸会自行奉命 遵命 成主大人 阿大贵负下来 态度很严肃 经过一场血战 丧尸军团虽然损失惨重 但也是收获很大 譬如 阿大从四星丧尸 晋升到了五星丧尸 而残存的那些丧尸 大多呢 也都各自提升了一个小等级 世界通告 南国已经被丧尸大军灭国 诞生第一支王者丧尸 南国已经成为所有丧尸的乐园 南国的丧尸大军会源源不断地攻击周边其他国度 可怜的楼尔 自求多佛 无尽的虚空之中 传来了空灵之音 风凡的脸色变得格外差异 虚然灭国了 这个南国 可不是如同魏国这般的小猴果 而是末世之前就存在的国度啊 而灭国意味着 整个国度的人类 全都成为了丧尸 末世进行才多少天啊 就已经残酷到这个地步了吗 而且所谓的王者丧尸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是更加强大 更高级别的丧尸等级吗 情况有些不妙啊 现在看来 少少东西 就有可能丧命啊 南国覆灭 倒霉的 就是南国周边的国家 而华靖正好和南国搭击 当然了 和方凡所在的江城 还是有段距离的 他倒是无需太过于着急 而距离南国比较近的 华靖徐国 瞬间可就慌了 徐国 是徐家建立的小猴国 刚刚建国也没多久 就遭遇到这种威胁 临近南国的几个小城池幸存者 全部都清空 四散而逃 而刚刚建立起来的徐国 那也是慌利一批 徐国国都 天上的 我们徐家真是多灾多难哪 好不容易干掉了吴家 夺取了这一片城池 现在又要凉了 正军备战 做好一切的准备 就算是南国丧尸大军 真的来了 也不至于一点抵抗之力 都没有吧 另外 竭力搜集物资 要是能够挺过去 我们徐家 必能够靠着这波丧尸 重大一波呀 我听江城那边出现了一个卡牌店铺 能够低价购买到流伤卡和血清卡 海前使者前去 打彼此的收购 第四十九集 江城 休息了一夜的方凡 显得是精神饱满 正颇为兴奋地 朝着卡牌店铺奔去 夜妹儿来了 方凡的脑海当中 浮现出 在树阳城城门口的 遗泥画面 有些口干舌燥 来了 方凡看到夜妹儿脸色 有些不太好看 方凡 你这里 能不能搞到大批量的精神卡 夜妹儿直接了当地 提出了此行的目的 精神卡 你要精神卡干什么 你是叶家人 应该不会缺少精神卡吧 我们树阳城旁边 有一个中型城池关城 幸存者都死光了 现在 已经成为了丧尸乐园 关城的丧尸群 会时常袭扰我们 树阳城的精锐小队 最近我们夜家精锐小队 去猎杀丧尸的时候 时常能够碰到 三星 乃至四星丧尸 关城丧尸进化的速度太快了 而我们夜家的军团 大多还只是一星二星军团 这要下去 我们树阳城会被关城的丧尸灭绝的 之前的情况还不是很严重 可自从被魏国大军攻打过一次之后 这树阳城就动筋伤骨了 精锐的力量差不多都死光了 照着这个趋势 他们根本就发展不起来 所以他们想着能够集中 培养几个精锐的军团 可是 这晋升卡的暴力又太低了 这样吗 关城 大概有多少丧尸啊 关城只是中心城池 末世之前差不多几百万人口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消耗 应该还有两百万丧尸 这些丧尸 还在不断地壮大进化 我们树阳城 毗邻关城 现在 还只是零散的丧尸群 入侵到树阳城周边 等到他们大规模的进攻 我们可能就真的凉了 方凡稍稍思索了一下 现在江城的周边 是很难找到成剑制的丧尸群 他扫荡的实在是太厉害 麾下四大四星军团 几乎是在轮流宰杀 那玩再多的丧尸也有途径的一天 想要继续壮大下去 那就需要资源 像关城这样的大规模丧尸群 正好符合方凡的战略目标 我倒是能彻底解决 关城的丧尸之患 只是 我最近得了一种病 方凡一本正经地说道 目光灼灼地 盯在了叶妹儿的身上 你得病了 你怎么了 叶妹儿是非常的关切 嗯 就是那种没有美人亲 我就会死的病 方凡厚着脸皮 是丝毫不知道什么叫羞耻 你 你变态 我真的是变态吗 左侧脸颊 突然感受到一阵 青触般的柔软感 方凡厌了口唾沫 眼中闪着狼性的光芒 现在总心了吧 变态 嗯 差不多吧 现在你们树阳城最大的威胁 就是关城的丧尸了 我带领军团 将那些丧尸涂灭了 就好了 方凡说的是轻松随意 叶妹儿有些震撼 若是旁人这样说 他绝对会认为 这个人轻挑至极 就会说大话 可是 这话要是从方凡嘴里说出来 居然是这般的有信服力 他可是亲眼见到过 方凡麾下军团 屠杀丧尸群的场景 数千的丧尸群 二十分钟就杀完了 还有在树阳城的时候 靠着麾下的军团 硬生生的震撼住了 树阳城的数千成为军 还有最近发生在江城周边的著名守卫战 硬生生的杀的魏国中军是一路溃逃 你你为什么愿意帮助我们树阳城 你不会是想吞并我们树阳城吧 你这脑子里面到底都是想些什么呀 我愿意帮助树阳城 只是因为一个人 方凡深情款款地看着叶妹儿 叶妹儿咬着嘴唇 飞红之色已经彻底地布满她的脸庞 还有耳根了 我 我都知道 多谢你 如果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愿意 你现在 可以说那个人的 嗯 名字了 叶妹儿的小手 紧紧地揪着身上的衣服 嘿 我是为了我的第一分店长陈步啊 若是树阳城出现什么危机的话 卡牌分店在树阳城 开不下去不说 陈步 可能也有危险啊 叶妹儿狠狠地对着方凡的腰间软肉 便发起了进攻 哎呦 变态 叶妹儿精致的小脸上 浑然没有了半点的休闲之策 取而代之的是无限的娇怒 这个王八蛋的居然诱导他 你身边这个军团 是可进化军团吗 方凡瞥了一眼叶妹儿身边的嘴唇 嗯 二星玛雅女武士军团 我们树阳城的晋升卡太少了 仅有那些晋升卡 大多被用在我父亲 和两个哥哥会下军团上了 我一般不参与战斗 所以二星军团已经够了 叶妹儿虽然说得很坦然 但是看得出来 还是有些落寞的 谁不希望麾下的军团变得强大呀 嗯 就是一百张晋升卡 让他们晋升吧 方凡很是大气的 甩过来一百张晋升卡 这 给我的 晋升卡的珍贵性是可想而知的 可这个家伙 居然这么随意的就送给他了 嗯 给你的 称会五十万摩金 方凡这可绝对是砍头价 他从狗系统那定向抽去 都得五千摩金一张 这一百张晋升卡 五十万摩金是很实惠的价格 哼 就知道没这种好事 给你摩金 叶妹儿扔过来一堆摩金 紧紧地将这一百张晋升卡 握在了手心里 同时朝着方凡 还投去了一个感激的目光 他很清楚 五十万摩金和一百张晋升卡 之间的价值对比 走吧 前往关城 再杀丧尸 方凡准备带着车队出发 刚好四大军团已经全部归来 江城周边的丧尸啊 是能少杀点就少杀点吧 这些可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保留给江城幸存者宰杀 最终获得的摩金 还是增加了卡牌店铺的效益啊 现在就走 你不准备一下 不用 现在就可以出发了 方凡也有些按捺不住了 两百万官城丧尸 这就像是一块巨大的香饱饱 引诱着他前往吞噬 另外 若是能够占领了官城 也能让自己统一的丧尸军团数量 稍微多一些啊 官城是中型城池 占领之后呢 可以拥有五千丧尸军团 方凡从来不觉得 占领领地的多少 决定了战斗力的强大 有的时候 你太过于冒头 就要承担相应的风险 斩杀一只丧尸王者 就能够成为城主 但是 想要建立侯国 也需要扛住一次 建立侯国的丧尸工程 根据自身实力的强弱 这丧尸工程的规模呢 相对应的 也会增加或者缩小 车队急速朝着官城前行 一路上倒也会碰到一些拦路的丧尸群 但是规模的都不是很大 被方凡都扫荡干净 到树阳城了 你回去吧 方凡撇了叶妹而已 她的本意呢 是自己带着麾下的军团 前往官城扫荡丧尸的 我要跟着你一起 扫荡 官城丧尸 本来就是我们 树阳城的事情 你来帮忙 已经很好了 我不能当逃兵 叶妹尔是一脸的倔强 不用 我扫荡官城丧尸 也不是全为了你们树阳城 主要是我需要 我金和卡白能战略资源 可是叶妹尔 仿佛认定了方凡士 在推脱一半 非常的坚持 你是不是觉得 我是个拖累啊 我也是二星决心者好不好 你放心吧 我会给你带来麻烦的 而且我现在 还有三星玛雅女武士军团 虽然比不上你的那些军团厉害 但起码 也能保证我自己的安全了 我要陪着你 一起战斗 叶妹尔的身体 朝着方凡靠近 感受着近在咫尺的轻微呼吸声 方凡闭起了双眼 满意地吸了一口 很香甜 好香啊 流氓 方凡没有再坚持 车队继续朝着官城方向前进 叶妹尔自己没回去 倒是派了一个侍卫 前往树阳城 来禀告他的行走 毕竟 若是长时间不回去 他父亲那边也会担心的 树阳城 叶家 什么 他跟着方凡去了官城 叶家家主叶增 听着侍卫传回来的消息 皱起了眉头 这官城现在 俨然已经成为丧尸的乐园了 这里边不知道有多少丧尸在闹的 他现在跑过去 这不是自找死路吗 是的 城主大人 小姐说这一次方凡城主 是为了消除 我们舒阳城的后患 才前往官城的 还交代说 让我们舒阳城 看出援兵相助 侍卫老老实实的 传达着叶妹儿的意思 不行 这绝对不可能 城主大人 官城那鬼地方你也知道 高级丧尸多如云 我们舒阳城接连遭受重击 兵力本就不足 还要贸然前往官城 那不是找死吗 防守尚且不足 哪能去进攻啊 妹儿小姐这一次 实在是太冲动了 舒阳城大统领 傅雄毅然决然的摇了头 之前他被叶增 当着方凡的面给拿下 不过 事后就给放了 当时只是需要 做这样子而已 父亲 可是妹儿现在 已经前往了官城 我们若是不发兵 那妹儿的安全 叶家的老大叶昭 有些担忧 要不我带领家族 精锐前去支援吧 至少也要将妹儿 给救回来啊 大哥 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官城那鬼地方 是人呆的地儿吗 官城那数万幸存者 都被那些丧尸 屠落已空了 现在官城 可还是有一只 强大的丧尸王者呢 也不知道现在这只丧尸王者 到底承纳到什么地步了 我们现在过去 就是作死 叶家老二 叶也 断然抵制 第五十集 长州大人 二少爷说的对 这件事 必须要从长计议 万万不能因为情感 而乱了大局啊 我树阳城本就弱 若是再葬送精锐 恐怕就真的翻不起身了 再说了 方凡既然敢单兵 直入官城 显然是有把握的 诶 对了 这一次方凡带了多少军队 前往官城啊 傅雄的眼中 展露出一丝杀意 他在想着 若是能够借助官城的丧尸 会灭掉方凡麦下的军队 那可就完美了 双方带领了 岳墨四十人的队伍 加上小姐身边的 玛雅五十军团 差不多有五十人 侍卫老老实实地报告 大厅内的众人 是非常的惊骇 这个方法是在作死啊 官城至少二十万丧尸大军 还有强大的丧尸王者 他居然 带着这么点人家冲过去 简直是作死 叶也的心情是异常的疏快 简直是不知所谓 当真觉得自己麾下 有几个四星军团 就无所顾虑了 城主大人 这一次我们只能隔岸关护 绝对不能插手 傅雄是坚决地站在叶也这一边 他和方凡有着杀子之仇 叶昭固然想要救出自己的妹妹 但是没有人支持自己啊 这叶增呢 也是感到无奈 自己的女儿自然是心头肉 可是他不能拿整个树阳城的命运 去开玩笑啊 树阳城但凡有失 叶家将往 那他那两个儿子也活不成啊 哎 梅儿啊 你太冲动了 派传令兵去追上梅儿 让他赶紧回来 快去啊 城主大人 若是追不回来呢 大统领傅雄面露兴奋 他知道 叶增已经做出抉择了 若是 若是追不回来 那就这样吧 都退下吧 多派两个传令兵去 夫妇 前面就是官城了 我已经派遣侍卫 前往树阳城 调遣援兵 要不然 我们在这里等待一下吧 叶妹儿看着官城 眼中露出一抹忧理 你还让树阳城 派遣援兵了 不等了吧 咱们还是先冲进去吧 尽可能的小规模 歼灭丧尸 暂时不要惊动 大规模丧尸 方凡是根本没在意过什么 树阳城的援兵 因为 这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方凡 再等等吧 他们应该快来了 到时候 我们一起进攻 胜算 也能大一些 叶妹儿还在那期盼着 方凡暗叹 他果然是个傻丫头 你觉得 树阳城可能会派援兵吗 怎么不会 我们都来了官城 父亲 他也就算是为了我 也会派出援兵的 况且 这本来就是为了树阳城 解决后患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担责呢 这也是所有树阳城 幸存者的责任 方凡很无奈 这傻孽子 这聪明的时候 机智过人 可真要傻起来 这 也很可爱 既然援军快要来了 我们先进去杀丧尸吧 等他们来了 咱找到我们也更容易 我们人少 动静也小 不容易招惹到大规模丧尸 安全技术还是比较高的 这一次 叶梅尔倒没有继续坚持 或许他也觉得 这是这么个道理 恶魔军团在前面探路 顺便负责吸引小规模丧尸过来击杀 歌德激光步枪守军团 守在两边 不停的点射 黄金曲帅军团和独角兽军团 负责冲锋和近距离的刺杀 小黑和盖伦主要负责随意宰杀 这方凡的也没闲着 好歹他也是个四星决心者 除了指挥全场战斗之外 也时不时的拿出六星激光手枪 狐龙之翼来四处射击 叶梅尔为了彰显他不是个累赘 也奋力的带着玛雅女武士军团 加入了冲锋 这一路扫荡过去 轻松至极 这里的丧尸太多了 方凡可以随意的在里面畅快的收割着 而没有任何的顾虑 方凡瞥了叶梅尔一眼 他虽然只是一个二星决心者 但是冲锋宰杀丧尸的速度 可丝毫不曾慢于其他人 这是一个倔强的女孩 一个不愿意只当花瓶的女人 方凡朝着叶梅尔的方向开了一枪 将其身边一个三星丧尸一枪绷 叶梅尔看着距离自己不到一米的三星丧尸 是心有余悸 朝着方凡投去了感激的神色 他们从关城的北城开始扫荡丧尸 清理了几条街道 宰杀丧尸的数量也差不多得有三万多 长久的战斗让他们的身体也变得极为疲弱起来 需要短暂的就地休息一下 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方凡找了一个不错的别墅 随手清理了周边的丧尸 估计卡每人一张 受伤呢 赶紧使用疗伤卡 如上 宰杀丧尸三万余 缴获魔精十四万 各种卡牌一万张 这些都是比较珍贵的卡牌 赵丧尸 盖伦将搜集到的珍贵卡牌递送到了方凡的手中 差不多有七十张晋升卡 还有就是各种武器卡 装备卡 技能卡上的 替身傀儡卡 将刺卡放在身上 遭遇必死危险的时候激发 可以召唤替身 抵挡一次必死攻击 刺卡在手 狗命多一条 这确实是个好东西 虽说方凡手底下有各种强大的军团 但是说不得什么时候 就得遭遇危险 有了这张替身傀儡卡 倒是能够做一个预防 方凡将其放在身上 开始部署接下来的进攻计划 一声炮响声传来 方凡是一脸的懵啊 什么情况 谁在打炮啊 这不是在找我死吗 三千所有丧尸都吸引过去吗 方凡 会不会是 树阳城的远兵到了 我们 我们赶紧去和他们会合吧 方凡在这边骂骂咧咧的 可叶妹儿倒是露出了激动之色 树阳城的军队敢大炮吗 看到叶妹儿这么兴奋的样子 方凡也清楚 现在根本就劝说不了他 走吧 先出去看看 按照炮响声 应该距离这里不远 刚走出去 就确实看到了一支 成剑制的军队 不过看的旗帜 根本就不是树阳城 而且这支军队 直冲冲的就朝着他们包围了过来 你们 是幸存者 你们的胆子还真是够大的 官城都敢来闯 简直不止死活 军队的前方 站着一个青年男子 是一脸的比 你们是哪座城池的人呢 我们是树阳城中的 幸存者小队 李志看到叶妹儿 眼前一亮 行了行了行了 你们就跟在我们的军队后边吧 待会儿绞杀了官城的丧尸 你们就跟着我一起出去 李志的态度变得柔和了不少 在美女面前 多少还要秉持一下所谓的绅士姿态 不用了 我们还要去杀丧尸呢 就先走了 方凡拉扯了一下叶妹儿 朝着左侧方走去 你们居然敢对我家少主无礼 李志身旁的护从 顿时叫嚷了起来 算了 他们自己找死 冤不得我们 只是可惜 这国色天秀的美人啊 李志觉得呀 自己这里才是最安全的 有诸多大军随从 至于方凡等人 不过四五十个人 尊到茫茫的丧尸浪潮当中 那是死路一条啊 我还以为是舒阳城的远兵呢 看来 他们是真的不会派出远兵来了 叶妹儿在之前倒也猜到了一些 只是还有些不敢置信吧 对了方凡 刚才那帮人是谁啊 看他们麾下军团的阵容 起码有五万之余 而且秩序井然 丝毫不乱 显然都是精锐 树阳城周边 也就卫国能够拉出这样的阵容来了吧 末世袭兰 大正之事 可不仅仅只有一个卫国 整个华境内 建立侯国 被风刺侯爵的 恐怕已有几十个了吧 另外 占领十座以上 中行大行城池的 就有资格建立公国了 卫国不过是最弱小的侯国罢了 光是华境中 离他强大的 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前期的方凡 有着很大的优势 也有很大的劣势 优势在于他拥有卡牌店铺 能够聚连很多的魔精 得到各种高端的卡牌 劣势则是 他的背后 没有强大的家族之城 光靠着自己 是无法建立起来 一个庞大的国度的 所以啊 前期的方凡 一直都在蛰伏 方凡 他们实力那么强 要不然 我们和他们联手 击杀官层丧尸 叶妹尔提出了建议 他们已经在做死了 我们啊 最好离他们远远的 他们太嚣张了 根本不曾 将官层的丧尸 放在眼里 要知道 这座城池 可是还有一个丧尸王者呢 这个丧尸王者 为座发育这么多天了 也不知道 全化到什么程度了 拥有丧尸王者 指挥的丧尸群 和普通散乱的丧尸群 那可是两码事 一旦丧尸王者 聚集了整个官城 数百万丧尸 一起围攻那支军队 纵使他们精锐 恐怕也挺不了多久 而对付这类型的战斗 只有先行宰杀 丧尸王者 那才是正道 而很显然 刚才走过去那支军队 丝毫不曾将 丧尸王者放在眼里 或许 在他们看来 自己已经是 强的没边了 方返转战 官城的西城 开始一个街道 一个街道的清理 北城那边呢 差不多已经被那帮军队扫荡一空了 让方凡是饱受了一波损失 后火声联名不绝 方凡看着周边的丧尸 根本就无心和他们对抗 而是纷纷朝着北城 疯狂地涌动 寂静的寒夜当中 一声声丧尸的嚎叫声传来 啊 丧尸王者出现了 这些丧尸 应该都是听到了丧尸王者的召唤 然后 随便聚集到北城了 所有人 堵住这个街道 从中间留出一个出口 咱们守住带托 宰杀丧尸 这些丧尸无心恋战 在某种程度上 倒是成了他们最为直接的靶子 甚至都不需要进行追击 只需要堵在关店的路口 手起刀路 那一只只丧尸就都被干掉了 而这些低等级的丧尸 尚且没有什么灵智 仍然是前赴后继的 奔向这个死亡的深渊 方凡这里的丧尸流量 大概是一分钟 能够通过一百多只 但是 他还是不满足 叶妹尔翻了个白眼 他从未这么轻松的宰杀过丧尸 每次出城宰杀丧尸 那不是以命相应 哪会像这样 一个个丧尸冲过来给你杀呀 各得激光步枪兵军团 你们 破点登上周边房屋的屋顶 开始随意点杀 撒旦 你带着恶魔军团 前行一百米 然后分散开来 再杀丧尸 独角兽军团 你们前行五十米 也分散开来 再杀丧尸 嗯 管汉 你带着黄金渠率军团 后退五十米 然后分散开来 宰杀丧尸 小黑 盖伦 妹尔 还有玛雅 女武士军团 你们跟着我 守在这里宰杀 方凡将四个军团 安置在了街道不同的地方 彻底将街道的路口 给放开了 保证五米之内 差不多得有一个单位 待在那里 疯狂的砍杀丧尸 这条街道 就被方凡布置成了一塔防游戏 而那些丧尸 则是源源不断的 朝着这条核心街道涌入 被分批次杀死 虽然接连的挥舞刀剑 接连的射击非常的疲累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叫区 这种宰杀丧尸的大好机会 那可不是随便就能碰到 半个小时过去 整整屠杀了九万丧尸 这条核心主干岛 本来宽达数十米 现在 俨然被丧尸堆成了一个巨大的尸堆 方凡等人最后干脆 就站在尸堆上砍杀丧尸 而那些丧尸 想要通过尸堆冲过去 就显得更加困难 方凡只感觉 自己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六星激光手枪屠龙之意 早就没死大了 而方凡已经接连用补给卡 补给了十次 都用完了 按照规则 同一天之内 同一件装备 只能使用补给卡补给十次 手中的战刀长剑 也都不知道换了多少把 直到战斗结束 这方凡都感觉 自己身上的肌肉 都在疯狂的颤抖 半个小时的高强度战斗 已经让所有人 都精疲力竭了 除了小黑这只地狱三头犬 还在精神饱满的 上蹿下跳之外 就连盖伦都忍不住 坐在地上休息了一下 这叶妹儿啊 早就已经虚脱了 瘫倒在方凡身上 已经没有了半点力气 方凡虽然浑身疲倦 但是感受着 软玉温香在怀 还是忍不住触动了一下 双手不自然的 开始在那一片 温润的玉幅上摸索着 羊 别闹 叶妹儿恶狠狠地 在方凡的耳根处 狠狠咬利口 方凡朝着其臀部 拍打了一下 变态 叶妹儿用小拳拳 锤打了一下方凡的胸口 光是咱们这条 主干道上截杀的丧尸 都有近十万 那被丧尸王者 征召前往北城的丧尸 不是更多了 我感觉 之前的推测有错啊 官城 或许不止两百万丧尸 叶妹儿埋头在方凡的怀中 怎么 怕了 有你男人在 你怕什么呀 你说的没错 之前我们若是跟着那支军队 恐怕 我们也要被细卷进去 还好我们单独行动了 以后 我都听你的 对了 咱们要不要休息一下撤离 这里的丧尸 太多太强了 咱们还是 稳妥些再来吧 不 不撤退 我们休息一下 恢复经历之后 前往北城 叶妹儿被吓了一跳 你疯了 那里可是 有好几百万丧尸啊 他们被丧尸王者操控 我们要是陷进去 就死定了 叶妹儿觉得 有必要遏制住 方凡疯狂的想法 你也说了 这些丧尸是被丧尸王者操控的 我若是杀了丧尸王者 这几百万丧尸 不就土崩瓦解了吗 这危险太大了 我不能让你去冒险 叶妹儿环抱住方凡 他觉得 方凡是因为 想要帮助树阳城 解决后患 才这样冒险 放心吧 我有分寸 我没人少 行动起来比较方便 而且若是真的事不可为 我也不可能贸然进攻的 只要能找到丧尸王者 一切都好说 干掉这种级别的丧尸王者 奖励不会少的 恐怕又会出现一些高级卡牌 另外杀掉了丧尸王者 我就能顺势成为官城城主 这也是一座中型城池 而且位置比较好 适合作为江城的前线城池 方凡的脑海中 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计划 你一定要活着 我陪你一起去 叶妹儿眼中 思思情意 显而易见 当然了 如此没人再还 我哪能愿意 就这么死了呢 这方凡再度迎来了 一阵的小圈圈 另一边 李治此刻 很慌 这丧尸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就像是滚雪球一样 逐渐将他的五万大军 给包围切割了 他这一次为了荡平官城的丧尸 获得战略资源 可是带上了足足五万精锐 另外还有各种的火箭炮 军队中的觉醒者 差不多得占据了一半 这是绝对的精润 前期是一路横走 没有丝毫压力 当整个北城的丧尸 都差不多被他屠露一空的时候 他遭遇到了这座城池的丧尸王者 一只强大的丧尸王 看到了丧尸王 李治反倒是非常的欣喜 因为干掉了这个丧尸王者 那这座城池的主人 就是他了 这一次父亲总归能够高看他一眼了吧 可就在这时 他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只丧尸王 已经进化到了七星级别 他派出去的几千精锐军队 很快就被屠露一空 而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 紧接着局面就彻底的崩了 周边涌来越来越多 越来越精锐的丧尸群 他们被包围了 那涌过来的丧尸群是何止百万的 他手下的精锐军队正在渐渐的被干掉 照这个趋势下去 那迟早得全军覆没呀 李智看着身边的虎豹齐军团 本来十五人的虎豹齐军团也陨落了五位 虎豹齐军团刚刚晋升到了四星不久 他甚至还想着呀 干脆让虎豹齐军团就带着自己杀出重围算了 至于这五万大军 他是真救不了 已经没有五万大军了 现在伤亡已经达到两万 折损进半了 朝阵那只丧尸王 发起进攻 干掉这只丧尸王 我们都能活 杀不掉 我们全都得死 李智看出了最关键的你 可是他又能如何呢 对丧尸王的绝命冲锋 不知道发起了多少次 很多次连他的皮毛都碰不到 哪怕是到了这只丧尸王面前 大多数也都会被一巴掌给拍死 七星丧尸王那是何其强大呀 主人 那边有人在攻击丧尸王 我们的援军来了 李智朝着丧尸王的方向看过去 确实是有一只四五十人的小队 正在迅速的朝着丧尸王靠近 问 四五十人 这算哪门子援军呢 哎 不对 李智觉得 这只四五十人的小队有些熟悉 他突然想起来 之前刚刚进入官城的时候 好像是遭遇过这样一只小队 当时他们自爆的身份 是树阳城的 一帮送死的罢了 他们不可能杀掉了丧尸王 我们这么强大 尚且感到无力呢 更何况是他们呢 不能在他们身上寄予希望 李智已然决定 一定要脱围出去 纵使这五万军队全军覆没 他也不能死 很好这丧尸王比较张颖 不然还真不好当 方凡看着眼前的七星丧尸 露出了笑意 一路冲过去 打开一条通道 差不多就能接近这只七星丧尸了 七星丧尸 倒还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要是个八星丧尸 这方凡保准掉头流泡 现如今他是四星觉醒者 盖伦拥有七星觉醒者战力 再加上他的豪华军团 这根钉子还是能拔掉的 盖伦 靠你了 风凡拍了拍盖伦的肩膀 顺便 牵了一只独角兽过来 给他当坐骑 这样 他就能够更加快速地 冲锋到这只七星丧尸跟前了 四大军团 全力抵御周围丧尸 不要让这些葬尸迎向盖伦 让他全心全力击杀葬尸王 方凡是一声令下 四大四星军团各自动作起来 叶妹尔也慌忙地 将他的玛雅女武士军团派出去遇迭了 全军核心 只为宰杀 丧尸王 盖伦是率先出击 乘坐着独角兽 一路冲锋到那只七星丧尸王的面前 抽出大宝剑 就开始全面的进攻 这七星丧尸王怪叫几声 就和盖伦打了起来 周边那些丧尸也开始各自攻击 盖伦虽然是战力强悍 毕竟无法全力出手 在和七星丧尸王战斗的时候 还得时不时地关注一下周边那些丧尸护卫 这些丧尸护卫 虽然比不上七星丧尸王 可是也出现了几个五星丧尸和不少的四星丧尸 方凡麾下的四大军团 也无法形成碾压的威势 甚至各大军团已经出现了大批次的伤亡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丧尸王还没被干掉 他麾下那几大军团都得损失惨重 方凡不得不承认 他忽略了七星丧尸王身边的那些丧尸护卫的战斗力 也确实高估了自家的实力 方凡怎么办啊 丧尸越来越多了 叶妹儿的脸色煞白 他麾下的三星玛雅女武士军团 已经被屠杀的差不多了 撒旦给老子飞过来 带我升空 撒旦摆脱自己的对手 蹿到了方凡身边 方凡趴在撒旦的背上 这撒旦剧烈的扇动着翅膀 急速的爬升 叶妹儿脸色一变 这方凡难道是想亲自前往 宰杀丧尸王吗 方凡 你不能冒险 你要是死了 我现在就嫁人 方凡的心中一乐 这小妮怎么心里戏还挺多的呀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守寡的 叶妹儿的脸色 忽悟的红了红 撒旦 加速飞过去 你磨叽 第五十二集 方凡拍了拍撒旦 硕大的黑色赤翼 这家伙看到七星丧尸王啊 居然朝着旁边退了一下 这还是之前那个 所向无敌的恶魔之主吗 怎么现在还怂了呀 主上 这可是七星丧尸啊 我冲上去 还不够人家一巴掌拍的呢 而且 还有那么多五星四星的丧尸在周边 我们上去到底干啥 送死吗 那么人 撒旦是一脸的枯燥神色 他还不想死呢 别废话 我自有办法 必须快点解决战局 不然 全他喵得得死 方凡从虚迷空间当中 取出一张卡牌 丧尸求见卡 可以求进 七星一下的丧尸三秒钟 这是之前方凡得到的一张卡牌 一直以来 也没有机会使用 而现在 恰如其时啊 三秒钟 若是用得好的话 也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了 机不可施啊 方凡命令撒旦 低空飘到七星丧尸王的头顶上 盖伦 开始全力攻进 丧尸王马上 就要被禁锢三秒钟 抓住机会 方凡从半空当中 扔出了丧尸求见卡 使用丧尸求见卡 丧尸求见卡 突然化作一个金色的链条 束缚在了七星丧尸王的身上 七星丧尸王是拼尽全力 想要挣脱束缚 正在此刻 出尽 撒旦 一起打 在丧尸王被囚禁的瞬间 这盖伦的大宝剑已经到 趁着三秒的珍贵时间 他开始拨命攻击七星丧尸王 而方凡掏出了激光手枪 突然想起来 今天的十次补给机会 已经用完了 他便抽出一把战斗 开始从背后疯狂的攻击着丧尸王 而撒旦一双利潮 也是疯狂的 在七星丧尸王的脑袋上 开始抓闹 一代七星丧尸王 只能憋屈的瞪大双眼 三秒过后 他那身上 已经多出了无数的创口 其中 要数盖伦造成的伤口 是最为致命 丧尸王重重的倒在了地上 危机解决了 周边那些丧尸护卫 看到丧尸王死 压根就没想着复仇 居然朝着周边游荡了过去 丧尸王活着的时候 他们只能被迫的听从号令 那现在死了 他们自然也就各行其事了 四大四星军团 紧接着朝着方凡靠拢过 顺便打扫战场 获取战利品 七星丧尸王的宝品 还应该不会差吧 少主 少主 丧尸王死了 周边的丧尸也开始自行溃散了 我们 我们活下来了 而盼传来侍从兴奋的声音 李治那张麻木的脸 稍稍松懈了一些 他张大了嘴巴 似乎是想要说什么 但又缓缓地闭上 七星丧尸王被人干掉了 数百万的丧尸群也溃洒了 他率领的五万大军做不到的事情 被眼前这支五十人小队做到了 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存在 李治突然想到 之前他还邀请这帮人 跟在自己军队后面 并扬言辟护他们的时候 这帮人是怎样的无所谓态 当时他还在比喻 这帮人不识台军 可现在看来 人家压根就没看上自己 五万大军 比不上人家五十个人 耻辱 莫大的耻辱 换言之 他能活下来 还得感激这帮人 若非是他们宰杀了丧尸王 他手底下这些军队 必定是白死无生 哪怕是他 也不一定就能够突围出去 差不定点 这小面就交代在这儿 这帮人的底细 查出来了吗 少主 之前 他们不是自言数量成的人马吗 一旁的侍从记性倒是不错 蠢货 树阳城 怎么可能培养得出这只精锐啊 若是树阳城 有这只精锐的话 早些 也就不会被魏国那个小国 打得四处求援了 李治的脑海当中 有了一个模糊的印象 可是 又不愿意承认 谈过李治 在这里多谢阁下援助持恩 李治带着几个随组 过来恭敬的行礼 唐国 李治 方凡要是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所谓的唐国 在之前好像还派出过使者来疆场 当时好像还不欢而散了 不用 我不是为了救你 是为了杀丧尸王 你们能活下来 只能说明你们命好 大胆 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吗 敢敢对我家少主无礼 李治还没说话 他身旁的随总 倒是忍不住跑出来护主 李治呢 也没有出言阻止 江陆让开 我们要去杀丧尸了 没时间和你们在这里闲聊 一帮自娱自乐的蠢货吧 方凡可是从来没有想过 和这帮人要产生什么瓜葛 感受到方凡冷淡的态度 李治的脸上露出一抹不快 按照他所想的 他那身份摆在那儿 方凡不是应该过来巴结他吗 然后仗着方凡援助过他 再趁机索取一些什么 这时候他再慷慨一下 这才是完美的开局啊 可是 这么冷漠 你搞得李治很没面子呀 真是狗胆包天 别以为援助过我们大唐军队 就可以如此放肆 在唐国面前 你们算什么东西啊 这随从的话还没说完 方凡的耳光就到 太过躁了 替你教训一下这只狗 没意见吧 你 你敢打我 你疯了吗你 我是唐国的人 我唐国大军 趁着我还没有动杀心 闭嘴 方凡觉得这群人的优越感 也太强了吧 我救了你啊 哪怕是无意间救的 我对待自己的恩人就这个态度 这不是纯粹的不给他面子吗 既然你不给我面子 难不成还要让我去跪舔你吗 打狗还要看主人呢 你不觉得过分了吗 李治是动了杀心 刚刚走过来的时候 他其实是想要收复方凡的 他觉得这是对方凡的一种恩赐和奖励 可是现在他只想杀人 他的狗被打了 这个人太不给他面子了 过分 是吗 所以呢 你要怎样 你不怕 我将你究极正法吗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你们现在都很疲惫了 李治不介意上演一场 奴夫与蛇的故事 是吗 你可以试试啊 你的数万大军 被丧尸群蚕食的 应该只剩下一万了吧 我可以先干掉你 然后干掉这支万人军队 只是稍微麻烦些罢了 李治想要去反国 但是 在看到方凡冷酷的目光之后 又退缩了 这是能够在数百万丧尸群中 宰杀七星丧尸王的存在 做出一些有为常理的事 那太正常 不说屠杀他 麾下那残存的一万大军 最起码 能够现在就干掉他 李治黑着脸 让开了道路 你是方凡 不愧是双绑绑手 果然非同一般 方凡大踏步的远离了 猜出他的身份并不难 谁家手底下会有这么多高级军团呢 再说了 独角兽军团 恶魔军团的特征 还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 就算是猜出来 那又能如何呀 和整盘大局比起来 丝毫不受影响 方凡丝毫没将这个 来自唐国的蠢货放在眼里 或许 他在唐国是位高群众 但是 能不能与我何干呢 若是不招惹我 倒也罢了 若是真的自寻死路 方凡还真不介意出手杀几个 再杀华境 关城丧尸王者 赐予关城城主头衔 中城城主印寿一枚 中城城主水晶一枚 关城为中兴城市 初次击杀关城丧尸王者 奖励五千丧尸军团 如同第一次成为江城城主一样 当方凡成为关城城主之后 一支五千规模的丧尸军团 朝着他便飞奔了过来 拜见城主大人 为首的也是一只四姓丧尸 不过看气势 比方凡第一次见到的阿大 要弱一些 四二名 方凡干脆啊 就将江城丧尸军团的军事制度 给拿过来用 拜谢城主大人赐名 谨遵城主大人令 方光跪拜了下来 今后你们就负责守卫关城 不得松懈 方凡在关城中心 找了一处比较合适的地点 使用了城主水晶 一座雄伟的城主府 是拔地而起 宰杀七星丧尸王的奖励 还没有仔细查看呢 来到了城主府 稍事休息 方凡开始核查自己的战利品 七星丧尸王 画出了一张可以进化的军团卡 古龙骑士军团 方凡原本是不准备扩充自己麾下军团数量 兵在于精而不再多 若是麾下的军团多了 想要让他们全体晋升的速度也就慢了 这势必会造成一种拖累 但是在看到古龙骑士军团卡第一眼的时候 方凡就动摇了 这可是传说中的龙骑士 可以拂地而战 更可以翱翔九天而战 这支军团几乎是为我凉身打造的 恶魔军团虽然也会飞翔 但是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空中兵种 古龙骑士军团还是需要的 使用古龙骑士军团卡 方凡毅然决然地轻贺一声 军团卡已打开 古龙骑士军团已出现 古龙骑士军团可进化 等级五星 人数十八 统领 龙灵 技能 龙族血统 人龙合一 绝境突刺 忠诚度 八十 居然是五星军团卡 宰杀七星丧石王的奖励 果然是丰厚 方凡也是有些庆幸 及时地使用了这张军团卡 第五十三集 龙骑士军团统领 龙鳞来到了城主府内 至于他的龙 还有其他的古龙骑士 则都安排在了外面 这每一只古龙都有十多米长 城主府根本就装不下 本来啊 方凡还以为古龙 是加上古龙骑士在一起 十八个单位 可没想到 系统将古龙和古龙骑士 绑定成了一个单位 所以啊 这支五星古龙骑士军团 足足有十八只古龙 和十八个古龙骑士 青一色的 全都是五星级别 这方凡麾下军团的战斗力 何止提升了一倍啊 之前围攻那只丧尸王的时候 若是由古龙骑士军团驻战 想必也不会打得那么惨烈 方凡拍了拍龙鳞的肩膀 这就出位吧 这么大一群古龙和古龙骑士的突兀出现 叶妹尔也吓了一跳 刚才他还以为有什么诡异生物 要攻打城主府呢 我的天 古龙骑士军团 当了军团战力榜榜首了 方凡 这是你新的军团 你太强了 现在居然都有五星军团了 还有四个四星军团 我猜只有一个三星军团 还被打残了 叶妹尔走了过来 暗叹 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啊 实在是太大 跟这个变态 也是真不能比 放心 一张招募卡 就能让你的麻雅女武士军团恢复如初 有我在 你还怕自己麾下军团 精神不了吗 你也不看看 你的男人是谁啊 方凡凡 方凡勾起了叶妹尔的下巴 这个女人 一言一行之间 都有勾人的魅力 说她是个妖精 是一点都不为过呀 哼 够男人 方凡顺势将她给拉了过来 啊 别别 似乎是感受到了方凡狼性的目光 叶妹尔匆忙的躲了过去 一张秀脸早已经红透了 官城的丧尸王 被方凡干掉之后 剩下的数百万丧尸 虽然这种强大 其实啊 已经不足为虑了 方凡准备耗费几天时间 一点一点的全部清除干净 让官城成为一个高度急防的战争堡垒 若是有幸存者前来投靠的话 倒也可以在周边建立一些幸存者基地 不过眼下看起来 官城周边是没有正常人类的样子了 主持人 我们去击杀丧尸的时候 有一支军队一直在跟我们抢丧尸 汉斯走上前来禀告 在他们看来啊 这官城都是主上的 所有的丧尸那都是战略资源 也应该是他们的 什么 他们还没走 在我官城疆域内成剑指的出现 有些过分了呀 这支军队自然就是之前那支所谓的唐国大军 之前方凡和这座城池也没有多少关系 所以呢 并不会计较这些 但是现在 他是官城的城主 这万人军队仍旧在官城境内厮杀丧尸 这和入侵他的领地又有何区别 聚集五大军团和五千丧尸军团 过去缴了他们的谢 给脸不要脸 这座城池已经有了归属 那帮人不会不知道 毕竟各处都有正规的丧尸军团守卫了 明知故犯 这分明是没有将他的意志放在眼里了 那既然这样的话 方凡觉得自己也没有必要给他们什么脸面了 该上还得上 守主 现在官城已经被那个方凡给占领了 我们率军在官城撒丧尸 是不是有些不符规矩啊 咱们现在可是入侵到了他们的领地上 占领了官城 按照官城中城的规模 他们应该已经有了一支五千丧尸的军团了 侍从觉得 这件事还有待商谈 他们已经都混成这副鬼样子 五万大军打的只剩下一万 也该回去休养一下 你以为 我当真怕了他呀 我只是不想给我们唐国掀起无畏的战争 可若是那个方凡不识台军 也就别怪我了 他的领地怎么了 我又没去攻打官城 我帮他们免费清理丧尸 还有错了吗 他不过来感谢我也就要算了 还敢来得罪我 当真以为我唐国好气啊 记住了 来一个就杀一个 来两个就杀一双 永远牢记 你们是唐国人 这是属于你们的荣耀 李治觉得 是时候该高调一点 否则这帮人呢 还真就飘了 少主 我们 我们被一只丧尸大军给包围了 另外 还有龙 好多的龙 还有恶魔都冲过来了 传令兵是慌张的飞奔过 龙 恶魔 什么玩意儿 谁敢包围我的军队啊 简直找死 入侵关城者 必须交陷 交陷者 可活 十数只长达十几米的古龙 飞奔过来 古龙启齿 拿着大喇叭 开始疯狂地叫嚷 这些呢 都是方凡叫这么说的 派出强大的古龙骑士军团 前去当喇叭兵 也就只有他能干得出来了 缴械 疯了 方凡这个疯子 他这是要和我唐国宣战吗 这些可恶的古龙 又是什么新物种啊 该死 李治这两天呢 遭受的屈辱已经够多的 若是连蟹都被绞了 那可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至死不叫蟹 死战到底 李治觉得 自己未必不能一战 那家伙手底下 原先只有几十人的军队 就算是占领了官城 获得五千丧尸大军 又能如何 他手底下挥下五万军队 被丧尸群围杀堵截 还剩一万余 这些可都是精锐中的精锐 李治的双手捏紧 就该让所有人都看到他的强势出击 他是唐国之人 是唐国的骄傲 少主 那些龙 是古龙骑士军团 是五星军团 是方凡麾下的军团 军团战力榜 刚刚更新了 侍从像是见了鬼一样 五星古龙骑士军团 该死 这肯定是宰杀丧尸王的奖励 他的运气 为什么一直这么好 李治抬头看了一颗 从自己头顶上呼啸而过的巨大鼓龙 五星军团 已经突破极下了 他挥下最强大的 也就是一个四星虎豹旗军团 而且 仅有这么一个 还是个残缺军团 李治扫尸后面的军队 该死 这一个个就跟双打的茄子一样 这还是他意想中那个绝对精锐 就这样的军队 你拿起和方凡麾下的五星军团碰撞 李治似乎已经能够预见到 是个什么样的结果 向他们表明我们的立场和身份 无奈唐国少主 对我不恭敬 就是在向唐国宣战 而方凡 已经带着麾下的军团 在五千丧尸军团的簇拥之下 来到了李治的面前 官城现在是我的领地 你们擅闯我的领地 是想要开战吗 这是李治和方凡的第三次见命 第一次 李治是用鄙夷的目光看着方凡 第二次是无奈 第三次则是愤恨 你敢和我唐国开战吗 让开道路 我要带着我的军队返回唐国 李治企图用唐国来镇压方凡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们唐国中 应该有一个擅长土盾的人吧 前几天来到我江城 想要招安我 被我斩断了一只臂膀 李治的神情越发地阴暗起来 什么 你敢斩我唐国使者 李治看着眼前的这个疯子 他是不知道唐国有多强大吗 我没兴趣知道他是谁 我只是想要提醒你 抵抗到后果 离开这里可以 我也并非不讲情理的人 但是所有的甲州和武器 都得留在这里 作为你们入侵的代价 没有意见吧 方凡是直切主题 不可能 你的条件太过于无理了 我们不可能答应你 我唐国军队 李治身边的几个侍卫 往前挺立了一步 方凡挥了挥手 盖伦的大宝剑已经出手 几个四星虎豹旗 全部被斩杀 李治的身体一阵 那可是四星虎豹旗啊 是他手中最精锐的存在 可是在方凡的手中 怎么就如同一个玩物一样啊 他身边这个身披银甲的壮汉 这到底是几星级别的呀 既然他能瞬间斩杀四星虎豹旗 那想要干掉更垃圾的自己 不是轻而易举的吗 李治的眼中流露出一次忌惮 展开道路 唐国可以和你兵士前嫌 可以成为你的盟友 我愿意在唐国竭力为你讨风 让你想有最至高无善的荣耀 李治还跟那端着架子 而给出的条件更是令方凡是嫡效莫名 还想让老子投笑唐国吗 就咱俩之间这些仇怨 好家去了唐国还不得被你给阴碎 这家伙是傻傻分不清情况 我最后说一次 脱掉甲兆 放下兵器 你们可以滚蛋了 若是再磨磨唧唧的 就都留在这里了 放官 盖伦 一分钟后 发起攻击 但凡身上有骗甲 手中有骗铁的 都杀了 哦 对了 将他们身上的魔精和卡牌 倒是搜集干净 这些 可都是杀到我们官城丧尸得来的 隶属于不义之才 嗯 也该上脚 方凡突然有点后悔 现在就过来缴械 应该再过几天 等他们腰包都鼓鼓的 然后再过来再拨肥猪 那才是美滋滋 方凡 你大胆 你当真不顾虑自己的安全了 你虽然有点势力 但是你可知道 你的这些势力 在庞大的糖果面前布置一体 你这是在替自己梳理仇敌 这样下去 你迟早要被弄死的 我劝你最好说回刚才的话 我 五十秒 四十九秒 四十八秒 哎呀 你们刚才又浪费了十几秒钟 你们的时间可不多了啊 所有人听令 到时间给我进攻 东林 让你的古龙骑士军团 开启第一波战斗 我也想要检验一下 你们身为五星军团的战斗力 方凡一句话说出 满场都震撼了 李治的嘴唇哆嗦着 想要骂些什么 却骂不出口来 而他手底下那些士兵 已经开始快速脱掉自己身上的甲咒了 我不脱 我不脱 你们这帮贪生骂死的废物 别给我脱 护卫走过来帮他脱甲咒 李治口头上严厉的叫嚷着 可是那身体 却是非常的诚实 没有丝毫挣扎的迹象 叶妹儿都看乐了 这家伙也太口是心非了吧 为了那点所谓的面子 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可最关键的是 压根就没人在意他说下什么呀 这位李大少爷 你的不屈不挠精神 让我深受感动啊 既然你是死也不愿意 缴械脱甲的话 我可以帮你清除掉周围的人呢 以保全你的忠义之心 风凡的一席话 倒是让李治掩其息骨 现在啊 他是大叫也不是 不说话也不是 就只剩下了满脸的憋屈 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心智的耻辱 我李治记下了 李治到最后啊 倒着光滚 主动配合着 脱掉了最后的金丝软甲 这是一波大手 收缴无数 至于李治他们呢 则是带着人是灰溜溜的就跑了 主上 小货甲州一万两千套 各级兵器一万五千余件 另外就是魔精一百五十余万 各种卡牌六万张 盖伦走了过来 将收获统计报告念了一遍 这些卡牌中 居然只有十几张健身卡 应该是刚刚被消耗掉了 五星武器精灵成功 那这倒是不错呀 没有 你的了 方凡拿过五星武器 给叶妹尔扔了过去 按照目前的局势而言 二星三星的武器啊 倒是比较普遍了 而五星的武器 差不多 算上端的了 给我的 这太珍贵了 叶妹尔的意思 是不能接受 这小妮子 这时候还拘禁起来了 交货的这些 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你的军团 不也参与了战斗吗 就当是坟赃 是分成了 方凡抓住叶妹尔的小手 将他拽了过来 当众地亲吻了一下 那雪白的额头 流氓 叶妹尔是满脸的痛哄 周边的盖伦 汉斯等人 无不转过头去 对于自家主上的 这点癖好 反正他们都了解了 这是木兵卡 可以让你的 玛雅女武士军团 满额的 方凡递过去 一张木兵卡 这种特殊卡牌 虽然难爆 但是时不时的呢 还是能够出现几张 谢谢 叶妹尔这一次 倒是没有拒绝 对于他来说 玛雅女武士军团的士兵 就和他亲人一样 他不愿意他们 为了自己而战死 只可惜 就算是使用了木兵卡 所召唤出来的 也是另外的灵魂体了 让三线军团满河 需要三张木兵卡 方凡愣的愣 还有这种规矩啊 这里还有两张木兵卡 你起用吧 方凡麾下的军团 一直都处于高昂的姿态 受伤的都是很少 至于死亡的 那更是不多了 倒是没发现 按照系统的提示 一星军团满编制 需要一张木兵卡 二星军团则需要两张 依此类推 看来 这木兵卡 还是很珍贵的呀 将来等到军团的等级都提升了 恐怕会成为一种 极其稀缺的战略资源 毕竟 谁能保证 麾下军团没有损伤呢 只要保证 军团统领是活着的 就能通过木兵卡 给招募满额 试想一下 费尽心力打造的高级军团 舍得其残缺吗 所以就算是再多的魔精 也都愿意花 这倒是一个商路啊 只是可惜木兵卡太少了 方凡整理了一下身上的魔精和晋升卡 这一路走来啊 宰杀丧尸所得 再加上抢夺唐国军队所得 差不多也攒了得有四百多万魔精 又攒了三百多张晋升卡 四百多万魔精 全部定向抽取晋升卡 一共抽取了九百多张 所以 方凡现在手中又攒了一千多张晋升卡 看起来数量好像是不少 但是对于他而言 这根本就无法提升战力 四星军团晋升五星军团 至少得需要一万张晋升卡 而五星军团晋升到六星 那都是十万张晋升卡起步 旁人或许都觉得方凡那是彩眼通天 可只有他自己明白 他是个大穷鬼啊 养着好几个大尾王 他也是很无奈的好不好 方凡 你干嘛对我这么狠 城主府内 叶妹尔是魅眼如斯 又是五星精灵宫 又是木兵卡的 这搞得叶妹尔到现在还难以释然 他觉得 自己欠方凡的更多了 就像是一个雷瑞一样 老子给自己女人装本 谁敢说一句废话呀 方凡将叶妹揽入怀中 之前沉浸在杀丧尸当中 方凡尚且无暇他顾 但是现在忽然闲下来 方凡的这颗心又开始跳跃了起来 美人在前 魅眼如斯 方凡的身体逐渐的压了下去 一夜如故 清晨 方凡将叶妹尔从被窝里拖了出来 你的魅意 以后只准对我施展 方凡霸道地吻了下去 哼 变态 流氓 叶妹尔白了方凡一眼 可心中却是无限的甜蜜之感 今天我就要回归江城了 跟我一起回去吗 不了 我要回树阳城去 这么久没回去 我爹我大哥他们该着急了 叶妹尔是个顾家的女人 方凡的也没有多说 这是一千二百张晋升卡 让你的玛雅女武士军团 晋升成为四星军团吧 方凡拿过来一大碟的晋升卡 一千多张晋升卡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让叶妹尔晋升自己的军团 也能让他好歹有个保障 我不要 你不会觉得我 就是为了这些东西吧 叶妹尔倔强地看着方凡 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我不在你身边 你需要一个强烈的军团保护你 若是你的军团不晋升到四星的话 那我就出掉一个四星军团 去保护你了 我的女人 不能有任何闪失 方凡将叶妹尔拥入了怀中 哼 阅满的狗男人 不过 我喜欢 使用一千两百张晋升卡 三星玛雅女武士军团 晋升为四星玛雅女武士军团 军团战力榜 第一名 古龙骑士军团 等级五星 统帅方凡 第二名 独角兽军团 等级四星 统帅方凡 第三名 恶魔军团 等级四星 统帅方凡 第四名 戈德激光步枪兵军团 等级四星 统帅方凡 第五名 戚血鬼男爵军团 等级四星 统帅凯玲 第六名 哈萨神枪守军团 等级四星 统帅格里芬 第七名 虎豹骑军团 等级四星 统帅领志 第八名 黄金曲帅军团 等级四星 统帅方凡 第九名 石像鬼军团 等级四星 统帅本拉夫尊 第十名 玛雅女武士军团 等级四星 统帅叶梅尔 军团战力榜再度刷新 方凡却没有想到 叶梅尔的玛雅女武士军团 居然也上榜了 虽然只是最后一名 却也是比较厉害的 要知道 这个榜单 可是针对整个世界 可不仅仅是华静的幸存者 和预想中的一样 五星古龙骑士军团 以无敌的优势 占据第一 独角兽军团 恶魔军团 还有歌德激光枪步兵军团 紧随其后 至于黄金曲帅军团 稍微弱了一些 排名第八 M国 某座城堡 凯玲看着自己 辛辛苦苦积攒的 六千多张晋升卡 鬼知道 他为了攒这点晋升卡 耗费了多少心血 他只需要再积攒 六千张晋升卡 就能够让四星吸血鬼 男爵金团 晋升到五星了 这样他或许能够在下一次 军团战力榜单发布之前 让自己的吸血鬼男爵军团 登上第一的位置 但是现实 却又抽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 五星古龙骑士军团 统帅 方凡 这家伙是变态吗 又晋升了 这还有没有点人性了 哎不对 这是全新的军团 这也就意味着 他的麾下又多了一个强力军团 这凯琳呢 当真是想要放弃努力了 他越努力 排名就越发的靠后了 樱花果 混蛋 我们打樱花果 居然只有一个军团上榜 吃肉 莫大的吃肉 高果 我高果血脉后 以防反九十强 看来是时候 该让他人足鬼从了 我看来是没到 华静 唐国 李智站在自己的爷爷 唐国国主面前 心中涌现出无限的杀意 爷爷 放反 他根本不曾将我唐国放在眼里 杀我唐国使者 让我们唐国大军脚械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 全都是对我们唐国的羞辱啊 孙儿请站 率领唐国大军 踏步官场 杀向江场 被我唐国 开疆阔脱 李智重新又换上一身金色的甲咒 颇具气势 愚蠢 这个方法可不简单的 我早就和你说过 你还是太少年新兴了 竟然背着我派什么使者 还有 这次的官城事件 那官城本来就是一座空城 夺过来有什么价值 至于江城 距离我们的边界先太远了 唐国国主李隋 对于这位孙儿 真的是很失望 以往他还觉得 或许李智能够继承他的位置 可是现在看起来 预期价值那么太远了 一个会被愤怒冲昏脑子的人 某种程度上来说 并不适合做一个合格的统治者 爷爷 那我唐国就这么算了 一个小小的方法 都敢如此无视我唐国 那将来 还有谁会畏惧我们呢 我不服劲 我觉得应该杀过去 以鲜血洗刷耻辱 李智并不是一个安于太平的人 在他的脑海当中 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和计划 第五十五集 这件事不要说了 至于韩松出使江城断壁的事情 给他一些补偿 让他闭嘴 幸好这件事的影响还不是很大 也是有你下达的命令 倒是无关大碍 李隋看到李智 那愤怒到极致的目光 又想到 一万唐国大军被人公然搅了线 眼中露出了一抹杀意 想要回到江城 不一定非要我们自己动手 魏国不是和他们仇怨很深吗 还有树阳城那边 也是可以下一些功夫的 别老想着使用武力手段 有的时候动动脑子 会更走笑的 和叶魅尔在树阳城地界分离 方凡带着麾下军团奔向了江城 本来呢 叶魅尔还想邀请他去树阳做客 但是方凡拒绝了 现在的树阳城中 恐怕没有人会欢迎他吧 至于卡牌分店 倒是如同往常一样 一直在运营 再过上几天 陈部就会派人将收益送过来给方凡了 树阳市大城 幸存者的人数和江城也差不多 收益呢 也算还可以 两座城池的收益 倒也是颇为可观 对于一般人来说 这方凡绝对算得上是日进斗金 财源滚滚了 但是也只有方凡清楚的知道 他现在那日子没有多苦 刚得来几百万魔精都还没误热乎呢 就被换成晋升卡了 这养着好几个大卫王是真伤不起 一路急迟回到江城 半道上倒也会遇到一些灵星的丧尸群 但是规模都是很小 像以前的几千只丧尸一起出现的场景 那是一去不复返了 方凡最近在这条路线上跑得太勤快了 那些丧尸还没长成的就被屠露一空 说丧尸是战略资源是一点也没错 方凡现在甚至还想着 要不要从其他的地方引诱个几百万丧尸入住江城 江城 城主大人 您可算是回来了 最近这魏国好像又有动兵的趋势 我这整天都提心吊胆丹江兽帕的 生怕辜负了城主大人的信任 还有啊 城主大人 徐国使者要求见您 一进入城主府 这赵阵就过来 现在呢 他算是江城的复城 一旦方凡有事 一般都是他在代理日常事务 啊 徐国使者 哪个徐国呀 说了什么事情吗 方凡的印象中 并没有关于徐国的记忆 啊 徐国就是那个河南国搭戒的华镜侯国 赵阵这么一提示 方凡就全都明白 南国被灭 那里已经成为丧尸的乐园了 南国的丧尸大军已经在朝着四周攻击了 作为比邻南国的徐国 自然也就等同于被架在了火堆上燃烧 方凡虽然对他们抱有同情 但绝对不会有所行动 啊 让他进来吧 白剑 方凡成主 我是徐国使者徐觅 今天过来 一是球员 二是 需要球购 大量的卡牌 这家伙 倒是不掩藏自己的目的 和这种人商议起来 就非常轻松 球员 让我的军队前往徐国 抵抗南国大军吗 且不说徐国和江城之间的距离 就算是临近的城池 我们之间 在没有任何来往和交情的情况下 我会选择支援吗 是的 方凡成主 不可否认的是 徐国也是华境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若是徐国覆灭 遭殃的也是我们华境人 不是吗 当然 我们也不会让方凡成主白白出兵 所需的军费 我们都会一律支付的 我徐国 广邀华境众势力支援 若是有幸存活下来 我们只保留三座中型以上的城池 维护住自己的根基 剩下的所有城池 也都将会作为奖励 送给诸位的 还请方凡成主三四啊 徐密是语出惊人 方凡也愣了一下 好大的手笔啊 这徐国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侯国 之前赵振和他禀告 说是有七座中型以上的城池 至于更小的城池 那就更多了 保留三座中型以上的城池 这就意味着要将剩下的城池全部都拱手相让 断尾求生 要知道 这可不是官城那种幸存者全部都被灭绝的城池 这可是实实在在有生存者的城池啊 检测到宿主势力强盛 完全有能力开启第二家分店 主线任务 第二家分店开启 任务介绍 寻找合适的大城 开启第二家分店 成功奖励 木兵卡 加入日常系列卡牌 任务失败 随即剥夺宿主身上一个器官 备注 你是一个被懒的供应商 每一次都需要本系统提醒才知道上级 这个时候 突如其来的一个主线人 这就有点酸爽 不过 这个奖励 确实是方凡一直在异想 木兵卡的商机 他早就看在眼里了 而且 木兵卡的暴率着实太低 只要是加入到了 日常系列卡牌当中 不用担心 无人问津 只是 继续开分店的话 就需要再挑选一座大城啊 可这周边的大城 风凡 瞥向了眼前这位 徐国使者 风凡一度觉得 这是狗系统安排的吧 这太精明了 亦或者说 这太无耻了 这不是逼着老子向徐国靠拢吗 方凡成主 我家国主 特地交代 如若您愿意亲自支援徐国的话 我徐国特产修罗国 可以赠送您一枚 徐密看到方凡有异动的神色 联盟继续加大筹码 修罗国 什么东西啊 我徐国境内 有一棵血色的修罗树 末世降临之后 他就在那了 当时还有一只丧尸王守在那 我们徐国耗费了无尽的代价 才将那只丧尸王给斩杀了 修罗树上 每过三天 就会结出一棵修罗国 服用修罗国者 有可能会激活修罗血脉 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血脉力量 战力比同阶绝星者 要强数倍啊 方凡确实有些心 血脉这种东西 很诡异 之前赵亚新 就开出了一张神圣天使血脉 战力确实提升了不少 而这修罗血脉 听上去 也挺有趣的样子 至于修罗树修罗国的真假 这方凡呢 倒是不太担心 第一 徐国也没有理由 在这件事上欺骗 第二 末世降临之后 这个世界 也确实发生了 诸多改变 我可以带领军团 持缘徐国 但是 我有一个条件 我要在徐国城中 开设一家卡牌店铺分店 开设卡牌店铺分店 你 你愿意在我们徐国的都城 开设卡牌店铺分店 这 这是真的吗 徐密激动的双手震颤 这可是大好事 这怎么能算是条件呢 卡牌店铺的神奇之处 他已经领教过 你只要有魔精 血清卡 医疗卡 甚至是觉醒卡 你都因有尽有 而来往 江城和徐国 这距离又太远了一些 若是可以开设分店的话 那岂不是整个徐国人 都能够就近享受到 这种待遇了 如此 这个条件 答应答应 他必须答应啊 方分成主 这件事情 我替我家国主答应了 别说是一家分店 就算是十家 一百家 我们徐国 都扫探一带啊 开设十家 一百家 这方分还真就 没有那么多预备店主 开设卡牌店铺分店 那可不是过家啊 也是有风险的 若是开设在仇敌之城 那很有可能 就会被人给一锅端了 对了 方分成主 我此行来到江城 一来是为了求援 另一个目的 就是想要采购一批卡牌 疗伤卡 二十万张 血清卡 两万张 觉醒卡 两千张 还有 就是黑铁级卡牌 十万张 青铜级卡牌 一万张 白银级卡牌 一百张 徐密 爆出了自己 所需的卡牌数量 总教 四百二十万魔精 方凡一口气将价格爆了出来 徐密没有丝毫犹豫的便支付了魔精 也不曾提出折扣上的 四百二十万魔精 按照百分之二十提成 方凡能够拿到八十四万魔精 而想要通过宰杀丧尸获得八十四万魔精的话 按照眼下的暴率 差不多需要宰杀二十多万只 还是做买卖赚钱的 在江城休息了一日 第二日 方凡便准备动身 前往徐国 一方面是开分店的事 另一方面 也是想要去打探一下徐国的情况 南国整个国度的丧尸 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解决 更何况 南国覆灭之后 好像还诞生了一个亡者丧尸呢 亡者丧尸 丧尸亡者 这还是有区别的 方凡撑住 您的大军呢 是在后面吗 那我们再等等 徐密走了过来 在风凡周围扫尸了一圈 我的军团都齐全了呀 五大军团都在这里了 徐密脸上的表情僵了僵 方凡撑住 您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吧 您的丧尸军团呢 您的幸存者大军呢 再怎么着 带上个三万两万的也是好的呀 徐密觉得 方凡这是在消遣他 这一次可是前往徐国前线 对抗南国的丧尸大军的 鬼知道成为丧尸乐园之后的南国 究竟得有多少丧尸 那些个强大的丧尸 一旦聚集起来 徐国根本就难以抵抗 所以才会徐以重力 邀请众家势力前来驻战 为此啊 甚至都不惜割地割城了 徐密向着方凡身后看了一眼 五六十人 这是一支军队吗 这是去宰杀丧尸守城的呀 他不是去玩乐的 走吧 别磨磨唧唧的 不走我可回去了啊 第五十六集 方凡很清楚 这下我心里在想什么 可是 他也有自己的主张 异地征战 你带了太多军队啊 是个包袱 而且 江城这边也不太安全 需要重兵驻守 方凡麾下有五大军团 足够守护他了 徐密虽然不悦 但是 却也不好说些什么 毕竟是有求于人的 他还盼望着 方凡能够在徐国的都城 开卡牌店铺的分店 此行前往徐国 有两条路径 一条就是陆路 开车前往 那路上肯定会遭遇丧尸群的 另一条呢 就是坐着鼓龙腾飞过去 不过 在空中 也必定会遭遇飞行丧尸的袭击 想了想 方凡还是决定 走陆路 走陆路呢 还可以顺道 绞杀一些丧尸 赚取一波外快 方凡可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 积攒财富的机会 不好 前面有大规模的野兽丧尸群 最起码 得有两三万之鱼 方凡成竹 我们还是绕道吧 可千万别跟他们撞上了 停车 停车呀 徐密是使劲的拍打着车门 这要是撞上的 他们还能活吗 这小命恐怕都保不住了 车队当中可就只有几百人的队伍 这其中他带来的使团 占据了大多数 剩下的就是方凡麾下的几个军团 几百人对抗几万丧尸 这事要闹哪样呢 徐密使者 别担心啊 你焦虑什么呢 我选择走陆路 就是为了这些丧尸资源 你让我绕路 岂不是白费了我这番苦心了吗 方凡一句话就把徐密给堵住了 他惊恐地看着方凡 这家伙默默是个变态吗 他喜欢绝境求生 你喜欢刺激 我不喜欢呢 方凡郑住 这车内可不止您一个人 您考虑清楚了呀 停车 快停车吧 徐密的背后都发凉了 你安心待在车内 剩下的就交给我好了 我的古龙骑士军团 抢先到了 方凡透过反光镜 瞥了一眼 只见 一只只十多米长的骨 从空中是呼啸而过 所有人 下车战斗 徐密使者 你站在这里不要草动 别先开溜了 方凡抬了拍他的肩膀 徐密的身体往上弹起 又突如地坐下 疯子 真是个疯子呀 徐密双手紧紧地握住方向盘 他发誓 不会再将方向盘让给其他人了 这太可怕 方凡率领麾下的军团向前横推 古龙骑士军团 在龙骑士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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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先发起了攻击 戈德激光枪步兵军团 从几千米外就开始疯狂地设计 黄金驱帅军团 也在管骇士军团 开始从远处设计箭士 恶魔军团在撒旦的率领下 也从空中是飞奔过去 犹如一架架战斗机一样 疯狂地对着丧尸群 就发起了毁灭性的打击 方凡则是坐在独角兽王的背部 发起了冲锋 身旁一左一右 分别是小黑和盖伦 现在的小黑 已然晋升到了五星境界 可是奇葩的是 他仍然处于幼年体状态 方凡难以想象 等他成了年了 到底会有多么牛啊 数万丧尸群 疯狂地朝着方凡他们冲了过来 又一次次地折起沉沙 方凡麦下五大军团 硬生生地就将两万丧尸大军 给挡在了防线之外 并且正在以急速进行着屠杀 远处的车队中的徐觅 缓缓地放开了 握在方向盘上的双手 真是个疯子 我的天神啊 这到底是一支怎样的军队啊 一一敌百 一一挡千 不愧是漠视第一人 双榜第一的人物 果然非同一般的 方凡已经准备收尾战斗了 两万丧尸群被冲散 有很多都朝着两边四散开了 最终 方凡等人宰杀丧尸 差不多只有一万左右 当然了 要是趁胜追击的话 倒是还能宰杀更多的丧尸 但是啊 那效率太低了 不太符合方凡当下的利益 我居然突破了 方凡将刚得来的一张经验卡 试用完毕之后 感觉到自己的平静松动 晋升感如潮水般袭来 这次晋升应该是最意外的 看来多杀丧尸还是有好处的 经验卡是一方面 另外更重要的 是在战斗中更容易晋升吗 方凡正是晋升成为五星的觉醒者 诸上 我解锁战力到八星觉醒者了 盖伦走了过来 脸上的喜色更深 他是青铜品质的英雄 也不知道极限战力是多少 诸上 一共宰杀丧尸一万余 获得魔精五万 各种卡牌三千余张 这几张卡牌比较特殊和珍贵 盖伦将特殊的卡牌递送上来 方凡仔细地查验了一份 其中有十几张晋升卡 这暴率啊 还是一如既往的低啊 天兵召唤卡 使用此卡可以召唤一支 诗人队伍的天兵 天兵境界为七星觉醒者 持续时间十分钟 集集如律令 天兵天将任我浅 这张卡牌倒是不错 居然能够召唤天兵 可就是存在的时间太短了 只有十分钟 倒是可以在关键的时候使用 继续上路吧 回到车上之后 方凡觉得 徐觅对自己的态度明显变了 之前虽然言语还算恭敬 但是明显能够感受得出来 有些怨气 但是此刻 就完全将自己的地位放低 是诚恳无比 方凡成主 可需要补充一些食物吗 后备箱里 还有一些新鲜水果 都是刚刚使用食物卡开出来的 方凡成主 英雄盖世 我徐觅能够得到方凡成主的援助 这简直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啊 徐觅开始了跪舔的过程 有些话还真是有些不堪入耳 这人呢 要真要是不要连起来 那还真是够厉害 已经到了我徐国的疆域了 前面有一座小城池 雍城 是我徐国的城池 那也是我的领地 徐觅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方凡笑了笑 不做评价 我的城池 嗯 这 被占领了 徐觅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快 快开车 朝着雍城行进 就在刚刚 徐觅的脑海当中 响起了所谓的 末世之神的提示音 雍城城主水晶已经溢住 您已经被废除了城主身份 城主应寿 自动收回 行进到了雍城之下的时候 雍城之外 已经出现了不少的丧尸军队 这是丧尸军队 而不是散乱浑浊的丧尸 很显然 这座小城池就在刚刚 被其他幸存者给占领了 车队一路行进 朝着雍城开了进去 风帆倒是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这城池也不是他的 他并不是很关心 他和徐觅之间 更不存在什么交情 风帆成出 徐觅祈求的目光逃了过来 我并没有兴趣 查说你们徐国的事情 我是去徐国都城开店的 若是雍城被散乱的丧尸群给攻破 为了卡牌和魔精这些资源 风帆或许会选择屠戮一番 但是 这些丧尸军队 那是幸存者率领的 这种有主的丧尸军队 就算杀掉 也不可能抱住什么卡牌和魔精 我只求风帆成出 待会儿都保我一命 我必要重心 我只是想要进去看看 在徐国疆域之内 是谁敢夺了我的城池 这是国主赐予我的领地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夺过去的 这是一百万魔精 就算是我的一点小意思了 方凡怎么能想到 这半道上会出现这种事 要说帮徐密收复城池 方凡还真懒得去做 但是 保住一命嘛 哎 关键 这不还有一百万魔精的酬劳了 没问题 就算是徐国国主来了 你都死不了 你要是再给我一百万 我或许 可以帮你收复城池呢 这种交易 可比杀丧尸来得快多了 多谢方凡成出好意 我要先看看 这些人到底是谁 什么人 敢闯荡我风云会的地盘 门口有几个幸存者 耀武扬威的 徐密下去 就要跟他们理论 我是徐密 这是我徐国的城池 我是雍城的城主 你们占领我徐国城池 是想要与我徐国开战吗 城门口的几个幸存者 突然是放声大笑起来 什么狗屁徐国 一个快要灭国的辣鸡猴国罢了 你们徐国 不是还邀请我们风云会 前去救援你们吗 按照约定 老子娶几个城池怎么了 这只酬劳懂不懂啊 老子是风云会副会长 攻九城 少他喵的在我面前装犊子 你们徐国 早他喵的要凉了 这些车不错呀 本来老子没想杀你 既然你送上门来 兄弟们 这番大脸 咱们得受着了 给老子开活 干掉他们 这些车 下了 你确定 要对我出手 方凡是懒洋洋的 从车内钻了出来 你是谁呀 对你出手怎么了 你们总共不到两三百人 看到我的丧尸大军了吗 老子这一次来了 一万丧尸大军 一万幸存者大军 这都是来支援你们狗屁徐国的 现在收点利息 还寄进外派的 真他瞄的没劲 一座小破城罢了 攻九城 言行当中充满了暴虐感 转开道路 让我离开这里 我不想屠杀同类 这是许国的事 方凡呢 不想太过插手 当然 这前提是这帮人的 你可别太作死 你们听见他刚才说什么了 他不想屠杀我们 他很想屠杀我们 这个傻子 你当你是谁呀 就算是许国国主来我面前 都不敢这么着说话 给我全面脚杀 这伙 别默契 攻九城是率先开枪 他所使用的枪啊 不是激光枪 不过 也比普通的枪支 具有杀伤力 目测应该是四性装备 看着周边围绕过来的丧尸大军 和幸存者的军团 方凡是一阵的无奈 第57级 我是方凡 你们确定 还要动手吗 方凡点明了身份 这也算是最后通牒了 方凡 什么狗屁方凡呢 老子没听说过 给老子上 你就是玉皇纳帝 今天也都得死 龚九城已然狂妄到了极致 压根就听不进去任何其他人的话 副回照 方凡就是那个升榜第一的 军团战力榜上 有好几个军团都是他的呀 龚九城身边一个小马仔蹭了过来 是他 他的军团升级的那么快 身上肯定有很多健身卡 难道我龚九城今天还能大发一笔 他军团再牛 又能如何呢 我们人多呀 要是干掉他 夺了他身上的健身卡 这天妙的可就赚大了呀 龚九城的心思一动 给我抓住方凡 围住他 尽可能的要活口 他肯定有什么快速获得健身卡的渠道 抓住他 本副会长重重有赏 贪欲让龚九城已经无所顾忌了 方凡成主 我 我连累你了 徐觅是一脸尴尬 是他自己找死 和你无关 我帮你图了这些人 不收钱 方凡挥了挥手 身边的四大军团是望风而动 早就远在空中 党代的古龙骑士军团 听到方凡的召唤 开始自空中降落 一场血雨屠杀 便开始 方凡已经竭尽可能的去避免屠杀了 他觉得呀 这些人呢 都是幸存者 活下来都不容易 只是这帮人似乎有些不识趣 将他的人词 当做了吹嘘的本钱吧 这是越发变得猖狂起来 面对这些人 方凡觉得自己 是没有必要再继续退让 底线要守住 既然你来寻死 那就成全他们吧 五大军团再度联合作战 不到一分钟 第一批次冲上来的 数百幸存者和丧尸 已经全部被屠杀干净 他们缓缓地朝着外面推进 厮杀 持续进行 龚九城桀骜的面庞之上 充满了惊骇之色 这帮人怎么这么强啊 这刚刚冲上去的 那可都是他的亲兵 根本就没有普通人 要么就是一星二星的丧尸士兵 要么就是一星二星的觉醒者 这么精锐的存在 不到一分钟全凉了 而他们的进攻 是异常的孱弱 哪怕是手中的刀剑 劈砍在敌人的身上 哪怕是射击出的子弹 打到敌人要害的位置 也顶多就只能留下一百印 这是一支怎样的钢铁之军呢 警官 给我警官 不准他 护退一步 斩 龚九城企图维护他乱糟糟的军心 只是 他的身体 还在不自然的疯狂后撤着 他的想法很简单 让这帮炮灰上帝送死 磨死方凡灰下的军团 但是他却不能有丝毫的闪失 他是风云会高高在上的副会长 还有着大好的前头 等到方凡这些人被磨死了 他再来收割战场 龚九城自认为 还有两万军队 哪怕是用尸体去压 也能压死这帮王八高子 但是 他们的谋划 注定是要落空的 战斗仍旧在进行 方凡麾下的军团 至今都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 而他麾下的两万大军 已经伤亡超过五千了 剩下的数千幸存者 已经坐鸟兽散开流了 还剩下数千丧尸军团 在苦苦的支撑着 但是 他的丧尸大军 也在以每分钟数百的速度隐落 天空中盘旋的古龙 开始喷出龙溪 是沾之必死 那古龙之上 骑乘的古龙骑士 手持一把战刀 一个冲锋 便能带走十数个丧尸 还有那满天飞舞的恶魔 锋利的爪牙 摧毁着他们最后的意志 四面八方击射过来的激光子弹 往往能够穿透 十个丧尸的身体 那手持着大宝剑的银甲战士 所到之处是满地的残骸 我 我是风云会的副会长 放我一马 雍城 雍城 我还给你们 公九城荒了 也怂了 爸 现在认怂了呀 好像晚了点啊 我不太习惯让自己的仇人 有机会活下来 我 我有宝贝 我有卡牌 我有追击机卡牌 我还有好多魔精的 放过我 放过我 这些都是你的 公九城看着自己身边的丧尸军队 越来越少 从圆间的数千 到数百 再到几十个 眼看着一轮扫射就能干掉他了 啥 杀了你 卡牌都是我的 魔精也都是我的 你用我的东西来贿赂许诺我 不是显得愚蠢吗 对于方凡来说 这是一场屠杀 这根本就是一个小插曲 无伤大雅 方凡从死去的公九城手中 拽出几张卡牌 其中啊 有几张中品的魔精卡 可以开出一千魔精 价值十万下品魔精 另外呢 就是一些晋升卡 焦宝卡 回收卡 方凡的目光逐渐亮 这些可都是新奇的卡牌 至少在之前 他是从未看到过的 看来这家伙还是有点东西的呀 雕宝卡 介绍 使用后 可以凭空出现一个三十立方的小雕宝 防御体系极强 备注 这是一个乌龟壳 回收卡 介绍 使用后 可以回收已使用的卡牌 使其恢复到原样 备注 这是一张拥有魔幻力量的神卡 碉宝卡 顾名思义 就是开出一座碉宝 三十立方 看起来也不是很大 至于这回收卡 就显得比较完美了 仔细考量之后 方凡这才明白 譬如自己手中这把六星装备的激光枪 从装备卡中开出来之后 就不可能再形成卡牌了 但是 回收卡 却可以将具现的激光手枪 再度变成六星的装备卡 这算是比较偏门类型的卡牌了 风云会的这个副会长 龚九成战死之后 幸存的残余幸存者 早就已经溜得没了踪影 那些丧尸军队也被屠杀殆尽 庸城再度恢复了往日的沉默 进入到了庸城之后 到处都是普通幸存者的死尸 灵星的还能够看到一些活下来的幸存者在蠕动 这些都是我庸城的幸存者 庸城虽然是座小城 却也有近两万幸存者 如今实不存意 风云会这帮王八蛋 他们无耻啊 连小孩子也不放过 徐密颤抖着双手 从一旁的死尸中 扒出来两具孩童的尸体 也就七八岁的样子 在他们的身边 还有一男一女 两具成年尸体 方凡也是微微动漏 这风云会确实是卑劣 一般就算是占据了敌国城池 除了反抗的幸存者 对于平民幸存者 大多数的都会采取安抚的政策 像这种屠城的举动 已然是灭绝了人性的 多谢方凡城主帮我夺回雍城 今后方凡城主 但凡要做要求 我徐密必定赴汤蹈火 再所不辞 徐密担心下跪 以最浓重的礼仪代谢 我说了 我并非刻意帮你 只是他们招惹到我了 雍城已经成为空城 你也不要抱以幻想了 这种小城池 本来就是靠着幸存者 来维系生命力的 现在这人都死完了 或许很快就会成为下一个丧失乐园了 车队在雍城耽误了一小会儿 再度朝着徐国的都城奔去 三个小时之后 徐密已经从雍城覆灭的情绪当中 缓缓地疏解了过来 一边前行 一边介绍着 这就是徐城了 本来叫做来岗城的 后来成为了徐国的国都 就改名了 前面的舍队 给老子让开 让我们七少盟的军队先过去 咯咪唧唧干什么呢 没看见后面有人呢 让路让路 我们可是七少盟的队伍 我跟你们说话呢 他妈哑巴 后边传来一道道的喇叭声 过躁的声音是尤为难听 前面设有路障 正在一个个的排查进入 所以速度慢了一些 一辆奔驰已经开了过来 从上面下来了几个人 都让开都让开 将路让开 我们七少盟的军队先进去 你们等等再进入 小子 跟你说话了 别他妈装聋作哑的 七少盟的人是尤为暴躁 出言不逊 方凡承住 您息怒 您息怒 我来解决 眼瞅着方凡已经不愿 徐密赶紧安抚 诸位 我是徐国的使者徐密 这车队是江城城主方凡的 大家都是来援助我们徐国的 就不要讲究先后了 排队进入就好 还请诸位担待 给我徐密一个面子 啊 徐密是点头哈腰 这已然到了徐国的都城下 若是起了冲突 那削减的也是徐国对抗丧尸的力量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凭什么给你变 就算徐国的国主过来 老子都不见得待见他 江城城主 援兵 就这大猫小猫两三只 这也能够算援兵啊 我看你们徐国还真那么穷途陌路了 连这种垃圾货色都给招来了 给老子掉头滚蛋 老子是七煞盟第五盟主彭刚 别挡我们七煞盟的军队 否则我他妈火匹了你 彭刚抽出了武器 击打在方凡的吉普车上 这车上的钢板便凹陷了下去 阁下 哎呀 事情闹大了 我也没办法了 你 你真是作死啊 按照这徐密对方凡的了解 这件事显然是过不去了 而眼前这个嚣张的家伙 也会为自己的嚣张 所付出应有的代价 吉普车市一阵的晃 在里边的方凡自然是感受到 他瞥了一眼凹陷的车顶钢板 每一次他都不想搞事情 可是偏偏就有那么多人在作死啊 方凡打开了车门 走下了车 怎么回事 什么情况 我们是徐城城卫军的 这是怎么了 诸位一定不能刀枪相剑的 徐城城卫军的人姗姗来迟 他们也是看到情况有些失控 这才马不停蹄的赶了过来 第五十八集 积蓄同僚 是这样 这位七煞蒙的彭刚先生 方才插队想要先进入城池 这位是江城的方凡城主 他自然是不愿意的 然后七煞蒙的彭刚先生 就将方凡城主的车给砸了 这件事你们一定要秉公处理啊 方凡城主 可是我亲自邀请来的贵客 是来援助我们徐国的 徐密赶忙将情况给解释清楚 七煞蒙 你是七煞蒙的哪一位啊 那个徐国成为军的金序统领 压根就没心思听徐密说话 而是满眼放光 看着七煞蒙的彭刚 七煞蒙 第五煞煞蒙 我们要进城 让他们滚蛋 老子这一次可是足足带了七煞蒙的五万信封军队 后边还有军队陆续抵达 彭刚企图展示自己强大的力量 您放心啊 这件事我来处理 徐国的卫军小统领金序是异常的恭敬 徐密市长 你带来的这个什么江城城主 他带来了多少军队啊 就你眼前这些了 但是江城城主麾下这些可都是精锐 他们都是一一敌问 不用说了 徐密还想要解释 但是却被金序给拒绝了 你们赶紧让开一条道路 让七煞蒙的军队进来 不要误了大事 南国的丧尸群 说话间可就能就到了 别误了大事啊 风凡一直到现在是一句话都没说过 只是冷眼旁观 这一套手段玩下来 确实颇为符合狗障人士的姿态 你这个统领不错啊 我彭刚记住了 回头必定在徐国国主面前给你表共 哎 你们赶紧滚蛋让落 没听见人家主人都发话了吗 还赖着不走 老子要不是看你是徐国请来的 早他妈废了你了 小白脸的玩意儿 脸还挺白的 彭刚是四夜的嘲弄 徐密好几次想要阻拦 但是看到方凡的冷漠的目光 他选择了闭口 这么长时间相处下来 他大概也搞清楚了方凡的脾气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徐国不欢迎我 没关系 我可以走 但是你砸坏了我的作家 得赔钱呢 而且徐国也需要支付 我此行的差旅费用 我不可能白白跑这一趟的 方凡瞥了一眼 那个小统领金血 一辆破吉普罢了 能值多少钱呢 这些施舍给你的 够了吧 彭刚大手一挥 几百枚魔精便扔在了地面上 一百万 你疯了 一辆这种破车 老子手底下不知道了多少 一百万下品魔精 你是想要魔精想疯了吗 讹诈到老子头上来了 我说的是 一百万中品魔精 我这还是看在徐国的面子上的 否则 就是上品魔精了 赔偿魔精还是偿命 你自己选吧 方凡自认为 他还是一个比较讲道理的人 哎呀 我今天出门没看黄脸 还碰着刺头了 小子 你既然找死 就他妈别怪我了 去死 彭刚是手持钢刀 就朝着方凡的脑袋劈砍了过来 这速度很快 看起来是个练家子 金婿是闭起了双眼 往后退了几步 生怕欠自己一身血 方凡没动 这盖伦走上前去 硬生生的用脑袋 就把钢刀给顶着了 钢刀劈砍在盖伦的脑袋上 只传来一声硬物碰撞的声音 就连一根毛发都没伤到 彭刚的眼中 逐渐流露出了恐惧的神色 他的四星钢刀 居然被眼前这个银甲壮汉 硬生生的 用双手揉搓成了一团的废铁 那可是四星钢刀 那得多接应 切丧尸就跟切西纹一样顺利了 盖伦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太浪费了 方凡掏出了六星激光手枪 随意的对着彭刚开了两枪 他两边的胳膊上出现了两个硕大的洞口 现在想好了吗 是赔钱还是偿命啊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你死定了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是七杀蒙的第五杀主 你竟然敢伤我 你完了 我七杀蒙必定会追杀你到七阳 哎呀 彭刚激动的是浑身战力 双臂的疼痛感 让他甚至有些失禁的感觉 哦 那我知道了 你只想尝命了 一道激光穿透了彭刚的脑袋 这彭刚直溜溜的就倒塌了下去 徐密虽然知道方凡的手段 但是没想到就这么把人给杀了 至于金序早已经被惊到了 七杀蒙 那可是一个可以媲美徐国的大势力啊 七杀蒙的第五杀主 死在了徐城城墙之下 这件事大发了 你你你你你你你 金序颤抖的指着方凡 本来是想呵斥一番的 可是 在看到方凡的冷漠到极致的目光 他瞬间就怂了 这 第五杀主被杀了 杀了这小子 为第五杀主报仇 彭刚杀主死了 其他几位杀主 不会放过我们的 杀了这个凶手除罪啊 彭刚死了之后 他麾下那些军队瞬间就暴乱了 一万丧尸军队失去了主人 再度意识浑浊 开始攻击起了周边的七杀蒙的幸存者队伍 剩下的数万幸存者的队伍朝着方凡就进攻了过来 该死 这太可怕了 疯子 都是一帮疯子 方凡争住 我们还是前往徐城助手吧 徐觅想要替徐果卖个好给方凡 徐觅 您倒打 金絮呵斥了一声 这家傲这不找死吗 你把这祸还引入到徐城里边 那七杀蒙还不得过来攻打徐城啊 届时那丧尸大军还没来 他们就要被自己的盟友给干掉了 不用 你们家城门关起来吧 别让乱军趁机进了城 这些杂鱼我来收拾就好了 方凡挥了挥手 轻松随意 徐觅是恶狠狠的瞪了金絮一眼 这个蠢货将一次卖好的机会给浪费了 不过呢 徐觅也知道方凡的性格 一旦认定了某件事 那就很难更改 他也只能泱泱的跟着徐城的城卫军 一起进入到了城内 刚刚踏入徐城城内 小统领金絮就赶忙将城门给关闭了 我们打成什么样子 不管不着 只要别殃及我们徐城就行了 只是可惜了七杀蒙的五万援军了 这一次 咱们徐国早是彻底将七杀蒙给得罪了 都怪那什么江城长卓 若非是他非莽撞行事 七杀蒙的第五杀卓 你就不会死了 哎 徐觅也 这件事情你要否则 这个江城城主可是你拉过来的 要不然我们力外夹击 将这个江城城主干掉 然后曼七杀蒙一个好 金絮是自言自语 徐觅都想一刀砍死这蠢货 上城墙 你自己好好看看 造物不测呀 怎么造出你这么个蠢货 徐觅大踏步的朝着城墙之上行去 他要去欣赏一场酣畅淋漓的大决战 徐城城楼的上空 一只只体型庞大的古龙同飞 他们煽动着硕大而又健壮的骨翼 鼻翼处喷吐出浓郁的鼻息 俯冲而下 光靠着身体压都能压死一片的幸存人 像这样的鼓龙足足有十八只 鼓龙背上的鼓龙骑士 也在竭力的挥舞着手中的战刀 将眼前的敌人是一个个的屠杀掉 这这这这是龙啊 是鼓龙 好强之的鼓龙啊 这些鼓龙是攻打我们学长 我们能守得住吗 金絮刚刚登上城墙 就被吓得身体颤了颤 这是江城城铸方凡麾下的五星鼓龙骑士军团 继续看吧 他麾下还有比这更强大的存在呢 徐觅瞥了金絮仪 这个没见过世面 待会儿有他的苦果是 你居然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刀子 你这不是作死吗 那个银甲将领是疯了吧 单独冲入敌军阵容中 那可是好几万的七杀盟军队呀 金絮看到冲锋在最前面的盖伦 只见他一手大宝剑挥舞 方圆三米之内的敌人是处之必亡 五星鼓龙骑士军团 八星盖伦 乃至于一路横推过去的四星黄金取帅军团和独角兽军团 哥德激光步枪军团 开始急速的扣动着激光步枪 一束束强势的激光打了出去 然后对着七杀盟的军队进行串烧 恶魔军团是低空飞骨 专门寻找敌军军队当中的指挥官进行着狙杀 七杀盟的军队本来有五万 其中有一万是丧尸军队 四万的幸存者军队 第五杀主彭刚死掉之后 隶属于他统帅的一万丧尸军团 就开始屠杀着周边的幸存者军队 七杀盟的幸存者军队 已经遭受了一定程度的重创 但还是为了报仇再坚持 但是现在 最后的坚持已经成为了效果 他们面临的敌人 那就是一群的天兵天将 枪打打不死 刀坎砍不死 连炸弹都失去了效果 七杀盟的幸存者军队 陷入了混乱之中 偏偏指挥他们战斗的高级军官 被恶魔军团还一一击杀了 混乱更甚 这就是一帮变态 咱们打不过的 还是跑吧 对对对 咱们分开来跑 一定能跑出去的 那些高级军官 才是七杀盟第五盟主腾刚的死忠 想要为其报仇血恨 至于普通的幸存者 或许连所谓的第五煞主 都没有面对面真切的抗法 为了这样一个人 要老子卖命赴死吗 扯淡吗 这数万大军是一周溃败 不用追了 让他们逃吧 方凡将六星激光首相收了起来 这些幸存者终究不是丧失 或许他们曾经与自己为敌 但大多呢 都是被蛊惑的 末世生存就已经很难了 站在方凡的角度上 只要你不是太过分 他也断然不会选择赶尽杀绝的